少年自幼被村民排挤在树上生活了八年 缺少食物的他每日只能靠人身冲击 喝了只能喝长白山融化的血水 不曾想风餐露宿的生活非但没有压垮少年 反而给他锤炼出一副强健的精力 少年自幼时随父亲来到公家村生活 因为有传言称父亲是战场上的逃兵 因而自从父亲去世后少年便饱受村民的欺凌 只有一对姐弟是他如亲人般多有照夫 这天姐姐突然找到少年让他回村 原来明天是姐姐15岁的成人影 姐姐特意求村长通融允许他回村团聚 两人一进村就有村民对着少年指指点点 少年习以为常双手抱头马不在乌 而姐姐则是对着众人频频陪笑 突然有一人拦住了姐弟二人的去路 此人正是村长的孙子也是村里的村霸 孙霸不由分说一把揪住少年的衣领 刚想动手却被人揪着衣服拎了起来 来者正是姐姐的亲弟弟公起山 姐姐不想得罪村长连忙让起山葬首 起山也是听话甩手便把村霸丢了出去 后者进食飞出去将一旁的栅栏撞得稀烂 眼见孙子被人如死狗般丢出去 闻讯赶来的村长顿时大怒 起山毫不在意村长的拐杖挑机 而是从怀中掏出一卷竹简交给村长 称这是香利命他带回来的书信 村长拿到竹简后连忙背过身去查看 公家姐弟不宜有他转身欲走 只有少年若有所思的深深看了村长一眼 村长看完竹简上的内容显得极为震惊 旋即转身询问起山是否看过上面的内容 却发现姐弟三人早已走远看不见棕影 而与此同时在辽宁府顺的血泪皮 一场声势浩大的比武正在进行 原本雄霸北方的慕容世家突然封门十年 致使北方武林群龙武手纷乱不止 其中以大力宝和龙仙庄的势力最为强横 因而双方决定以比武教计决定霸主的归属 山坡上一位老乞丐一边饮酒一边观察着场中局势 此人正是不远千里赶来观战的丐帮长老红武 场中二人瞬间刀剑相交战至一处 铁庄主的龙巷剑有着剑刃满天的盛赞 万宝主的雄武刀更是有着无双霸刀的门 红武魁看在眼里心中暗自赞叹二人果然名不续传 就在两人斗得不分伯仲的时候 一位老者双手附后踏空而来 老者助力在山顶的青铜雕像旁 静静地看着场中二人的比武 浑然不在意红武魁如同看怪物般地盯着自己 而此时的红武魁心底已经掀起惊涛骇浪 他自诩身手不凡感知敏锐 虽然方才被场中的比武戏也能注意力 但直到老者靠近他才发现对方的存在 漠然间老者的苍眉微微皱起 一掌轻飘飘地按在青铜雕像之上 另一只手扶在胸口显然是旧伤发作 老者牙关紧咬拼命压制体妹的痛楚 一道澎湃的刚劲不自觉从右掌透出轰入龙下 片刻过后老者神情沮丧 双眸之中满是不甘 而红武魁此时已经震惊到了极点 老者明明站在他旁边 但他却丝毫感受不到对方的气息 正在此时老者突然眉头眉脑地扔下一句话 我的传人会再来 言霸老者足间猛一点地腾身而起 转瞬间便已掠出石树杖飘然而去 红武魁正欲叫住老者想问清对方所言何意 却不料眼角余光扫道的景象让他瞳孔咒索 只见原本青铜打造的坚固雕像 此时竟已被扭曲成一团沸铜烂地 雄魂的蓝色刚系游自在雕像上肆虐清醒 红武魁见此情形不由地瞠目皆舍 如果方才老者那一掌钥匙拍在人身上 他不敢想象会是什么后果 却说少年跟随公家姐弟回到家中 公起山突然询问姐姐是否有了一中人 姐姐闻言不由地撬脸微红 表示对方是个丝绸商人只见过几年 少年闻听此言轻轻叹了口气 他心知如果不是有自己这个拖来 凭姐姐倾国京城的容貌提亲之人早已踏破门槛 事业 带到姐弟二人睡下少年悄悄起身 独自一人背上弓箭走出了屋子 却不料他前脚刚走就被起山叫住 少年表示他想进山台伸给姐姐添一些嫁头 起山却是一眼看穿少年心中所想 表示不论姐姐嫁人与否这里永远是他的家 少年扬了扬手转身便往山上走去 而此时屋内的姐姐也悄悄睁开了双眼 长白山上 少年已经在山中寻觅了一整天 眼看夕阳膝下少年依旧一无所谓 突然少年的双眼猛然一亮 他竟是找到了两株长在一起的子母身 可转眼间便已日落西山 山间大雾四起根本无法下山 少年正欲找个地方葬过一夜 却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一处沟 少年悄悄靠近发现有一老者在树下排泄而坐 此人正是先前在血泪坪出现的神秘老者 少年见人机喊至的山中 突然出现一位老者不由的心中生命 而老者早已发现少年在偷窥自己 表示再不出来就亲手把他揪出来 少年慌忙从草丛中钻出表示自己并无恶意 并询问老者自己能否在此处暂泄一夜 老者淡淡地扫了少年一眼 算是默认了对方的请求 篝火旁少年采摘了一些蘑菇烤了起来 胃表泄意也逼给了老者一串口 老者接过后每一口都咀嚼36次才眼下 少年健壮不由的询问是否因为不合胃口 老者表示这样只是为了让身体充分吸收食材的营养 这样即使极少的食物也能满足身体的需求 一老一少就这样在篝火前聊了起来 在此期间老者询问少年一个外星人为何住在公家村 谈及此事少年尴尬地挠了挠头 表示这是因为他答应过父亲不能离村 老者敏锐地察觉到少年言语中的遮遮掩掩 但看到少年的囧态也并未多说什么 少年含糊不清地把自己的身世一带过 转而询问老者为何会出现在这人既罕至的身上之中 却不料老者语出惊人表示自己正在寻死 少年惊诧不已方芒劝说老者 老夫身有救急命不久矣 但在临死前我一定要手刃当年害的我家破人亡的仇家 所以小娃娃你也不必再劝我 死亡就是我的归宿 少年听罢一时间不知所措 而老者说完后便闭上双眼不再多言 少年见此情形之好微微叹气 一夜无话 第二天清晨少年悄悄起身离开 只是偷偷地将一株山身留在篝火跑 而他不知道的是 就在昨夜一对人马星夜兼程赶至公家村 为首之人竟是一位面带刀疤的元朝使臣 而他们此行的目的竟是来挑选王妃 这是一株价值千两黄金的百年山身 却被少年赠给一位素不相识的老主 而他不知道的是 这位老者正是塞北第一高手韩武国 扇沙与临走前偷偷回望老者一眼 虽然不知道这位老伯经历了什么 但他希望老者能靠那株山身 吊住性命完成最后的心愿 压下心中的思绪扇沙与往村子走去 回到村子后却发现村内空无一人 扇沙与心中微惊全然没有注意到身后有人靠近 下一秒便被村霸一拳重重砸在后脑 势大力尘的一拳力石将他垂翻在地 紧接着便被村霸骑在身上牢牢按住 而事先藏好的村民也在此时围络过来 村长直言他的姐姐将作为王妃候选人献给元朝使节 相立的那封书信便是告知村长使节即将抵达公家村 我知道你们姐弟情深 在使节大人到来之前必须先把你关起来 得知真相的扇沙与牙子欲裂 拼命地挣扎起身却被村霸牢牢锁住 情急之下扇沙与一口猛地咬在村霸手指 后者吃痛之下指得松开按住对方的手 却不料刚一松开便被扇沙与扬起一肘撞在面门 扇沙与一击得手当即取下弓箭 先是根深进步一击飞膝将村霸顶飞 随即一脚将对方踩翻在地用弓箭瞄准村霸的头 村霸吓得瑟瑟发抖连声求饶 而村长出声喝止表示这样会害得全村的醒 却不料圣怒之下的扇沙与一箭陡然射出 羽剑贴着村长枯树般的面颊飞 竟是精准地将村长的拐杖定飞出去 村长的老脸被雨剑划出一道伤口 心有余悸地看向那个多年来一直任人欺凌的少年 而扇沙与则是咬牙切齿与掉森院 不论你们怎么欺负我 我都忍了 但你们休想冻姐姐一根寒毛 我现在就带着姐姐离开公家村 谁敢拦着就不是擦破脸皮那么简单 严霸扇沙与扔下众人静直往家中跑去 村霸爬起身叫嚷着郑郁追赶 几匹战马却突然冲进了村子 正是前来领人的元朝使节赶到 却说扇沙与风驰电车地冲回家中 毫不知情的姐姐还开心地冲她打着招 扇沙与三言两语将情况告知姐姐 也不等姐姐反应过来 劈手便拉着姐姐往山上逃去 进山途中扇沙与陡然一惊 只见一对人马在村民的簇拥下正赶往姐姐家 为首之人赫然是那名元朝使节 而就在此时使节突然扫向扇沙与 后者被对方阴厉的眼神惊出一身冷汗 慌忙拉着姐姐往山上的密林中逃去 而使节也对身后的两名随从下了命令 男的杀掉 你的不准伤到 他未来可能会成为我们的王 两名属下功声领命跃上马背 下一秒便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纵身掠去 不多时便追赶上了逃亡的姐弟二人 扇沙与陵薇不乱瞬间张公发电 一枚与阵立时朝着二人破空而去 不曾想一名属下呛然一声长刀出桥 随即竟是在空中拧腰转身 逆刀便将与剑斩作两叠 扇沙与剑此情形心头俱惨 不待他反应过来 对方已经弃身上前 立掌抵在他的面门将他按翻在地 姐姐剑状惊吓地发出一声叫呼 却被另一人如鬼魅般闪至近前掩住口 甲随从将扇沙与制住后眼神一礼 口中长刀毫不犹豫的朝少年头颅头去 就在此时一只硕大的铁拳猛然轰在他的面前 来者正是在山中砍柴归来的公启山 眼见伸手不凡的同伴被一拳轰飞 控制住姐姐的以随从见状脸色巨变 而得救的扇沙与连忙将事情的原委告知启山 得知这群人要将姐姐掳走启山勃然大怒 拳击抽出妖剑的斧头便要剁了两人 而挨了启山一记重拳的甲随从仿佛浑然无始 竟是反手持刀再度冲杀而来 启山甩手便将身后数十斤的木柴砸向对方 却被甲随从一刀轻松劈作两半 而就在此时甲随从突然眼神一门 连忙提刀格挡住启山是大力臣的意义 启山虽然天生神力但战斗经验远不提对方 甲随从一刀挡住俯刃后借反振之力身形一转 当刀挂动风声转瞬边抹向启山搏梗 却不料正在此时一只脚踩在启山肩头 扇杀与足下发力猛然跃起 手中两枚羽箭已然瞄准对方 少年毫不迟疑手中弓箭连珠发射 甲随从见此情形大惊失色 人王收刀回房堪堪荡开两枚羽箭 却不料启山的铁拳在此期间竖然而止 一拳轰然垂在他的小腹脂上 力道之刚猛令他面容一阵扭曲 下一秒便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 不公然撞在一棵大树上才稳住身形 可还不等他缓过神来 一枚羽箭已奔着他的头颅急射而止 甲随从奋力偏头堪堪避过那枚羽箭 却不料下一秒他突厥右腿一阵剧痛 恶然是另一枚羽箭已然洞穿他的右腿 剑同伴受伤已随从大惊失色 而正在此时一道冰冷的嗓音悠悠传来 一群饭头 连两个孩子都对付不了 兄弟二人听闻此言皆是心头一颤 来者正是那位带队的元朝使节 而此时他的眼眸微微眯起 仿佛恶虎盯上了自己的猎物 他本是奉命选飞的元朝使节 却也是万中无一的军中高手 眼见两名属下半世不利 使节冷冷的一个眼神扫去 一名属下立时下的冷汗直流 男人并未多言而是猛然朝前踏出一步 周身澎湃的尽力骤然薄伐 雄魂的气势以男人为原心激荡而去 兄弟二人只觉得一股庞大的压力迎面而来 扇杀与牙关紧咬拼命抵抗这股气势 而启山已然承受不住这股威压 怒吼一生吃腐便要剁了此 却不料使节竟是在刹那间闪身上前 下一秒一只宽大的手掌 已然躲在他的胸口 但随着使节掌中尽力猛然易懂 启山猴头一舔力士喷出一口鲜血 如小山般的庞大身躯当即离地而起 如段县风筝般道飞出去石树杖 不仅是将一颗核爆粗细的大树撞断 也幸亏这颗大树稍加阻拦 启山堪堪翻滚到悬崖边停下身形 眼见兄弟被人一掌拍得口吐鲜血 善杀宇惊怒交加关切的高声询问 而使节已然闪身略至近前 善杀宇反应极快连忙张弓搭箭 下一秒锋利的箭头已然瞄准对方投入 少年毫不迟一箭射出 却不料对方反应更快力士矮身投入 力箭只是将对方的雕帽定飞出去 而使节则是动作不停左掌舒然探出 一掌悍然拍在善杀宇内下 后者猝不及防力士被轰地倒飞出去 善杀宇如皮球般在地上翻给树掌 此时觉得厚重的雕球碍事 使节一把扯掉身上的球袍 随后眼神阴厉地看向身前的少年 使节正遇上前先结果了善杀宇 而不远处的启山已然挣扎起身 眼见兄弟要惨遭毒手 启山发出一声怒吼 随即五指抠入身旁断裂的树杆 天生神力的他竟是单手将数百斤的大树提了起来 甩手便朝走向善杀宇的使节猛难置去 眼见大树斜风雷之势迎面撞来 使节双眸一领却是扑闪不闭 只见他右拳树然握紧 小臂上条条青筋抱起 刹时间便将周身尽力汇聚拳风 随即一拳汗然轰在撞来的树干之上 大树竟是被他一拳轰得寸寸炸裂 一时间炸裂的木屑漫天洒落 使节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冷笑 随即身形暴掠急射直奔起山而去 起山还来不及反应过来 对方一击飞吸已然撞在他的面门 使节一击得手动作不停 跟身进步一脚猛然踏在起山胸口 扇杀雨见状怒吼一声挣扎起身 整个人如同离弦之剑奔略而去 飞起一脚便朝使节头颅踢去 使节听闻脑后恶风不散 微微偏头便躲过了少年的一脚 随即顺势一拳垂在扇杀雨面门 少年人在半空逆时被轰飞出去 翻滚了一圈才重重跌落在地 姐姐见此情形花容变色 但被眼珠口鼻发不出丝毫声音 使节缓缓走向离悬崖最近的扇杀雨 却突然被一只大手死死地抓住脚踝 使节回头望去正对上起山执拗的双眼 狗官 我就算死也不会让你杀我兄弟 好 那我便成全你 先从你开刀 严霸使节一拳猛然垂在起山面门 却不想起山竟似乎浑然不觉 仍是挣扎着爬起山来 使节见状瞳孔微缩不敢置信 却只见起山面目猙獰声音冰雾 狗官 我宰了你 严霸起山豁然起身一把钻住使节的手段 一拳猛然轰向对方头颅 不曾想却被使节猛然挣脱束缚 区域间已闪身至起山身后 随即左手舒然探出一把扣住他的脊柱 下一秒惊识将小山般的起山声声举起 伴随着使节左手持续发力 起山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使节却是质弱网门缓步走至悬崖边上 使节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意 随即便松开手掌将起山丢下悬崖 扇杀雨嘶声怒吼挣扎着冲了过去 可等他冲到悬崖边起山早已坠落涯的 你也不必心急 我马上就送你去见他 少年对于使节的威胁冲而不闻 他始终不敢相信兄弟就这么死在自己眼前 漠然间扇杀雨怒发冲冠血雨上脑 竟是猛然间一剂头锤将使节撞弯 旋即高高跃起飞起诱堵 一会悍然下劈将使节砸翻在地 暴怒下的扇杀雨撞弱风天 一拳又一拳猛地锤向使节面门 任他如何挣扎也摆脱不掉对方的手掌 使节猙獰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狠笑 随即周身气势陡然攀升 还不等扇杀雨反应过来 他只感觉一股排山倒海般的距离传弯 下一秒便被使节轻松地甩飞出去 竟直跌落出去石树杖滩倒在地 使节闲听信不斑走上前去 连番的打击已经让少年再也爬不起身 使节擦干嘴角的血迹森然开口 你有种 我会给你留个全尸 言霸使节从腰间抽出两条钩锁 甩手便向不远处的扇杀雨之躯 勾索精准地缠住少年的双骨 随即扇杀雨便被使节吊了起来 如果你的姐姐有幸被选作王妃 你们兄弟二人本可成为我们大元的皇亲国旗 可如今你的兄弟葬身雅底 而你也将在这树上活活吊死 这都是你咎由自取 言霸使劫命两名属下将姐姐拖走 独独留下扇杀雨吊在密林之中 不多是几匹恶狼顺着血腥味寻到此处 群狼看到被吊在半空的少年露出嗜血的熏光 一匹恶狼三两步便窜上低矮的树杆 旋即动身猛然一跃咬向扇杀雨 正在此时一道人影缓缓走至近前 正是昨夜扇杀雨在山中偶遇的老者 老者的左手竖然探出 一道蓝色钢器激荡而去 正中那头扑向扇杀雨的恶狼 伴随着老者左手猛然一窝 那头恶狼当即被霸道的钢器吊杀当场 原本一心等死的扇杀雨 见到老者也是颇为惊诈 老者缓缓开口 昨夜还活蹦乱跳 现在怎么这般惨状 此时其余的野狼纷纷朝老者围拢过去 下一秒便争相朝老者扑咬过去 老者却是依然不惧微微一笑 雄魂霸道的真气透体而出 出手如电一把便钻住一只狼嘴 颜色钢器被他注入野狼体内 瞬间便将其绞成一团血肉 此时一头恶狼偷偷绕到老者身后 悍然跃起要向老者搏梗 不曾想老者早有察觉 豁然转身一掌拍出 白希的手掌正正几倍将其封杀钢场 老者在群狼当中有如闲庭信物 转瞬间数条恶狼进阶毕密 扇杀雨看着眼前这一幕不可置信 他万没想到这位偶遇的老者竟如此强悍 此时老者抬头看向少年悠悠开口 你想活下去吗 即使你将承受逼死亡还恐怖的痛苦 我的手足兄弟坠牙身亡 俗样我长大的姐姐也被人强行录走 说到此处扇杀雨欺然一笑 老者闻听此言不再犹豫 抬手间两道钢器急射而去 两条金铁打造的锁链应声而断 老者一把揽住跌落下来的少年 你很好 即使经历了这么多痛苦 却依然能面带微笑 从今天开始 你便是我寒五伯的一伯传人 少年全身35处骨折 72处肌肉损伤 而他的师父却说他现在的状态非常好 扇杀雨不解地看向自己的师父 只见老者取出扇杀雨留给他的百年山生 随即将周身真气汇聚掌中注入人身之内 一滴精纯无比的人身精华便被老者萃取出来 师父将人身精华滴入扇杀雨嘴中后缓缓开口 人体有206块骨头 639块肌肉 充分了解他们你就可以完美地控制身体 因为你现在完全不能动弹 所以神经会一场紧张敏感 连霸寒五伯双指竖然探出 接连点中扇杀雨周身各处大雪 霸道的真气瞬间充斥少年的四肢板 我携着人身精华一遍遍洗涤他损伤的经脉 36处大雪打通后你会感受到体内的所有状态 你会感受到肌肉是以何种方式交织在一起 你会明白你的肢骨是如何控制双手运动 你的关节是如何支撑你发力狂奔 甚至你会听到你的血液是如何在血管内流动 当你完全领悟这一切的时候 你也就掌握了本文武学的精髓 剧烈的痛楚让扇杀雨忍不住私生惨巧 韩武伯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面容宿余 正所谓不破不立 后而后立 是蜕变重生还是一辈子残废 全取决于你的意志了 老者的眼中带有一丝不忍 孩子 这是你继承天破武将的唯一途径 一年后 在塞北庙香山的万仙洞中 两位枯瘦的老者盘坐洞中静静等候 片刻后一道身影炉清风端飘然而至 来者正是塞北武林的领袖哲尊者 原来在塞北武林中有这样一群员 他们武学修为公餐造化踏入逍遥仙境 而这其中以万仙洞哲尊者为首的三仙修为最高 此时哲尊者缓缓开口 今日请两位前来的目的想必大家已然知晓 一年内我们塞北竟然有十二位逍遥仙境的高手接连陨落 原来就在大约一年前 一位老者带着一名少年找到了铁领的七帝仙人 七帝仙人用出了他的看家绝技幻语士 磅礴的真气裹挟着雨雪公相那名老者 却只见老者左手舒然探出 掌中静似有风雷滚动 直招便破了七帝仙人引以为傲的幻语士 随即老者手中动作不停 转瞬间便略至七帝仙人身前 随即蹊跷流血当场生鸡断绝 而更可怕的是 直到他死后那股澎湃的真气 依然在他的尸身上肆虐不止 两个月后那名老者又带着少年找到了铁山子 铁山子用出他的成名绝技七土神功 然而那名老者像是在故意嘲讽他一般 面对号称无人可破的无量币竟然选择正面硬汉 同样只用一招便令无量币土工瓦解 随即老者的手指如同利刃般洞穿了铁山子的手掌 伴随着老者雄魂的内力汹涌注入 已经踏入逍遥仙境的铁山子 红身骨骼被免作击死 树袭过后竟是怦然炸裂尸骨无存 说到此处折尊者声音低缠 如果那十二位高手都是死在那名老者手中 形势就非常严峻了 这样下去我们别说建立新的国家 只怕原有的势力也会大大折扣 海东剑先听闻此言不可置信 在塞北还从未有人能轻易斩杀逍遥仙境的武者 而金刚上人则怀疑莫非是王室察觉了他们的计划 可随即他便否定了自己的猜测 即使是王室也难以轻易灭杀逍遥仙境的武者 正在此时哲尊者悠悠开口 两位难道忘了那个男人吗 十年前我们联合三十位逍遥仙境的高手围杀那人 非但没能杀了他 反而折损了半数高手 霹雳首韩武伯 那位天破武将带着他的弟子回来了 而与此同时 在一处密林深处 善沙与首带两只云铁手套严阵以待 韩武伯足间猛一点地奔略而去 眼见师父如猛虎下山般攻杀而来 善沙与竟是毫不畏惧地对攻而去 师徒二人转瞬间便已战指一处 两人皆是以快打快一时间斗的旗鼓相当 这一年里善沙与终日戴着重于八十斤的云铁手套 韩武伯传授他的天破神功已然出有想象 天破神功千年以来一直是一脉单传 而练成天破神功的人则被称为天破武将 天破神功以分精错补为基础 通过自身内力击打敌人的经脉穴道 以此来破坏对手的骨骼和肌肉 你的动作太慢了 再快点 不要用脑袋去思考招式 要让身体随心而动 天破神功没有特别的招式 他只会用尽力去折断关节和破坏肌肉 善沙与连忙用双指点在肩头 以自身尽力划去手臂上的钢筋 不曾想师父的双指引疏然而至 下一秒他便被一只点中额头倒飞出去 善沙与连退竖杖才堪堪稳住身形 你觉得很累 但你的敌人不会觉得累 如果数十人围攻你 难道你会因为累而等死吗 寒武伯言语之中没有一丝温和 调整呼吸 再来过 言霸他的双眸竟然变成诡异的感色 随后老人的身形骤然从原地消失 善沙与见此情形豁然变色 可下一秒师父的右掌已然按在他的胸口 伴随着寒武伯掌中尽力骤然不滑 善沙与如同离前之剑被轰得倒飞出去 少年牙关紧咬拼命压制师父轰入体内的尽力 两股尽力在他体内轰然对撞 竟是将他身下土地震的碎势纷飞 我也想用温和的方式来教导你 但我没有时间了 好好感悟吧 为了找回你失去的一切 这座山峰是连皇室都不敢踏足的武学圣体 而如今却有一老一少竟敢轰然闯山 守山的武僧当即怒吼一声冲杀而来 闯山的少年却是依然不惧对攻而去 善沙与如同虎入狼群瞬间冲入人群 闪转腾挪间众多武僧竟无意合之降 韩武伯看着自己的弟子老怀甚畏 而正在此时身后有一伙武僧包抄而来 一众武僧手持长棍直奔不远处的老者 却只见韩武伯单手负后右掌疏然探出 一道雄魂霸道的刚进随即朝身后急射而去 身后千年不朽的石桥当即被轰然截断 重于千军的石桥竟是被老者一掌掀翻 心而易举地将追兵拦在身后 不多时师徒二人便闯破石桥 却只见黑压压的一群武僧拦在身前 为首的一名武僧高声断壑 韩武伯已经过去十年了 你还想怎样 韩武伯并不理会而是对身旁的弟子低声道 鲨鱼这是我个人的恩怨 如果你参与进来 他们的怨恨可能会是你终生的负担 一日为世终身为父 既然是师父的仇家 那杀了便是 我截然一身又何惧之勇 言霸善沙宇将周身尽力汇聚在双掌之上 一双云铁手套竟是承受不住怦然炸裂 为首的武僧见此情形当即一声令下 众多僧人跃下十台朝师徒二人扑略而去 善沙宇体内真气流转不停透体而出 只见他右脚朝前猛然踏出一步 失去云铁手套束缚的双掌猛然轰出 两个强劲的钢器立时激荡而去 刹那间便将数名武僧当场先飞 眼见手下被少年一掌震得七零八落 为首的和尚咬牙窃齿怒火中烧 足下一阵猛然间拔地而起 手持长棍借下坠之士朝少年悍然皮下 善沙宇闪身躲过僧人力劈化山的影 金铁打造的长棍立时将地面砸得轰然炸裂 善沙宇人在半空一掌猛然挥出 遇到钢器直奔僧人头颅洗去 后者连忙侧身帝国 霸道的钢器立时将地面劈出一道裂本 僧人将长棍在身后捂了一个棍花 随即后手一把握住棍梢骤然发力 长棍犹如出动灵蛇点向善沙宇胸口 眼见长棍斜风雷之士骤然而至 善沙宇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随即右掌疏然探出 竟是将长棍牢牢抵住 僧人见此情形豁然变色 而就在此时善沙宇掌中尽力猛然一睹 这根金铁打造的长棍瞬间变成了麻花 强悍的螺旋扭力竟是让僧人握持不住 但这位僧人也颇为果决 当即舍弃长棍转而选择近身搏沙 顿身跃起后一腿扫向善沙宇投入 却不想善沙宇动作更快 一掌猛然拍在僧人的膝盖 他的整条小腿竟是被少年生生截断 僧人历时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随即如断线风争端朝石台下跌去 恍惚间僧人对上少年的双眼 他赫然发现对方的双眸竟是诡异的蓝色 此时韩武伯看向僧人悠悠开口 你方才劝我放下十年前的仇恨 不知道你在十年后 能不能原谅我的弟子费了你一条腿 你们这群道貌岸然的家伙 历来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今日便让你们借身体会一次 我倒想看看你们怎么各自卑为怀 言霸韩武伯领着善沙宇静之朝万仙洞走去 沙宇 万仙洞与世隔绝 是习武者修行的绝佳之地 这里有三仙注存的壁骨丹可做食物 墙上的数十颗叶明珠 你将来可以用作穿姿路费 还不等韩武伯把话说完突然一变动声 一道重于万斤的石门轰然坠落将洞口封住 见此情形韩武伯冷然一笑 他们总是耍这种小伎俩 不过也好 鲨鱼 等你能破开这道石门的时候 你也就彻底继承天破武将了 言霸师土耳人纵身朝洞内奔略而去 不多时便行之洞内的一处空地 三个石台上盘坐着三位老者 赫然是鸣满塞北的万仙洞三县 为首的哲尊者悠悠开口 霹雳少 你我应该有十年没见了吧 韩武伯傲然而立冷声回道 哲尊者 我日日夜夜都在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此时金刚上人吃笑出声 那位少年跟古青旗应该是你的弟子吧 看来你也并不在乎你弟子的性命 我叫他来是准备在这里给他上最后一课 言霸韩武伯一把扯掉身上的长袍 老者囚结的肌肉上遍布纵横交错的伤疤 其中心脏出的一道疤痕险的尤为争鸣孔 善与 从现在开始你要记住为师的每一个动作 哪怕是我受到的攻击对你来说也是宝贵的经验 善善与闻听此言眉头微醋 他已然听出师父话中的弦外之音 少年沉默扮上后声音略带颤抖 是 师父 徒儿记住 善善与话音刚落海东剑先率先出手 此间他左手微微一阵三尺轻风 强然触强 旁边在尽力的牵引下定入洞顶的岩石 下时间无数碎势轰然坠落杂强行 而另外两人也心有灵溪当即豁然起身 三位绝顶高手竟是联手攻向韩武伯 则尊者左手猛然一挥 一道刚猛的尽力急射而去 金刚上人双指探出接连凌空虚点 用的赫然是他的成名绝技轮回金刚指 下时间剑刚 掌风 只竟将韩武伯笼罩其中 被围攻的韩武伯却是泛起一谋惊笑 只见他左掌疏然探处 将雄魂的尽力汇聚掌中 鞋疾一掌悍然拍在身前的地面 澎湃的尽力以他为原心四散了去 整个地面竟是在这一掌之威下轰然炸裂 韩武伯宛如天神下凡静静地助力原地 折尊者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物 而此时韩武伯冷冷开口 纵使我有救急在身 但杀你们三人与土狗无异 这个满身伤疤的老者竟是塞北第一高手 一身武学修为以真化境之大半步无声 随手一掌便有着移山断疆的威能 不曾想证因为如此尽瘾的老准家破人亡 原来在十年前 万仙洞三仙密谋推翻王室 因而寻到韩武伯邀请他一同加入却被拒绝 折尊者担心韩武伯将来会破坏他们的计划 因而将韩武伯又骗出来 联合三十位逍遥先进的高手一同围杀 同时韩武伯的妻子也遭到刺杀惨死家中 唯一的女儿与奶妈在混乱中下落不明 韩武伯拼尽全力击毙了半数围杀他的高手 可他自己也在那次大战中身受重伤 虽然天破神功对经脉损伤的修复颇有奇效 但心脉上的一处重伤他只能暂时压制却无法治愈 十年里韩武伯寻遍塞北却依旧没有找到女儿 直到后来有消息称他女儿去了中原 韩武伯才动身准备前往中原寻找 可在路过血泪瓶的时候救伤突然发作 他意识到自己的时间所剩无几 只得不甘地返回塞北寻找自己的一波传人 也就有了先前他在长白山偶遇善鲨鱼的那一名 而如今害得自己家破人亡的仇家就在眼前 韩武伯双眸之中杀意凛然 只见他双手疏然探出 倒倒钢气营绕双臂 韩武伯左手骤然画掌微全 周身上下真气骨荡如大江东群 澎湃的净力竟是将四周的碎石纷纷卷起 老者一拳汗然轰出 树到雄魂的钢气激荡而去 首当其冲的海东剑仙连忙闪身壁国 玄疾七身上前一剑刺向韩武伯投入 不疼想却被韩武伯左手一把攥住手腕 随即右掌猛然拍在其左臂 两人措身而过 韩武伯竟是一招便将海东剑仙的左臂扯掉 海东剑仙立时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 另外两人见此情形连忙围攻而言 韩武伯双掌齐齐探出 两道霸道的钢气急射而去 伴随着老者双手竖然握紧 钢气在两人身前轰然炸裂 连同跪趴在地的海东剑仙 万仙洞三仙齐齐倒飞出去 海东剑仙一见主地倒略出去树杖才稳住身形 而另外两人则是连忙七尘丹田 拼命以自身内力压制住韩武伯的钢气 韩武伯嘴角翘起轻笑出声 万仙洞三仙也不过如此 折尊者闻听此言历史大怒 金刚上人同样是气得虚发结章 断了一臂的海东剑仙更是满眼怨度 此时折尊者双手猛然和石韵族全身功力 他心脉受损坚持不了多久 我们一起上 活活耗死他 严霸三仁拔地而起一同攻向韩武伯 却只见韩武伯周身气势豁然打声 老者一双虎目之中惊忙暴首 我的时间不多了 一招定胜负吧 扇沙宇助力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这一气 下一秒一股磅礴的气浪冲天而起 而万仙洞三仙早已事故无存 扮赏过后扇沙宇在废墟中找到了师父 此时的韩武伯已经奄奄一息 沙宇 你也不必悲伤 为师大仇德报死不足惜 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找到我的女儿 如果她还活着 应该跟你差不多大了 当年她失踪的时候 身上还带着她母亲的剑谱 将来你如果有机会找到她 她要是过得好 就让她继续平平淡淡地生活 如果她过得不好 你帮她一次也就够了 扇沙宇两行亲类不受控制的 夺狂而出 连声应下师父的临终嘱托 扇沙宇已靠在石床边轻叹一声 师父的英容笑脑游在脑海恍如左翼 半晌过后扇沙宇恭敬的贵斗在地 少年冲着韩武伯的遗体行了三拜九寇的大力 师父 您的再造之恩弟子无以为报 这十年弟子从不敢忘记师父的教诲了 说到此处少年情不自禁滔滔落泪 片刻后扇沙宇缓缓起身 师父 现在我可以毫不羞耻地说是您的弟子吗 少年的眼神逐渐坚毅起来 从今日起 我便是天破武将第三十五代传人 而与此同时 在妙香山的风魔寺中 急促的御警钟声骤然响起 全寺的武僧手持长棍赶往万仙洞 不多时洞口便有数百人严阵以待 只见尘封十年的石门后轰然传来一声巨响 宛如一记重锤砸在众多武僧心头 众多武僧不敢怠慢纷纷拉开架势 而石门后传来的撞击声越来越大 剧烈的震动将一些靠前的武僧纷纷震倒在地 为首的一名独腿武僧惊怒交加 大家小心 霹雳手复佛了 不曾想话音刚落一声巨响凭空炸裂 很多的精力断斜着碎势四三分队 一些修为较低的武僧被当场掀翻在地 为首的武僧无助地看着那道重于万金的石门轰然倒塌 如有半仗后的石门竟是被人生生披过了 一只光洁的小腿率先出现在众人的视线 随后只见一名衣衫蓝旅的少年走出洞口 少年眯着眼睛适应着外面的光线 正是在万仙洞闭关整整十年的扇沙雨 带道看清少年的模样僧人懂然一惊 十年前他的右腿就是被扇沙雨生生截断 沉痛的往事在僧人脑海中一闪过 而扇沙雨则是喃喃自语 这里什么时候有了一座寺庙 正在此时一名僧人排众而出 小施主 这风魔寺正是为了拦住你师父出来而见 此人正是风魔寺的住持袁真大师 老和尚目光灼灼地看向扇沙雨 你也想像霹雳手那样血洗这里吗 扇沙雨闻听此言微微一笑 我师父大仇一报 我也无心再造沙业 严真大师闻听此言不由地微微一愣 小施主的回答还真是让老那不知所措 武僧表示对方是霹雳手的弟子根本不值得信任 而方丈却始终沉默不语并未下令中弟子为杀 见劝说无果为首的武僧默然一笑 随即目光狠辣地看向扇沙雨 这十年来我终日苦练等的就是这一天 武僧猛地一挥手中长棍语气森人 别说你只是他的弟子 就算现在霹雳手站在我面前 我也有一战之力 扇沙雨见状露出一个玩味的笑容 已经过去十年了 你还没放下仇恨吗 也罢 我就随了你的心愿 不过还请你稍等片刻 言罢扇沙雨转身朝身后的万仙洞走去 少年抬头看向洞口的三仙雕像 不用说也猜到是这群和尚雕刻在此处 扇沙雨凝望着雕像面色逐渐阴沉下来 少年白皙的右掌疏然探出 蓝色的钢器在掌中吞吐不休 随即扇沙雨将右掌轻轻抵在山壁 下一秒周深静力骤然灌注右掌之上 高冷八道的钢器在山壁上轰然炸裂 澎派的静力自下而上朝山壁上方激荡而去 随即一道惊天洞地的巨像直冲凝消 衣衫蓝绿的少年轻飘飘一掌拍向山壁 下一秒澎湃的静力便沿着山壁激荡而去 随即一声惊天巨像直冲凝消 山壁上三星雕像历史轰然炸裂 整个万仙洞竟是在转瞬间轰然坍塌 独腿武僧看到眼前这一幕冷汗直流 元真大师心头一颤 他没想到对方的天破神功竟已到这般境界 做完这一切的扇沙雨转过身来淡淡开口 让你们久等了 现在是你们一个一个来还是一起上 面对少年淡然的语气众人静若寒寒 整个山坪上数百人一时间静鸦雀无声 伴赏过后还是元真大师颤抖出声 你不是说你不想再造沙业吗 如果放你离去 你会如何 扇沙雨双臂环胸看着老和尚微微一笑 如此我便省去一桩麻烦 自然是感激不尽 元真大师深深地看了少年一眼 如此甚好 感谢小施主的哑量 施主请便吧 独腿武僧正欲开口劝阻 元真大师直言单凭他十年苦休想 硬汉天破武将无异于痴人说梦 扇沙雨也不想继续耽搁便要离开 数百人静静地看着少年离去再无异人阻拦 走到独腿僧人身边时扇沙雨轻轻开口 当年你阻拦我师父复仇 废掉你一条腿也非我北 但我自问你我二人比武教计还算公平 如果你还想报仇随时找我 我接下便是 正在此时元真大师出声询问 小施主下山后一遇何往 少年闻听此言足下脚固微微一对 自然是先去完成师父的遗愿 我会前往中原去寻找师父的女儿 元真大师面露苦笑 看来中原马上要天翻地覆了 扇沙雨回头瞥了老和尚一眼不知可否 随即足间猛一点地积略而去 看着扇沙雨奔略下山元真大师喃喃自语 此子神华内敛 只怕已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或许他将是有史以来最强的天破武将 一条山间小溪中 扇沙雨猛的一甩长发浮出水泥 他已经整整十年没洗过澡了 洗漱完毕后他从水中捞起自己的衣服 却发现衣服早已破烂不堪无法再穿 几颗价值连城的夜明珠从衣服内跌落在草壁 扇沙雨捡起随着夜明珠一起掉出的一枚玉佩 少年望着手中的玉佩正正出神 半晌过后扇沙雨收敛思绪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得找一件衣服 正在此时一股饭香飘露他的鼻中 莫非这附近有人家 面积此处少年足下发力纵身跃起 下一秒只见一道残影急射而去 不多时一座简陋的小屋出现在视野之中 院内的架子上正巧晾晒着几件衣服 扇沙雨心下狂喜 足间在落叶上轻轻一点 身形直奔不远处的小院暴力而去 面子内一个小女孩被家人喊着去收衣服 小女孩气鼓鼓地正准备取下衣服 突然间小院内狂风大作 两件衣服立时被狂风卷走 小女孩正诧异为何会突然起风 却只见一个少年从天而降 娴熟地将衣裤套在身上 扇沙雨没想到这衣裤还颇为合身 随即甩手将一颗价值千斤的夜明珠扔给女孩 衣服我就穿走吧 那颗珠子足够买这套衣服 女孩看着手中的夜明珠呆立当场 随即回过神来质问对方到底是谁 不曾想在抬头那位少年早已消失不见 夕阳下扇沙雨一如多年前助力树上 现在是时候前往中原完成师父的遗愿 而另一边 在辽宁凤城的一处山谷中 一对车马手持火把正缓缓前行 轻见闻主司徒站正警惕地看向四周 山壁上突然惊起一群飞免了他微微蹭 一旁的老者不由地出声宽慰 司徒门主不必草木皆兵 此人正是奉城的千户大人娇子民 在奉城谁敢跟清剑门抗衡 文凭此言司徒站嘴角翘起 清剑门无意盘踞在这小小奉城 原来在当今武林铁武盟的势力如日中天 司徒站的目标便是让清剑门跻身铁武盟 可要想达成这个目标首先要雄霸辽宁 自从慕容世家封门之后 作为狮子盟三股势力之一的大力宝 成了辽宁霸主 但最近慕容世家又开始重新活跃起来 面积此处司徒站微微一笑 我们的目标是整个辽宁 论财力大力宝远远不及他的清剑门 只要这趟任务顺利结束 清剑门又将踏上一个新的台阶 司徒门主想击败大力宝机身铁武盟 这在老夫看来也并非难事 我们将助门主一臂之力 只要我们通力合作 却不料还不带他把话说完 一枚宇剑瞬间定入他的心脏 焦子铭不可置信地看向心口的语言 随即被宇剑巨大的尽力带下马背 司徒站见此情形陡然一惊 下一秒便只见数十道人影 从山壁上扑裂而来 赫然是凶名在外的盗匪团伙白犬队 一夜过后山谷内重新恢复平静 两名斗笠人看着四周的惨状默然无疑 回首的男子淡淡开口 想瞒过所有人的眼睛 私吞朝廷的黄金 却被区区白犬队斩杀殆监 清剑门的这些人当真是不自量力 此时斗笠女子突然有所察觉 表向身后 随即提醒兄长有人在暗中窥视 两人当即抬头朝山壁上望去 只见一道手持长枪的黑影正敦附在那 黑影见两人发现自己 当即纵身一跃消失不见 女子询问兄长是否要擒住此人 男子却表示没有必要 那人是大力宝的暗杀队 想必铁面判官就在附近 我们与大力宝之间迟早一战 现在还没必要 走吧 白犬队劫走了黄金 如果不尽快找到他们就很难追回来 而与此同时的辽宁本席 北宁客栈中一时间人声鼎吹 一名大汉在众人的欢呼中抱他而已 请客间便将一整坛酒一饮而尽 一众手下见状轰然叫好欢呼雀跃 白犬队队长罗夏秋高声呼吓 兄弟们 今日纵情狂饮 此时一名手下战战兢兢的走上前来 老大 黄金的情报是我提供的 这次的赏钱 罗夏秋仰天大笑表示自然不会亏待于他 客栈的掌柜蜷缩在柜台后瑟瑟发抖 时不时紧张地探头望去祈祷这些盗匪早些离去 正在此时一道身影大摇大摆走进客栈 男人对群狼环似的劫匪视若无睹 而看清男人容貌的罗夏秋赌然一惊 这位杀人如麻的劫匪头目心中暗骂 该死 这人怎么会在这里 这个五百斤的胖子一口便能喝干一坛烈酒 微下百余名兄弟皆是凶名在外的陆林大宝 然而正当胖子带领一众手下开怀庆祝的时候 一名男子竟敢大摇大摆地闯进客栈 胖子看清男人的面容后下地流出了鼻涕 罗夏秋双眼缘更一时间不可置信 他认出此人正是大力宝暗杀队头目纪无水 纪无水找了张桌子大马金刀地坐了下来 罗夏秋的属下并不识得此人 走上前表示今日北名客栈已被白犬堆包场 而纪无水却仿佛冲而不稳 突然高声质问店老板为何不上茶 蜷缩在角落的老板忙不迭地端上茶水 而正在此时一道嗓音从客栈门口传来 堂堂铁面判官因为一杯茶水大动刚好 看来大力宝的度量不过如此 来者正是一路追踪至此处的兄妹二人 见此二人到来纪无水微微动容 原来是慕容双姐 莫非慕容世家也想插手此事 罗夏秋已然冷汗直流 他没想到就连慕容世家也参与进来 而此时慕容光悠悠开口 晚辈见过大力宝铁面判官前辈 一众白犬对盗匪文听此言脸色大扁 而纪无水却显得颇为冷淡 大力宝无意与慕容世家冲 你们二位就此离开如何 慕容至嗓音清冷 如果慕容世家拜托前辈退出 前辈会考虑同意吗 纪无水文听此言不由地冷然一笑 没想到高高在上的慕容世家 竟会因为这些黄白之物重出江湖 说到此处纪无水的双眸斗然一铃 既然你们不识抬局 那我便杀光这里的所有人夺走黄金 严霸记无水周身气势固然一变 整座客栈竟是被他震得微微一产 却不料慕容双节见此情形浑然不惧 兄妹二人的脸色也阴沉下来 我们慕容世家封门二十年 看来你们这些阿猫阿狗已经分布青天地 严霸慕容双节纷纷亮出冰刃语气森人 大力宝算是什么东西 不曾想一旁的罗夏秋突然一声爆火 这位倒费头目同样不甘示弱 混账 你们难道以为我们白犬队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不成 而正在此时一名少年自言自语地走了进来 听说来本夕一定要去北民客栈 只见扇杀雨身形如鬼魅一般 转瞬间便从慕容兄妹中间穿身而过 继无水见此情形脸色第一次凝重起来 他甚至都没看清这个少年的动作 扇杀雨对四周敌视的目光浑然不绝 双手抱头大摇大摆地走向店内的空位 片刻后他才察觉到客栈内剑拔弩张的气氛 扇杀雨自顾自地走向柜台 大家不必在意我 你们忙你们忙 严霸善杀雨静止坐下点了一碗面条 慕容双杰看着少年的背影不由的微微愣声 而就在此时继无水的眼神骤然一领 趁着慕容双杰分神的时候悍然出手 继无水身形暴力而去 肤瘦的左手属然探出 缠绕在手臂上的布条宛如毒蛇同性 直奔慕容之的面门戏去 慕容光见此情形双眸陡然一寒 右手五指微微一措掌中折扇豁然展开 竟是后发现至闪之妹妹身前 一善荡开寄无水的布条偷袭 寄无水没想到对方反应如此之快 立时被震的倒立而去 而慕容光则是足下发力猛一蹬顶 随即欺身而上直奔寄无水攻杀而去 后者见状不敢大意 连忙将周身静力灌入布条 布条在静力的牵引下如有生命 缠在寄无水双臂化作拳套 寄无水树壁格挡 竟是以肉身硬接下慕容光的雷霆一击 两人一击击分随后再度对攻而去 转瞬间竟是以快打快连过手招 漠然间慕容光手中折扇横满而去 继无水连忙汉地拔葱堪堪屁股 雷继足间在慕容光折扇上轻轻一点 借反阵之力腾身而起与对手拉开身位 继无水食指深深嵌入梁柱之内 整个身子宛如一只巨大的蜘蛛倒挂在墙里 慕容光痴然一笑 前辈的逃跑功夫倒是万里挑一 继无水不怒返校出言击方 慕容世家的武功也不过如此 话音刚落实见慕容光的斗笠微微异缠 下一秒斗笠竟是七七断开分为两半 慕容光眼中一片冰海女气森人 大力宝的武功也未必高明 人爸只见极无水的身后传来一声脆响 裹在头上的头巾同样被经历震端 极无水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 而慕容光则是对妹妹出声吩咐 白犬队就交给你了 我来对付这个老东西 闻听此言极无水的脸色愈发阴沉 而一旁的白犬队早已被方才的打斗金在当场 正当罗夏秋扫向门口准备伺机而逃的时候 一顶斗笠裹挟着进风急射而来 斗笠擦着罗夏秋的脸颊飞掠而过 尽力之大竟是生生定进墙壁一尺有余 慕容至嗓音清冷缓缓走来 大哥总是把这些垃圾交给我来对付 前霸少女手中三尺清风呛然出桥 罗队长 如果你想逃的话可打错算盘了 如果你告诉我抢来的黄金藏在何处 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 罗夏秋文听此言勃然大梦 他纵横陆林何曾受过这种欺悟 不管是慕容世家还是大力宝 今天把他们统统攒掉 白犬队一众手下轰然应骂 当极个持刀兵冲杀而去 而正在此时纪无水也是大喝一声 追杀队听令 这里所有人一都不留 此言一出客栈二楼树到黑影破门而出 原来纪无水竟是早已将暗杀队埋伏此处 一众暗杀队成员纷纷跃下栏杆扑杀而来 这些暗杀队成员皆是大力宝的精锐所在 面对人数众多的敌人竟是依然不惧其身高呼 黄金是属于我们大力宝的 文听此言的扇杀与耳朵突然微微一动 少年饶有兴致地转头望去喃喃自语 黄金 客栈内三股势力刀兵相见大打出手 然而少年却在一旁淡定地吃着猪颈面 客栈老板劝说少年此地危险不依旧 扇杀与却表示他从塞北而来 已经整整十年没吃过像样的食物了 老板 他们为什么打起来 我刚才听到他们提到了黄金 我也不太清楚 好像是大力宝和慕容世家在争夺白犬队抢来的黄金 扇杀与听霸心中了然 他听师父提起过大力宝和慕容世家 两方势力在争夺辽宁的霸主 慕容志一脚踹在暗杀队高手面颊 后者静止撞在柜台上昏死了去 慕容志随即看向柜台前的扇杀与 他观察到少年眼神清澈脸色淡然 慕容志不由地心中生疑 此人在这种情况下竟还能泰然处置 莫非是一名深藏不露的高手 正在此时慕容志突厥身后恶风不善 赫然是一名大力宝的高手持枪而止 慕容志豁然转身一剑屁下 那名大力宝高手立誓被一分为二 随手解决掉偷袭者 慕容志再度看向善杀允 端详了片刻后压下心头荒诞的猜想 那名少年看起来不过若冠之年 怎么可能达到神华内敛的境界 面及此处慕容志冷声提醒 如果你不想死 最好快点离开这里 谢谢你的提醒 但我还剩两口 吃完我就走 你继续 不用在意我 慕容志文言诧异地看了少年一人 胆子倒是不小 随你吧 严霸足坚猛一点地再次冲入战团 正在此时那名昏死过去的大力宝高手悠然转起 随即便看到了柜台前的扇杀鱼 男人以为扇杀鱼也是白犬队的成员 怒吼一声抬手便向扇杀鱼一掌轰 见此情形扇杀鱼将手中木块肃然转了一拳 将雄魂的钢筋灌住其内后骤然离去 木块精确无误的点中大力宝高手的指尖 霸道无比的尽力瞬间由指尖透入气体内 激荡的钢气力使涌进后者的骑径八脉 这位大力宝的高手杀时间七下流血 随即死士扑通一声栽倒在地 一招避敌后善杀与轻叹一声 看来这大力宝的武功也不过如此 随后他便将视线转移到场中局势 只见慕容光与吉武水激战震撼 两人一时间近视斗的旗鼓相当难分伯仲 吉武水冷凉一笑 近来慕容世家在辽宁到处搜刮黄金 你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慕容光双眸一冷雨掉冰寒 无可奉告 严霸身形一闪灰扇横扫出去 却被吉武水纵身躲过 罗夏秋看着场中的战局惊怒交加 财犬队虽然汉勇却远不是大力宝精锐的对手 此时属下颤声请示 队长 我们已经伤亡了八成 这可如何是好 这群天杀的混蛋 我跟他们拼了 严霸罗夏秋双拳举过头顶 将周身尽力运至双臂 随后蹲身弯腰双拳汗然砸向地面 澎湃地尽力煞时间激荡了去 四周众人竟是被生生震飞 就连不远处正在激战的慕容光 二人身形也为之一短 慕容之性演员邓不可置信 他没料到这位匪手竟有这般实力 默然间少女的瞳孔骤然缩紧 只见罗夏秋如蛮牛一般转瞬而止 你还不带他反应过来便被撞飞出去 铁面判官 慕容双结 我记住你们了 今日的耻辱来日定当百倍奉管 严霸这位白犬对匪手竟是罗门而逃 几个纵月便已掠出十数掌 慕容光心中暗骂自己大意当即纵身追取 既无水也无心在与之缠斗 大鹤一生命追杀队跟上 在众人的错愕中一群人冲出北明客栈 几个呼吸间便追至罗夏秋身后 慕容光眼含杀意冷冷开口 罗夏秋 你真以为凭你的轻功能逃掉不成 既无水紧随其后同样出言威胁 交出黄金 我大力宝可护你周全 此时客栈内的属下也反应过来 正准备抽身而逃 却不料被爬起身来的慕容志横剑拦住 少女毫不犹豫一剑抹过下属喉咙 后者哀嚎一声被巨大的精力带飞出去 慕容志不顾见到脸上的血迹咬牙切齿 罗夏秋 我发誓一定要亲手娶你狗头 言霸少女如下猛一点地略出客栈 北明客栈内已然是尸山血海一片狼藉 还真是历令之婚 那胖子又不是三头六臂的怪物 怎么可能一个人藏匿众多黄金 扇鲨鱼缓步走到奄奄一息的属下面前 后者声音如风香般哀求少年救他一命 可救人我不会 杀人我倒是很在行 言霸探出左手轻轻抵住下属 国庚两处学道 随即将雄魂的真气灌注进对方体内 后者只觉得体内气血瞬间逆行痛苦不开 下属强忍着体内传来的剧痛看向扇鲨鱼 你要干嘛 说出黄金藏匿的地点 我给你一个痛快 否则你只能这样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东 东明山 鹰曲岭 在山谷里有一个被藤蔓覆盖的洞穴 快杀了我吧 我受不了了 伴随着扇鲨鱼缓缓散去手上的真气 属下的瞳孔逐渐涣随即生机断绝 扇鲨鱼面色如长淡淡开口 多谢 安心上路吧 言霸伸手替此人合上了双眼 伴住香后 在百里之外的东明山鹰曲岭中 扇鲨鱼环视四周确认应该就是这 果不其然在附近发现了马蹄印和车折 车折的痕迹足有一寸 证明车上的物件十分沉重 扇鲨鱼顺着车折行至一处伤 果然发现一个被藤蔓覆盖的洞穴 扇鲨鱼扒开藤蔓潮洞穴内赏入关桥 只见里面密密麻麻叠满了一个个木盒 木盒内装的赫然是一定定金灿灿的黄金 山洞内整整齐齐马放着万两黄金 然而发现他们的少年却丝毫不为所谓 扇鲨鱼只是取走几定元宝装入前代 少年随后看向四周心中泛起了难 他确信以后一定会有用到这些黄金的时候 但现在该如何处置这些金子 略微思索后扇鲨鱼走出了山洞 从方才客栈内的战况来看大力宝很难取舍 最后多半会是慕容世家来此取走黄金 念及此处扇鲨鱼双手疏然探处 将周身尽力尽数运至双掌之上 师父曾教导过他世间万物皆有脉络 只要斩断这些脉络的连接之处 天破神功无一物不可破 只见扇鲨鱼双掌向两侧悍然轰出 两道雄魂霸道的钢气急射而去 横派的尽力力时没入两侧山壁 下一秒洞口周围的山体轰然倒塌 扇鲨鱼纵身掠起飞上一根树枝 少年静静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待到烟尘散去 只见坍塌的山石已然将洞口彻底掩埋 扇鲨鱼脸上无悲无喜 这样一来应该没人能轻易取走黄金啊 做完这一切后扇鲨鱼心中盘算起来 如今腐顺的大力宝与沈阳的慕容世家争夺辽宁霸主 十年前师父寻找女儿时指不与血泪瓶 沈阳又是辽宁人口最多的地方 思前想后扇鲨鱼决定先动身前往沈阳打探一番 而另一边 继无水将全身功力运至全风 慕容光同样将全部内力灌注折扇 一拳一扇续一间轰然对撞 一时间屋顶瓦丽四散纷飞 罗夏秋见状惊恐万分 此二人的实力远非他能抗衡 无水前辈 你我之间的实力不言自明 难道非要奋出生死 继无水面颊划划出一道血痕 狂妄想 你还差得远了 追杀队 你们先去抓住罗夏秋 几名大力宝精锐高声应诺扑向罗夏秋 慕容光心中暗道不妙 自己纵使武艺略胜一筹 终归是势单力孤 正在此时一道倩影飘然而至 来者正是追赶而来的慕容智 兄长 罗夏秋交给我 随即只见书道剑刚急射而去 四名大力宝精锐力士毕命当场 慕容智连出竖剑后送剑环翘 随即纵身奔略而去探水抓向罗夏秋 后者还来不及反应 便被少女一把锁住烟口 继无水见此情形连忙急掠而去 不曾想一道当其疏然而至攻向面门 赫然是慕容光出手拦住她的去路 仿促间既无水只能树壁隔挡 手臂上立石标射出一道险箭 方才劝你收手你不听 现在晚了 留下命来 而罗夏秋被锁住喉咙后游自嘴硬 黄金是我呢 你们休想从我这得到黄金的下 慕容智面露争鸣与带寒霜 不 我会让你亲口说出来的 严霸慕容智周身尽力透铁而出 瞬间将罗夏秋包裹其中 所用的赫然是慕容世家的密技射魂大法 事业 大力宝灯火通明 七具尸体整齐地摆放在廊盗之下 大力宝宝主万宅相凝视着尸体面前刺手 死了这么多人才真是可惜 父亲 再继续观望下去也毫无意义 没错 他们敢杀暗杀队就证明不惜与大力宝一战 此时继无水低声表示此次失败归咎于他的无能 恳请万宅相降罪 你已然尽力 降罪于你又有何用 我不解的是慕容世家竟为了区区黄金重出江湖 但不管他们目的为何 大力宝都不能让他们如愿 说到此处万宅相生如红中 众人听令 即日起大力宝与慕容世家不死不休 所有弟子禁止外出 全力准备与慕容世家正式开展 一众大力宝弟子轰然应陌生振如雷 既无水面带惭愚言又止 无水 倘若你当真无能岂不是说明我有眼无中 休在胡思乱想 他日决战之时你来当先锋将功补光 吉无水听罢历史单膝跪地感激体灵 万宅相见状微微汗手 很好 本该如此 严罢万宅相看向草席上的一具尸体 这位雄霸辽宁二十年的宝主目光一年 随即竟是亲自上前查验起那具尸体 万宅相掀起白布与带印 这具尸体没有见伤 说明不是死于外伤 内脏也是完好无所 显然并非死于内伤 随即万宅相双指按在尸身脉门仔细感应 下一秒这位沙发果断的宝主等然变色 他是被人以身后的魅力证断心脉而死 万宅相豁然转身看向吉无水 无水 与慕容双结交手时可还有他人在场 吉无水直言却有一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场 但对方举止并无异常 也不像内功如此深厚之人 万宅相面色沉重难难自语 二十多岁 确实不太可能有这种功力 如此说来还有高手在暗中相助 圣仙 你与慧常共同迎接北风御守一时 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吩咐完儿子后万宅相陷入沉思 能如此精准的证断心脉是他都无法达到的境界 莫非是慕容世家中有如此高人 亦或是另有高人插手此事 饶使他心如不仅此刻也开始坠坠不安 此人的存在很可能会成为新的变数 而与此同时 在沈阳的慕容世家 慕容双结愁愁着来至一处门外 慕容之孽如这开口喊了一声大哥 你们回来晚了 看来事情并非想象中的那般顺利 慕容光面色铁青恨声道 让您失望了 有什么好失望的 从一开始我就不抱期望 多说无意 你们进去吧 父亲已经等你们很久了 严霸慕容君臣转身推开房门 只见一位老者正副手而立平安远眺 此人正是慕容家主慕容冬天 慕容君臣恭声禀告 父亲 光而何至而回来了 慕容冬天转头望去面色冷静 听说你们没能成功带回黄金 本来我们已经用射魂大法问出了藏匿地点 可是 听到此处慕容冬天目光一沉 可是什么 当我们赶到那里时 发现那里发生了山崩 四周的山体已经彻底坍塌 慕容光讲述完事情始末 慕容冬天哭售的左手骤然探出 随即五指猛然一扣 一股澎湃的吸力自掌心喷布而出 慕容光历时只觉得咽喉意紧 慕容至见此情形惊叫出声 而慕容光的身体已然不受控制地离地而起 下一秒竟是被慕容冬天凌空抓了过去 八十岁的父亲冲二十岁的儿子招了招手 下一秒儿子便被一股澎湃的尽力吸了过去 慕容冬天一把锁住儿子的咽喉 万事如此草率 慕容至见此情形正欲开口求情 却被大哥伸手拦住 父亲正在气头上 你别出声 此时的慕容冬天宛如一头发怒的熊士 你可知道我们慕容世家封门二十年的原因 是 是为了击身铁武盟麾下的武龙盟 哼 你也就只有这点眼界 原来在二十年前慕容世家壮大过于迅速 五大世家担心慕容世家威胁到他们 因而依附铁武盟成立武龙盟打压慕容世家 因此在二十年前慕容世家发生了一场惊天巨变 家主慕容冬天突然对外宣布封门 并亲自出手将持反对意见的家族长老全部割杀 你以为我做的这一切 仅仅是为了加入那个狗屁武龙盟 我是要让慕容世家统治整个铁武盟 说到此处慕容冬天猛地将儿子的脑袋按在石栏上 这位慕容家主额头上轻轻抱起 慕容光 你看见了什么 慕容光强忍疼痛颤身开口 我看见了北领洞 不错 正是北领洞 只要得到里面北领大地的传长 区区武龙盟又何惧之友 只要拿到那批黄金 打开洞府的钥匙就能够圆满完成 而如今就因为你的失误 我花费了二十年心血的计划就要复之东流 此时慕容君臣轻声劝慰 还请父亲息怒 我相信慕容光也是无心之师 而且父亲不必挂怀 我早已准备了后手 数日内铁马镖局便能筹挫到黄金 打开北领洞的钥匙必然会完成 闻听此言慕容冬天怒气见笑 随即对慕容光兄妹二人出声吩咐 你们二人别再插手此事了 最近有消息称狮子萌的北方御守有动静 你们负责家族周围的警戒不得有误 言霸慕容冬天望向北领洞喃自语 我已经隐忍了足足二十年 如今只差一步 慕容冬天枯瘦的手掌骤然发力 坚硬的石澜竟是被他生生捏碎 这位心机深沉的慕容家主满脸狠色 到时候整个天下都将臣服在慕容家脚下 善沙宇凝望着一轮红月高挂夜空 突然听到有一个声音在呼唤他 善沙宇 我姐姐就拜托给你了 善沙宇狂奔过去想拉住自己的兄弟 却听到身后同样有人在喊他的脑 善沙宇默然回首只见公无哀花容失色 善沙宇 快救救我 我不想被带走 他刚想冲上去却发现自己被牢牢锁住 连朝使节如同恶狼一般盯着他冷冷开口 你有种 但我就喜欢摧垮你这种人的意志 善沙宇从睡梦中豁然惊醒 才发现原来只是做了一个噩梦 善沙宇一时间睡意全无畅然若失 正在此时传来一声轻微的脚步声 善沙宇眼神一领随即转头望去 只见不远处出现竖道头带斗笠的身影 其中两人排众而出缓步上前 为首的男人冲他行了一个抱拳礼 原来此人乃是铁马镖局的莫谷 鸭镖行至此处正在寻找一处歇酒地 因此前来征询善沙宇可否行得方便 善沙宇按照江湖规矩互通了性命 原来他们正在押送一批货物前往沈阳 此处地势偏高四周辽阔利于防守 因而每次前往沈阳他们都是在这落脚 听闻对方同样是前往沈阳 善沙宇询问是否与慕容施加有关 不曾想原本见谈的莫谷鱼动作一致 随即神情肃穆的表示不能泄露雇主隐私 善沙宇连声致歉表示自己也是前往沈阳 只是好奇一问 莫谷鱼的弟弟莫俊熙连忙打圆场 将一盘食物递给善沙宇 善沙宇到了声洩随即转移话题 我是想去沈阳打听一些事情 不知各位平时都是如何获取情报 谈到此时莫谷鱼打开了话匣子 表示依据情报的种类会有所不得 莫俊熙也开口补充 表示在中原消息最灵通的当属丐帮 虽然乞丐的身份卑微但数量重度 因此丐帮的耳目无所不在 而沈阳恰巧就有一处丐帮的分断 善沙宇听霸心中有了计较 莫谷鱼表示如今沈阳暗淘汹涌 大力宝与慕容世家大战在即 如果善沙宇没有要是还是暂避为妙 善沙宇表示他有非半不可施起 言霸少年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 表示不论如何都必须去沈阳一趟 看到善沙宇悚然一笑莫谷鱼心头微颤 看来少侠也并非寻常之辈 是在下多嘴了 一夜无话 第二天善沙宇跟随标队一同动身 一路上莫谷鱼向善沙宇介绍起江湖行事 善少侠你有所不知 当今武林铁武盟可谓是如日中天 你敢相信一介江湖势力规模 竟堪比一座城池 想来已是空前绝后 见善沙宇丝毫不为所动 莫谷鱼颇为惊讶 你难道对铁武盟一无所知 善沙宇表示他从塞北而来 对江湖行事支支甚少 闻听此言莫谷鱼便详细介绍起来 原来铁武盟是有九重府 武龙盟和狮子盟组成 几乎囊括了中原所有顶尖高手 其中以二胜为首 还有三霸 四尊等强者 可谓是高手如云 二胜其中之一是梅花剑圣 林叶子 统帅九重府 另一位则是坐镇武龙盟的全圣皇甫军院 紧随二胜其后的是三霸之一无敌刀霸铁武星 虽然修为不及二胜却也相差无几 是狮子盟的当家人 据说二胜与三霸一身武学修为超凡入圣 早已踏入逍遥仙境 听到此处扇杀雨心中暗自思量 在塞北也有一群逍遥仙境的高手 只不过已然被自己师父斩杀殆尽 少年轻声自语 不知道这些强者与师父交手到底孰强孰弱 不对 是不知道他们跟我交手到底谁会赢 正在此时一阵味道飘来打断了他的思绪 这股味道他在熟悉不过 是浓浓的血腥味 随即只见莫俊西侧马狂奔而来 大哥 前方不远处发现大量尸体 释迦门派之间的仇杀到底有不苦 莫骨鱼听闻前方发现尸体当即上前查看 只见路边密密麻麻堆满了上百具尸体 扇杀雨见此情形不由的心头遗产 而莫骨鱼则是高声下令 看来大力宝与慕容释迦已经开战了 所有人加快脚 我们得尽快穿过鞋类瓶 标队一行人当即纵马狂奔往沈阳赶去 马车上的扇杀雨陷入了沉思 他方才认出尸体中大部分人竟是穿着塞北服饰 正在此时莫骨鱼的喊话打断了他的思绪 无必担心 今日我们便可抵达沈阳 之前就有传言称大力宝收留了一批塞北流民 看来消息是真的 想必大力宝不想过早消耗自己的实力吧 听到流民二字扇杀雨泛起一抹苦笑 若非走投无路又有谁愿意客死他乡 但随即他又有些期待 如果这里有大量塞北流民 说不定可以打探到师父女儿和无哀姐的像 此时一马当千的莫俊熙高声呼喊 大哥 看到青铜黑龙像啊 从莫骨鱼口中 扇杀雨得知了青铜黑龙像的来历 原来自从慕容世家封门后此处纷乱不断 无数鲜血浸透土地因而得名血泪瓶 为纪念战死的武者在此建立了两座青铜雕像 但在十年前有一座雕像被损毁殆定 可重于万斤的雕像如何变成这般模样无人得知 扇杀雨遥遥望去眉头微皱 莫非是师父当年所为 不多时沈阳城巍峨的轮廓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 进城后标局众人与扇杀雨一一息比 莫俊熙抱拳拱手 该帮分舵就在东竹路上猛唾 扇少侠可前往打探 扇杀雨抱拳环礼表示万分感谢 莫骨于自来熟地揽住扇杀雨肩头 表示还有任务在身就此别过 日后有时间少侠务必来铁马标局做客 到时候我们不醉不归 助少侠五月亨通 扇杀雨微笑着汉手应承下来 将来有机会一定前去拜访 剑标局一行人押送着货物渐行渐远 扇杀雨转身探向四周打量起来 随机足下猛一点地拔地而起 扇杀雨两个纵月轻松跃上一处屋顶 少年在屋顶上略微观察片刻 当即选中最高的一处城墙奔略而去 扇杀雨左手竖然探出握住棋杆 围绕着棋杆旋转一圈卸掉冲铃 少年放眼望去喃喃自语 不知道那个慕容世家在哪里 半晌过后扇杀雨嘴角勾起一个孤独 想来那座依山而建的城池便是慕容世家 正在此时扇杀雨的目光抖然一鸣 只见远处的城门楼上赫然站着两道身影 正是她在北明客栈遇到的慕容光兄妹 看来自己所料不错 那里却是慕容世家 顺着二人的视线往下看去 只见一对人马正驱赶着马车穿过大门 扇杀雨微微一笑 铁马镖局押送的货物果然是送往慕容世家 正在此时一道稚嫩的求救声传入她的耳朵 扇杀雨豁然回头寻着声音的方向望去 只见三名大汉正在围殴一鸣之头 三人边打边骂毫不留守 早就警告过你了 这里是丐帮的地盘不许再来 扇杀雨眉头微微一紧 她听出那孩子的呼救声竟是塞北口名 扇杀雨猛的一灯气肝纵身飞掠而去 孩子双手裤头连声哀起 称自己的母亲病了 想请丐帮帮忙寻回自己的父亲 你以为堂堂丐帮什么委托都会接吗 严霸这名弟子扬起木棍便要砸下 正在此时一道身影如鬼魅般略至近前 扇杀雨身法如电转瞬间拦在孩子身前 随即左手食指骤然点去 纤细的手指正中砸落而下的木棍 雄浑的钢筋力时将木棍轰得寸寸炸裂 那名丐帮弟子见此情形大惊失色 扇杀雨冷声贺问 三个男人欺负个孩子 这就是你们丐帮弟子的作风 严霸双指输然探出 分别点中另外两人的迷信 下一秒澎湃的精力透体而出 两人当即被震飞出去 扇杀雨转瞬间便将三人击倒在地 而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幕都被屋顶上的一位老乞丐看在眼里 此人正是十年前偶遇他师父的丐帮长老红武魁 这位丐帮长老难难自语 这无功莫非是 而此时为首的一名丐帮弟子挣扎起身 臭小子 你是什么人也敢妨碍丐帮行事 严霸身形暴略而来 五指城找潮扇杀雨抓去 扣者依然不惧一掌拍去抵住对方的胡爪 拇指精确地点中此人的神门血 一股澎湃地尽力自首少鹰心惊激荡而入 那名丐帮弟子历史只觉得痛苦了 当即惨叫一声跪地不起 扇杀雨冷冷开口 这个孩子犯了什么过错 何至于此 听闻丐帮侠义云天 如今看来也不过是七十道明之辈 正在此时一道苍脉的嗓音传来 因为一件事就苛责整个丐帮未免有失偏颇 我们已经拒绝过那孩子很多次了 但他依旧不听 老朽是丐帮长老红武魁 敢问少侠尊姓大名 扇杀雨冷眼扫去不卑不靠 再下扇杀雨来自塞北 红武魁咧嘴一笑 不知扇少侠可否先放手 虽然他行事不当 但也没必要把他弄成废人吧 扇杀雨目光一寒 提条件的人需要地位相等 说到此处扇杀雨手中力道诱重了几乎 随即不顾丐帮弟子杀猪般的惨叫冷冷开口 而我们好像并不处在同等地位 少侠言之有理 所以我的条件是 丐帮十万弟子不会找少侠寻仇 同时也能保证 那个孩子以后安全无忧 扇杀雨自然明白 对方话中的言外之意 心中暗骂老匹夫当真狡猾 却还是松开了那名 丐帮弟子的手掌 后者力使捂着 扭曲变形的手臂瘫倒在地 红武魁咧嘴一笑 我就知道少侠通情达理 多谢扇少侠手下留情 扇杀雨却是对老乞丐的 恭维不假颜色 而是转头望向身后的小女孩 我陪你去看看吧 严霸扇杀雨带着小女孩转身离去 那名丐帮弟子心有不甘 询问长老为何不教训此人 你该庆幸你捡了一条小命 方才要不是我出面 别说是你 整个丐帮分舵可能都得搭进去 你看看那两名弟子 只要他有心杀你 我根本拦不住 方才你注意到他的手了吗 光洁白皙 甚至比女子的手还要细嫩 但你无法想象那双手 有着多么恐怖的力量 说到此处 红武魁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声音也愈发地飘渺起来 那双手就像十年前 我遇到的那名老者 他同样有着一双 堪比女子的仙仙玉手 我永远也忘记不了那天的警将 那轻飘飘的一掌 便将重于万斤的铜像 变成沸铜难铁 说到此处红武魁的声音微微颤抖 我至今还记得那名老者的最后一句话 他当初说过 他的传人会再来 如今看来中原武林要天翻地覆了 任谁也想不到 在熊霸沈阳的慕容世家 竟有人敢对他们的巡逻队公然动手 就在刚刚 一队慕容世家的弟子正在内城巡逻 一名属下向队长提议巡逻后去喝一杯 却被队长言辞拒绝 现在是交战时期 虽然大力宝不太可能在沈阳跟我们动手 但也不能放松警惕 不曾想话因为落 他便被一只手掌动穿心口 队长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 他万没想到大力宝的纪武水竟潜入了内城 一众慕容世家的弟子见队长被杀 历史惊怒交加乱作一团 而继武水此时高声下令 一个不留 一众追杀队成员轰然应诺一拥而上 伴助相后两道身影结伴而来 来者正是慕容君诚与慕容光 眼见众多慕容世家的弟子横尸在场 慕容君诚神情冷俊 现在城内情况如何 慕容光表示现在情况尚不明朗 类似这种暗杀行动城内时有发生 他们很聪明 看来是准备先剪除我们在外围的雨 正在此时慕容只飘然而来 大哥 狮子萌的北风御守出现了 慕容君诚两人闻听此言微微一惊 慕容君诚冷声询问 折磨岭到沈阳了 消息准确吗 是的 我确认过了 是北风御守折磨岭屋 慕容光神情宿目 看来狮子萌要参与进来了 大哥 我们得行动起来了 大力宝隶属狮子萌 折磨岭一定会站在大力宝那边 那是必然 不过如果我们贸然出手 就意味着对整个狮子萌宣战 这样吧 我先去见见他 探明他的来意 光儿 你去北岭洞将此事禀报父亲 也许今晚那件事就能完成了 而与此同时 在城内的一处客栈中 狼中将双指按在女人的脉门仔细探查 足足耗了一刻钟后 狼中轻声叹息 很难治愈 他的经脉受损严重 且气血紊乱 小女孩闻听此言历时渲然欲气 而扇沙雨则是出声询问 难在何处 是枕经不够还是阁下医术不及 老夫乃是沈阳城最好的狼中 怎会医术不及 但若医治此证区也杉身等名贵药材 还不带狼中把话说完 扇沙雨将一定金子置于桌上 无论花钱几多 耗时极许 还请老先生亲力救治 看着桌上内定足金足两个黄金 狼中不自觉地蠕动了一下喉咙 少侠放心 老朽定然将其一好 随即狼中起身告辞 表示带准备好药材明月再来 得知母亲有救女孩两行 亲类拖矿而粗 表示扇沙雨的大恩大德无以为报 扇沙雨缓缓走到女孩面前轻声宽慰 厄运执着苦命远 厉鬼专挑弱者妻 答应哥哥 不论面对何种苦难 都不要轻言落泪 女孩听得似懂非懂 但还是重重地点头答应 好了 现在哥哥要问你一些事情 你母亲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客栈饭堂内 扇沙雨独坐窗前陷入沉思 无哀解是被元朝使臣带走了 或许跟慕容世家扯不上什么关系 但关于师父女儿的踪迹 按照刚刚女孩所言慕容世家确实可能 原来女孩的母亲是在巡夫室遭遇了意外 女孩的父亲本是一名往返塞北和中原的商人 突然有一天父亲周围的塞北同乡开始接连消失 父亲跟慕容世家略有交集 想请他们帮忙寻找却被拒绝 当天夜里女孩的父亲也消失不见 有传闻称是被慕容世家带到了一处山洞 据说有不少塞北人也被关押在那里 扇沙雨苦思无果后突然出声询问 老人家 这件事你怎么看 老启拜咧嘴一笑 你怎么知道是我 你身上的味道半里外都能闻到 洪武葵对少年的调侃魂不在意 我知道你方才在屋顶上一直偷听 说说吧 关于塞北人不断消失 你怎么看 洪武葵表示塞北人失踪并不稀奇 二十年前在沈阳乃至辽宁这种事屡见不鲜 丐帮当时进行了调查却一无所获 只是隐隐觉得与慕容世家脱不开担心 但当慕容世家宣布封门后一切线索都断了 听说丐帮在中原消息最为灵统 如今看来也是言过其实 年轻人就是没耐心 二十年前我们一无所获 但近些年我们可是知道了不少 比如你正在寻找的那个洞穴的位置 说到此处洪武葵戛然而止 表示无偿的信息只能透露这么多 扇杀与回眸扫去 你是想要谈笔买卖 洪武葵神情严肃表示这是丐帮的规矩 正在此时门口出现一道身影 一老一哨不由的齐齐抬头望去 只见一名被副常见的黑衣男子缓步走来 此人正是人称北风玉手的折木铃 不同于成名已久的二省 三霸 四尊 武林中还有三位风头正静的新人并称三雄 折木领便是三雄之一 俨然是狮子蒙青年才俊的翘楚 介绍完来者的身份 红武葵轻生低语 他能亲至此处足见狮子蒙有多重视这场争斗 扇杀与闻听此言不由的多叹了对方极眼 不曾想此时又有一人紧随而至 慕容君臣抱拳行李姿态谦卑 好久不见 三雄之一的北风玉手能亲临此地 慕容世家荣幸之志 折木领不嫌不但打了声招 好久不见 慕容君臣 慕容君臣随即邀请对方入座 表示有事商谈 折木领却是婉言拒绝直言自己有约在身 闻听此言慕容君臣面色一僵 心中开始暗自揣 而折木领却是抱拳拱手行了一礼 晚辈见过丐帮长老红武葵 红武葵面露笑意出声询问 你认得我 听说前辈十年前就留在沈阳 晚辈一直无缘拜访 闻听此言慕容君臣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堂堂丐帮长老在沈阳住了十年 而他竟然丝毫不知 折木领敏锐地察觉到慕容君臣的气息波动 看来慕容世家并不知晓此事 慕容君臣连忙收敛心神上前行礼 在下慕容世家慕容君臣 不知前辈在此多有势力 红武葵得意一笑低声炫耀 怎么样 现在知道老夫的厉害了吧 而扇杀雨则是被慕容君臣接下来的话吸引注意力 既然你有约在身 我只问一个问题便走 如果慕容世家与大力宝必有一战 不知北风御守意欲何为 男人是堂堂慕容世家的长公子 而如今竟对一名年轻人卑躬屈膝 面对慕容君臣开门见山的问题 折木领依旧态度冰冷 无敌刀霸不希望慕容世家与大力宝再斗下去 而且他老人家怀疑这一切都是有人故意设计 慕容君臣闻听此言面不改色 这么说刀霸前辈是怀疑我们慕容世家 君臣凶多辛辣 他老人家并无此意 严霸折木领目光灼灼地对视过去 我也相信并非如此 闻听此言慕容君臣双手赴后告辞离去 但走出去几步后 他突然意味深长地驻足开口 慕容兄还请多多保重 今夜的沈阳城可能不太平 折木领眼神不由地微微一领 不劳挂心 走出客栈后慕容君臣泛起冷笑 无敌刀霸不希望再起冲突 他还真以为我们慕容世家会怕的 慕容君臣一改方才的谦卑面露狠色 今夜就是你们的死期 而此时的客栈内 折木领与洪武魁攀谈起来 扇沙宇还在消化方才双方的对话 此时折木领打断了他的思绪 在夏世子盟折木领敢问阁下世 扇沙宇按照江湖规矩与对方互通了性命 而折木领此时心中早已掀起惊涛骇浪 他发现自己竟丝毫感受不到这个少年的气息 正在此时洪武魁开口切入正体 询问折木领找他所为何事 无非是想要慕容世家的情报 或者是想让丐帮置身失败 折木领直言洪武魁所料不错 无敌刀霸正在尽力阻止事态升级 一旦全面开战狮子盟势必参战 一旁还有五龙盟在虎视眈眈 如此看来双方霸首的确是不二之选 既然无敌刀霸亲自开口 老朽保证丐帮不会参与此事 说到此处洪武魁突然话锋一转 但如果你要是别有用心的话 前辈说笑了 狮子盟怎会有其他目的 行过一礼后折木领转身告辞离取 事业 大力宝万 宝主万宅相带领一双儿女 亲自迎接折木领 折木领将今日之事悉数告知万宅相 此时万圣先开口询问大力宝该如何应对 折木领冷然一笑 反正与慕容世家的决战不可避免 不如先下手为强速战速决 走吧 今夜我们便将北领大帝的传承抢到手 而另一边 一老一少正平安眺望寂静的沈阳城 红武领询问扇沙鱼是否准备今夜动手 后者表示今夜正是利用混乱潜入的好机会 言霸扇沙鱼足间猛一点地拔第二起 少年双手赴后飘然而去 你难道不想一起去看看热闹吗 而另一边的密室之中 慕容军程一五一时将今日的一切禀报附近 慕容冬天听霸一语道破玄机 狮子盟打着调解的名义而来 实则是为争夺北领大帝的传承 丐帮长老红武领也在审 虽然承诺丐帮不会参与此事 但我们不得不防 如果丐帮介入就连他们一同除掉 慕容冬天眼神炽热地看向石台上的金轮 今夜过后我们慕容世家将不再偏居于 什么武龙盟 铁武盟都不在话下 慕容冬天语气逐渐疯狂 有了这对破灭金轮 整个天下都将踩在老夫脚下 夜幕下一道身影飘然而止 扇沙鱼身法轻盈落在城墙之上 只见一队人马缓缓朝城外行去 扇沙鱼闪目关桥发现两道熟悉的身影 正是铁马镖局的莫补于兄弟 扇沙鱼稍稍松了一口气 看来铁马镖局并未卷入这场纷争 但随即他的目光陡然一领 只见内城中已是一片湿山血海 正在此时身后传来红武盔的嗓音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江湖世家争斗一向如此 一老一少在遍地的尸首中穿行而过 我没大惊小怪 如果他们不这样我们也不能这么轻松 红武奎文言不由地几倍发寒 他没想到这个少年心思如此深沉 不多是二人行至后山的一处洞口 一股股寒气扑面而来 赫然是慕容世家守护多年的北领洞 而此时的北领洞内 大力宝与慕容世家激战正寒 洞内一时间喊杀声瓷器笔 习武水一马当先刀身木合 消灭慕容世家 另一边慕容世家的弟子举荐相迎 高呼誓死守卫北领洞 万圣仙兄妹仅随即无水身后 兄妹二人转瞬间便斩杀树人 折武领长刀出鞘式斩出雄狮刀法 下时间漫天刀盲笼罩四周 庶名慕容世家的弟子当场隐蔽 不到断竹香的时间 大力宝便将慕容世家的弟子斩杀殆尽 万圣象面色凝重于待疑惑 慕容世家在此苦心经营二十年 我们赢得未免太过轻松了吧 不曾想化因为落一道金光从身后骤然袭来 庶名大力宝门人竟是被拦腰斩断当场毕命 听闻身后惨叫声传来 折武领瞳孔猛然一缩心中暗倒不亮 那道金光去世不检直奔万圣象而去 即无水大惊失色连忙出声提醒 保住小兴 万圣象听到提醒金决身后恶风不善 拼尽全力猛一侧身堪堪避开要害 却还是被那道金光将左臂生生斩断 金光带起树道血剑回旋而去 而万圣象则是手扶断臂冷汗直流 正在此时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游远极近 万圣象强忍疼痛斜眼嗓去 只见一对身着黑衣的电视管不醒来 面甲下一双双眼睛散发着凛然杀意 此时一道苍脉浑厚的嗓音悠悠传来 连北风御守都亲自出马了 看来北领大帝的传承还真是炙手可热 折武领顺着声音的方向抬眼望去 只见一名老者傲然而立周身尽力鼓荡不息 两只金色光轮带老者的操纵下阵飞速旋转 此人正是慕容世家的家主慕容冬天 一老一少竟敢夜闯慕容世家的禁地北领洞 不曾想刚进去便发现勇道内势横遍地 见此情形善杀与不由地微微一惊 只见众多大力宝弟子周身插满见识 俨然是触发了勇道内的机关死在此处 两人一前一后在勇道内小心前行 此时红武魁出声询问 你来此也是基于北领大帝的传承吗 不曾想善杀与直言他对此并不感兴趣 此言一出红武魁双墓园邓以待惊叉 北领大帝的传承可是武林人士都梦寐以求的至宝 如果你不感兴趣为什么要来慕容 但还不等红武魁把话说完 他脚下的石砖陡然吓成半嘴 涌到一侧墙壁上的机关力士被激活 红武魁处便不经运足全身功力 双掌悍然轰出抵在抱手而来的石柱上 不曾想着机关的威力远超他的想象 他倾尽全力却还是被石柱抵向床 千军一发之际一只白皙的手掌骤然而然 红武魁被少年强横的手段惊得瞪大双眼 救下红武魁后两人继续前行 不多时便穿过涌道来到一处出口 不曾想着北领洞的地下竟然别有洞天 红武魁被面前的一幕正在当场 只见下方是一个方圆百丈的巨型冰湖 冰湖上一群人将另一伙人围在中间 红武魁一眼便认出了石台上的慕容洞天 莫非那两个金人便是北领大帝的传承 却不料红武魁对所谓的至宝莫不温馨 而是将视线落在角落里的一处房屋 扇杀宇足下发力纵身蹲掠了去 红武魁颇为不解地挠了挠头 哪有之宝在前却视而不见的道理 却说扇杀宇身轻如燕飘然落地 透过铁栏看到屋内果然关押着一群赛北人 紧随而来的红武魁见状也颇为惊讶 而扇杀宇的眼神则是逐渐冰凹 只见他左手树然探出 肉眼可见的钢器营绕其上 随即一道雄魂霸道的尽力激荡而去 竟是将一整列墙壁震拂难了 慕容东天听闻一响不游的苍梅倒数 随即顺着一响传来的方向抬眼望去 只见一老一哨正悄然站在那里 他认出那个乞丐模样的老者正是丐帮长老红武魁 慕容东天寒声下令 光而至而 你们带着黑剑队去除掉那两人 记住 不能让任何人活着离开北岭洞 慕容光兄妹眼神一领沉生灵命 却说善沙与一掌破开牢房墙壁 随即淡淡开口 这里可有吴圣玉之腹 角落里的一位男人挣扎起身走上前来 男人颤声开口接连发问 我是圣玉的父亲 你认识圣玉吗 那孩子怎么样了 孩子的母亲还好吗 善沙与轻轻点头表示他们都好 这就带男人回去与他们团聚 男人文言历史滔滔落泪 随即双膝一软跪倒在地 都谢少侠出手相救 否则我们都将不明不白地死在这里 说到此处男人替泪横流 我们已经死了数百人了 慕容冬天就是个魔鬼 红武魁语戴七七 没想到那个老皮肤竟是罪魁祸生 善沙与眼眸之中杀一领人 我要会会那个慕容冬天 正在此时一道嗓音突兀响起 竟敢私自放走这些赛北奴隶 你们还真是胆大包天 善沙与文听奴隶二字心头火起 随即冷眼扫去 只见来者正是先前偶遇过的慕容光兄妹 善沙与面若寒霜冷声质问 你说谁是奴隶 慕容智见到对方气势逼人一时间竟不敢接话 莫非这个少年也是赛北人士 而红武魁则是在心中直呼麻烦 坊间传闻慕容世家用二十年培养了一批剑士 如今看来这批人便是传说中的黑剑队 老人家 还请你先代为照顾这些赛北人 红武魁连忙询问善沙与抑郁何为 我说了 我要去会会慕容冬天那个老皮肤 文听此言一名黑衣剑士历史大悟 放肆 少年依然不惧缓步上前冷冷开口 滚开 黑衣剑士左脚猛然踏出一步 随即将周身尽力汇聚长剑至上 丝丝缕缕的真气引入步伐 红武魁剑状心下骇然 慕容冬天投入的心血远超他的想象 对于剑士显露的身后内力善沙与面无表情 少年双臂猛然一阵道道刚进透体而出 善沙与嘴角泛起森然笑语 随即一步踏出飘然而去 竟是以手掌迎着剑间悍然拍去 在剑士不可置信的惊骇目光下 那把由金铁打造的长剑寸寸崩立 善沙与脸上笑意更甚 想拦住天破武将 你得用命 严霸白皙的手掌已然硬在剑士丹田 下一秒澎湃的净力如海水道观 煞士剑涌进对方骑精百脉 那名剑士当即喷出一道血剑 善沙与长发飞舞冷声怒喝 当我折死 正在此时只听的一声强然剑驴 慕容光兄妹身形极略直扑而去 兄妹二人各持冰刃 七七攻向善沙与 后者冷眼扫去与带冰寒 你们也想找死吧 严霸少年将澎湃的净力汇聚掌中 随即周身气势陡然跋涉 那今日我便索性除了你们慕容世家 忽然一只脱鞋抵住了慕容志的剑锋 竟是红武魁后发现之替善沙与拦住了二人的攻击 慕容双截七七发力将老乞丐震飞出去 却只见红武魁拧腰转身飘然落地 老夫还闲着呢 不如放他离去 我来陪你们过过招 严霸红武魁瞪向善沙与 愣着干嘛 快去啊 后者微微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此时慕容光沉声下令 黑剑队拦住他 一众黑衣剑士轰然应诺扑杀而来 善沙与傲然一笑 既然对方执意寻死他也不介意大开杀点 少年学艺时终日被师傅折断手臂 因而出师后一招便可将人分经错误 善沙与一肘飞掉黑衣剑士的手臂 随即一掌悍然拍出郑重此人想 后者立誓如断泻风筝般倒飞出去 少年闪身之另一名剑士身前 一脚踹去那人小腿瞬间折断 善沙与左手豁然抬起 单手一掌豁然拍去郑重此人下 证明剑士当即被风飞树杖生死不知 正在此时一名剑士纵身急掠而来 剑士面甲后的双眼闪过一抹雄光 一剑直奔善沙与后心猛然刺取 善沙与听闻身后进风袭来冷人一笑 下一秒剑士只觉得自己眼前一花 生前的少年镜士已然消失不见 而此时的善沙与早已闪至此人身后 善沙与左手豎然探出一把禽柱剑士后颈 同时右手猛然扣住对方持剑手腕 掌中尽力意图那人长剑力士脱手而飞 善沙与足下发力翻身跃起 少年身形如陀螺般旋转不停 借旋转之力竟是将那剑士高高甩向半空 善沙与竖起右掌力于身前 将雄魂的镜力灌注掌心 飞机一掌悍然拍出 正中掉落而下的剑顶之上 长剑力士离白龙贯日急射而去 续一剑洞穿三名剑士的身体 那三人猛地飙出一口鲜血当场地名 而长剑则却是不减净直定入洞地之上 其余剑士见此情形心下骇然 而善沙与却是手中动作不停 少年将周身尽力运抵四肢百害 善沙与双眸之中金王暴射 尔等可曾听闻天破五驾 今日便让尔等永生难忘 严霸善沙与陡然封出一道钢镜 回首的一名剑士历史被击毙当场 随后只见一道道钢镜如疾风静雨般接连起来 数名剑士被钢镜击中历史陨密 善沙与如蒙古下山在人群中左冲右冻 所到之处一世间竟无一人可挡 地名剑士怒吼着一剑刺向少年投入 善沙与却是不闪不避直冲而去 只见他双指闪遍般探出 竟是将剑间牢牢牢夹注 剑士剑状不由地豁然变死 善沙与双眸之中含义森森 双指骤然发力 金铁打造的长剑竟被他扭成麻花 澎湃的精力沿着长剑透入剑士手臂 后者的整条手臂也随之被绞得骨断惊蛇 巨大的螺旋扭力将剑士掀到半空 随即重重摔落在地生死不知 但更多的非一剑士却仍恨不为死攻杀而来 面对铺天盖地的剑士袭来善沙与丝毫不拒 少年双眸之中闪过一缕寒芒 随即足下发力猛的一跺地面 素眉冰精被扇杀与一脚震至半空 少年气沉丹田随即运至双掌 待到空中的冰精坠落至身前 扇杀与双掌向前猛然哼哭 无数冰精犹如离弦之剑抱舍而去 小小冰精携风雷之势悍然撞进人群 众多剑士在想闪避已然不及 无数枚冰精在人群中轰然炸裂 激荡地刚进肆意狂举 雾气争腾中一时间惨叫之声不绝于耳 却不料黑剑对荡真汗有一场 仍有大批剑士一往无前冲杀而去 少年单手赴后右掌豁然抬起 身上长衫无风自动 一众黑剑士转瞬间略至扇杀与身前 但他们并不急于出手 而是形如鬼魅般在扇杀与四周游夜 扇杀与暗自将钢筋汇聚右掌 神色冷峻静观其变 片刻后数十名剑士身形一转汇聚一铺 竟是形成一股气旋将扇杀与裹泻其中 气旋逐渐缩紧封锁住扇杀与所有退路 扇杀与见此情形双眸淡然波澜不惊 却只见气旋中无数利剑陡然刺出 黑剑队所用的赫然是他们习练了二十年的北斗军令阵 重重剑影煞世间将扇杀与笼罩其内 就在此时少年平静的眼眸陡然一领 飞机蹲升万药一掌悍然拍向地面 扇杀与嘴角泛起一丝惺想 随机掌中尽力骤然勃发 一股澎湃浩瀚的刚进历史激荡而去 黑剑队刚结成的剑阵被冲得七零八落 下时间整个北岭洞佛都颤抖一下 正在激战的红武魁三人身形猛然一致 皆是不可思议地回头望去 只见原本平整的冰湖上赫然出现一个巨大深坑 慕容光当机立断 志儿 你去解决掉那些赛北人 然后速速回到父亲身边 我来对付这个老头子 严霸慕容光栖身上前一扇直奔红武魁扫去 红武魁一招要子翻身凌空跃起 老乞丐这回显然是动了真怒 我也就罢了 那些赛北人何其无辜 严霸红武魁从腰间抽出一根软鞭 老乞丐在空中拧腰转身 借旋转之力一边猛然甩出 长边于同蛟龙出海直奔慕容双节戏曲 村内两人手持冰刃尽力格挡 红武魁一击无果借反正之力腾身后撤 飘然掠出树杖与慕容双节拉开身位 老乞丐一阵手中长边默然一笑 今日就让你们这两个小娃娃看看老夫的绝技 这位家主亲手斩杀了50位家族长老 五星故意封门20年只为打造一对金轮 如今他神功大成终于露出了锋利的獠牙 慕容冬天手中金轮猛然劈下 死无水瞬间被一分为二当场毕命 折目领见此情形惊怒交加 一生爆喝急掠而去直扑慕容冬天 双手持刀借下坠之士一刀悍然屁下 刺不料一道银芒从半路陡然杀出 刹时间与长刀撞至一处 竟是慕容军成略至近前 你手中迎轮挡下他势大力尘的一宝 折目领哄咒然一剖 他没料到慕容军成也掌握了这种武器 却只见慕容军成眼神很病 折目领 我一直很好奇 凭什么你被誉为三雄之一 而正在此时万圣先兄妹也欺身而上 二人齐齐攻向慕容冬天 但兄妹二人还没来得及近身 便被慕容冬天的一对金轮轰飞出去 慕容冬天枯瘦的手掌疏然探出 身形暴掠而去直奔不远处的万宅巷 后者还不再反应过来 便被一把锁住咽喉 慕容冬天将万宅巷单手提起与戴森人 慕容世家逐鹿中原指日可待 但你们大力宝始终是个隐患 尤其是这二十年你们以辽宁霸主自居 老夫很不喜欢 正在此时一声轰然巨响震撤北领动 慕容冬天心头一颤连忙回眸甩去 只见不远处无数黑衣剑士被掀到半坑 惨叫之声瓷气比伏 慕容冬天随手将万宅巷抛在一旁 随即凝神眺望过去 只见众多黑衣剑士的死士横七竖八栽倒在地 竟是在无一人生还 慕容冬天心神巨颤不可置信 他花费二十年心血打造的精锐竟然顷刻覆灭 而正在此时一道身影飘然掠至近前 少年双手赴后傲然而立 赫然是大杀四方的善鲨鱼 善鲨鱼站在石台下与慕容冬天摇摇对手 少年的眼中杀意里然 不远处的慕容军城二人也注意到了那边的情况 折木领认出那人正是先前在客栈内遇到的善鲨鱼 随即他又看到那个方圆十余杖的巨型深坑 这位狮子萌的年轻瞧出脸次威蝙 他敏锐地察觉到自己对善鲨鱼竟有一种深深的恐惧 既不是因为对方能独自捏掉上百人的黑剑队 也不是因为善鲨鱼能一掌轰出巨型深坑 而是因为善鲨鱼身上散发出的那种击灭 一滴冷汗不自觉地从折木领并角滑落 那种击灭之感让他不寒而烈 正在此时慕容军城率先回过神爱 你的对手术 严霸慕容军城弃身而上手持银轮悍然屁下 折木领连忙横刀割打 人却也被巨大的禁力阵的倒退术长 折木领强行压下体内翻涌的气血 随即一双眸子如同发怒的雄狮 恶狠狠地看向对方 慕容军城 你不是好奇凭什么我能击身三雄吗 今日就让你看看我配不配三雄的称号 而另一边 慕容冬天听闻善鲨鱼所说苍然一响 破灭金轮在他的操纵下如臂之时 无知小儿狂妄自大 老夫已然掌握北岭大地的传承 天下何人是我对手 严霸慕容冬天将雄魂的真气运至左手 随即高高扬起 金轮在他身侧盘旋飞舞 煞时间四周泛起金光一片 慕容冬天枯瘦的左手朝前猛然一挥 那只金轮在尽力的牵引下飙射而去 金轮邪风雷之势转瞬间席至善鲨鱼身前 不曾想少年却是不少不必 善鲨鱼左手缓缓抬起 少年单手附后傲然而立 随即左手舒然探出 只见白皙的手臂上蓝色钢器补荡不息 扇杀鱼竟是徒手应接下锋利无比的破灭金轮 下时间两股距离怦然壮志一处 澎湃的尽力一时间激荡肆意 少年面色如常双眸之中波澜不惊 下一秒只听的一声轰然聚响提音大难 慕容冬天放声狂笑 这破灭金轮倾注了老夫二十年的心血 乃是北岭大地的不二传承 你这狂妄小儿竟想徒手应汉 简直是扶摇汉术不自量力 不曾想燕尘之中少年平淡的嗓音悠悠传来 仅凭一对项圈就敢称自己天下无敌 老匹夫你只怕是还没睡醒 慕容冬天同红猛然缩起不可置信 燕尘散去只见扇沙宇寸部位已冷声开口 这就是慕容世家搜集黄金的原因吗 慕容冬天文听此言心头俱颤 莫非是你抢走了本息的那批黄金 善沙宇并不回答而是轻轻叹息 死了这么多人就是为了弄出这么个东西 老匹夫你也够无聊的 少年嘴角勾起一抹击仿效应 这破轮子我还真不稀罕 还给你 言霸善沙宇一掌悍然拍在金伦之上 破灭金伦立时如离弦之剑急射而去 为是竟是比慕容冬天操纵之下更胜几分 竟直系向高台上的慕容冬天 后者不敢应接 慌忙调动起另一只破灭金伦 慕容冬天右手猛然一挥 另一枚金伦被他甩手致了出去 实际对金伦在半空中轰然对撞 一时间金铁雕击之声宛如红中大流 磅礴的尽力煞时间肆虐清晰 竟是将高台四周镇的碎石纷飞 慕容冬天心下亥然 他万没料到善沙宇一掌之力竟恐怖如斯 连忙运足周身功力汇聚双掌之上 竭力控制金伦苦苦之称 眼见便要抵挡不住 慕容冬天一双老眼之中满是惊恐 最终在他身前不足两尺之地崩飞了那只金轮 低头看向游子在颤抖的双手 慕容冬天心有余悸 而此时善沙宇的嗓音再度传来 按理来说你是堂堂慕容世家的家主 应该让你死得体面一些 突然少年话风一转 但想到那些赛北人在临死前吃了不少苦 说到此处善沙宇周身尽力骤然薄发 道道刚进激荡而去 少年长发飞舞面带冷笑 所以还是不能让你死得太容易 破灭金轮 这位熊大义方的家主何曾受过这种羞辱 慕容冬天双手齐灰高声怒喝 区区三角猫的功夫也敢大言不惭 想杀我慕容冬天没那么容易 颜霸牵引着两只金轮直奔善沙宇袭曲 后者足下发力腾身跃起 善沙宇如蝴蝶穿花般从一对金轮之间飘然而过 少年无止主地稳住身形 言语之中满是肃杀之意 老匹夫 你说我的武功是三角猫 善沙宇又长猛了一拍地面 他本是熊大义方的慕容世家家主 可如今竟被一名少年打得排不起头 善沙宇凌空跃起一脚悍然屁下 慕容冬天连忙术毕格党勘勘防住 手臂上传来的距离让他不敢置信 这少年小小年纪内功竟如此精准 而善沙宇则是借反正之力疏然转体 一记鞭腿横扫而去正中对方头颅 慕容冬天立时被一腿扫飞出去 少年的双目之中含义森森 老匹夫你且看仔细了 这就是被你说成三脚猫的天破神功 言霸善沙宇纵身暴力而去 慕容冬天也非善累 当即祭出破灭金伦对弓而来 金伦飞速旋转歌向善沙宇咽喉 不曾想却被善沙宇蹲身弯腰轻松躲过 少年根身进步一掌悍然拍拳 慕容冬天闪力不及被一掌击正想出 整个身体如同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 连番受挫让这位慕容家主怒不可 只见他狂吼一声磅礴的真气透体而出 慕容冬天将周身功力运至双掌之上 随即猛然朝前一挥 牵引着一对破灭金伦再度攻向善沙宇 破灭金伦飞略的速度陡然激增数倍 转瞬间便略至善沙宇进前 却只见善沙宇身轻如燕 飘忽间再度穿身而过毫发无所 慕容冬天仍不死心 画掌维权骤然收于妖精 两只金伦在他的牵引下竟是回旋而来 眼见金伦在善沙宇身上接连划过 慕容冬天大喜过望 狂妄小儿 你这是旧游自取 却不料话未说完这位家主陡然色变 只见善沙宇的身体竟开始渐渐消散 金伦划过的竟是一道残影 而此时的善沙宇早已腾身略至半空 慕容冬天豁然抬头 只见对方已然略至近前 善沙宇一脚凌空踏下直奔慕容冬天头 后者连忙驾毕格挡堪看栏下这一脚 善沙宇一击不中借反正之力抽身而退 随即飘然落地与慕容冬天拉开身位 少年双掌环抱在身侧 掌中刚径骤然凝聚 善沙宇嗓音如同万古寒冰 老匹夫 这将是你永生难忘的痛苦 言霸少年气身而上 双掌交错攻向慕容冬天 后者一掌拍向少年试图反击 却被善沙宇料敌先机截断攻势 善沙宇右手五指成爪一把扣住对方大臂 随即左手疏然而至握住慕容冬天前臂 双手一挫的同时将熊魂的钢径灌住其中 霸道的钢径历史在慕容冬天右臂上肆虐清醒 强大的螺旋禁力也让慕容冬天失去了重心 善沙宇一招得手动作不定 地长递出猛然拍在慕容冬天整形 澎湃的禁力自其掌心的劳工学涌入 言首诀阴心惊煞时间窜入慕容冬天体内 竟是将四周震的碎石纷飞 慕容冬天只觉得体内一股真气急功上到 不到片刻右眼竟开始渗出滴滴血泪 善沙宇冷然一笑悠悠开口 老匹夫 这只是个开始 而与此同时的另一处战场 慕容冬天与折慕容冬天激战震 折慕容冬天一刀逼退慕容冬天冷声开口 现在你还怀疑我击身三雄的原因吗 慕容冬天一声怒吼再度攻杀而去 不曾想正在此时一道刚猛的尽力及身 我随即一声轰然巨响在不远处凭空炸 正在交手的两人皆是陡然一惊 折慕领慌忙回头顺着声音方向望去 慕容冬天隐隐感觉不妙同样偷眼观瞧 只见烟尘散去后一位老者将在原地 赫然是满身狼狈的慕容冬天 看到父亲的惨状慕容冬天与待极妾高声呼喊 而此时的慕容冬天根本无心应答 他强人体内肆虐的刚气看向自己的右臂 准备以自己的内力强行压制住善沙宇的真气 不远处的善沙宇似乎看出了对方心中所想 听闻此言慕容冬天气的咬牙切齿 随即面容争鸣高声怒喝 幻障 老夫纵横江湖一甲子 岂是你三言两语能下住的 你说我一旦运气必死无疑 老夫偏不信这个邪 言霸慕容冬天将周身真气灌住右股 竟真的将善沙宇的钢筋压制了下去 慕容冬天放声狂笑 虚虚伎俩俩又能耐老夫如何 善沙宇静静地看着慕容冬天 眼神怜悯宛如在看一个死人 果然慕容冬天话音刚落脸色巨变 原本已经压制住的那股静力骤然暴击 在她的右臂经脉内肆意冲击更甚方才 慕容冬天口鼻翼血满脸震惊 她发现自己体内的气血竟开始稳弯 慕容冬天连忙探出左手双指 飞机点中右臂上的极拳血 试图截断右臂上钢筋与体内气血的联系 不曾想伴随着真气涌入 慕容冬天再度豁然变色 右臂内的钢筋飞但没被压住 反而变得愈发狂躁思念 慕容冬天强自忍耐 但右臂内鼓荡的精力已然让她摇摇欲坠 扇杀与双臂环凶悠悠开口 点穴风脉倒是个好想法 但凭你现在的内力根本无法做到 这股真气会自右臂游变你的奇经百满 我说过 不会让你死得那么容易 听闻此言慕容冬天面露很色 随即竟是强忍痛楚探出左手 两只破灭金轮在她的牵引下回旋而来 扇杀与足下发力腾身跃起轻松躲过 何必白费力气 以你现在的实力根本伤不到我 不曾想化因为落他的瞳孔骤然缩紧 只见慕容冬天竟是操纵金轮将自己的右臂旗间斩断 你无法想象世家门阀的家主有多狠 为了保住性命毫不犹豫的自断引臂 眼见慕容冬天形势如此果决 扇杀与也不由地对这位家主略带其位 斩断手臂确实能够阻止钢器流合 看来我还是低估你了 慕容冬天却对少年的恭维并不灵气 只见他左手豁然抬起举过头顶 一股灼热的真气激荡而去 瞬间将金轮包裹其中 一对金轮在他的操纵下如同燎原火荒 四周的空间似乎都被灼烧得扭曲变形 慕容冬天一双老眼之中满是怨毒 小王八蛋 我发誓今日定要将你包皮抽筋 严霸慕容冬天周身真气磅礴外形 两只金轮飞速旋转煞时间卷起滔天烈焰 一股股灼热的静气肆意蔓延 竟是将四周的山石都焚毁殆尽 善沙宇见此情形不由的神情一礼 只见石台上的慕容冬天宛如烈日灯火 无尽的灼浪以他为原星席卷向整个北领多 就连远处正在激战的折木岭二人也被包裹其中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两人皆是身形一致 纷纷侧目看向石台不可置信 小畜上 你回我慕容施加大计 拿命来 面对如此滔天威势 善沙宇却是双手插都依然不拒 如果你早点用出这招也不至于自断右饼 严霸少年左脚猛然后彻一步 将霸道的钢气运至双掌之间 善沙宇沉身弯腰双掌暴于丹田 掌心之中蓝色钢气鼓荡不息 少年双眸寒煞冷冷开口 老匹夫 我说过定会取你性命 严霸善沙宇轻喝一声双掌气推 一道当猛霸道的尽力激荡而去 轰然对撞在那团灼热的烈焰真气之上 少年体内真气流转如大江东去 源源不断地汇聚于双掌之间 那道刚进的威势陡然攀升 竟是将包裹金轮的烈焰尽数冲散 伴随着扇杀与双掌骤然卧底 那一队无间不推的破灭金轮碰然碎裂 随即半空中如屏蔽起惊雷 接连不断地爆炸声震撤成河北里 连出的折磨里二人纷纷运足功力抵御冲击 慕容君臣勉力支撑下高声呼喊 父亲 身受重伤的万宅相也被殃及赤鱼 这位大力宝宝主经是被震的口头鲜血 其余大力宝弟子更是狼狈不堪 被刚猛的尽力先到半空随即重重衰落在地 慕容东天运镜周身真气轻力抵抗 他直到现在还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北岭大帝的破灭金轮竟被眼前的少年轻易摧毁 这位曾经雄霸一方的慕容家主声音颤抖 你 你到底是谁 少年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第三十五代天破武将 善沙宇 二十年前发现北岭洞后 老夫精心筹划了这一切 为此我倾注了二十年的心血 甚至不惜肃清了所有反对计划的家族长老 如今却因为你一个矛头小子毁于一旦 你到底与我慕容世家何仇何愿 善沙宇并不达话而是迈步朝前走去 慕容东天面露惊恐连连后退 你不要过来 不要靠近我 芳芳下这位堪称一代肖雄的家主跌坐在地 眼见善沙与面带沙亦缓缓逼近 已是强弩之末的慕容东天哀声祈求 求求你 别杀我 我想活下去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那些塞北人这么求你的时候你可曾答应 他们只是蝼蚁毫无价值 我不一样 我是慕容世家的家主 你不是想要北岭大帝的传承吗 我可以都给你 求你别杀我 远处的慕容君臣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步 这位慕容世家的长公子杨牙切齿 精心筹谋二十年的计划 竟因为一个无名小卒复制东流 随即再也固步地与折木领谈动 当即纵身奔略而去 正在此时一道身影如鬼魅般闪至他身后 还不待他反应过来 一道寒光陡然而至 慕容君臣勉力侧身避开要害 却还是被那道寒芒滑中念甲 几滴烟红的鲜血滴落在地 慕容君臣竟是被折木领一刀划下左眼 慕容世家的长公子果然非同凡响 跟我折木领对壘还敢真心他不 慕容君臣争名大怒 年轻人不讲武德 竟然偷袭 严霸又掌朝着慕领猛然一挥 乃至荧伦直奔后者咽喉袭去 慕容领一刀劈下与荧伦壮致一处 却不料慕容君臣寒怒出手力道极大 慕容君臣被震的倒飞出去 慕容君臣一击得手 将魂后的内力运至拳风 随即根深进步略至近前 一拳递出悍然垂在慕容小腹 后者历时被这是大力臣的一拳轰飞树掌 折木领只觉得猴头一舔 当即牙关紧咬却还是喷出一口鲜血 慕容君臣一拳击退折木领后召回银伦 飞机猛然一挥将银伦飞制而去 紧接着足尖点地紧随银伦掠向事态 隐隐旋转转着直奔扇杀与伯更长来 正想痛下杀手的少年不由的目光一拟 右掌随手一挥挡开银伦的攻击 顾曾想慕容君臣的目标并非是他 而是救下自己的父亲 慕容君臣一把将父亲扛在肩头 今日支持我慕容君臣记下 来日定当百倍奉还 严霸慕容君臣足下发力腾身乐器 转瞬间便已掠出十数杖夺落而逃 扇杀与心之斩草不出跟春风吹右手 少年当即探出右掌正欲出手 顾曾想已经逃远的慕容君臣竟是率先出手 操纵着银伦直奔扇杀与戏曲 跟你父亲一样于不可及 这种攻击毫无效果 却不料慕容君臣双眸陡然一领 飞机左手探出双指轻轻一挥 那只银伦在尽力的牵引下力时改变方向 竟是避开扇杀与转向他身后飞去 飞机只听着身后传来一声轰然巨响 扇杀与瞳孔中缩心中暗倒不妙 侧目望去只见一根石柱被拦腰斩断 重一万斤的石柱力时间轻压了 扇杀与面色如常轻轻开口 这倒是我没想到的 下一条巨大的石柱轰然倾倒 煞时间烟尘四起将他掩埋其中 这个老乞丐跟人打架从来只穿人自驮 独占慕容双节依旧丝毫不落下风 红武魁一阵手中长边默然一笑 小爸爸 让你们瞧瞧老夫的厉害 不曾想话因为落慕容光便暴力而来 就为二公子借旋转之力一扇批处 红武魁当即甩边对攻而去 一扇一边在半空中轰然对撞 老乞丐飘然后彻以求放长打远 慕容光欺身而上谋求近身搏杀 慕容至纵身极略紧随其后 少女身法气快 转瞬间静视后发先至超过慕容光 慕容至腾身略至红武魁身后截断其退 飞机一剑地出直奔老乞丐耿嗓咽喉 后者连忙闪身躲过 而正在此时慕容光手中折扇骤然而止 红武魁一招汉帝拔从翻身跃起 肩部容发避开兄妹二人的夹击 老乞丐单手主地稳住身形 两腿猛然分开踹向慕容双截 兄妹二人追击过猛来不及收拾 历时被红武魁踹个正着 老乞丐一击得手穷追猛打 手中长鞭骤然舍出 长鞭如怪莽出洞将慕容光牢牢缠住 红武魁持边的右手猛一叫力 重与百斤的大活人竟是被他生生抡起 慕容光被牢牢缠住根本无法脱身 被红武魁竟直朝慕容之水去 兄妹二人历时在半空中撞至一处 老乞丐一抖手腕收回场边 慕容双截齐齐倒飞出去跌倒在地 兄妹二人挣扎着爬起身来 两人皆是灰头土脸 红武魁与带饥讽 号称沈阳第一的慕容世家就这点实力吗 我们丐帮都不敢轻言掌控他人生死 你们这种实力也配草兼人命 后终想正在此时远处传来一声偏来之行 红武魁闻听后不由地偷掩望旋 只见一根重于万斤的巨大石柱轰然倒塌 整个北岭洞都仿佛为至一产 被解救出来的众多塞北平民面露惊狂 老乞丐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心中不由地为扇沙与暗自担忧 慕容双截抬眼望去 只见大哥慕容君臣正扛着父亲急掠而去 慕容君臣嘶声怒吼 王儿 志儿 快撤 我发动了大破灭阵 正在此时又一声巨响凭空乍连 霸道的刚进冲天而起震飞碎时一片 烟尘中一根白皙的手指一一声灰 慕容君臣闻听巨响回头望去 只见扇沙与面容肃穆傲然而立 周身上下澎湃的刚进骤然薄发 还比小山一般的石柱竟是寸寸乍立 看到这一幕的慕容君臣不可置信 他从未见过如此强横霸道的武功 此时慕容志娇声疾呼 大哥 仙蝶发动大破灭阵 等等我跟二哥 扇沙与尔利极佳 听闻此言不由地心头一礼 而此时北岭洞上空已然传来阵阵怪想 慕容志神色交集 二哥 我们得赶紧走了 不曾想慕容光却是面露疯狂 我不走 即使死在北岭洞 我也要跟这个老乞丐分出高下 慕容志不可置信地看向兄长 少女一时间不知所措 你以为凭你那微末的武功能对付得了我吗 慕容光长发飞舞满脸争鸣 老东西少废话 我会先把你的四肢扯掉 然后当着你的面板那些赛北奴隶都在了 不曾想正在此时一道冰冷的嗓音悠悠传来 扇沙与双眸之中杀意凛然 就凭你 话音未落善杀鱼以闪身略至近前一整排去 慕容光立时如风中落叶般倒飞出去 轰然撞在十余帐外的一处山石之上 力道之大竟是将那山石生生撞碎 慕容光折扇脱手重重跌落在地 又接连翻滚出去树杖才坍坍停下身形 慕容志见此情形惊怒交加 当即交付一声纵身略取 只见慕容光挣扎数次都无法起身 慕容志连忙将兄长扶起交集询问 二哥你怎么了 快醒醒 此时一道充满嘲讽的声音传来 可以漠视他人的生命 自己兄长的命倒是很珍惜吗 慕容志神情复杂出言询问 你为何非得跟我们慕容世家过不去 我跟你们过不去 明明是你们跟我过不去 强词夺理 在本西抢走那批黄金的也是你吧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从塞北一路来到中原 沿路打探下得知了两个线索 然而这两个线索都指向你们慕容世家 一个是十年前有一伙元朝使臣来到塞北 他们是从沈阳路过进入的长白山 但那时候的慕容世家正在封门之中 或许这件事跟你们并无关系 但另外一件事实在二十年前 当时你们慕容世家暗中 关押了大批塞北流云 有一个女孩经由血泪瓶流落到沈阳 也失去了踪迹 你敢说这件事跟你们慕容世家没有关系 人群中的一位老者闻听此言脸色一遍 莫非这位小哥来此事为了寻找那个女孩 而交谈的众人此时还没意识到危险的到来 谈话间直听的北领洞上 传来一声惊天巨响 慕容世脸色巨变 他万没想到他跟二哥还没逃出去 大哥便发动了大破灭阵 无数事先埋藏好的震天雷接连起崩 下时间北领洞内爆炸声四处响起 饶是红武魁这样的开放高手 在面对如此未能的爆炸也没露惊海 而此时的慕容世则仿佛已经任命 少女神色复杂地看向善杀鱼 当初在北明客栈我就觉得你不同寻常 没想到还真是一个深藏不露的高手 但在江湖上多管闲事的人向来活不长 如今你也将被活活埋在这北领洞 即使你能侥幸活下去 将来我也一定会找你报仇 严霸慕容志背着慕容光腾身跃起 竟是不顾爆炸冲击朝洞顶掠去 伴随着响彻夜空的巨大爆炸声 整个北领洞公然坍塌化为废墟 半个月后 在慕容世家的大宅中 夕阳下慕容冬天哭作正听借酒交仇 短短半个月这位家主仿佛苍老了十岁 饶是他心性凉薄 但老来丧子对他仍是极大的感激 慕容冬天喝光酒壶里的最后一口酒 随手将酒壶扔在地上喃喃自语 冬儿 您的死只是一个意外 我们慕容世家的男儿又何具意死 北父会替你报仇的 首先我会除掉大力宝的余孽 然后从大力宝开始吞并周边势力 假以时日便可超越那五大家族 只要再给我一点时间 这次不会再有任何人破坏我的计划 慕容冬天扶住仍在隐隐作痛的断壁厨 那个少年的身影始终在他心底挥之不去 这位垂垂老矣的家主靠在一背醉意阑珊 那个少年是谁在他看来已经不重要了 不管他到底是河门河盘 只要知道他已经死在北岭洞里原族后 午夜风高摇杨柳 中天明月照青松 慕容冬天缓缓睁开青松醉眼 却骇然发现那个他视为梦魇的少年正站在身前 扇杀雨居高临下悠悠开口 老匹夫 我说过 我定会取你性命 慕容世家亲自炸毁开凿二十年的北岭 为的仅仅是将一名少年掩埋其中 不曾想如今这位少年竟又找上门来 原来那一日北岭洞被炸毁之后 扇杀雨以天破神功开山破石 行人看来坚硬无比的山势 在他面前宛如一块块豆腐 紧随其后的红武魁心中暗自探索 若非扇杀雨有这般手段 只怕所有人都将被困死在这 不多时众人便跟随扇杀雨逃出废墟 正在此时人群中那位老者突然开口 询问扇杀雨正在寻找的女孩是否姓韩 在此期间慕容世家抓来了不少男女老少 但他们抓人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开凿北领 因而便将柔弱的女人和孩子 卖给了奴隶商人 老者表示女孩的名字好像叫韩湘雅 是个聪明伶俐的小女孩 被抓来不久后便被卖给了商人 当时的交易账簿应该还在慕容冬天那里 只要找到那本账簿说不定就能找到女孩的线索 扇杀雨听罢豁然转身 表示自己将亲手了结这段乐园 于是也就有了先前他夜闯慕容世家的内容 扇杀雨言霸双指骤然探出 接连点中慕容冬天胸口挤出大雪 煞时间刚猛霸道的刚进涌入七体内 做完这一切后少年冷冷开口 我记得我说过 不会让你死得那么容易 现在是时候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慕容冬天目光惊恐地看向少年 我随即只见阁楼内激荡的精力肆意蔓延 足足过了一刻钟才慢慢消散恢复平静 不多时门外响起慕容军城的嗓音 父亲 按照您的意思 我们准备动身前往铁武门吗 慕容军城等了许久 却始终没等到回音 待他凝神看去不由地豁然变死 只见慕容冬天摊倒在座椅上毫无反应 一道道钢器人在这位家主身上有走不息 慕容军城历时大惊 父亲 你怎么了 自然 快去请忙中 而此时的扇杀雨已经飘然而去 少年听到阁楼内的惊叫回头望去 无自觉捏紧了手中的交易账簿 扇杀雨一路纵越返回记住的客栈 刚刚踏上窗台便有一道熟悉的嗓音响起 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吗 扇杀雨飘然落地走进房间 只见红武魁早已等在屋内 慕容冬天虽然坏事作绝 但也不失为一代萧雄 就这么上路了 你不敬他一杯 扇杀雨表示自己没矫情到那种地 能找到师父女儿的线索已经知足了 红武魁对少年的冷漠不置可否 誓言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所谓的线索未必能找到那个女孩 扇杀雨闻听此言眉头微重 随即将那本账簿摊开在桌上 扇杀雨看向红武魁开门见山 事实上我想请你帮个忙 你可曾听闻黑商 老乞丐闻听黑商两字神情严肃起来 表示黑商又被称作黑暗商团 但以商团来描述他并不准确 有传言称他是有许多商人组成的联盟 但没人知道他真正的领袖到底是谁 也没人知道他的规模涵盖了多少商人 只是有传闻称任何地方 任何事情 没有不受到黑暗商团干预的 即使是有被江湖规矩的人口倒卖 黑暗商团也参与其中 唯一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黑商与五龙盟有着密切联系 这么说除了知道他跟五龙盟有关系 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不测 但如果是我出手的话 找到黑商也不是没有可能 扇杀雨目光灼灼地看了过去 有什么办法 不曾想红武魁却表示无常的情报 只能透露这么多 少年文言不由地微微一笑 随即在老乞丐震惊的目光中地上 正是他从万仙洞带出来的夜明珠 红武魁看到后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 他从未见过橙色如此出众的夜明珠 但过了半场他竟咬牙将夜明珠推了回去 扇杀雨不解对方为何明明心动 却仍要拒绝 红武魁却向他讲述起了十年前的往事 原来自从十年前他在血泪瓶偶遇寒武博 看到对方展现出来的那一整只威 将红武魁西武术十载的信心动摇了 也正是寒武博当年临走前的那句话 让红武魁在沈阳住了十年 为的就是等那位老者的传人到来 无论是春去秋来 亦或是风霜雨雪 这位丐帮长老都守在青铜黑龙巷旁哭哭的待 直到前几日他看到铁马镖队穿过血泪瓶 他注意到了一位坐在镖车上的少年 让我看到你的第一眼 我就知道你是我一直在等的那个人 因为你那双神华内敛的眼睛 与当年那位老者简直一模一样 扇杀雨听霸不由的微微错落 没想到对方十年前见过自己师父 这么说你是想要得到天阔神功 不错 这是我最想要的 常如我之前所说 想得到情报付出代价在所难免 如果你能接受这个条件 那我们为何不互帮互助呢 扇杀雨略微思索后洒然一笑 随即暴权拱手朗声开口 天阔神功力来是一脉单传 我不确定我所掌握的是否为权 但我保证一定会倾囊相守 红武奎文听此言咧嘴一笑 同样暴权行李沉声表态 不论你想找谁 也不论你想找多少人 我红武奎承诺丐帮定会倾力相助 月夜下一老一哨相识一笑 双方交易正式达成 一位是出入江湖身手不凡的少年高手 另一位是阅历丰富的堂堂盖帮长老 原本毫不相干的两个人 如今却因为昨夜的约定同行江湖 第二天一大早 扇杀雨便早早上路 帐步上表明在山西太原有黑伤的活动 途中红武奎从怀中掏出一本名册地里 表示上面记载了中原武林的成名人物 扇杀雨要想行走江湖 还是要对此了解一番 少年当即翻开明路认真的研读起来 而红武奎则在一旁为其补中介绍 明路上首先记述的便是二圣之一 江湖人称全圣的皇甫军月 统领着铁武盟三大势力之一的五龙盟 紧接着是二圣中的另一位 江湖人称梅花剑圣的云叶子 坐镇铁武盟麾下的九重甫 与皇甫军月的五龙盟相互制补 红武奎表示此二人虽说号称武林中实力最强 但三大和四尊的修为实际上与二圣相差无几 紧随其后的便是三雄和三花 三雄分别是铁刃三部 无影刀 北风御守 而三花则是喜梅花 谢莲花 水花 他们都是江湖上屈指可数的后起之秀 听到此处善沙与若有所思难难自语 北风御守 不错 在闪阳遇到的折木领便是北风御守 他来自铁武盟的另一大势力狮子盟 福顺大力宝也是狮子盟麾下的一个派系 无敌刀霸折后身号称三霸之首 一身武功修为直坠二圣 而折木领则是无敌刀霸的嫡子 算是后起之秀中的领军人物 三雄与三花和你年纪相仿 有机会的话可以结交一番 一老一少就这样一路朝太原府感去 事业 两人在野外寻了一处落脚地 红武魁猛地灌下一口烈酒 只觉得周身疲惫一扫而空 而扇沙与则仍在翻越着江湖陵路 半晌过后少年突然出声询问 老人家 按照这上面的技术 难道没人比二圣的实力更强吗 红武魁微微一阵随即细细思索 表示会有一人可胜过二圣一筹 扇沙与文言不由的神情肃明 据说在北园有一位大内高手人称天帝 此人不仅武艺高强且冷血无情 有传闻称即使三霸其上也无法战胜此人 关于他的真实身份目前还没有任何情报 所以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谣传 我知道的仅此一人 除非还有像你这样横空出世的高手 扇沙与对红武魁的恭维并不放在心上 他此时脑海中全是十年前的那个身影 天帝会是那个带走无哀解的元朝使臣吗 红武魁偷眼观察了扇沙与片刻 见对方神色如常便提出想学习天破神功 天破神功其实我也说不太清楚 师父只说过这是传承了千年的武功 见虚而公 见实则必 从心所欲 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招式 照你这么说 那天破神功岂不是跟混混打架一样 这不大可能吧 那是自然 要想完美地运用天破神功 你还要精通人体结构 经络学位 一旦你了解这些 你就能洞悉对手的发力方式和行攻路径 从而攻击相应的薄弱之处 以此来破坏对手的肌肉骨骨 阻断对方的气血运行 师父说过世间万物皆有脉络 严霸扇沙与甩手轰出一道钢筋 霸道的真气激荡而去正中一块山石 红武魁见此情形双目圆断 以己身之真气 断万物之脉络 则天下无一物不可破 扇沙与左手骤然握掌为全 大道魂后的钢筋力势肆意搏发 杀时间坚硬的山石狂然炸裂 四周的大地都为之一产 红武魁猝不及防向后扬倒 老乞丐跌坐在地面路京剧 饶时他亲眼目睹仍是不可置信 突然红武魁发现酒葫芦也被震宝 视若珍宝的美酒全都倾洒出来 老乞丐气急败坏 指责善杀与故意为之 月夜下一老遗少吵闹片刻后便各自休息 而与此同时 在腐顺的大力宝却有两人无法入面 万宅象与折目领围坐在石桌旁面色缠重 慕容世家对外宣称慕容冬天死于心脉衰竭 对此您怎么看 稍微懂点武功的人都知道 慕容冬天那种高手怎么会死于心脉衰竭 很明显就是扇杀与动的手 只不过慕容世家羞于承认吧 万宅象直言之前追杀队在本西与扇杀与也发生过摩擦 一名大力宝金锐也是被震断心脉而死 这位大力宝宝主面带回 当时就应该拉拢他的 当时你就算拉拢他也会被拒绝 你忘记他就我们出来时所说的话了吗 若非你给了那些塞北流民足够的报酬 单凭你驱使那些流民对抗慕容世家这一件事 便足以让大力宝也沦为慕容世家同样的下场 不过幸好扇杀与不会投靠武功盟 否则狮子盟又凭空多出一位劲敌 慕容冬天现在死了 这将是大力宝占领沈阳的绝佳机会 我还有事在身不变久留 等你的好消息 严霸折目凌起身告辞离去 这位狮子盟的年轻翘楚并不像他表现的那般平静 折目领心中暗暗担忧 那位武功齐高的少年到底是敌氏友 而另一边 在沈阳城内 一名斗笠男子行色匆匆地走进一处九楼 男子竟只走向二楼角落出的一张桌子 随即抱拳行李正欲开口禀望 却不料被桌前的男人伸手阻止 大天商团的拳斗患是一属下烧的 现在正讲到关键时刻 随即凝神看向不远处的另一竹 只见数名时刻正围拢在一名男子身旁 独腿男子正绘声绘色地讲述当日北领洞里着 那个少年有着一双堪比女人的手 但你们无法想象那双手的力量有多么恐怖 只要被他触碰到 你的肌肉和骨骼都会瞬间扭曲 整个黑剑队在他手下简直不堪一击 他轻飘飘地一掌拍向地面 整个北领洞的冰湖都化作了焦土 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腿已经断了 但我感觉不到任何的疼痛 因为那个少年助力在我面前就仿佛大山一般 强大的威尸压的我没有任何知觉 他的气质就像从天而降的战神 那股闭腻天下的气势根本无人可挡 围观的时刻都被男人的讲述正在当场 而男人则是心有余悸地继续会议 我一期听到他来此事为寻找一个女孩 听他的口音应该是来自塞北 我敢确定 他那句当我折死就是塞北口音 全斗患听到此处心头一颤 随即不动声色地出声询问 明辉 你觉得这个故事如何 聂明辉表示男子的讲述太过夸张 天下哪有这般超凡入圣的武功 空穴来风未必无音 我要马上动身回太原 你去跟丐帮打探一下那个战神的底心 聂明辉当即抱拳拱手沉生领命 现在说说吧 慕容东天的死因到底是什么 按照慕容世家的说法是死于心脉衰竭 但不清楚是因病还是外力所为 有传言称是死于暗杀 全斗患摩缩着茶杯陷入沉思 有意思 连家主的死因都不敢公布 不知道慕容世家跟那个战神发生了什么 小一少仅用三天从沈阳奔至太原 红武魁万分悔恨没同意骑马起来 他也没料到自己说要用轻功感动 眼前这个少年便不眠不休狂奔了三天 两人进入太原府后来到一处酒楼 用餐期间红武魁向扇沙宇介绍起飞伤的情报 原来在元朝战败推到北方后 中原地区崛起了一个大天商团 大天商团发展迅速引起了飞伤的解惕 因此只要有大天商团分会的地方 就一定会有飞伤的分会 而大天商团又跟丐帮联系密集 因此红武魁信誓旦旦表示 他一定会帮忙打探到非常的相信 正在此时街道上传来一阵喧哗之声 只见三名护卫拦住了一位男子的去 扇沙宇抬眼望去不由得瞳孔猥琐 只见被拦住的那名男子满脸杀气 扇沙宇心下意灵 他敏锐地感觉到对方周身散发的冲天杀影 红武魁也好奇地抬头望去 老乞丐面露男色表示情况不妙 而正在此时被拦住的男子朗声开口 我当是谁 原来是黄大公子 传闻你仗着父亲的势力滥杀无辜 受你羞辱含恨自尽的女子也有几十位 康威说到此处杀意更甚 原朝人刚被赶走没多久 你们这些邪魔外道就开始横行霸道了 几名护卫文言历史大漠 纷纷提到便要动手 突然身后传来一道嗓音令他们住手 黄义武缓步上前 表示他愿意出重金聘请康威为他笑容 康威文言嘴角泛起一抹冷笑 黄大公子只怕没听过我名副魔刀的名号 严霸康威手指一条刀环 腰间短刀腔然出桥 老子的刀就是为了斩妖面膜而练了 严霸康威周身气势陡然一边 凛然的刀意冲天而起 几名护卫听到名副魔刀的名号豁然变怂 而正在此时数道寒忙骤然而止 几名护卫还不带有所反应 便被康威欺身而上斩杀殆尽 黄义武见此情形瑟瑟发抖 避时间不知所措 而此时酒楼里的红武魁站起身来 你要介入这场纷争吗 如果那个刀客说的是真的 那个黄义武根本不值得救 红武魁表示虽然黄义武十恶不赦 但他父亲统帅的帮派同属正道士 总不能见死不救 善杀语却对红武魁的说法吃之以鼻 所谓的正道无非也是自封的罢了 要去你自己去 而此时康威已经纵身疾虑而去 一刀凌空悍然劈向黄义武 后者大惊失色煞事间面如死灰 而就在此时红武魁飞身掠直近前 老乞丐大喝一声高下流人 康威只觉得眼前人影一闪 红武魁以七身而至一脚踢出 后者连忙抬臂格挡 老乞丐一招魏谷又接连踢出竖条 康威手针短刀 斑飞连踢竖刀 短瞬间两人连过树招南分高下 莫然间红武魁抓住空荡一掌空出 康威收招不及被一掌印在胸口 觅势如断线风筝扳道飞出去 康威连退竖杖沉身弯腰稳住身形 这位名副魔刀的脸上多了一丝女主 随即只见他手指轻轻一勾 刀柄处的刀环竟被他取了下来 这位刀客的眼中闪过一道利索 随即甩手猛地将短刀飞至而去 短刀挂动风生直奔红武魁烟喉 老乞丐连忙飞起一脚踢向刀面 趁着剑戏沉身喝道 少侠留守 老朽只是想让你留他一命 落在红武魁四周 带到老乞丐察觉到银丝收紧为时已晚 康威森然一笑冷声开口 抓住你吧 严霸左手猛然紧入 刀环拉扯着银丝骤然缩紧 红武魁立时如被怪莽缠身牢牢狂重 康威足间猛一点地 手持短刀暴掠而去直扑红武魁 一直注意着场中局势的扇杀鱼目光一鸣 少年将澎湃的内力运至掌心 随即拼手抄起桌上的一副竹块 鱼扇杀鱼手腕一鸣 两根竹块如离弦之剑般急射而去 下一秒只见两根竹块精准的射断银丝 红武魁连忙摆脱银丝的束缚 随即心有余悸地看向对方 只见康威重心不稳接连倒退了束缚 这位刀刻面陆金害不可置信 他的银丝即使是明鉴都无法轻易争断 如今竟被人用一双筷子射断 念及此处康威惊怒交加 是谁在鬼鬼祟祟案中偷袭 胆不敢堂堂正正出来一站 他顺着筷子射来的方向抬头望去 却看到酒楼窗前空无一人 正在此时一只手掌按在他的肩头 一道平淡的嗓音在他耳边响起 堂堂正正吗 那阁下使用暗器算是堂堂正正吗 扇杀鱼双眸淡然缓缓开口 今日之事就此作罢如何 身后突然有人出现康威历史大惊 随即手中短刀斜撩上提直刺身后 看来阁下是非要动手不敢 严霸扇杀鱼身形一转闪过赌道 借旋转之力一脚悍然飞起横扫了去 康威还没等看清少年动作 便被一脚扫中面颊 巨大的尽力历史将他扫飞出去 还不带他落地 扇杀鱼根身进步请至近前 左手舒然探出一把扣住对方手腕 随即右手一把擒住康威尖头 少年双手猛一叫力 后者手臂历时传来一声脆响 扇杀鱼并不理会康威的毒 左手探出一掌印在对方背心 后者短刀脱手脱 人也随之被轰飞出去 康威跌落在地接连翻滚出去树掌 这位刀客强忍疼痛一记懒鱼打滚站起身来 康威此时心下骇人 那个少年的招式天马行空 他根本无法抹 而正在此时那柄短刀奔略而止 赫然是静止射向他的眉心 男人是名震江湖的绝顶刀客 就连堂堂盖帮长老都不是他的对手 可如今他却要被自己的短刀夺去性命 营绕跳动 伴随着扇杀与双指微微一挫 附着在短刀上的雄魂刚气怦然炸立 康威慌忙双臂架起互助面门 但人还是被澎湃的精力轰飞出去 历史如断线风筝般倒掠出去石树掌 轰然撞在一处墙壁上才停下身心 在此期间红武魁端降着银丝陷入沉思 他发现这所谓的银丝竟是以金刚石打造 这位该帮长老心头一颤 一道灵光在他脑海中一闪失 而另一边的战场中 康威还不再调整好内心 只见扇杀与谋中寒光一闪 随即纵身扑略至康威近前 少年双掌拢在身侧 将雄魂的内力运至双掌之间 康威念露惊恐心中暗道无命修影 而正在此时红武魁突然高声呼喝 扇少侠手下留情 扇杀与闻听此言神色一面 可也然收招不及 雷霓万钧的一掌悍然轰出 以下一秒只见墙壁轰然倒塌一时间烟尘四起 红武魁见此情形瞠目结舌 这一掌下去只怕对方早已视骨无存 却不料扇杀与在最后时刻双掌偏移了一尺 显之又显地避开了康威的头颅 劫后余生的康威双目圆瞪瞳孔缩紧 扇杀与缓缓开口 今日之事便到此为止了 说到此处少年话风一转 还是说你仍既希望于你的同伙身上 康威闻言面色一鸣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而与此同时在百米外的一处高楼 一名斗笠男子手持弓箭立于屋脊之上 男子遥遥注视着场中局势难难自已 年纪轻轻便有如此功力属实不易 但在千步神功面前也不过是个人行把 男子张公搭建瞄准远处的少年 江湖上后起之秀如过江之计 你且安心上路吧 言霸男子缓缓闭上双眼 树西过后男子眸中金芒暴舍 周身尽力骤然薄发运底四只百海 下时间方圆数十丈内景象清晰可见 甚至连数百米外的气息波动也一览无余 不曾想正在此时一道嗓音清晰传入男子耳畔 我劝你这样 斗笠男子豁然变色 那个少年竟能用出千里传音 可能你还不清楚 我已经放过了你 不要再挑战我的耐心 此言一出斗笠男子双目圆瞪不可置信 但他仍不死心准备一箭洞穿少年头颅 扇沙雨面带寒霜回头冷眼扫去 少年双眸之中寒芒乍现 随即周身气势陡然跋升 雄魂霸道的刚进以扇沙雨为中心激荡而去 斗笠男子只觉得一股进风扑面而来 竟是将他吹拂得战力不稳向后倒去 头上的斗笠也随之飘落半空 男子强行稳住身形心神俱颤 半晌过后男子默然一笑 随即抱拳拱手同样传音回去 是在下不自量力 隔下手段高明在下配合 来日再行跑 扇沙雨遥遥凝望的男人沉默不如 而正在此时红武魁走上前来 只见扇沙雨只勾勾盯着远处的屋景 而此时那名斗笠男子早已消失不见 老乞丐见少年神色凝重不由的出声询问 扇沙雨沉默良久表示并无踏实 红武魁见状并未多言 旋即领着扇沙雨朝山上走去 期间扇沙雨询问为何方才让他留守 红武魁表示是因为抗威所用的银线 你有所不知 那种丝线是由金刚石制成 乃是黑暗伤团中刺客独有的武器 只要监视他多少都能得到关于黑伤的情报 扇沙雨却表示如果抗威跟他的同伙联手 纵使是他也未必能轻易取胜 红武魁闻听此言大吃一惊 他还有同伙 不错 他从你开始动手的时候就一直盯着你 如果当时他也出手 你必死无疑 红武魁却对少年所言不甚在意 表示有扇沙雨在他根本不担心 在红武魁的带领下两人射击而上来至一处山门 待到行至山门脚下扇沙雨抬头望去 只见山门的扁额上空无疑字 红武魁表示此处是丐帮在太原的坟斗 扁额上空无疑字是因为丐帮狭义为怀 任何人如果没有落脚地都可在此处休整 谈话间二人来至一间破败的庙内 红武魁表示这里便是丐帮的坟斗 严把老许在探索按下墙壁上的一块石砖 历史有一道隐蔽的石门缓缓离开 扇沙雨跟随着红武魁穿门而过 随即只听着密集的竹棍敲击声传来 一众丐帮弟子抱拳拱手功声行灵 红武魁看着眼前这一幕面带自豪 只见宽阔的广场上聚集了上千名丐帮弟子 表面上这是一间破破烂烂的寺庙 但无人能想到他的背后竟暗藏玄机 扇沙雨做梦也没想到这里便是堂堂丐帮分门 红武魁将扇沙雨领置一间密室 并向他介绍起了这里的情况 原来太原分舵负责收集中原的所有情报 并在核实这些情报后上报总舵 因为元朝使节带走歪解是十年前的事情 相关的情报已经送到了总舵 所以红武魁已经派人前往总舵联系 随后老启盖叫来了分舵负主张素颖 询问对方是否搜集到了黑商的情报 后者表示太原的黑商分会老板名调连思议 不但经商有道且武艺高强 最让人头疼的是此人十分谨慎 即使是身边最亲近的人也不会完全信任 所以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盖帮分舵的弟子正在全力打探他的消息 你真的打算与黑商为敌吗 他们与五龙盟关系密切 一旦撕破脸皮你将来的日子可就难了 闻听此言善杀雨微微一笑 你是担心我会直接杀上门去 红武魁表示以善杀雨的个性极有可能 另外长老要求调查的那个刀客已经查明 确实是明府魔刀无误 此人现在被积压监牢等待判决 红武魁听到这个消息面色震惊 如果真的是他那可就麻烦了 而与此同时 在太原府幽暗的监牢之中 康威盘息而作难难自语 邪魔外道必须除掉一个不留 这位名府魔刀额头上轻轻暴起 神情逐渐疯垮 漠然间康威双目圆瞪一声爆火 邪魔外道必须除掉 严霸康威如麻干般的手臂突然囚结隆起 原本受削的身形竟是诡异的暴涨数目 守卫的狱卒听到一响微微一愣 而此时牢房内的康威手腕一抖 一根藏在身上的银丝积射而去 两名狱卒寻生走来查看情况 却丝毫没有注意到一根丝线缠住了牢门 下一秒只见牢门被银丝脚的怦然炸裂 碎裂的木屑四散纷飞 康威嘴中仍在嘀嘀咕咕念的不停 阻止消灭邪魔的也是邪魔 而狱卒看到眼前这一幕已经吓得贪乱在地 康威宛如一尊将士魔神森然开口 你们这些邪魔外道都该死 扇杀与剑红武魁面色沉重不由的侧目望去 你听说过他 独测 他在江湖上可谓是凶名赫赫 据传名副魔刀康威身高七尺有余 用的是一把五尺长剑 他是五龙盟的五大克星之一 修为在五龙盟的高手终能排进前五 麻烦的是他的神志有些问题 他对正义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 更可怕的是他对正义有着自己的定义 他会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来衡量正义 并对他所谓的邪魔外道施以雷霆手段 康威一路横冲直撞闯出大雨 只见监牢外横七竖八躺满了狱卒的尸体 一名手持长弓的斗笠男子傲然而立 这位名副魔刀剑状稍稍冷静下来 铁骑神弓引到央冷冷开口 我也是没办法 事太紧急 严霸斗笠男子将背上的长剑扔向康威 后者批手接住询问何是如此紧急 严慈一找你好像是与五龙盟和黑伤有关的事 康威拔出长剑语气森然 无非是让我去给他们擦屁股 让他先等等吧 我得先处理一些事情 严霸康威一阵手中长剑转身离去 此时的贺祥派中 黄义武肥硕的手掌猛的一拍桌子 这位贺祥派的少主言辞激烈 爹 你的儿子差点就被别人宰了 你就这么无动于衷 管起来算什么 宰了他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 门主黄杜正立声训斥 还不是你横行无忌 你知不知道你给我们贺祥派惹出多少麻烦 那些短命鬼自询短见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眼见儿子如此不堪 黄杜正贪坐在椅子上长须短叹 而黄义武此时眼中凶光一闪 豁然转身走出门外阵地高呼 贺祥派弟子听令 我乃贺祥派少主 那个混蛋欺负了我 就是打我们贺祥派的脸 大家且随我去大域 将那混蛋碎尸万段 言霸黄义武带头朝大门走去 一众贺祥派弟子紧随气后 不曾想他刚刚推开帮派大门 便看到一名如铁塔般的壮汉堵在里面 康威面露争鸣咧嘴一笑 黄义武还来不及反应 只见一道寒光兜头盖脸劈了下来 下一秒这位贺祥派的少主便被一分为二 剑气驱势不减 竟是将身后众人纷纷震飞 厅堂内的黄渡正见此情形悲愤甜音 这位门主怒吼一声长剑出强 随即身形暴掠而去直扑院中的康威 后者双手持剑默然一笑 黄渡正 是你生了这个小畜生 你才是邪魔外道的根源 黄渡正足肩在纷飞的木屑上轻轻一点 肥瘦的身躯竟是轻盈的凌空乐器 随即借下坠之势一剑当空悍然屁下 康威依然不惧提剑上撩对着而去 两剑羌然对撞在一处 金铁交击之声凭空乍下 康威语带疯狂 果然贺祥派也是邪魔外道 今日必须将你们铲除 言霸康威手中力道陡然激增 竟是生生将黄渡正正飞出去 黄渡正身形如陀罗般接连旋转 随即单手主地五指千进地面 这位门主倒略出去树杖 才堪堪稳住身形 黄渡正满脸怒意 我们贺祥派向来行使端正 整个太冤府有目共睹 康威痴然一笑 我只相信我自己的判断 黄渡正见状不再多言 周身真气透体而出 澎湃的真气在他的操控下 竟是凝结成了气节 康威见此情形瞳孔微缩 他没想到这位门主还有如此熟 只见一柄柄器剑在黄渡正周遭凝聚成形 这位贺祥派门主守掐剑绝 忽然点出 一柄柄器剑立誓如飞黄般急射而去 素柄器剑携风雷之势 直奔树杖外的康威起来 后者见此情形不敢拖大 先是一记苏情杯剑当开袭向后心的一剑 顺是一招缠头国脑崩散至刺面门的器剑 康威目光很利森然开口 老东西 这便是你的全部实力吗 堂堂江湖大佬被亲儿子活活气个半死 可当不成器的逆子被他人生生活批 黄杜正瞬间暴怒化身下山蒙 眼见术道器剑急射而至 康威手中长剑上下分飞舞的密布透风 竟是将诸多器剑禁术格挡在 眼见黄杜正一番强攻下康威毫发无伤 一众贺祥派弟子瞠目接舌进阶变死 黄杜正此时也不由地渗出一滴冷汗 这位贺祥派门主牙关紧咬嘴角抽搐 随即将周身真气灌注于长剑之上 只见磅礴的真气竟在长剑上凝聚成一把巨型气节 康威见此情形微微错梦 而黄杜正此时足间猛一顶 身形飞略而起直扑康威而来 后者咧嘴森然一笑 这次看起来还不错 只见康威猛的后撤一嘴 随即攻邀他被将长剑置于身侧 这位名副魔刀放生狂向 但只有这种程度仍是不堪一击 言霸康威一声怒吼 拧腰转身借妖马之力一剑横挂而出 一道刚猛八道的剑刚激荡而去 略至半空中的黄杜正大惊失色 这位门主在享受招闪躲已然不及 那道剑刚转瞬间奔略而至 竟是生生将黄杜正拦腰斩作两劫 剑刚去世不解 就连黄杜正身后的小楼也被一剑挡平 夜幕下一声轰然巨响滑泊太远腐的夜空 而另一边的丐帮分舵中 扇沙宇和红武魁围坐在一团篝火旁 老乞丐正满脸自豪地介绍着 丐帮的黑暗料理 扇沙宇却对铁锅中传来的意味满脸嫌弃 此时一名丐帮弟子在张素仪耳边低语汇报 后者听大脸色一鸣 扇沙宇两人见状侧目望去询问发生了何事 张素仪面色沉重 表示贺翔派已被康威灭门 一老一少闻听此言皆是斗然一惊 与此同时 在太原府内的一出土豪 康威一身煞气地缓步进入楼面 来到二楼后 康威注视着楼下的赌客愣愣出声 正在此时身后传来一道低沉的嗓音 只见一名伙计抱拳行李公声开口 康大侠 方主正在里面等 严霸伙计领着康威往赌方里间走去 两人一前一后来至一处隐蔽的惊世 伙计轻轻疏落地转动桌子上的一尊铜像 只见镜室内的墙壁上缓缓开启一道暗门 伙计攻身行李示意康威里面起 密室内一位红袍男子窝在长椅之中 见康威近来男子缓缓开口 宁府魔刀亲临此处不胜荣幸 康威四下打扬一番轻声赞叹 方主还真是挑了个好地方 随即他面色一尘开门见山 说吧 唐我来此到底所为何事 连思义闻言也不再客套 直言请康威前来是有一事相求 康威目光一寒 可是出自五龙盟的命令 连思义直言此乃他的私事 但对五龙盟也颇有意义 康威闻听此言心下了然 随即竟是转身欲走 既然不是五龙盟的命令 那我也不必听你指挥 告辞 不曾想连思义胸有成竹悠悠开口 康大侠且慢 我听闻康大侠已铲除邪魔外道为己任 如今有一伙塞北人毫无禁忌地攫取中原财富 康大侠难道能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吗 连思义如同一只蛊惑人心的恶魔继续开口 据我所知 大天商团是十年前一对来自塞北的父母创建 他们每年在中原连财超过数千万两 我们黑商名下的生意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闻听此言康威转过头来不可置信 大天商团并非中原势力 不错 而且我听说五龙盟正在与大天商团谈判 纵使利润可观也不该与外地人做生意吧 听到此处康威已经是怒不可了 一只铁手将长剑捏的搁之作响 这位名副魔刀仿佛是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这些人都是邪魔外道统统该死 严霸康威豁然转身语气坚决 放心吧 大天商团很快便会在太原府消失 看着康威满身杀气的离去 连司翼一张脸上满是笑语 而一位头戴斗笠的男子也从里间走不出来 引到央语气之中满是钦佩 不愧是 聊聊几句话就能让他听令行事 连司翼谐言扫去以带自豪 你太抬举我了 康威的父母死于援军手中 自那以后他便对中原以外的人群充满敌 我只是稍微给了他一点动力把 仅此而已 这就是你的可怕之处 再者 那件事仁安计划进行吗 那是自然 本就想要你一同前往的 走吧 去吃泪桥 与此同时 在太原府内的一处酒楼 扇沙宇还是没能适应丐帮的黑暗料理 最终选择独自来到酒楼小酌一杯 扇沙宇端起酒杯心中思绪万千 回想起方才在丐帮分舵得到的消息 少年心中不由地泛起愁愁 自己当初没对康威痛下杀手 不知是对是错 什么 你是说康威把贺翔派灭门了 不错 贺翔派满门弟子无一活口 门主黄杜正与棋子黄义武的死事 还被吊了起来 洪武奎面色震惊 饶是他也想不出 康威此举是只为泄愤还是另有误了 张舵主 挑选几名好手密切监视康威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张素仪当即抱拳拱手 沉生领命 扇沙宇从回忆中缓不舍来 随即又琢磨起这些线索的联系 按照洪武奎所说 黑伤形势极为隐蔽 所以目前的首要目标 只能是先接近大天商团 正在此时几道身影吸引了他的注意 扇沙宇收敛思绪抬眼望去 只见一女两男手持长剑走上二楼 扇沙宇一眼便认出男子道袍上的云文 他在那本江湖名路上 见过慈乃花山派的灰景 而那名女子身材曼妙红杀正面 一双秋水减同顾盼生姿 可当扇沙宇注意到女子袖口的梅花刺绣时 少年心中瞬间了然 华山派信奉道教从不收女弟子 但有一人让其打破铁律收入门下 此人便是江湖人称三花之一的血梅花端木松颜 华山派自古信奉道教从不收女弟子 而这名女子却魄力让华山派收入门下 三人来到九楼后发现二楼坐无虚席 端木松颜一双妙目四下打人一反 一眼便看到窗边独占一张桌子的扇沙宇 仔细端详下她发现少年双眸神华内脸 自有一股沉浸淡然的气质 端木松颜连步轻易走上前去 直言九楼座位已满 征询善沙宇是否可以同桌用餐 善沙宇抬头微微一笑欣然同意 三人随即就座换来小二点了些许吃食 期间端木松颜向善沙宇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和门牌 其余两人也向善沙宇做了自我介绍 一人名叫何宗仁 另一人叫桑木河 他们都是来自华山派的二代弟子 原来是华山派高徒 幸会 在下善沙宇 来自塞北 看善少侠呼吸绵长 想来也有武艺在身 不知是和门和派 善沙宇表示自己并非中原武林门牌 确实是有一些武技在身 但只为防身护命不值一提 听到对方不肯透露自己是城门牌 端木松颜心中不由地暗暗警惕起来 却不料还不带多聊几句善沙宇便起身欲走 天色已晚 在下就先行告辞了 眼见少年离去河宗人羽带深意 寻常人听到血梅花的名号可不会这般冷静 端木松颜却显得颇为平静 表示江湖之大 对方没听过自己的名号也属正常 目前形势下我们还是得多加小心 此人说不定就和冥府魔刀有所刮割 对此端木松颜却言之早早 他认为这个少年与赫祥派被灭并无关系 他确实有武艺在身 但我完全感受不到他的气息 尤其是他那双沉寂的眼睛 那是淡漠一切的眼神 对于师姐的判断 桑木河有着不同的意见 他表示不管冥府魔刀实力如何强横 也不会蠢到单挑太原府势力最大的门牌 以我对康威的了解 他是一个依据自己信念形式的人 所以他不屑于也不可能与他人合作 你们两个也不用猜了 一切等明天见了大天商团的拳斗患自然之小 一夜无话三人在客栈安顿下来 第二天一早端木松颜正在屋内练剑 转头的瞬间正巧看到扇沙宇横穿过街 端木松颜微微一愣随即凝神观桥 带道确认是昨夜在酒楼偶遇的少年 端木松颜心神一动 不知怎地扇沙宇总是让他心中略打不安 这位雪梅花突然好奇起对方这么早去往何处 面及此处端木松颜当即送见环翘 随即足见猛一点地飞身掠出窗外 而正在此时屋外响起轻轻的敲门声 师姐 今天要去大天商团现在就得出发 过了半晌见屋内无人回应 桑木和二人推开房门 但进入房间后却发现屋内空无一人 而与此同时 在太原府的另一处客阵 康薇哭坐在屋内不停地喃喃自语 这位名府魔刀的眼神逐渐凶利起来 他们都是邪魔外道 必须铲除他们 言霸康薇豁然起身一把抄起长剑 大天商团 我康薇是要将你们斩尽杀绝 而另一边 在太原府的大天商团分会中 总管正义笔笔会抱着分会近日的账目往来 当拳斗幻听到今日要宴请太原之舟的时候 这位分会会长眼中闪过一抹脚霞的光芒 随即吩咐总管成风从帐房被足营养 昨夜城墙坦坦 休憩城墙的活计我们大天商团必须挣到手 拳斗幻嘴角勾起一个玩味的笑容 既然砸钱就网大了砸 依次给那位支舟喂个宝 总管将拳斗幻的嘱托一一记下 随即起身抱拳拱手准备安排下去 我听说明辉从沈阳回来了 你去叫他过来 不多时明辉便来到书房会报起他打探到的消息 据他了解慕容冬天是死于那位战神手中 但不知为何丐帮不肯透露关于战神的情报 拳斗幻文言眉头紧重 在他看来丐帮不会无缘无故如此 至于黑商 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任何新的动向 拳斗幻听到此处不可置信 大天商团与黑商一直在明争暗斗 但过去的三个月里对方一直毫无动作 对此拳斗幻心中隐隐感到不安 他所熟知的莲思义从不是坐以待毙之人 据属下所知 五龙盟的五大客卿之一康威出现在了太原 而且昨夜这位名副魔刀公然大开杀戒 消息称他先是斩杀了贺翔派的少主 紧接着又一剑结果了门主皇度质 随后一人一剑将门下弟子屠露殆尽 整个贺翔派可谓是鸡犬不略 至于他为何血洗贺翔派尚未查明 但属下猜测他来太原的目的一定与五龙盟有关 且五龙盟与黑商关系密切 很可能黑商最近会有所幸 全斗换对属下的推测表示认同 但饶是他与莲思义多次交手 也猜不出这位老狐狸到底在酝酿着什么阴谋 要是小姐在的话就好了 以小姐的才智绝对能猜到他们的计划 正在此时一名属下从前院狂断而来 属下气喘吁吁冲进书房表示有小姐的担心 全斗换文言大喜莲盟命属下呈上 这位分会长尼慕诗航的看完信件 可看着看着全斗换猛然间变了脸色 片刻后他一把将书信重重地拍在桌上 整个书房内一时间落真可恶 半赏播后还是明辉壮着胆子问起书信的内容 小姐与五龙盟的谈判并不顺 他们要求我们不可向其他势力出售兵器 说到此处全斗换面带杀衣 更过分的是他们要求小姐嫁过去与他们联姻 女侠与少年前一晚刚刚在酒楼欧 不曾想第二天一早女侠竟开始尾随少年 端木松颜一路不远不近掉在扇杀鱼身后 看着少年不疾不许行走的背影 端木松颜心中不由地暗暗思想 这位神秘少年到底有何目的 漠然间扇杀鱼转头看向身后 石方上的女子却早已消失不见 望着石方少年微微叹气轻声自语 想一起走还不如直说 何必这样笨手笨脚的掩耳盗银 躲在拐角处的端木松颜屏住呼吸 这位华山派的天之娇女心神激荡 她已经完全隐匿了自身气息 莫非仍是被对方发现了不成 而正在此时她的一双妙目猛然圆灯 只见一名手持长剑的壮汉拦住 善杀鱼去路 善杀鱼冷言扫去淡淡开口 昨夜才灭掉赫祥派 今天还敢招摇不适 明府魔道当真是一高人胆大 臭小子 又见面了 正好你我之间也须做个了断 端木松颜看到这一幕瞠目结舌 看情形两人似乎早就相识 莫非真如桑木河所说 善杀鱼也与赫祥派被灭有关 念及此处端木松颜不自觉地握紧长剑 善杀鱼对康威的言语威胁丝毫不拒 她此时好奇的是 对方被折断的手臂如何在一天之内恢复如初 且对方曾败在自己手下却还敢找到自己 看来这位明府魔刀并非浪得虚明 而康威此时也同样心念顺转 她心知眼前的少年武艺非法 可对方曾阻止她手刃黄义武 定也是邪魔外道无疑 念及此处康威咧嘴森然一笑 猛地握紧手中长剑冷冷开口 臭小子 我知道你的修为不低 说到此处康威周身尽力骤然夺发 澎湃的真气鼓荡不息 可你也是邪魔外道 不铲出名 我心难安 不曾想正在此时一道身影飘然而止 只见一袭红衣翩然落在两人中间 端木松颜手持长剑身如黄鹰 善少侠又见面了 少女眼神之中满是明重 稍后我们再聊你跟明府魔刀的关系 言霸端木松颜禁止走向康威 善杀于满脸不解 只怕这位血梅花是误会了什么 而此时端木松颜朗声开口 康前辈好久不见 松颜在此有礼了 康威见状放下了手中长剑同样回忆 心中却是泛起了嘀咕 血梅花端木松颜为何会突现太原 莫非是收到了九重府的密令 念及此处康威单刀直入出言发问 不知端木女侠应何来此 自然是为前辈而来 听说前辈在太原府大开杀戒 晚辈奉命前来了解情况 你是说贺翔派吗 你可知那个小畜生祸害了多少无辜之人 你的这番说辞那些受害者能接受吗 名为正道门派的少主却横行霸道 他的父亲管教无方不加约束 千里之低溃于义学 百寻之无焚于细虎 康威傲然一笑言语之中满是自豪 邪魔外道若不铲除于萌芽状态 将来势必酿成更大的灾祸 为此我图尽十个 哪怕百个宗门也亦不容辞 说到此处这位名副魔道眼神骤然叶 玄即将手中长剑提至身前 就算对方是铁武门麾下的势力我也不拒 一旁的善沙宇听霸微微叹气 他一时间也不知该如何平排 而端木松颜此时悠悠开口 华山太隶属久重复 康前辈来自五龙盟 说到此处这位女侠横见在胸 毕双妙目毫不退让地盯着康威 如果康前辈不听劝道仍旧一意孤行 一旦我们两个动手可就代表两方势力就此台战 喧哗的街道煞时间充满肃杀之气 善沙宇的神情也逐渐凝重起来 因为他发现四周渐渐围龙起许多人 无数的吃瓜群众聚在一旁窃窃私语 这不是华山派的血梅花吗 那个应该是灭了贺翔派的康威吧 他们两个怎么要打起来了 善沙宇心中暗道这些人不知轻重 一旦双方动手势必伤及无辜 而正在此时桑木和两人恰巧路过 他们一大早便开始四处寻找尸体 见到前方围拢了众人和众人好奇的望去 却只见一袭红衣的师姐与人对峙当场 再到看清对手没让他抖然一惊 那不正是明府磨刀康威吗 两人当下也来不及多想 纵身飞略过人群高声呼吓 师姐 我们来住 端木松颜闻听此言微微分神 而就在此时康威眼神抖然一寒 手中无耻长剑羌然出窍 端木松颜稍慢一步同样把电 随即身形翩然一转如蝴蝶起舞 就在两柄长剑即将撞至一处的时候 一道身影如鬼魅般掠直近前 扇纱与双掌探处抵住二人长剑 少年的语气依旧淡然如水 二位勤慢 你们一位是华山派成了名的女侠 一位是五龙蒙声名显赫的五大客亲之一 一旦拼尽全力大打出手 这四周的百姓难免被殃及吃鱼 不若就此罢手择日再战如何 康威嘴角抽搐 他心知今日若被扇纱与一言劝腿 来日面对此人定无勇气再战 面及此处这位名副魔刀一身幕后 斩妖除魔则无庞弹 言霸康威手中力道陡然激增 扇纱与剑此情形谋中闪过一缕寒芒 随即雄魂霸道的刚劲激荡而起 澎湃的尽力自他白皙的手掌喷波而出 如大江东去涌入康威持剑的手臂 后者一时间只觉得周身气血逆行 瞬间发出一声惨乎 康威第二次感觉死亡离自己如此之急 可下一秒内股霸道的刚劲骤然消散 康威不可知心地看向眼前的少年 扇纱与松开手掌轻轻往后一推 康威足下亮腔往后连退了两步 饶是这位名副魔刀心高气傲 此时此刻也不禁心有余境 两名急冲而来的华山派弟子愣在原地 他们没想到昨夜偶遇的少年竟如此强横 而扇纱与则是轻叹一声 阁下所言并非无礼 我也不想网造杀业 言霸一把拉住端木松颜的柔椅 后者花容变色惊声交呼 善 善少侠 善沙宇却是不管不顾拉着他静置离开 少女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后起之秀 行走江湖以来从无男子胆衣轻方泽 而如今却被仅有一面之缘的少年抓住御手 善沙宇不由分说拽着端木松颜便要离开 不曾想此时康威的嗓音从身后传来 阁下且慢 还未请教阁下姓氏名水 少年回头望去淡淡开口 在下善沙宇 严霸拉着端木松颜挤出人群 桑木和两人连忙紧随其后 独留下康威自己呆愣愣站在原地 这位名府魔刀内心痛苦万分 他不想背弃自己的信念向对方屈服 奈何对手实力太过强大 看来自己只能寻找一个帮手了 而另一边善沙宇刚挤出人群便遇见两人 两名丐帮弟子抱拳行礼 表示他们正奉长老之命监视康威 善沙宇回头又看了一眼康威 直言现在并不适合继续监视 他此时心神不稳 倘若被他发现 你们定遭不测 端木松颜见丐帮弟子对善沙宇如此恭敬 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 眼前的少年绝非反人 而两名丐帮弟子则对善沙宇攻生致血 表示他们会被加小心 桑木和二人跟在善沙宇身后神色怪异 半晌过后还是何宗人弱弱开口 善少侠可否先行撒手 善沙宇后之后觉得松开手掌连声致歉 桑木和初言连忙打圆场 表示该动身前往大天商团了 善沙宇闻听此言心头一颤 当即询问对方可否一路同行 桑木和欣然隐漠 而端木松颜则回想起临行前师父的嘱托 桑木 此行任务艰难 但务必要成功 不只是为了酒重复 也是为了你自己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你要心中有数 哪些人该结交 哪些人要远离更要多加私了 请剑圣放心 徒儿定当铭记于心 他此时确信善沙宇和康威有所嫌弃 而且对方与丐帮关系密切 从刚刚那两名丐帮弟子的话中判断 此人或许与丐帮长老还有些交情 如此看来对方便是自己要结交之人 他日说不定可谓九重复缩 念及此处端木松颜柔声开口 走吧 大天商团离此不远 不多时一行人便来至大天商团太原分会 带行至门口善沙宇放眼望去 只见眼前丹营克绝飞格留丹 只一处分会便如此堂皇 足见大天商团财力之雄 端木松颜从怀中取出一块玉佩递给门房 直言自己要见分会会长 站在其身后的善沙宇眼力极佳 一眼便看到他手中的那块蝴蝶玉佩 少年微微一愣随即摸向怀 他也有一块形状相近的蝴蝶玉佩 只不过他的这块更小一些 这还是十多年前在塞北的时候 一个名叫苏小和的女孩送给他的 这是我最看重的东西 现在送给你 总有一天我会成为富甲天下的商人 到时候你拿着他来找我 回想起往是善沙宇会心里想 不知道那个小丫头来到中原后过的如何 想到此处善沙宇心中有了计较 这次来大天商团除了打探黑商的情报外 说不定还能获得一些苏小和的消息 门房通报过后领着一行人往内宅走去 不多时几人便来至分会的内院 总管成风暴全行人 原来是三华之一的端木名侠 诗敬既然你有小姐的信用 那您就是大天商团的贵客 这边请 严霸城风领着一行人往一处小楼走去 一路上亭台楼阁错落有致让善沙宇颇为惊叹 但不知为何她突然冒出一个荒唐的想法 当年那个小女孩现在也会有这么豪华的庄园吗 正在此时端木松颜的话打断了她的思绪 善少侠 我是前几日在铁武盟结识的一位朋友 他跟大天商团比较熟悉 正好大天商团在太原友分会我就顺便来一趟 说到此处少女与待深夜 所以善少侠如果想在江湖闯荡 还是要多结交一些江湖朋友 善沙宇听得莫名其妙 只是轻轻点头跟在众人身后 半赏过后一行人进入会客厅 只见屋内凋梁化洞气盼失足 分会长拳斗换早已等在此处 众人分兵主落左 拳斗换开门见山 询问端木松颜可是为民府磨刀康威而来 后者也不啰嗦直言却是想获取相关情报 我们关注康威很久了 他最近跟黑商的莲思义打了火 一旁的扇杀雨听大心中暗道果然如此 程总管 把账策拿给端木女侠过目 这上面记录着有关莲思义的所有情报 包括她的生意往来以及她与官府 乃至一些江湖势力的联系 只不过我们至今还没查到她的下落 原本这些情报不会向外人展示 但既然端木女侠有小姐的信物自然另当别位 我们现在还没查清康威来太原的目的 但我们怀疑一定与非商有关 而且这多半是出自五龙盟的命名 端木松颜拿起账策仔细言读 当他看到一则情报时不由地轻声念了出来 二十年前与慕容世家就人口贩运达成合作 此言声如闻吟 但却如同一道惊雷乍响在扇杀与脑海 全斗焕敏锐地捕捉到了少年的一样 此人自从进入慧客厅一直毫无反应 但为何当听到慕容世家的消息时反应如此强烈 全斗焕嘴角挂起似笑非笑的表情 虽然对方迅速收敛了神情 但少年那双沉浸的眸子还是让他心生警惕 而正在此时端木松颜悠悠开口 天下没有免费的情报 不知道全会长想要什么 全斗焕之言他想要九重府的庇库 以此来将大天商团可能发生的损失降到最低 大天商团有官府庇库 只怕用不到我们九重府吧 端木敏霞有所不知 赫翔派被灭属于江湖纷争 官府不管情有可原 可昨日数十位狱卒被杀官府依然没有动力 我怀疑太原的之州已经跟武文盟达成默契 只怕从现在起官府将不会干涉康威的任何行动 端木松颜表示自己没能力调动整个九重府 全斗焕直言只需调动太原府周边的江湖势力即可 端木松颜权衡立弊后答应了这个条件 善沙宇看着两人暗藏积风寸立必争 心道此二人都不是寻常之辈 而正在此时全斗焕将目光投向善沙宇 还没请教这位小兄弟是 如此隐秘地会谈端木女侠能请小兄弟一同前来 想必小兄弟也定非持终之物 还不待善沙宇开口解释端木松颜接过了话头 表示他请善少侠同行实则是有一事相求 闻听此言善沙宇微微一愣 端木松颜直言自从慕容冬天死后 丐帮便开始封锁消息 不仅是九重府 甚至整个铁武盟都没有任何情报 听到端木松颜提起此事 全斗焕不由地多看了善沙宇几眼 善少侠 我知道你跟丐帮关系匪浅 如果你能帮我们拿到情报 九重府必有重谢 善沙宇听霸缓缓闭上双眼 原来对方跟踪自己 就是因为自己与丐帮的关系 漠然间少年睁开双眸 周身气势陡然一变 端木女侠 我跟丐帮的关系 没你想得那么密集 此时的善沙宇面若寒霜冷冷开口 我可以代为转达你的要求 不过还请别抱太高的期望 言霸善沙宇豁然起身 不打扰各位密谈了 告辞 两名华山弟子皆是 被少年强大的气势正在当场 就连江湖惊艳颇风的拳斗患 也开始渗出冷汗 此子不出所料过非凡人 端木松颜懊悔自己 操之过急连忙娇生疾呼 善少侠请留步 少年前脚刚霸气侧露地救下女侠 可当听说女侠接近自己另有目的后 少年瞬间变了脸色态度落幕 眼见善沙宇豁然起身告辞欲走 端木松颜花容失色连忙出生挽牛 但少年却质若罔闻静止转身离去 端木松颜对于自己的草率万分懊悔 自己与对方刚刚相识 娇浅延伸已然犯了江湖大忌 拳斗幻表面上抱怨着善沙宇太鼓敏感 而实际上却暗自将对方记在心上 自家小姐这些年一直在寻找一位少年 据说是她小时候青梅竹马的玩伴 听口音对方同样是来自赛北 尤其是那双眼睛跟小姐描述过的一模一样 不知道那个少年是不是小姐一直在找的 却说善沙宇独自走出大天商团 她已经得到了关于莲思义的情报 下一步就是找到这位黑商方主的行风 而她刚走出大宅便有一名丐帮弟子迎上起来 对方直言是凤红长老之命请她回丐帮一旬 而与此同时 在太原郊外的吴祖山 一道身影在密林之中缓步前行 此人正是败在善沙与手下的康威 两名负责监视的丐帮弟子遥遥掉在康威身后 目不转睛地盯着康威的一举一动 突然一名弟子只感觉腹中一阵脚膨 见同伴脸色怪异李妍慌忙出声询问 你先盯着她 我肚子闹开了 马上回来 不曾想带到李妍回头继续监视 哪里还有康威的身影 李妍当即抓耳挠腮不知所措 却丝毫没注意到一道身影巧人逼近 漠然见一道嗓音在她身后响起 让她不由地回头望去 只见康威正一脸寒意站在她身后不远处 看样子你是在找我 李妍被突然出现的康威吓得瘫坐在地 此时一根细如发丝的银线树然而止 还不带李妍反应过来便缠住了她的脖梗 但只见荧光一闪 一道血剑立石飙射半头 李妍的死事栽倒在地 而康威则向密林中的两道身影走去 白袍人不解康威为何对一名乞丐痛下杀手 康威直言一个乞丐断不会千里迢迢跟到这里 显而易见 对方多半是封丐帮之命跟踪我 尹道央对康威的判断深以为然 随即沉声下令 你却将这附近彻底搜查一番 说不定他还有别的同伙 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赤泪墙的位置 马大元躲在不远处拼命捂住自己的嘴巴 这位丐帮弟子此时滔滔落泪 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为自家兄弟报仇 却说康威二人一路行至一处山路 绕过山脊后一座红瓦庄园映入眼帘 正是黑商在此修筑的秘密据点赤泪墙 庄园内联司翼坐于廊下望向广场 一名黑袍属下正在攻声禀报 主人 这批奴隶已经彻底完成洗脑 他们可以完美地执行各种命令 不日便可交付武龙盟 如果再让他们练剂演武 那他们的战力将在上一个台阶 联司翼听罢微微汗手随即轻叹一声 总感觉还是少了点东西 属下表示这批奴隶的身体素质 已经调整到最佳 一旦学会武功 他们将是一股强悍的战 联司翼听罢微微摇头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他们的资质并非上场 说到此处他不由得咬牙切齿 二十年前的那个小女孩 是个绝佳的鸟子 只可惜他在途中逃到了那个地方 正在此时康威与尹道央结伴而来 康威直言来此事想请联司翼帮忙 而尹道央则是将刚刚偶遇起该的事情 讲了出来 联司翼听罢心头一颤 这位老狐狸瞬间联想到二人可能被跟踪了 康威却是满不在乎 表示对方仅有一人已经被他解决掉了 尹道央也表示 确实没找到其他任何人的踪迹 你也不必太过担心 谁能想到郊外的山里会有黑伤的秘密据题 联司翼却是万分谨慎 直言是时候将赤类墙搬走了 两人听罢皆是面色震惊 他们知道联司翼已经在此苦心经营了二十年 二十年的心血而已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只要武林门派之间存在纷争 只要明朝和北渊持续对立下去 我们这笔买卖就能一直做下去 不必计较义士得失 严霸连肆意看向康威询问对方有何事相求 这位明府磨刀咧嘴森然一笑 就是想拜托你帮我找一样东西 而另一边的丐帮分堕中 马大元跪在堂前痛哭流涕 一众丐帮弟子围在四周 红武魁面色沉重 听完马大元讲述前因后果 这位丐帮弟子一头出地连连扣手 扇杀与怀抱双臂轻叹息 不曾想自己当初所说敬意与成衬 红武魁表示 李延之死罪魁祸首是康威 劝马大元不必太过自责 而张素仪则猜测五祖山 定是莲思义的藏身之所 红武魁汉手表示赞索 他也没料到 莲思义竟会躲在太原城外的山区 而正在此时一名丐帮弟子狂奔而来 口中高呼五祖山那边传来的消息 长老 在五祖山确实发现了一处秘密距离 请您下令为李延兄弟报仇 红武魁听罢豁然起身沉声下令 张舵主 你负责留守奋斗保卫后方 同时密切关注大天商团的情况 我总感觉那里会有大事发生 随即红武魁面向众人声落红中 众弟子听令 六代以下的弟子随张舵主负责留守 六代以上的弟子随我前去诛杀康威狗贼 一众丐帮弟子轰然应若生震酒下 严霸红武魁看向一旁的扇杀鱼 见对方转身欲走不由的出声询问 丐帮虽然人多势众 但如果对上康威这种高手难免死伤惨 所以你就想先赶过去自己解决掉他 扇杀鱼沉默不予算是默认了对方的猜测 臭小子 你也未免太看清我们丐帮儿郎了 一起走 少年微微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这处秘密据点建在山中二十年无人发现 而如今却突然有一个乞丐半夜来乞讨 红武魁演技浮夸的故意惊叹一番 引得两名黑伤护卫不由的侧目关桥 红武魁走上前去表示自己想乞讨些范事 并承诺如果将来两人沦落江湖可以加入丐帮 两人闻听丐帮二字立时紧张起来 其中一人当即便要拔剑动手 却被老乞丐探手抵住剑柄无法拔出 我就是要个饭而已 犯不着拔剑杀人吧 言霸红武魁咧嘴森然一笑 下一秒只见两名护卫撞碎大门道飞出去 随即跌落在碎木块中生死不知 红武魁沉声下令 兄弟们 啥 速战速决 话音刚落一众丐帮弟子轰然应命 众弟子手持逐棍如下山猛虎于贯而言 黑伤护卫剑撞纷纷达剑对攻而去 一名丐帮弟子一马当先 一棍骤然点出正中一名护卫胸口 随即一事横扫千军又将另一人扫翻在底 双方转瞬间捉对厮杀战至一处 下时间整个赤类墙内喊杀声瓷气啤 这手上的功夫可也是硬的 诚如红武魁所说 不到一刻钟的功夫丐帮已近战上风 而正在此时一名护卫手持长剑直奔二人冲杀而来 眼见对方略至近前红武魁依然不惧 老乞丐双手腹后飞起一脚正中对方面门 三十年没洗过的脚趾准却戳进此人鼻孔 红武魁微微一笑足下满难发力 下一秒那名护卫便如皮球般被他一脚蹬飞 阁楼上的连思义一拳恨恨地砸在栏杆上 这位黑伤方主此时怒火攻烧 他本打算明日一早将那批奴隶运走就销声匿迹 却不料丐帮今夜便杀上了来 连思义怒声询问康威去了哪里 尹道央表示对方已前往图灭大天商团 尹大侠难道准备袖手旁观吗 如果任由这些叫花子在此撒野 武龙猛也会损失惨重 我不是那个年轻人的对手 只能等待时机 况且你为何不总做准备 我对你真的很失望 说到此处尹道央缓缓缓放下手中茶杯 不会影响到黑暗商团与武龙猛的合作 这里的所有事情跟黑伤和武龙猛都没有关系 自始至终都是你一个人的所作所为 连思义听罢咬牙切齿怒上心头 他明白对方已经摆明了想不合拆桥 一旦贩运人口的事情暴露出去 江湖上的正道门派势必群浅而攻之 而他就是那个被推出去的替罪羊 面及此处这位黑伤方主下定决心 随即走上前去遥遥俯视着红武魁二人 连思义强装镇定陈身开口 堂堂盖帮竟然夜袭他人庄园 传扬出去只怕会惹人耻笑吧 连思义 我们盖帮的一名弟子死在此处 老夫特来讨要一个说法 善沙宇文言抬头望去 今日他终于得见这位神秘的黑伤方主 二十年前便是此人将师父的女儿拐走 哼 你说我杀你盖帮弟子可有证据 我看你们盖帮分明就是一大蹊跷 红武魁表示己方有证人在场 倘若连思义问心无愧便让盖帮搜查一番 这么说你们盖帮是铁了心的跟我过不去了 红武魁眉头紧皱眼含杀意 你杀我盖帮弟子在先 跟你过不去又当如何 连思义冷笑一声随即将一枚短哨放入嘴中 伴随着他轻轻吹起 诡异音森的哨声飘扬而去 玄机只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从四面八方涌来一群人拦住了盖帮众人 这些人身披麻衣面容呆滞 赫然是连思义为五龙盟训练的那批奴隶 一众盖帮弟子见此情形微微变色 片刻后一名弟子手持竹棍率先攻去 竹棍挂动风声劈向一名奴隶头颅 但对方仿佛没有意识竟然不舍不必 证明盖帮弟子瞳孔作梭不可置信 电光火时间他手中的竹棍有缘劈下 竹棍将对方头上的兜帽击落 露出的竟是一张毫无表情的孩子面白 扇杀与二人见状皆是瞠目皆舌 而此时连思义的狂笑声传入众人耳中 这位黑商方主撞弱疯癫 不必惊讶 他们已经被训练的感受不到任何痛楚 你们该帮不是自诩江湖正派吗 我倒要看看你们对这些孩子能不能下得去手 扇杀与文掩掩中杀鸡毕露 这个老狐狸死上千百次也不为我 而正在此时尹道央也悠悠开口 严思义 你违反约定用这批奴隶做挡箭牌 有些不合规矩吗 命都要没了还要什么规矩 如果你不想这批奴隶都死在这就赶紧出手 否则你也不好向五龙盟交差吧 尹道央听罢眼神阴力脸上一阵抽搐 足足沉默了半嗓过后他还是沉声开口 雪剑客听令 下一秒只见一道身影如鬼魅般飘然出现 赫然是五龙盟豢养的精锐力量雪剑客 伴随着尹道央一声令响 这位剑客一个纵月便跃至栏杆之上 雪剑月夜下寒芒一闪 雪剑客拔剑出桥 随即飞身从阁楼上扑略而下 数名剑客从四周悄然出现紧随气候 这些孩子虽然年纪上小但体型 却与成年人无异 很明显是被人用外力摧上了肌肉骨 不止如此他们还被人隐秘法控制了神志 即使现在万分恐惧 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也不敢移动分毫 而且这种状态明显是无法恢复 这样下去这些孩子恐怕都活不过二十岁 面积此处善杀鱼心中怒火滔天 师父的女儿会不会也这样惨遭毒手 红武魁看出善杀鱼杀心大气 连忙伸手按住少年尖头 老乞盖语气无比严重 杀鱼 别冲动 那些白衣剑隔是五龙盟的人 一旦你大开杀戒事情恐怕就无法挽回了 善杀鱼嗓音冷落寒冰 你身为丐帮长老 眼看着弟子被杀就这样无动于衷 红武魁长叹一声 表示丐帮与五龙盟目前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 北渊尚未完全驱逐 所以我们这些江湖势力也都达成了一种默契 事情发展到最后多半会相互妥协 江湖就是这样 每个人的口中都高喊着狭义为先 可一旦牵扯到自身利益时 哪会过得上什么倒影 可你不一样 你并非中原武林人士也无门无派 一旦你出手卷入 其中五龙盟绝不会放过你 善杀鱼冷然一笑 长老 你能听到这些孩子的啜泣声吗 他们明明怕得要死却不敢退后引 你能听到那些丐帮弟子的哀嚎吗 他们本就食不果腹 为何还要来此与人拼杀 我十四岁开始习武至今不过十二载 长老习武的年头应该远比我长 说到此处善杀鱼怒发冲天升阵如雷 倘若我被习武却不敢尊同本性 那我且问长老 你学这天破神功又有何用 善杀鱼的一番话让红武魁心神颤抖 他自担任丐帮长老之后 遇事向来权衡利弊 如今看来自己的心境 还不如一位少年洒脱 弟子们还在奋力拼杀 而自己却仍瞻前不后 面及此处红武魁猛地抽出腰间长鞭 这位丐帮长老豪勤顿其朗生一笑 好小子 那名血剑客就这样被活活定死气伤 手领见此情形微微变色 陈生嘱咐一众手下多加小心 而红武魁则是双手插腰高声呼喝 兄弟们 咱们今日就放开手脚 我们丐帮也沉寂太久了 该让他们看看咱们这些乞丐的厉害 话音刚落一众丐帮弟子轰然应骂 转瞬间将剩余的血剑客围在中间 红武魁一马当先甩动长边发起进攻 长边协风雷之势呼啸而至 一众血剑客不敢应接纷纷避让 红武魁一招逼散众人后陈生下令 结打狗阵 血剑客首领文言大惊 慌忙提醒手下撤出包围圈 不曾想分神之际被一名丐帮弟子一棍点在后心 痴痛下首领豁然转身正欲反击 却又被这名八代弟子一棍戳中面门 首领强忍疼痛翻身掠走与对方拉开身位 却不料那名弟子跟身进步又是一棍同伴 首领飞身掠起足肩在棍稍轻轻一点 随即纵身朝外围的其他丐帮弟子掠去 他此时无心恋战只想尽快突出重围 但明显为时已晚 只见一名丐帮弟子在同伴肩头猛然一遍 随即整个身形如同离弦之剑般盘射而去 戒下坠之士一棍悍然披下郑重首领后继 其余想要突围的血剑客也纷纷杀鱼而归 此时此刻丐帮的打狗阵已然成形 善杀鱼看着身后这一幕心中暗自赞叹 随即他将目光投向阁楼上的连丝翼 这位黑伤方主此时正咬牙切齿怒火中烧 他万没想到五龙盟的精锐在丐帮手下也没讨到好处 而正在此时善杀鱼目光陡然一海 随即足间猛一点地拔地而起 身形暴掠而去至扑阁楼上的连丝翼 而后者还在碎碎念地抱怨自己没早点跑路 漠然间连丝翼只感觉一股进风起来 下一秒只见一道身影已然略至近前 连丝翼惊距交加双腿一软瘫坐在地 善杀鱼左手探出道道钢气营绕气上 少年的嗓音如同万古寒冰 连丝翼 二十年前你从慕容世家买走了一个女孩 她叫韩湘雅 你还记得吧 如今她身在何处 这位黑伤方主第一次感受到死亡如此迫近 本想开口应答却发不出丝毫声音 而正在此时一道嗓音悠悠传来 少侠 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 引到央缓缓拉开自己的破日功 这位铁骑神功森然一笑 这次可不一定谁输谁赢了 话因为卧影到央一剑斗人射出 那枚箭矢身上竟凝聚着一道金色真气 十余杖的距离飞剑转瞬极致 要是扇杀宇早有防备 也没想到对方出手竟如此之快 只见一道金芒疏忽而至轰然射向她的胸膀 少年煞时间被巨大的精力带飞出去 扇杀宇偏然落地胸口带着那枚羽箭 少年眉头青醋缓缓吐出一口啄气 引到央一剑射出力十月上栏杆闪目关桥 连思义以为引到央一记得手 在一旁欢呼雀跃连声叫好 而引到央则是在仔细观察后面沉似手 只见扇杀宇右手握着那枚羽箭缓缓起身 箭头探出虎口不足三寸 显然是少年在最后关头握住了他实在必格的一剑 扇杀宇凝视着手中箭矢心有余计 若非自己瞬间后略拉开一段距离 只怕已然被对方一剑惯凶 少年甩手将箭矢扔到一旁冷声开口 你很擅长抓机会 只可惜这唯一能杀我的机会你没把握住 男人用弓箭摆布之内向来力无需发 如今却被一位少年徒手接住他的权力意见 引到央一击不中当即运起 惊眼天士工细细观桥 煞时间扇杀宇周身气息流转在他眼中一两玉 只见少年丹田之中一股磅礴的刚进眼无法 丝丝缕缕的真气透过头顶板会学扶摇之上 引到央的猴头不自觉地蠕动了一下 他不敢想象少年小小年纪内力竟如此精准 片刻后他强行稳住心神又抽出一根羽箭 随即足下发力从栏杆上一跃下 引到央身形略至半空张弓搭剑 一缕金色真气被他凝聚于剑身之上 与剑疏然而至直奔扇杀宇袭去 后者身形飘然后撤轻松避开 扇杀宇眉头倾促心中甚是不解 对方以弓箭剑长 为何不与自己拉开距离反而欺身上前 而正在此时引到央人随剑至奔略而来 这位铁骑神功眼中金芒大作 周身真气在体内运转不息 引到央抬手松弦动作连贯一气呵成 这次他竟是十枚箭矢连珠发射 扇杀宇发足狂奔接连闪躲 速度之快已然带起道道残影 引到央始终与少年保持十余丈距离 手中动作不停一时间功如霹雳贤金 一枚枚箭矢急射而去 就连一尺后的石墙都被射得千疮百斗 阁楼上的莲丝翼目光灼灼地盯着场中局势 引到央虽然同为五龙猛五大客亲之一 但目前看来却奈何不得那名少年分厚 这位黑伤方主心中已经打定主意 此地不宜久留还是趁早脱身为妙 却说扇杀宇一路纵略接连避开语见 少年心知这样下去只能被动挨打 眼见前方出现一感大气 扇杀宇探手一把抓住棋杆 少年奔略速度本就极快 握住棋杆后身形猛然一转 下一秒整个人如同一颗出塘炮弹 借旋转之力直扑引到央而去 后者见状当即足下发力倒掠而去 扇杀宇一扑卫果稳稳落地 随即足间猛一点地身形暴力而起 再度直追引到央攻杀而去 眼见少年瞬间转手围攻 引到央心下骇然 手中动作不停又是实践连射而出 扇杀宇身形如鬼魅一般 飘忽间将众多箭矢一指过 两人一追一逃不知不觉来至一处行 引到央毫不犹豫飞身退入楼内 扇杀宇不已有他当即纵身直追而来 而正在此时引到央右手骤然探出 一根根银线自他手腕处击射而去 转瞬间竟是在楼内布下天罗地网 少年猝不及防煞时间冲入阵中 扇杀宇心中暗道一声不妙 右脚连忙踏前一步指出身形 臭小子 现在才反应过来 完了 言霸引到央右手向后猛然一折 银丝骤然缩紧搁像扇杀宇搏狗 不曾想少年动作更快竟是瞬间退至门口 但几缕发丝还是被锋利的银线割了下来 从一开始你跟我拉近距离我就感觉不对 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我引到此处 本来挺有趣的一件事 被你看穿了就没意思 扇杀宇文言双目一寒 你觉得这一切很有趣吗 少年伸出双指将雄魂的钢筋汇聚指尖 雷急在一旁的银丝上猛然一拍 一股刚猛霸道的精力沿着丝线激荡而去 下时间诸多银线承受不住怦然断裂 目屑纷飞中少年的嗓音悠悠传来 那些孩子看起来不过十三四岁 却被你们祸害成这般模样 引到央见到眼前这一幕大惊失色 这些银线乃是用金刚式熔炼而成 并非单纯的内功身后便能阵断 他万没想到眼前的少年小小年纪 对内力的把控进到了这般如火纯青的境界 扇杀宇眼中杀鸡毕露继续开口 跟你们这种人交手我都觉得脏 话音未落少年身形一审是 引到央心下大海慌忙倒立而逃 扇杀宇紧随其后追击而止 少年双足在狼柱上奋力一蹬 不曾想刚经过拐角就看到对方瞄准了自己 扇杀宇双目一寒右掌豁然抬起 危机一掌悍然拍在一旁的狼柱之上 伴随着少年掌中尽力猛然一睹 雄魂霸道的刚劲骤然勃发 煞世间整个小楼竟是轰然倒塌 碎石纷飞中引到央更大双眼不可置信 对方的一掌之威竟然恐怖如斯 烟臣四起中引到央飞身掠出小楼 这位铁骑神工险些被掩埋在废墟之中 还不等他稳住身心 一道身影便阴魂不散地追至近前 引到央见状不由地咧嘴自嘲一笑 他贵为五龙猛五大客亲之一 如今却被一位极其无名的少年逼到这般地步 面积此处引到央缓缓开口 你我生死搏杀却仍不知彼此性命 在下引到央 人送绰号铁骑神工 我将善杀雨来自塞北 今日必娶你狗命 引到央误然一笑不再多言 抬手间又从剑囊中抽出石眉宇剑 这位铁骑神工左脚猛然踏出一步 原本恢复如常的双眸再度金光翼 只见十枚宇剑在他尽力的牵引下 近诡异的悬停深浅 引到央运进周身功力附着骑上 每一枚箭矢在真气地催动下旋转不停 这位爵士攻守弯弓射剑如行云流水 下一秒只见十枚宇剑竟是汇聚在一处 裹挟着风围之势直奔少年喜去 但杀雨依然不惧左掌疏然探处 一股磅礴激荡的刚进资少年掌中对轰而去 倒到刚进煞时间将众多箭矢包裹其中 原本附着骑上的静力被他角度支离破碎 下一秒只听得一声轰然巨响划破夜空 两人静力对重下金氏镇的四周碎势纷飞 还不带烟尘散去扇杀雨身形骤然而止 一只白膝手掌如泰山鸭顶直奔引到央天灵盖派来 眼见少年一掌明空悍然拍响 引到央瞳孔作缩惊怒交加 这位铁骑神功不甘坐以待毙 慌忙调动剩余全部攻力一箭射出 双方距离不足一仗根本必无可避 只见那枚箭矢快似流星席向扇杀雨投入 少年若冠之年便已练成绝世神功 轻飘飘一掌便能将一处房屋摧毁殆尽 眼见引到央一箭陡然射向自己面门 扇杀雨腰腹猛一用力在宫中豁然转身 少年白皙的手掌疏然叹出 澎湃的尽力竟是将那枚箭矢生生逼平 扇杀雨一把将羽箭抄在手中 旋即身形不停继续扑略而下 只一瞬两人便措身而过 下一秒只见那枚羽箭定入引到央眉心之中 扇杀雨偏然落地冷冷开口 我说过今日必取你狗命 你且安心上路吧 话音刚落引到央双膝一软死是栽倒 一众血剑刻见此情形惊怒交加 而红武魁看到这一幕也是不可执行 但他转瞬间便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经此一亿五龙盟势必会掀起腥风血雨 面积此处他四下关桥想先抓住连思义 却发现那名黑伤方主早已消失不见 殊不知此时一匹快马正朝着太原府飞驰狂奔 马背上连思义惶惶如丧家之犬 他心中明了丐帮一定封锁了所有出路 他必须赶往大天商团找到康威 有康威的护送他才能安全离开太原 而此时此刻的大天商团外 康威嘴搅勾起一抹残忍的笑容 下一秒只见大天商团的中门轰然炸裂 随即庄园内传来此起彼伏的彩调声 正在会谈的端木松颜二人皆是一惊 正在此时总管乘风气喘吁吁的跑来汇报 乘风直言康威已经杀上了赖 商团护卫正拼死抵抗但难党齐锐 劝权斗焕先行撤离为妙 休要胡言 倘若我走分会必将不复存在 小姐人还在五龙盟势必陷入险境 桑木和两人听到消息也甚是不解 纵使康威实力强横为何会突然袭击大天商团 而端木松颜却是瞬间明白其中关窍 五龙盟多半是断定与大天商团合作无望 因而出此下策使大天商团无法与其他势力联合 一行人慌忙赶至前院 只见广场中一众护卫与康威对峙当场 商团护卫怒吓一声直奔康威攻杀而去 康威却是未然不拒手持长剑对攻而来 只见康威身形如蝴蝶穿花般一闪过 下一秒月夜下残之段逼漫天飞舞 一众护卫竟是被他斩杀殆尽 这位冥府魔刀放声狂笑 你们这些邪魔外道都该死 此时又有一名护卫从他身后洗来 康威冷眼扫向身后嘴角一扯 随即手腕向后微微一动 常见历史洞穿那名护卫的胸膛 眼见同伴惨死又有两名护卫纵身扑揽 但却还没等近身便被康威一剑劫 纵使护卫们恨不畏死的接连顶上 但双方实力相差有如云霓之笔 康威每一剑斩博都有一名护卫毕命当场 这位冥府魔刀有如杀神将士 满怨护卫竟无一人是他一和之家 护卫统领叶明辉见此情形咬牙切齿 这位护卫统领服下发力能1.1 随即身形暴略而起之扑康威而去 你的疯子 老子今天必须在了你 康威森然一笑语带嘲讽 就凭你这点本事 言霸同样奔略而去直取叶明辉 聂明辉借下坠之士一剑凌空悍然屁下 康威一招举火烧天横剑格挡 两人瞬间站至一处 重重剑影煞时间漫天划过 康威剑法大开大合一剑猛刺一剑 而聂明辉则是勉力支撑逐渐落于下风 十招过后康威一剑正推聂明辉冷声开口 你也就这么点本事 我可没心思陪你玩 言霸这位冥府魔刀周身气势陡然攀升 下一秒便将手中剑鞘甩手致向聂明辉 剑翘骤然而知聂明辉慌忙数剑格挡 不曾想正在此时康威的身形转瞬而至 聂明辉瞳孔皱缩心中暗道不好 但还不等他反应康威已然横见而过 下一秒只见聂明辉腰间标射出一道斜肩 这位护卫统领竟是被康威一剑拦腰斩断 拳斗焕看到这一幕脸色铁青不可知性 聂明辉是他的心腹爱讲 竟然就这样惨死他人之手 聂明辉咬牙说出自己最后的遗言 康威你不得好死 没错我也觉得我将来不得好死 但得等我宰了拳斗坏之后 严霸这位民主魔刀身形暴力而起 直扑不远处还在惊恶之中的拳斗坏 半空之中康威放声狂笑 你这个邪魔外道的铜拿命来 危机一剑当空悍然劈向拳斗坏后路 但长剑劈至对方头顶一尺处却在南寸井 赫然是桑木和二人架住了康威是大力臣的意见 康威休要放肆 我们华山派不会坐视不理 康威闻言大怒手中力道又加重了 长剑交击处火星四射却不能砍下分毫 而正在此时只见一道身影偏然落在剑田 端木松颜撬脸寒煞娇声吏齿 九重府不会任由你来伤无辜 言霸端木松颜飞身跃起一剑陡然刺处 长剑疏然而至直奔康威耿嗓咽吼 后者连忙仰头避过同时收剑阁挡 桑木和两人剑撞七七挥剑斩向康威下盘 却被后者飘然后彻轻风堵 现在了他再说 言霸三人齐齐朝康威围攻而去 康威竖剑在前挡住横扫而来的两剑 人却也被巨大的精力震的连退术 这位名鼓魔刀心下骇然 他没料到这两名华山弟子剑是如此刚猛 此时端木松颜七身而至一剑陡然刺处 康威将长剑偏一半寸用剑刃堪挡度 身形再度被剑身上传来的精力震退术长 忽然撞自身后的院长上飞出去 康威双眼眉面色凝重 三花之一的血眉花果飞浪得虚明 漠然间这位名鼓魔刀怒目元真 身上的肌肉竟是诡异的又暴涨树北 在内力的催动下只见他倒到青金隆起 周身肌肉囚结如太古魔神 异殿突生下桑木和二人大惊失色 就连端木松颜也是信眼元真不可置信 下一秒众人只觉得一股剧力陡然传来 三人历时被震的倒飞出去 端木松颜足间在一块碎石上轻轻一点 随即身形偏若惊鸿飘然倒略而去 这位女侠在半空中输然旋转卸去力量 旋即身形稳稳落地 所用的赫然是华山派独门轻功暗香飘 反观何宗人两人则是稍显狼狈 两人足下发力连退竖杖才稳住身形 三人退到不远处皆是小心戒备 康威咧嘴森然一笑 刚刚那是暗香飘吧 果然精尿绝伦 而此时的三人却对康威的崩围质若网 他们曾听师父说过江湖上有一种秘法 可催生骨骼肌肉使自身力量激增 如今亲眼得见还是让他们震惊不已 康威却是冷然一笑缓缓开口 怎么光是见到我这样就吓傻了 那你们如果知道五龙盟的计划 还不得吓晕过去 这个男人身高70体重却只有80斤 可一旦他暴走后肌肉骨骼竟能暴涨数位 转瞬间便可化身堪比魔神的标形巨寒 康威一见正退端木松岩三人后森然开口 我能告诉你们的只有这么多 再说下去恐怕全胜第一个要杀的就是我 不远处的全斗幻文艇此言心中震惊 莫非康威所说的计划是由皇甫军岳亲自制定 而此时的康威并不像他表现出的那般淡定 端木松岩的实力他方才已经领教一二 另外两名华山弟子的武功也不容小觑 如果这样缠斗下去胜负之术尤为可知 念及此处康威将长剑交于右手之上 随即左脚踏前一步攻身弯腰拉开架势 端木松岩见此情形柳梅微醋 适才康威一直是用左手持剑拼杀 不曾想这位民主魔刀竟是惯用右手 而另一边的武祖山赤类墙内 几位残存的雪剑客正准备拼死突围 红武魁则是面色冷峻甩动长鞭 长鞭力士如怪莽出洞般飙射而去 瞬间将一名雪剑客搏梗牢缠缠住 伴随着红武魁持鞭手臂猛然发力 这位丐帮长老如同离弦之剑飞掠而去 一即飞膝悍然撞在那名雪剑客面 随即这位老乞丐身形飘若游龙 闪转腾挪间另外三名雪剑客纷纷中招 其中一名雪剑客倒地之后还在不断咒骂 红武魁毫不犹豫一脚猛然踩下 那名雪剑客立时投入炸裂毕命当场 此时解决完引到央的扇沙宇来至近期 红武魁直言莲思义已经逃离此处 扇沙宇却没有表现出太过担忧 不是还有这些雪剑客吗 从他们口中审问出莲思义的去逐即可 红武魁表示雪剑客是五龙盟的精锐 早已受过严苛的训练 纵使用尽手段只怕也得不到想要的答案 扇沙宇面色阴沉淡淡开口 放心他们一定会告诉我的 丐帮弟子将幸存的雪剑客绑扶起来拖至近前 一共12名雪剑客此时只剩下6人存 此时红武魁将注意力放在一旁的那些孩子身上 这位丐帮长老心电顺转 只要他们抓住了逃跑的连思义 丐帮就有了跟五龙盟谈判的资本 而如果能让这些奴隶恢复正常的神智 那这些孩子将成为揭露黑伤恶行的直接证据 红武魁探手轻轻拍在一名孩子肩头 小娃娃 该帮会保护你们 直到你们的身心恢复正常 却不料老乞丐稀松平常的一个动作 却让这名孩子万分惊恐 这名奴隶竟是条件反射般的拔剑出窍 一便抖身下红武魁豁然变色 而那顶长剑以骤然而窒息向他的面门 老乞丐亲历后仰堪堪毙过横扫而来的场景 随即身形飘然后撤 与对方拉开身位 而此时其余奴隶也仿佛受到了刺激 纷纷发足狂奔直奔红武魁攻杀而去 扇沙宇踏出一步将红武魁护在身后 少年双眸淡然语气平静 还是交给我吧 他们好像误解了你的好 红武魁文言微微一惊 扇少侠 他们还只是孩子而已 放心 我不会对他们下重手 严霸扇沙宇足下发力某的一跺地面 一块三尺剑方的青石砖 竟是被踏上升阵气 少年左手疏然探出 霸道的钢筋迎绕骑上 扇沙宇一指轻飘飘点在青石砖上 下一秒只见那块青石砖怦然炸裂 无数的碎石块在钢筋的裹鞋下急射而去 碎石如暴雨离花般击中这些奴隶的穴道 百余名孩子竟是被瞬间制服不能动弹 一众丐帮弟子见此情形纷纷窃窃私语 他们没想到长老带来的这位少年竟还有这般手段 扇沙宇缓步上前抱住一名不能动弹的孩子 一如当初韩武伯救下他一般 从现在开始没人再能控制你们 你们恢复自由了 这名孩子不知听懂了与否 可眼中的热泪已搏框而出 胡武魁将几名残存的雪剑客拖至一处 控制住一众奴隶后扇沙宇反身来至近前 说说吧 连思义到底去往了何处 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扇沙宇闻言双眸之中赏过一缕寒毛 危机双指闪电般探出 接连点中这名雪剑客胸口三处大雪 后者的手臂竟然不受自己控制地动了起来 扇沙宇将一柄短剑塞到此人手中 眼见短剑不受自己控制地慢慢逼近 这名雪剑客面露惊恐却游自嘴硬 雪剑客死也不会出卖自己的同伴 扇沙宇闻言心中不由地微微移动 好 既然你要当英雄我就成全你 伴随着少年双指轻轻一勾 那名雪剑客的手臂再度不受控制地改变方向 竟是朝他身前的另一名同伴刺去 雪剑客历时大惊 拼命地握住自己的手腕 但那只手仿佛不是他自己的一般 短剑仍一寸寸地刺向同伴的耿嗓咽喉 这名雪剑客眼中满是恐惧高喊的助手 扇沙宇嘴角翘起对他的哀求置入网门 你不是把同伴的性命看得比自己还重要吗 那我就让你亲手将同伴一个个怎样 到时候如果你还不肯说出连肆意的笑 我就放了你这位英雄好汉 红武魁看着眼前这一幕不由的嘴角翘起 雪剑客个个被训练得心如肩铁 不能背叛同伴是他们从小被灌输的理 扇沙宇此举虽然太过残忍 却能瞬间瓦解这些精锐的心理防线 果不其然 眼见同伴要惨死自己手下 那位雪剑客再也扛不住这种压力怒声开口 住手 我说 莲思义定是逃往了大天商团 扇沙宇面色如常出声询问 此话当真 绝无虚言 他之前拜托康威除掉大天商团 康威也答应了他的请求 扇沙宇文言微微汗手陷入沉思 红武魁出声询问少年意欲何为 扇沙宇面色沉重 我得去大天商团一趟 必须得抓住莲思义才行 这里就拜托给长老吧 言霸扇沙宇足下发力猛一点地 随即只见他腾身而起消失不见 下一秒轻视地面怦然炸裂碎石纷飞 尽力带起的狂风吹的众人眯起双眼 树袭之间扇沙宇已奔略出去百余帐 他心知即是有那三名华山弟子作证 大天商团也多半不是康威的对手 如果去持了莲思义并然逃出伤天 关于师父女儿的线索也将再次断掉 念及此处扇沙宇全力施展秦宫 月夜下只见一道残影直奔太原府城而去 这里本是整个太原府最豪华的展员 如今却因为艺人的到来变得破败不堪 权斗幻观察着场中局势暗暗思存 如今他的性命都仰仗那三名华山弟子 纵使大天商团有一处机关 可让整个庄园毁于一旦 他不惜一死但却不想让小姐蒙受损失 总管成风再度劝说自家主人趁机逃跑 而全斗幻却对属下的规劝致若网 眼见三名华山弟子与康威殊死搏洞 这位弱不禁风的商团领袖悠悠开口 既然端木松颜已经与我定下盟约 我纵使生死也不能背弃我的盟约 伤人重力不假却更该信守承诺 说到此处拳斗幻捏紧拳头难难自语 小姐恕罪 拳斗幻活将无法再为您笑领 但我绝不会背弃许下的门约 而正在此时康威一声怒吼腾身跃起 端木松颜连忙低声提醒两位师弟小心 这位名副魔刀运进周身功力凝聚剑身 随即一剑悍然啼下 只见术道剑刚立时飙射而去 端木松颜见此情形神情肃勿勿 这位华山女侠足坚点滴后撤一步 同样将全部内力灌注于剑身之上 端木松颜凌空月起如一朵傲雪寒眉 煞时间周身剑气鼓荡凛然肆意 随即端木松颜将诸多剑气汇聚一处 一剑悍然递出恰似寒眉绽放 两人各持长剑术呼间对攻而去 桑木和两人剑状慌忙向两边撤开 两刀剑刚轰然对撞在一处 煞时间气浪翻滚激荡的精力四散卖年 康薇森然一笑冷声开口 血梅花果然名不虚传 随即这位名副魔道谋中闪过一抹狠 但仅凭这种程度想拦住我简直是痴人说梦 康薇一声抱和双手实践插向地面 只见他周身气势陡然攀升 雄浑的尽力被他源源不断地灌入剑身 随即便看到坚硬的地面开始寸凑着 所用的赫然是他的成名绝技天将造成 下时间一道澎湃的剑刚裹挟着碎势汹涌起来 但雄浑的剑刚犹如泰山压顶般砸下 两人修为上前眼看便要支撑不住 端木松岩心知此招单平他一人难以抗衡 这位血梅花当机立断命两位师弟靠近自己 总人 木合 猎三才剑阵助我一臂之力 两名华山派弟子立誓明白师姐心中所想 飞速撤到端木松岩身侧拉开架势 三人瞬间结成剑阵彼此气机勾连 即三人周身功力共同斩出一道剑芒 两股精力在半空之中轰然对转 煞时间整个庄园仿佛都为置一馋 待到烟尘散去康威足下一晃倒退一 这位名副魔刀双手掐腰大口喘着粗气 片刻后他伸手按住鼻孔猛的一行 一抹烟红的血迹自他鼻腔缓缓流出 这位名副魔刀显然是在对拼中受了内伤 而反观另一边的三人则更为凄惨 桑木合两人蹊跷流血气息断绝 两人双膝一软跪在地上生机全无 而端木松颜则是衣衫蓝绿狼狈不堪 这位血眉花以剑主地强自支撑不肯倒下 康威咧嘴冷然一笑 端木松颜 这可怪不得我已大气象 说到此处康威眼神骤然一礼 这都是你自寻死 而另一边在大天商团不远处的街道上 一对丐帮弟子手持竹棍正撕下巡落 他们奉红五魁之命封锁了太原府的各处要道 丐帮的反常举动引得行员纷纷侧目 剁主张素仪正听着属下汇报周遭的情况 突然不远处传来一声惊天巨响 张素仪豁然变色 他认出那里正是大天商团的方向 而正在此时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张素仪等人不由地回头望去 只见一人骑着快马在闹市中横冲直撞 此人正是仓皇逃往大天商团的莲思义 一名丐帮弟子高声叫嚷 别让他跑了 他就是莲思义 而此时莲思义已经纵马狂奔而过 张素仪后知后觉联盟下令众人追赶 一众丐帮弟子当即发足狂奔 直奔大天商团方向追击而去 殊不知此时的大天商团已是一片修罗地狱 眼见康威缓步逼近端木松颜翘脸寒煞 这位名副魔刀的笑容愈发狠立 堂堂华山派竟和这些赛北商人搅在一起 与他们勾搭连环一同攫取中原的才子 端木松颜 你们华山派如今也堕落成了邪魔外道 闻听此言端木松颜咬牙切齿 绣得如我师门 随即娇喝一声豁然起身正欲出手 不从想康威一剑悍然了解 他只得勉励横剑阁荡 我早已是强弩之末的他历史被一剑荡飞出去 净直跌落出去树杖瘫倒在地 怀中的蝴蝶玉佩也滚落在一旁 康威肩扛长剑走至镜前冷冷开口 黄毛丫头简直于不可逸 今日我就算如你师门又当如何 江湖之中向来是实力为尊 谁的剑更锋利谁就是正义的一方 眼见端木松颜贪软在地毫无还手之力 康威双眼微微眯起扫向身后 他此行的目的是要铲除大天商团 先宰了拳斗幻才是当务之急 便及此处他转身朝不远处的主仆二人走去 端木松颜挣扎起身想要阻拦 却再也提不起丝毫气 总管乘风汗不为死的拦在主人身前 任凭主人如何拖拽这位总管都寸步 康威举起长剑森然开口 别争了 你们主仆一起上路吧 而正在此时一道交集的嗓音从他身后转来 连思义纵马而来颤声疾呼 康大侠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康威闻言不由地微微一愣 询问对方到底发生了何事 盖帮带着一名少年袭击了赤泪墙 尹大侠暂时拦住了他们 但只怕也撑不了多久 我们没时间了 必须马上撤离 康威听把目光一沉缓缓开口 现在想走已经来不及了 他到了 他本是财力通天赋可敌国的黑商方主 可如今却惶惶如一只丧家之群 眼见康威念色阴沉地看向身后 连思义不由地回头望去目录金海 一道身影不知何事悄然站在废墟之上 月夜下只见少年长发飞扬傲然而立 连思义仿佛见鬼一般惊叫一声跌坐在地 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 这位煞星怎么来得如此之快 而扇沙宇则是将目光投向院中的几具尸体 其中两句赫然是白天 还跟他有说有笑的桑木和二人 可如今两人早已生机断绝在无气息 念及此处少年轻叹一声 自己终究还是来晚了一步 突然他目光扫到地上的那枚蝴蝶玉佩 扇沙宇双眸微微眯起若有所思 随即少年飞身月下略至庭院之中 两个纵月便闪身挡在端木松年身前 扇沙宇弯腰时气滚落在地的玉佩 仔细观桥下果然在上面看见小胡二子 少年嘴角不由地勾起一目微笑 正如他所猜测那般 这枚玉佩果然是发小苏小胡之物 扇沙宇缓步来至端木松年身前 拉起对方的柔衣将玉佩塞回少女手中 随即脱下自己的长衫给对方套上遮住春光 少年的语气中略带责配 你太鲁莽了 康威并非泛泛之辈 这回踢到铁板了吧 说到此处扇沙宇贴近几分语气清流 不过还是感谢你貌似守护这份承诺 玉佩的主人得知后一定十分感动 扶灭而来的杨当之气 让端木松年满面羞红 这位冥满江湖的血眉花 一时间捏入着不知该如何应答 而此时眼前的少年已豁然起身 你暂且调息休养 康威交给我来对付 闻听此言端木松年娇声疾呼 你快走吧 你不是他的对手 而扇沙宇却没有理会端木松年的劝报 少年扫视着被损毁殆尽的商会冷冷开口 他必须为他今日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言霸少年缓步走至康威近前迎面而立 你做这些只是因为大天商团是塞北人创建的 不错 中原的一切都属于中原 我们才把元朝驱赶出去 我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外敌人来此攫取财富 权斗换的词只是开始 那个来自塞北的女孩也将紧随其红 扇沙宇听霸周身刚进澎湃四乙 嘶嘶嘶嘶嘶的真气透体而出 少年双眸之中满是冰寒 很好 这个理由杀你足矣 面对少年的领人杀意康威大惊失色 这位名副魔刀竟是慌芒出生致 等等 先别动手 他在方才的搏杀之中已然身负内伤 如若此时应汉善杀鱼必然失死无生 看来自己必须得用上那样东西才有一线生机 说到此处话要说回第三十集的一处服务 当时康威在赤类强问连思义要一样东西 连思义 据我所知你藏有一颗神丸吧 普通人吃下一颗便可延年益寿 习武者服用后则会功力大增 现在把他交给我吧 康大侠说笑了 如果我有那种东西 那我岂不早已是决顶高手 最后也没找到是谁偷的 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我恰好知道一些其中的细节 如果我把这件事禀名全身 连思义听到此处面色一沉 你是在威胁我吗 此言差一 我只是想让你活得心安一些 连思义双眼微眯注视着康威扮傻 跟我来吧 后者咧嘴默然一笑表示他会严格保命 却不料正在此时引到央出声提醒 这位铁器神工直言康威这是在玩火 闹到最后只怕小命不保 康威却是冷笑一声满不在我 如果神丸这件事捅出去 我可能会死 但如果我凭借现在的实力 对上那名少年则必死 两害相权取其轻 我别无选择 不多时连思义领着康威来到一处密室 只见一粒丹丸正静静地躺在锦盒内 赫然是当年全胜丢失的那枚神丸 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这件事便跟我在无关系 但我要提醒 这颗神丸是早期制作的 药效不是十分稳定 康威劈手抢过连思义手中的丹丸 放心吧 你的是我会半捅 我这就动身前往大天商团 康威凝视着手中的神丸 仿佛在看着爱人 为了击败那名少年 他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眼见康威从怀中掏出一粒褐色丹药 善杀雨一时间有些茫然不及 而康威则是毫不犹豫地一口吞下神丸 伴随着他喉解滚动将丹药吞入腹椎 康威只感觉一股充沛的力量直充满 这位名副魔刀双臂一阵养天强向 横派的尽力煞时间充斥四肢百骸 见此情形善杀雨眉头微俗 他能感受到对方的内力转瞬间激增数倍 康威随手一挥手中长剑 一道刚猛的剑刚飙射而去 善杀雨一日不杀你 我心难安 少年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却是依然不拒 废话少说 你且放马过来 康威咧嘴森然一笑 拳提怒吼一声拧腰转身 借旋转之力一剑横滚而去 康威上雄魂的精灵肆意击倒 所过之处碎势纷飞 善杀雨微微后撤一步 恰如其分地避开这杠猛剑 康威根深进步一招立劈化山悍然劈下 下时间一道雄魂的剑刚兜头盖脸劈向少年 不曾想那道剑刚竟陡然被人从中割裂 恰似奔腾大将撞上高山被分作两条系列 康威双目猿更一时间不可置信 只见一只白皙的手掌正牢牢抵住他的剑人 少年冰冷的嗓音在他耳畔默然响起 康威 今日你必死无疑 严霸善杀雨栖身上前直切中门而入 少年一掌疏然探出拍中康威持剑手臂 辣道的刚进汹涌澎湃的灌入其中 后者立时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 雄魂的内镜刺康威手臂蔓延至剑身 那柄无耻长剑竟是开始寸寸崩裂 善杀雨对康威的惨叫声置若罔闻 反手又是一掌轰在对方手中 轻悟的鼠猎声骤然响起 善杀雨双眸之中凶光大声 严霸善杀雨扣住康威手腕豁然软体 不借自身的旋转之力竟是将这名标形巨汗甩飞出去 半空中的康威想运进稳住身形 却发现自身气血逆行不足 一时间竟是无法调动真气 而正在此时一道身影暴力而来 康威见状历史豁然变色 这个男人本是五龙盟的五大可情之手 而如今却被一名弱贯少年打得抱头鼠窜 善杀雨一招甩飞康威后气势而上 少年将霸道的钢筋运至枕中 随即一掌悍然轰在康威的丹田之上 后者哀嚎一声如风中落叶倒飞出去 而善杀雨则是根深进步紧随而止 少年凌空一脚猛然踩在康威转脖 激荡的尽力力使涌入对方左臂 整条手臂瞬间骨断惊蛇 善杀雨连出两招后身形不停 身法如鬼魅般略至近前双掌探处 一势双推掌悍然硬在康威脊柱之上 后者再度如断线风筝般倒立而去 周身上下俨然已是骨骼进断肌肉全毁 眼见康威如意探烂肉重重跌落在地 善杀雨收回双掌压下体内激荡的尽力 随即缓步走至对方近前冷身开口 等到了冥府再做你的冥府魔刀吧 严霸少年转身正欲离开 却不想正在此时一遍抖声 只见毫无生还可能的康威竟是缓缓起身 整个身躯保持着对折状态显得诡异至极 伴随着他体内传来一阵刺耳的筋骨齐鸣 这位冥府魔刀放声狂笑与带颠狂 你猜我为什么叫冥府魔刀 哪怕是我周身骨骼寸寸锻炼 条条肌肉被你的钢筋切断连接 说到此处只见他如一根弹簧一般 竟是缓缓站了起来 我是从冥府回归的不省之身 是要斩进世间的邪魔外道 严霸只见丝丝缕缕的真气征腾而起 一双已被折断的手臂竟是瞬间恢复如初 不远处的扇鲨鱼冷冷地看着这一切 少年双眸平静脸色淡然 天破神功以分金挫骨为基础 实则是将自身尽力划入对方体内 以此来截断对手肌肉骨骼和气血运行 说到此处扇鲨鱼冷然一笑 随即探出右掌五指成功 本来是想给你留个全尸 如今看来是我想多了 严霸扇鲨鱼掌中尽力猛然一吐 康薇体内暗藏的钢镜受到牵引瞬间爆发 既然你是不朽之身 那我不给你留下身体便是 伴随着激荡的尽力肆意清洗 康薇的哀嚎声越来越弱 最终竟是化作一缕青烟尸骨无子 严思义瞪大双眼一时间不可置信 堂堂名副魔刀竟是被眼前这个少年挫骨扬灰 眼见扇杀与目光冰冷地向他走来 这位黑伤方主无法控制得浑身颤抖 严思义 现在我们有时间好好谈谈了 而正在此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赫然是一众姗姗来迟的丐帮弟子 此时的大天商团已经复归平静 两天过后 在全斗患的书房中 总管成峰正向全斗患汇报大天商团的损失 后者吩咐务必照顾好战死护卫的妻儿老小 玄机询问起端木松颜状态如何 成峰表示端木女侠已经两日水里未尽 只是在小楼内默默守着两位师弟的遗体 全斗患文听此言双手扶额颇感头疼 经此一亿大天商团无疑欠下九重府一个大大的人情 虽然双方已经达成盟约 但他仍担心九重府会以此提出更多的条件 面积此处全斗患养头靠在一位长叹一声 自觉愧对小姐对他的期许 半晌过后他缓缓开口 单少侠如今人在何处 成峰直言单沙羽将莲思义拖到了地牢 并且不许任何人靠近 与此同时在大天商团的地牢之中 莲思义正惊恐万分地高声叫嚷 有人吗 你们到底要干嘛 正在此时一道嗓音从地牢入口传来 莲思义 你最好祈祷自己能想起二十年前的事情 眼见扇沙羽拖着一张椅子缓步逼近 莲思义手足无措连连后腿 自从那晚见过扇沙羽的狠拉手段 这位黑伤方主已是趴到了极点 扇沙羽惬意地跨坐在椅子上领带冰寒 二十年前你从慕容师家买了多少孩子 又把那些孩子都送往了何处 说到此处扇沙羽嘴角勾起一抹狠笑 我的耐心有限 片刻后地牢里开始传来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一日 在丐帮太原分舵中 几名丐帮弟子聚在一起窃窃私语 听说了吗 康威被人错古扬灰尸骨无存 听说了 就是那个叫战神的人干的 真的吗 那他今天来找红长老干嘛 不知道 听说他严心拷问莲思义 惨叫声持续了一整晚 噓 小点声 红长老来了 红武魁一路听着千奇百怪的讨论声来至一处凉亭 只见凉亭内善杀雨正面色冷峻的看向不远处 那些孩子们已经被他们接回代帮分舵 此时几名弟子正在尝试恢复性训练 一老一少默然地看着这一切半晌无语 片刻后善杀雨轻声开口 老人家 你说他们能恢复正常吗 谁能知道呢 没人敢保证这一点 或许是一年也或许是十年 他们现在甚至都记不得自己的名字 只能记住代表自己的数字 这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洗脑方式 恐怕得用很长时间来恢复 我已经严令手下封锁消息了 不知道能不能瞒过五龙盟 善杀雨微微汗手 随即询问拜托红武魁的事情进诊如何 搜集你要的资料颇为不易 性不如面 言大红武魁从怀中取出一本册子 这是连思义购买孩子们的记录 如何购买 如何训练技术的很详细 但始终没查到那些孩子被训练过后送去了哪里 善杀雨仔细翻阅片刻后淡淡开口 没关系 等打上五龙盟自然会知晓 多谢老人家仗义相助 起初红武魁还大笑着表示不必客气 等他反应过来善杀雨的前半句后 老乞丐瞬间冒出冷汗 玄机这位丐帮长老凝视着少年的双眼 见对方神情肃穆立时心下了然 善杀雨所说的打上五龙盟绝非戏言 红武魁由于片刻还是下定了决心 他已将善杀雨视为至交好友自当舍命相陪 此时善杀雨豁然起身 我们动身吧 这些孩子就送到拳斗患那里了 红武魁闻言不由地微微疑愣 表示拳斗患未必值得信任 他值不值得信任我不确定 但我信任苏小胡 你认识大天商团的少主苏小胡 算是认识吧 那会儿我们年纪都还小 我希望那些孩子将来不必受他人控制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莫非是信不过我们丐帮 我自然是信得过你的为人 但你们帮主我可就说不准了 面对这样一群没有情感的杀戮激情 江湖上任何一方势力都难免会动心 红武魁听罢挠了挠头一时间无言以对 玄机转移话题询问他们准备去哪里 南下我们去安徽 据连思义所说 我师父的女儿就在那里 他年方二八却统领着整个大天商团 麾下十位分会会长吴布对他心悦成子 今日照诸位前来实则是有一时相托 如果将来你们遇到一位手持我信物的赛北男子 请诸位历史汇报于我并给予他一切支持 这是我父亲的命名也是我的请求 这件事作为大天商团的最高命令 还请诸位莫要怠慢 会客厅内拳斗幻看着前来雌行的扇杀宇 耳边却是回想起小姐当年的主托 他作为苏小狐最为倚重的属下 心思一向缜密周全 那一夜扇杀宇捡起小姐信物的时候 少年微妙的神情变化他还历历在目 据他所知小姐来到中原后只送出去三枚信物 且那三人都并非男子 念及此处拳斗幻开门见山 询问扇杀宇是否来自赛北 扇杀宇直言不会表示却如他所说 拳斗幻听罢瞬间坐直身体 那扇杀宇可是认得我们小姐 扇杀宇也不隐瞒 小狐这些年过得可还好 听闻此言拳斗幻激动地握紧扶手 但他还是谨慎地询问对方可有小姐的信物 随即只见扇杀宇伸手入团摸索片刻 不多时便从怀中摸出一枚精致的蝴蝶玉佩 得见此物拳斗幻瞳孔咒缩 这枚稍小的玉佩正是小姐做的第一枚玉佩 这位一向稳重的分会会长竟是失态地扑上情绪 一双大手死死握住扇杀宇的手掌女器激动 扇少侠 终于找到你了 这些年小姐一直在找你 我们这就出发 我带你去见小姐 她如今就在铁舞盟 如果得知这个消息定是欣喜 其实这些年小姐一直很难 扇杀宇看着对方激动万分一时间不知所措 小狐这些年怎么了 听此疑问全都换长出一口气稳住情绪 玄机一五一时地将这其中的原委禁述到来 原来大天商团近些年来发展迅猛 以至江湖中多方势力都想将其收归门下 尤其是铁舞盟旗下的五龙盟 一直对大天商团虎视眈眈 最近还试图以联姻的方式控制大天商团 眼见联姻不成他们便派出五大客亲和黑商 要将我们在各地的分会势力一产 多亏了扇少侠我们山西分会才逃过一几 但不知道他们日后还会动用什么狠啊手腕 不管怎么说 如果小姐知道扇少侠来到中原一定会很开心的 扇沙宇听霸心中有了计较 我也很想念那丫头 但现在我有要是在身必须马上动身 拳斗换见少年神色肃穆之好作罢 旋即询问扇沙宇意欲何往 我须即刻动身前往安徽 等事情办妥后我自会去寻找 严霸双方各自起身 抱拳拱手护道珍重 看着少年渐行渐远的背影拳斗换陷入沉思 他没想到小姐等了十年的人便是这位少年 此人武功高强只怕同辈之中无人能出其用 漠然间他脑海之中闪过一道灵光 扇沙宇既是从塞北而来 那他来到山西势必路过辽宁 按照对方出现在山西的时间倒退 扇沙宇在辽宁期间正是那位战神出现的时候 而且对方与丐帮长老红武魁相交默 丐帮又一直封锁那段时间慕容世家发生的一切情报 在辽宁能力压大力宝和慕容世家的绝顶高手 出入江湖便被奉为战神的神秘少年 诸多线索汇聚在一处 拳斗患指尖不断敲击着桌面思绪飞转 他敏锐地察觉到一股山羽越来丰满楼的味道 周园武林只怕要掀起一场狂中暴露 只是不知道这对大天商团势力势必 片刻后他拳头紧握猛地下定决心 不管怎样他必须马上告知小姐这个消息 战神就是扇沙宇 与此同时 一艘楼船正在太湖之上泼浪前行 一名白发男子助力船头急目远眺 楼船锁过72峰48岛的美景尽收眼底 伴助向后楼船行至拖山岛 此时码头上已经停靠了众多小船 拖山岛是48岛中最小的岛屿 因此显为世人所注意 自从黑商在此建立了一处秘密据点 更是严令外人不得靠近 楼船行至码头 银发男子缓步从跳板上走下 一众属下攻身败倒在第七七抱拳行 参见首领 男子双手赴后徐步前行并未开口 不多时便行至岛内的秘密据点 正听之中 银发男子端坐主位 听取着各地黑商会长汇报最近的收益 在诸位同仁的努力下 我们黑商的整体收入增长了四场 如果没有大天商团捣乱 我们的收入远不止于此 银发男子微微汉手对这个数字还勉强接受 而各位黑商会长则是纷纷速气苦来 表示他们有诸多生意都被大天商团抢占 银发男子略微沉吟缓缓开口 看来必须得对大天商团动手了 一名黑商会长直言危机远不止于此 现在很多星星商团都在蠢蠢欲动 黑暗商团的地位岌岌可危 此时他注意到首领心不在焉地敲着扶手 这位黑商会长不由地出言询问 不知首领为何是烦心 首领表示针对大天商团的行动已经展开 短时间内或许见不到成效 但过一段时间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 说到此处他话锋一转 不知各位近日可曾听过战神这个名号 不久前辽宁的慕容世家家主报彼 这几天我又收到消息 称山系的莲思义失踪了 几位黑商会长闻听此言不可置信 连思义一向锦小声威怎会突然失踪 据说这两件事都跟那个战神有缘 且五龙盟的两大客卿也死在他的手 他们的死其实我并不在乎 但本该交付给五龙盟的百余名奴隶也不见 这将极大的影响我们黑商的幸运 此时一名黑商会长站起身来抱拳拱手 属下请命前往调查 我们河南尊会紧邻山系 相信不日便可调查清楚 说到此处这名会长眼中赏过一抹狠色 属下绝对会让他付出代价 调查清楚他的身份和目的 山绍依靠在城门边正等着红武魁 此时对面的一处面坛吸引了他的目光 只见一旁的幌子上写着天下第一面 少年揉了揉肚子才意识到自己腹中空空 正当山绍依点了一碗猪脚面大块躲移的时候 一道倩影悄然来至他的身后 来者正是三花之一的端木松颜 少女对山绍依的仗义出手感激不尽 玄机从怀中掏出那枚蝴蝶玉佩柔声寻 山绍依似乎认识这枚玉佩的主人 闻听此言少年面带追忆轻轻汗手 端木松颜见状不由的心中一动 山绍依是如何与苏小姐相识的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 她可能已经不记得我了 端木松颜直言苏小姐并未忘记 全会长也说苏小胡一直在找我 不管怎么说 她确实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在中原打造出了一个强大的商团 现在也轮到我信守自己的承诺了 一位是出入江湖便被奉为战神的天破武将 一位是年纪轻轻便富甲一方的经商器材 任谁也想不到两人在儿时还结下过这样一段情分 原来在十年前 山沙宇跟随师父韩武伯一路前往妙香山 在临近妙香山时 师徒二人在山脚下的一处客栈休整 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地方休息 明天为师将给你上最后一刻 山沙宇闻言不由的暗自攥紧了拳头 她明白师父的言外之意却仍是恭敬称事 不多是师徒二人便将晚饭一扫而空 而正在此时一道身影蹦跳着跑上前来 随即一只细嫩的小手在饭桌上猛地一排 只见一个粉雕欲灼的小女孩出现在眼前 小女孩盯着山沙宇的眼睛满脸惊惨 大哥哥 为什么你的眼睛是蓝色的 好漂亮 小女孩很是活泼 当即自来熟地与山沙宇攀谈起来 半晌过后 韩武伯出声询问 小娃娃 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女孩又转过头看向一旁的老者 发现这位老爷爷的眼睛也是蓝色不由的嘖嘖称奇 随即他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 表示他随父亲来此吃饭休息 但客栈内已经没有空位 因此前来询问是否可以拼桌 山沙宇征询地看向自己师父 韩武伯沉默片刻后点头答应下来 父亲 来这里 我就说老爷爷一定会同意的 严霸小女孩一屁股坐在山沙宇身旁 一边抱怨一边用小拳头捶着酸胀的肚 山沙宇见这女孩古灵精怪便主动搭话 小孩 你几岁了 从哪里来 女孩表示他已经十二岁了算不得小孩 大哥哥 你的眼睛好漂亮 你叫什么名字 山沙宇玩耳一笑将自己的姓名如实告知 很好听的名字 就是听起来有点悲伤 我叫苏小胡 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交谈之中不知不觉间月挂中天 苏小胡满足地打了一个宝哥满脸幸福 女儿小小年纪便跟着他一路风餐露宿 苏父不由地一脸愧就出声道歉 苏小胡却是奶生奶气地安慰起了父亲 随即他又气鼓鼓地抱怨起来 表示如果不是因为叔叔背叛 他们一家也不至于落到这般地步 苏父却是长叹一声柔声宽慰 他也是没办法 任谁也顶不住商团的压力 韩武博听到妇女的对话不由地好奇望去 苏父表示他本是一名塞北商人 因为经营不当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眼下正准备赶往中原从头再来 韩武博直言如今的中原动荡不安 想在那里白手起家疏为不应 这个我知道 听说有一位叫朱元璋的将军正领兵起义 但据说他们已经把元朝军队赶到了北方 现在正是百费担心的好时候 所以我才准备去中原博一把 听闻元朝被明朝推翻扇杀与神色一遍 当初他的好兄弟弓起山坠崖后生死不住 吴哀姐也被元朝使劫掳走下落不明 如果元朝被驱逐到了北方 不知道吴哀姐如今处境如何 苏小胡人小鬼大 敏锐地察觉到了少年的情绪变化 大哥哥你不用担心 等我将来成为中原富甲一方的巨伤 你有什么问题都包在我身上 看着女孩兴事淡淡的模样 扇杀与不由地微微一愣 随即她的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不由自主地伸手揉了揉女孩的脑袋 谢谢你小胡 那将来可要仰仗你了 不如其来的轻易举动让女孩愣在当场 玄机一朵红霞飞上女孩精致的小脸 可下一秒苏小胡便气鼓鼓地叫嚷起来 你按我的头我会长不高的 如果将来我长不高了怎么嫁出去 你能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女孩轻奇地脑回路让善杀与不知所措 少年举着那只手艺时间冷汗直流 看你还算俊俏就原谅你了 下次不许再按我的头了 一向严肃的韩武伯也被女孩逗得会心一笑 还真是个有趣的小女娃 事业 因为客栈满员四人只得共用一间客房 韩武伯师徒将床位让与苏氏妇女 两人已靠在墙边盘膝入眠 看着少年没分八彩鼻如玄膽的英俊面庞 一股一样的情愫在苏小胡心头悄然蔓延 此时父亲的声音从身后悠悠传来 小胡 你的眼神能把大哥哥的脸钻出一个动案 苏小胡听半恼羞成怒地与父亲打闹在一起 鲨鱼 我们现在就动身吧 没想到你还挺招女孩喜欢 扇鲨鱼一阵汗颜随即跟随师父起身离去 苏小胡追至门口询问少年去往何处 扇鲨鱼表示他们还要赶路就此别过 闻听此言女孩心中一酸 钻石般的毛子瞬间蒙上一层雾气 师徒二人星夜兼程赶往妙香山 而正在此时身后传来女孩的嗓音 只见苏小胡竟是独自一人追了上来 女孩强颜欢笑递给扇鲨鱼一枚蝴蝴蝶玉佩 鲨鱼哥哥 这是我最看重的东西 它跟你眼镜的颜色一样 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将来我一定会成为中原最大的富商 说到此处苏小胡无比正宗 你要答应到时候一定来找我 看着女孩认真的小脸扇鲨鱼微微一笑 好 我答应你 到时候我一定会去找你 眼见师徒二人在夜幕下渐行渐远 追出来的苏父不解的出声询问 那不是你最看重的东西 就这么送给那小子了 我不会看错人的 他跟那位老爷爷都不是普通人 他们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场 我敢肯定鲨鱼哥哥将来一定是个大英雄 他是我投资的第一个人 仅仅是投资那么简单 我看未必吧 爹 不要过多干涉你女儿的私生活 而另一边的韩五伯突然微微一笑 那个小女娃面相不错 子子眼眸灿弱星辰表明其聪颖过人 额园平阔天庭饱满时乃大富之相 且嘴唇丰满勾连 说明他极正情义 鲨鱼 你要好好珍惜这段缘分 少年凝视着手中的蝴蝶玉佩轻声应下 扇鲨鱼从回忆中缓过神来喃喃自语 小狐 再等等 我一定会去找你的 与此同时在铁舞盟中 苏小狐连部轻易走向自己的客房 一名属下紧随其后喋喋不休 小姐你太冲动了 这样直接拒绝五龙盟实属 那你认为怎样才算明智 难道还真让我嫁过去补偿 属下一时间背对得哑口无言 正准备组织语言再行劝告 却不料苏小狐禁止走进房间 并嘱咐婢女不许任何人打扰 那名属下在门口正准备再说点什么 可婢女已然将房门紧紧关上 苏小狐已靠在窗边满面愁容 扮上过后她轻声开口 全叔叔那边有消息了吗 婢女公声表示全会长还不曾来信 苏小狐闻言不由地微微侧目 她当日将信物交给端木松言寻求合作 按道理讲太原分会这时候应该传来消息 莫非是这其中出了什么变谋 而正在此时屋门外传来属下的禀报 小姐 五龙盟的皇甫云川和南宫肃桥求见 苏小狐闻言柳梅青醋冷声吩咐 待他们到前厅稍等 我随后就到 她本是一位手无腹肌之力的柔弱女子 却能让五龙盟的两位年轻俊杰登门拜访 听闻皇甫云川两人前来求见 苏小狐当即赶往前听 皇甫云川对苏小狐极尽赞美之词 而苏小狐却对此表现得颇为淡然 双方分兵主落座后 苏小狐询问其两人的来源 南宫肃桥直言来此事 想问大天商团借万两黄金 苏小狐闻听此言不由的微微侧目 随即正经微作一张俏脸也严肃起来 南宫小姐 你开口便要万两黄金 至少得告诉我要用于何处吧 这是双方合作的基本礼节 南宫肃桥闻听此言不由的言嘴惊笑 这位三花之一的女侠言语之中满是傲气 我只能告诉你 这笔钱将用来在铁武盟建立一个新组织 说到此处南宫肃桥眼神一流 再者 你凭什么觉得我们之间是合作关系 大天商团生意做得再大 充其量也不过只是个商会 这么说吧 即使大天商团不肯出这笔钱 对我们来讲也无关紧要 还望苏小姐不要不时抬举 对方夹枪带棒的一番话气的苏小狐微微颤抖 一旁的婢女满是心疼的看向自家小姐 片刻后苏小狐强自压下心头怒 言语之中不卑不亢 多谢南宫小姐的美意 但我还是不能出这笔钱 毕竟万两黄金不是小数目 而我现在只是跟五龙盟谈完了 我想跟九重复和狮子盟谈完再做决定 黄甫云川看着暗中交锋的两女 心思却完全没在两人的谈话之中 一位是出自南宫世家的三花之一 另一位是执掌大天商团的大商巨 这位全胜的二公子此时内心戏粉狮子 莫非两女的争斗都是为了引起自己的注意 苏小狐滴水不漏地回答让南宫肃桥无从下手 又寒暄了片刻只好起声道辞 这位谢莲花临走之前银牙紧咬 还请苏小姐三思 莫要错失良机 苏小狐表示她定会深思熟虑 黄甫云川拉住苏小狐的御手颇为不舍 面对这位全胜二公子的堂土 苏小狐并未表现出恼怒 而是不捉痕迹地抽回手来与对方礼貌败别 两人出来后南宫肃桥的脸上立时挂满寒霜 苏小狐提到九重斧和狮子盟绝对是有意为之 念及此处这位谢莲花心中恨意更甚 她已经暗下决心 有朝一日定要让对方跪在自己面前求容 而另一边的房间内 苏小狐揉了揉胀痛的太阳穴一声轻叹 她心知难攻素桥所言不假 纵使金钱再多也无法凌驾于武力之上 不过索性现在铁武盟内部三足鼎立 且三方势力相差无几 也正是因为他们都想控制大天商团 才让她得以在三方之中勉力周旋 漠然间她脑海中又浮现起十年前的情景 这位金商奇才脸上挂起一抹甜蜜的笑容 与此同时在山西太原府的城门处 善沙与二人与全斗幻等人依依稀比 看着少年远去的背影众人心思不一 全斗幻命总管成风传信给各地分会 但凡善沙与需要帮助务必尽力满足 而端木松颜则是一时间五位杂产 之前她曾提出想跟善沙与一路同行 却被对方婉言谢绝 我知道你接近我是处于某种目的 与你同行我势必会多加防备 这对我来讲是一种负担 这位血梅花心中暗自悔恨 那个少年只会对真诚待她的人敞开心扉 却说善沙与两人一路难下 当得知目的地是合肥后 老乞带表示那里可谓是龙唐虎穴 我去那里只是为了确认消息 根本无意与他们发生争斗 事物欲进而风不止 你不招惹别人不代表别人想放过你 天色见完两人在密林中寻得一处落脚地 红武魁一边扯着一块肉干一边雨带声音 臭小子 你说说你自从来了中原得罪了多少人 严霸老乞丐扫向身后的密林眼神凌利 塔尔利吉家已经听到密林之中传来一响 一伙黑衣人正朝着两人的方向急速逼近 扇沙与神色如常淡淡开放 我也不想 这可能就是命吧 红武魁猛地灌下一口烈酒 从身法上看这次来的可都是好手 扇沙与轻轻汗手 一共十八个人 各个背负常见 看来今天晚上不能好好休息了 吃完饭活动活动筋骨也好 不多是一众刺客悄然敦覆在两人四周 他们先是彼此之间交换了一个眼神 随后便只见一名刺客纵身从树上跃下 这名刺客眼中闪过一抹寒光 逐渐猛一点地奔略而来 一剑陡然刺向少年头颅 扇沙与双指探出轻轻一弹 心血打造的常见历史扭曲变形 这名刺客大惊失色 他只感觉一股距离从剑身上洗完 下一秒他便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 在空中旋转树圈后重重跌落在地 实现手臂已然被少年的内径绞成麻花 其余刺客见同伴吃亏也纷纷从树上跃下 却只见红武魁猛地灌下一大口烈酒 老乞丐塞帮鼓起腹内竟是响起虎豹雷音 贼机一团酒屋喷散而出 尽力裹挟着酒水飙射而去 下时间宛如暴雨梨花轰在刺客身上 一众刺客纷纷哀嚎着从半空中跌落 而正在此时扇鲨鱼谋中闪过一缕寒莽 少年一脚猛地跺向地面 身前的篝火历史被他枕飞 燃烧的木柴好似一根根离弦之间 竟是轻而易举地洞穿这些刺客的身体 有人被刺中要害当场地面 而有的则是被引燃身上的绝水活活烧死 刺客首领见此情形心下大海 眨眼间他们已经折损大半人手 首领断然下令 卧卓任务失败 直接宰了那小子 话音当落善鲨鱼持着面前 鼓壁斗然隆起 随即一剑破坨而出 直奔他的耿嗓咽喉 少年右掌舒然探出五指成钩 掌心霸道的刚劲蓬勃肆意 那名刺客手中常见 竟是在不能寸进分毫 善鲨鱼面若寒霜冷声开口 凭这点本事就想杀我 少年正双手插都感慨 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 不曾想一炳利剑 竟从地下斗然刺出 见此情形 善鲨鱼双眸之中 惊芒暴舍 随即右掌探出霸道的 刚进汇聚掌中 下一秒那炳利剑 竟是被他折入之片 善鲨鱼一掌去世不服 下一秒只见方圆 数丈土地炸裂碎石纷飞 那名刺客当场暴毙 事故无存 而正在此时又有数名 刺客七十二少 少年面对众人的围攻 却是丝毫不惧 一掌悍然递出 郑重一名刺客头颅 随即只见善鲨鱼身形 脚弱油龙 眨眼间在一众刺客之间 穿身而过 每一掌轰出 都有一名刺客毕命当场 刺客首领见状 心下大害转身欲逃 但鲨鱼左手豁然抬起 将雄魂的内径运至掌心 随即一掌飘然推出 一道刚猛的尽力激荡 而去正命在内人后心 后者一声闷哼 只觉得身体如遭重锤 拳击跌倒在地 如皮球般翻滚出去树掌 首领只感觉体内气血翻译 猴头一舔猛地呕出一口鲜血 但他仍是强忍痛楚 爬起身来窜向秘灵 红武魁正欲追赶 却被扇杀于拦下 由他去吧 不过是一群 听命办事的刺客 即使抓住了 也问不出什么 有价值的线索 你觉得他们会是 哪方势力派来的 不太清楚 我猜到底是 黑暗商团的人吧 休整了一夜后 一老一哨继续赶 昨夜那些刺客的 尸体上没有任何线索 侥幸存活的刺客 也全部服毒自己 慕容世家现在自顾不暇 五龙盟目前 还不会把你放在眼里 如果他们真如你猜测 那班是黑商派来的 说明黑商的高层 已经注意到你了 说到此处 红武魁神情无比凝重 或许他们已经猜到 你就是战神 数日过后 两人一路行至河南几元 几元因集水发源地而得名 北一太行 南陵黄河 素有欲西北门户之称 进城后 红武魁称有事要办 独流扇杀雨一人 在酒楼等候 少年已坐在窗前平栏打望 只见一主二仆 缓步向酒楼走来 此时正值上午酒楼内坐无虚席 三人来到二楼后 转了一圈来到扇杀雨面前 为首的男人自爆家门 称自己名叫郑勇 是红叶镖局的当家人 小兄弟独自一人 不知是否方便拼凑一桌 一名年纪稍大的护卫 也通报了自己的姓名 称自己名叫徐晓 而正当另一名护卫 准备介绍自己的时候 他突然捂住自己的胸口 表现得颇为痛 那名护卫病脚渗出层层冷汗 强忍着不让自己发出声响 扇杀雨见状不由地抬眼扫去 只见一缕蓝色刚进 在其胸口适应实现 少年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随即欣然邀请三人落座 交谈中扇杀雨表示 三人看起来并不像主要 正有直言他们名为主仆 实则轻如兄弟 小兄弟 别再喝那种掺水的酒了 这是我从伊川带来的杜康酒 味道极佳 严霸正有递给扇杀雨一只酒 后者不宜有他当即倒了一杯 期间两名护卫紧盯着少年的动作 神色显得颇为关切 而正有也双眼微眉眸中闪过一抹得意 扇杀雨端起酒杯轻轻一袖 由衷赞叹 果然浓香扑鼻味道特殊 严霸少年仰头举杯一饮而尽 见对方喝下酒水 那名叫徐骁的护卫嘴角微微一翘 而正在此时扇杀雨耳朵突然移动 一声凿彩瓦片的轻响传入他的耳朵 酒楼屋顶不知何时敦服着数名刺客 装扮雨数日前袭击他的那伙人一模一样 扇杀雨饮霸杯中酒后不动声色地看向对方 现在三位可以说说你们的来意了 你们上楼以后虽然装模作样地转了一圈 但目光始终盯着我这张桌子 现在位子也给你们让了 酒我也喝了 各位不妨有话直说 郑友文听此言不由地咧嘴一笑 既然察觉到了异常还敢喝下那杯酒 不知道你是有所倚仗还是愚不可及 事到如今也不怕告诉你 刚刚的酒里确实有 此毒名为百消散 毕竟入腹便会散去体内争气 服下之人根本无法运起行攻 若无解要三天之后便会散攻而亡 扇杀雨文言摇晃着站起身来 若非之前的刺客也是你们派来的 郑友起身绕到少年身后悠悠叹道 十八名好手只活下一人 我们也只好下毒了 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回答我的问题 要么三天之后暴毙而亡 扇杀雨咬牙切齿地看向对方 你们是五龙盟的人 郑友脸色一寒 现在是我来提问你只能回答 言霸他在少年肩头轻轻一排 如果没猜错的话 你应该就是那个战神吧 听到此处扇杀雨心中有了些许猜测 当即询问对方是否来自黑商 扇杀雨话音刚落那名护卫突然拔剑出墙 叫养着要为同伙报仇一剑斩向少年伯格 却被郑友立声喝止 住手 我还有话要问 现在说说吧 那群孩子被你藏到哪里了 我劝你最好如实回答 否则让你生不如死 此话一出扇杀雨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推动 少年周身气势陡然一遍冷声开口 就凭你们也配让我生不如死 话音刚落那名持剑护卫豁然变色 一股澎湃的钢劲在他体内怦然炸裂 其余两人见此情形一时间呆愣当场 他们不明白为何会发生这种变故 原来这名护卫正是当日扇杀雨放走了刺客 当时扇杀雨一掌轰在其后兴驶 自身的真气便已没入对方体内 因此在这人按住胸口时他便发现了端倪 只不过为了弄清对方的身份才一直配合演戏 而所谓的摆消散在他喝下去时便 以用天破神功化去要领 此时那名叫徐骁的护卫冷声喝道 还在等什么 还不速速动手 飞机只听到屋顶上传来一声尊命 一众黑衣刺客纷纷从房顶翻入酒 手持长剑纵身朝扇杀雨攻杀而来 少年双眸之中闪过一缕寒芒 庄长推出猛然硬在两名刺客心头 两人一声闷亨利时毕命 那名叫徐骁的护卫见识不妙把腿就跑 扇杀雨见状不由的冷年嘲讽 就这还轻如兄弟 简直一笑大方 一名刺客高声怒喝 放肆 休得对会长不尽 严霸一剑直刺扇杀雨头颅 却被后者养身轻松躲过 扇杀雨借妖马之力一脚悍然了起 那名刺客收拾不及被一脚扫中头颅 最后一名刺客见状不由的大惊失色 而正在此时扇杀雨已栖身而止 少年幼长疏然探出一把抓住他的脑袋 扇杀雨掌中尽力猛然一睹 后者头颅撞在狼柱上一时间碎石纷飞 瞬息间解决完数名刺客 扇杀雨回头冷眼扫去 那个叫徐骁的才是你们的首领对吧 看着缓步逼近的少年正有惊怒交加 你死了这条行吧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扇杀雨掌中尽力吞吐不休森然一笑 连思义当初也是这么嘴硬 但人的身体是不会撒谎的 下一秒只听得杀猪般的惨叫响彻只会走 本是正值盛夏艳阳高照的赏五十分 而这个男人却如坠冰窟窿地浑身发抖 扇杀雨抬手将一股真气度入正有体内 少年并不理会对方的惨叫冷声开口 我截断了你周身十二条经脉的气血运行 气血不通则阳气不至 再过一刻中你的四肢说不定都会动票 说到此处扇杀雨眼中寒一领人 说那个逃走的学校到底是什么身子 郑友终于扛不住刺骨的冰寒挨声开口 我只是个总管 他才是红叶标局的当家人 也是河南黑商分会的会长 求你放过我吧 闻听此言扇杀雨眉头倾吐心下了白 却说另一边徐潇一路逃回红叶标局 属下建议集合全部人手去营救郑总管 徐潇却拒绝了属下的提议 表示为了一个郑友搭上所有人手并不值得 这位黑商会长重新戴上面杀雨气森然 那小子武艺非凡 我们还得从长级 严霸徐潇下令舍弃红叶标局全员撤离 一个时辰后 扇杀雨和红武魁赶到红叶标局 却发现这里早已人去楼空 红武魁表示此事不宜纠缠 建议即刻动身赶往安徽 扇杀雨微微汗手 他心知线索一段在此逗留也没有意义 这附近有个马市 我们得加快绞成了 对了 你上午忙什么去吗 我去河南分舵了解到了一些消息 你猜猜我打探到了什么 别卖关子 爱说不说 是关于十年前那位元朝使节的消息 闻听此言扇杀雨足下微微一笔 随即少年周身上下散发出一股冲天杀气 你先别激动 现在情报还不是特别准确 该帮弟子正在全力寻找他们 相信不久后就会传来确切的消息 扇杀雨缓缓闭上双眼强子稳住心神 半赏过后少年情绪恢复如常 轻声开口 多谢 而与此同时在黄河边的一处渡口 一群百姓正聚在码头长续等汉 天将大雨一时间隐得河水龙城 久取黄河如愤怒的雄狮汹涌咆哮 正在此时一名百姓不可置信地探向河面 他不敢想象这种天气竟有人还敢不和 只见一夜偏周竟在波涛如怒的河水中无番自动 小周上一名男子双手还凶傲然而令 古荡的真气笼罩四周竟是风雨不透 男子目光深邃难难自语 迟早要夺回中原失去的土地 正在此时河面上卷起三丈狂头 兜头盖脸的砸像这艘小船 男子回过神来双眸之中斗然一礼 哼 区区风浪也敢阻我行出来 严霸男子沉腰蹲身气灌丹田 一朝千斤坠牢牢将小周稳住 飞机双掌豁然探出将雄魂的内力运至双手 猛然间男子须发揭张放声怒吼 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严霸男子周身尽力骤然薄发 雄魂的真气力是以他为原心排浪而去 走到之处摧枯拉朽 惊涛骇浪皆被荡体 小周方圆数十丈内一时间竟是风平浪静 就连天空中的乌云也被这股气浪吹散 明媚的阳光透过云层撒在男人刚毅的脸上 更加彰显他披靡天下的王霸之气 小周一路向北行至几元的一处码头 早有一名红袍男子恭敬的在此等候 眼见船上的男子走至近前 马总导公升行礼 参见城主 贺连大吉轻轻汗手 起来吧宗导 好久不见 两人随即朝附近的马士走去 期间贺连大吉问起这两年黑血城的净狂 城主游历中原这两年少主的武功突飞猛进 七魔都称赞少主的实力只怕已经超过城主 贺连大吉听到微微一笑不知可否 旋即他神情肃穆出声询问 那个女孩怎么样 这两年还是老样子 也就对少主还算亲近一些 贺连大吉文听此言一时间沉默不语 半赏过后才大不留心地向马士走去 走吧 是时候该回去吧 此时不远处的马士之中 红武盔正在挑选两人的座器 老乞丐向善沙宇传授着挑满的心 半赏没得到回应不由地回头望去 只见对方正在小摊前买着什么东西 片刻后善沙宇拿着一件满是秀记的蝴蝶饰品走来 少年表示他跟苏小胡多年未见 在见面里应准备一件礼物 红武盔对善沙宇的直男行为嗤之以鼻 直言乞丐都不会送女孩秀记斑斑的饰品 却只见善沙宇掌中丝丝缕的真气缓缓飘起 这件饰品上的铁锈竟是开始慢慢剥落 少年的操作看得这位丐帮长老瞠目结舌 而正在此时善沙宇只感觉一股强大的压迫感 从背后抖然醒来 少年慌忙停下手中的动作回头望去 只见两道身影正悄然住立在身后不远子 其中一名黑袍男子周身气势冲天而起 一滴冷汗不自觉地从善沙宇并脚滑落 他敏锐地感知到对方的实力堪比自己师傅 甚至比自己师傅还要更胜一筹 念及此处少年不自觉地握紧拳头 周身上下凛然的气势同样喷过而出 隐隐由于黑袍男子一争长短的态势 赫连大吉见此情形同样心下骇然 旋即咧嘴一笑询问身后的马宗岛 宗岛 如今的中原还有这样的高手吗 马宗岛同样被赫连大吉的威势压地传播起来 他的一双眼眸死死地盯着对面的少年 却发现对方依然不惧地注视着他们 这位无敌血魔的左手突然探出 五指成勾碗如雄鹰利爪 那个少年毫无疑问是个危险 他正准备掀下守卫墙 不曾想赫连大吉突然出言制止 宗岛 你不是他的对手 莫要轻举妄动 马宗岛一阵汗颜低头认错 而此时的红鲁葵同样是惊恶不如 老乞丐紧张地猴结滚动咽下一口口水 对方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甚至利压全圣皇府军阅一筹 赫然是传说中才有的天人合一的武功境界 他一身武学秀为公餐造化 红武魁竟是一时间战力不稳跌坐在地 赫连大吉死死地冰着眼前的少年 足下猛然踏前一步显得威势师 善沙宇却是未然不惧神色淡然 同样针锋相对地朝前迈出一步 绵绵细语仿佛都被两人的威势所逼挺 莫然间善沙宇周身尽力骤然薄发 赫连大吉同样是瞬间运起全身功力 少年将霸道地刚进运至拳风之上 而男子则是将雄魂的真气汇聚成中 两人皆是全力出手对轰在一处 猛然间善沙宇瞳孔一锦心神震荡 自己的权力一拳竟然打了个空 善沙宇一时间茫然四顾不知所措 自己如坠九幽之中四周竟是无边的黑暗 而正在此时一道刚进陡然袭来 善沙宇凭借身体的本能侧头闪躲 刚进贴着自己的面颊擦肩而过 不激荡而去精神将整条街道一围屏蔽 善沙宇心神一颤回到现实之中 原来方才他只是跟对方在意念中过了一招 一滴冷汗在少年脸上不自觉地滚落 而正在此时男人粗犷的嗓吟悠悠传来 你手里有一件好东西 善沙宇文听此言不由地低头望去 只见那枚蝴蝶饰品上的秀迹被他的钢筋震散 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 更为玄妙的是善沙宇的真气灌注其中后 这枚饰品的翅膀上竟然延展出六个小字 这是正汉子留下的误解 那六的字是他已密法刻在翅膀上 只可惜天下没有几人能识得死 我在中原游历了两年 还从未遇到过像你这般的高手 说到此处贺连大吉默然一笑 敢问少侠尊姓大名 在下善沙宇也是刚来中原不久 贺连大吉听罢先是微微一愣 随即竟是仰天狂笑声震如雷 一阵阵声浪如排山倒海般激荡了去 红武魁慌忙无尽耳朵勉力抵抗 马宗岛也是运足功力才稳住身心 片刻后贺连大吉恢复如常缓缓开口 善沙宇面带微笑 对贺连大吉的恭维不置可否 此时马宗岛牵来一匹漆黑如墨的神卷 贺连大吉清楚综毛赞叹不已 伴赏过后却是将马江绳递向善沙宇 你我相见即是有缘 这匹马送给你 善沙宇却表示自己受之有愧 婉言谢绝了对方的美意 善沙宇也不矫情 翻身上马表示自己还要继续北上 善沙宇直言自己不久后也会前往北方 如此甚好 他日善少侠到了北方可来飞雪城区 说到此处贺连大吉深深地看了少年一眼 倘若少侠前来 我们黑雪城定将你奉为上币 告辞 言罢贺连大吉双腿倾加马腹 骏马一声长司机尺而去马宗岛紧随气候 这位无敌血魔却在心中暗暗思索 现在放过这个少年将来必成大患 却不料贺连大吉仿佛能看穿他的心思一般 宗岛 别做傻事 我还不想失去你这位左膀右笔 马宗岛心下一紧 城主 他真的有那么强大 无法理解他们的事就知道 他是当今武林唯一可以与我一战之人 方才我跟他在意念之中过了一招 你无法想象他的实力有多么恐怖 我有自信能接下他全力一拳 但我确信那一拳下去我势必废掉一臂 那是一股高猛无比霸道绝伦的精灵 在那个少年眼中似乎天下无一物不可 说到此处贺连大吉心有余计地按住肩头 这位城主无比庆幸自己的手臂还完好无所 如果将来我们要称霸中原 那个少年或许将是最大的阻碍 贺连大吉咧嘴一笑 心中竟是盈盈有些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两人不再多言一路纵马北归而去 却说另一边红武葵常常地吐出一口浊气 这位丐帮长老对自己方才的表现倍感羞耻 见善鲨鱼愣在原地毫无反应 红武葵询问对方可是因为体内余毒未孝 善鲨鱼表示百消散早已被他化解干净 少年缓缓地握紧那枚蝴蝶视频轻声解释 自从十年前我习得天阔神功 可怜大吉是第一个让我如此紧张之人 红武葵劝善鲨鱼不必多讲 大宇将至他们还是尽快动身为命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的铁舞名中 一只信歌飘然落于庭院之内 蓝袍男子解下竹筒快步走向前厅 不多时便来至苏小胡面前 苏小胡见属下神色匆忙 不由地出声询问发生了何事 小姐 这是山西分会传来的秘报 苏小胡打开竹筒取出秘性闪目观桥 眼见自家小姐一张翘脸紧紧崩起 侍女关心的询问到底发生了何事 却只见苏小胡嘴角竟是微微翘起 少女声如黄英女气之中满是欢喜 杀与哥哥来中原了 而另一边的南宫素桥看霸手里的秘报 则是翘脸寒杀 这位南宫世家的天之娇女柳梅倒数 谋中怒火喷勃欲出 江山见此情形不由地出声询问 明府魔刀和铁骑神功都死了 后者闻听此言瞳孔咒缩不可知心 听说是一个叫战神的人杀了他们 康威甚至连尸体都没留下 不知道太原何事出了这么一名高手 不过我断定他绝非九重复的人 不管怎么说这次五龙盟因他损失惨重 南宫素桥放下手中的秘报冷声吩咐 我从没听过战神这个绰号 你需尽快调查清楚 江山表示调查并不难 但如果对方能击毙五龙盟的两大可亲 只怕自己也不是对方的敌手 南宫素桥直言可以找五刚英家出手相助 江山听罢轻轻汗手 如果他们肯出手应该能守到起来 不过有一点你要注意 五龙盟正直用人之计 如果对方实相不妨招揽过来为我所用 否则 江山心领神会森然开口 我明白 否则格杀勿论 一位是南宫世家的天之骄女 一位是五龙盟的五大可亲之一 如今却聚在一起对一名少年忌惮不倫 此时江山又抛出另一则消息 他当得到情报称黑商的学校正在河南截杀某人 南宫素桥心思玲珑 当即猜测黑商极有可能也在追杀战士 不错 从目前来看极有可能 而且是黑商高层下的命令 只不过他们遭遇了惨外 一行人已经隐秘起来 说到此处江山突然画风一转 南宫小姐 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确认一下 我听说世子蒙的北风御守昨夜回来 我认为所有事情都是因辽宁之事而起 北风御守一定知道这其中的关桥 还请南宫小姐出面打探一二 当初在辽宁到底发生了什么 南宫素桥表面上点头答应 心中却是有着自己的盘算 他知道慕容冬天与皇甫军月有一个秘密约定 如今慕容冬天已死 约定的内容只有全盛知晓 而据他所知慕容冬天在被暗杀之前 曾委派一个小标局交给全盛一样东西 他也因此将那个标局的人保了回来 双方各自分工后江山起身告辞 这位五龙盟的客卿心中思绪飞转 南宫素桥虽然能力出众但耐心不足 还有那个武钢英家 是江湖上凶名昭著的刺客世家 整个家族上百人都是身手不凡的刺客 为了一个身份不明的战神 动用这股力量到底是不值得 想到此处他不由地自嘲一笑 如果不是五龙盟的庇护五刚英家 早已是江湖工 护着他们本就是干这种脏火的 这位五龙盟的客卿抬头望天轻轻一叹 战神 你像流星一样坠入江湖 终将会像流星一样逝去 而阁楼内的南宫素桥此事关心的却并不是战神 这位三花之一的女侠盯着一处客房眼神冰寒 苏小胡那个丫头太过狡猾 自己该怎样才能将大天商团收归门下 沉思半赏无果后这位女侠恨声自语 你该庆幸你没生在五龄世家 否则你早就死在我的手下 而与此同时在卢州府城外 一老一少乐马驻足 这么说你来自是位寻三花之一的韩湘雅 不错 据连思义所说她很有可能就是我师父的女儿 水花韩湘雅雅是韩家家主韩正宇的女儿 有传言称她的实力已经超过其余两花和三雄 还有人说她一只脚已经踏入剑仙之劲 韩家曾经也是武林中的名门望族 只不过在南宫世家崛起后就逐渐落寞了 两人入城后在丐帮的分舵安顿下来 红武魁认真翻阅各地寄来的情报 却始终没发现语言朝使节有关的消息 老乞丐颇为不好意思地看向少年 表示可能还要再花费一段时间 让善沙宇自行休息 善沙宇表示自己有事要扮让红武魁不必管他 老乞丐闻听此言神色无比正常 奉劝善杀与万事详心 这里是南宫世家的大北 少年微微一笑表示自己尽力不忍乱走 夜幕悄然降临 在南宫世家本家大宅内 几盏烛火将整个正厅照耀的异役升辉 正厅之中别具降薪的保存了一棵百年古树 树皮被削去大半上面刻着四个烫金大则 寓意仗剑行侠谱记天下 太是以上一位虚发皆白的老者出声询问 肃乔从铁武门送来的那个人怎样了 还在审 相信很快就能问出一些消息了 南宫武进眉毛一条 动作要快 错过这次机会以后更没希望追上皇甫世家了 南宫铁静沉声回答 放心吧大哥 绝不会让肃乔那孩子白费力气 与此同时在南宫世家幽暗的地牢中 手臂粗的铁链搁之作响将男人重新吊起 一名男子奄奄一息浑身是伤 审问的壮汉力声鹤问 说 慕容冬天给皇甫军阅送的到底是什么 男人的一双眼眸坚毅如铁 此人正是铁马镖局的当家人莫无 那个老东西总是这么优柔寡断 若不是因为他的女儿 我还真不稀罕与他联姻 放心吧兄弟 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克制自己 但今夜他必须要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月挂中天 夜幕下一道身影如鬼魅般在城中一闪而逝 少年飘然落在一处屋脊上积目远眺 只见不远处一座大宅巍娥所命 定是闻名侠耳的南宫世家 善沙与收回视线看向身前的落魄宅院 这便是他今夜要探访的寒家 却只见寒家门口 助力着数十名弟子模样的人 少年心中颇为不解 据红武魁所说寒家实力大不如前 莫非这些人是其他门派的弟子 暗下心中一律扇杀雨 身形一闪略进宅院 如一只林猫般轻飘飘跃上一处屋顶 少年小心翼翼地揭开一片红瓦 透过一处缝隙向屋内闪不关桥 只见屋内两人分兵主落座正商台的事情 寒家主 你我两家联姻对寒家有利无弊 我不知道你在犹豫什么 话虽如此 但雅儿如今在铁武盟 婚姻大事我怎能替他擅自做主 莫非是寒家主觉得 我们南宫世家的长子配不上一个女 自然不是 长公子是多少人家求之不得的嘉许 是我们寒家地位低下高攀不起 南宫铁金四世失去了耐心 寒家主给个痛快话 是不是瞧不起我们南宫世家 韩正宇拼命压下咳嗽颤声解释 自然不是 既然不是那只门亲事就这么定 列以继身 在下不便过多讨扰 告辞 严霸南宫铁金豁然起身走出韩家 韩正宇一路追赶出来表示不可如此轻率 如果你我两家联姻成功 南宫世家将不遗余力地支持韩家复兴 韩正宇似世有所心动 却仍捏如着表示要等女儿自己决定 父母之命没说之言哪有的孩子做主 就这么定吗 明晚我来商议婚事日程 严霸南宫铁金拨马便走 一众南宫世家的弟子紧飞其后 两人的对话善杀于一字不落的听进耳中 韩湘雅如今在铁武盟 自己今夜莫非白跑了一趟 而韩正宇回到屋内后颓然叹息 他万没料到南宫世家会如此强硬 想到女儿要为家族利益牺牲自己 这位身体缠弱的家主 急火攻心连声咳嗽 半嗓过后他才稳住气息 不管怎样这段婚姻都会给女儿套上家族 而正在此时一道嗓音在他身侧悠悠响起 不必如此苦恼 跟女儿直接谈谈吧 韩正宇大惊失色 扑瘦的左手豁然探出猛力一抓 三杖外的一柄长剑竟是被他隔空射来 这位古希老者手按剑柄立声断合 来者何人 他表面上是个雷若不堪的古希老者 实际上却是能隔空取物的武林高手 韩正宇惊觉身侧有人巧然出现 这位韩家家主手按剑柄便要拔剑玉笛 却不料少年身法如电眨眼间闪至近前 韩正宇瞳孔然一缩心下骇然 少年白皙的手掌牢牢抵住剑柄 他倾尽全力竟是不能拔出寸鱼 半晌过后他才意识到双方的实力差距 虽然无力地放弃挣扎询问对方是谁 扇沙宇轻声致歉表明自己身份 直言自己是为韩香雅而来 韩正宇坐回卧榻询问扇沙宇跟女儿是何关系 扇沙宇走至墙壁上的画像前缓缓开口 据我所知韩小姐不是你的轻生女儿吧 二十年前你在山西遇到了韩香雅 并将她认作女儿视如己出 闻听此言韩正宇如尔盼想起惊雷 颤声询问对方如何知晓 我从塞北一路寻找韩小姐来到中原 是她的生父拜托我寻找她的 听到此处韩正宇恍然大悟 她的生父还活着呢 回想起师父的临终嘱托善沙宇继续开口 我师父已经过世了 但他老人家临终前嘱托过我 若是找到他女儿时对方过得不好 让我出手相助一次 所以我希望你能如实告诉我韩小姐现在的处境 韩正宇陈寅伴赏缓缓将事情的原委到来 二十年前韩香雅被慕容世家卖给连思义 在山西赤泪墙内被重点培养 雅儿聪慧异常 找了个机会逃了出来 当时我恰好路过把她救下带回家里 这些年我也一直在寻找她的父母 但雅儿饱经折磨已经失去了以前的记忆 那南宫世家今夜前来逼婚所为何谷 他们根本不是看重雅儿本人 而是想利用雅儿的武功 这也是为什么我始终反对这门婚事 但雅儿如今人在八百里外的铁武门 南宫世家又势力庞大 倘若少侠所言不假 还请出手相助还他自由 扇沙宇一路奔略追上南宫世家的队伍 跟在最后的一名弟子只觉得一阵微服服 下一秒便被一只手掌捂住了口 随即他只觉身子一轻被人带离地面 整个过程不过在眨眼之间 其余弟子竟是无一人发现 扇沙宇探手点中此人挤出大雪 玄机扒下此人的长衫套在身上 少年遥望着南宫世家的大宅案下决心 他必须得调查清楚南宫世家 为何如此想得到韩湘雅 一众南宫世家的弟子余冠进入大宅 此时一人只觉得眼前一花不由的侧头望去 只见身边突然多出来一道身影 看着少年陌生的面孔 他当即询问对方是谁 不曾想善杀与幼长舒然探处 几缕真气从他指尖飙射而去 下时间没入后面几名弟子的脖梗之中 几人连呼叫声都没发出来 转瞬间竟是如同提线木偶般机械前行 此招正是天破神功演化出的人魁秘术 师父 你说的人魁秘术是什么武功 天破神功延续了上千年 前辈们在此期间与无数高手比武较急 也从对手的武功中博彩中常化为己用 而所谓的人魁秘术便是其中之一 简单来说就是用自身真气控制对手 不过人魁秘术的可怕之处在于 他不仅能控制对手的动作 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控制对手的意识 倘若你能熟练掌握这门公主 潜伏暗杀根本不在话下 善沙宇一路跟随队伍进入内宅 却不知一名黑衣剑客早已潜入进来 就在善沙宇四处打量环境的时候 那名黑衣剑客也在心中暗自盘算 南宫世家戒备森严 他如果贸然潜入内宅必然会被发现 此时南宫铁静询问属下地牢那边情况如何 属下表示三老爷仍在审问 南宫铁静闻言不由的暗自警察 他没料到有人能在三弟手下坚持这么久 念及此处南宫铁静下令前往地牢 一行人穿过一座假山不多时便来至后院 从一处入口又蜿蜒向下进入地牢 潮湿空气中混杂的血腥味让善沙宇微微皱眉 他悄悄跟在南宫铁静身后穿过幽暗的游道 只见对方静止走进涌道尽头的一处牢房 南宫铁静询问弟弟情况如何 南宫得尽表示他已经用了22种刑法 但对方始终不肯开口 南宫铁静闻言不由的眉头紧重 他上前一把捏住莫骨鱼的面颊立身开口 不想死的话就如实交代 慕容冬天送给皇府军月的到底是什么 莫骨鱼被捏住口笛门声回复 如果他说出来他的家人会尽数被杀 所以他宁愿自己生死也不会吐露半子 南宫铁静闻言大门 一把夺过弟弟手中长剑 玄机一剑陡然刺进莫骨鱼尖头 后者立时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我的耐心有限 你以为我不会杀人吗 如果你不说 我也会将铁马镖局上下尽数枕杀 善鱼听到铁马镖局不由的心头一颤 他不自觉地看向牢房内的男人 发现对方赫然是之前一路同行的莫骨 善鱼也步步地隐藏行迹走进牢房 少年周身凛然的气势将两人都正在当场 南宫铁静惊讶之于心中暗自恼目 他从寒家出来后不久就觉得有人在跟着自己 当时他只到是错觉便没有细细探查 而正在此时善鱼双指疏然探出 两道刚进急射而去正中两条铁链 因而手臂粗细的铁链竟是应声而断 莫补于身子一软力士瘫倒在地 善鱼解下长衫将对方绑在身上 而此时南宫兄弟才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南宫得近横剑拦住少年询问对方到底是谁 善鱼面若寒霜冷声开口 滚开 在少年冰冷目光的注视下 这位南宫世家的三家主义时间不知所措 却不料善杀与周深尽力骤然薄发 我说让你滚开 下一秒只见南宫兄弟二人被瞬间掀飞 忽然撞裂树杖外的一处墙壁 而此时的正厅内 南宫武金正看着南宫速桥送来的一份密报 这位南宫世家的家主面色英丽 密报上称那个所谓的战神已经南下 南宫武金正准备吩咐手下展出战神的踪迹 本然间一声惊天巨响传入他的耳朵 他快不来到窗前凝神向外看去 只见两道身影如断线风筝般从地牢内倒飞出来 男人被施以酷刑折磨了整整一个月 近月幸得好友出手相助才逃出生天 眼见两位弟弟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来 南宫武金同孔咒所以时间不可置信 而南宫兄弟则是盗略食于战后堪堪稳住身心 两人皆是心神俱灿 他们万没想到那个少年的身手如此强 眼见对方背负着莫补于缓顾逼近 南宫铁金怒声询问对方到底是谁 扇杀与周深真气鼓荡 每一步踏出都显得威势失足 在下扇杀雨 自塞北而来 这个名字你们可能不曾听过 但之前有人曾给我取过一个绰号 那个名字你们或许会更加熟悉 说到此处少年双眸之中惊忙暴首 他们有人也叫我战神 此话一出一时间场中万类聚集 半场过后一道苍脉的嗓音悠悠传来 南宫武金冷眼看着少年出言邀请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战神亲民寒舍 有何误会不妨进正厅一许 玄机他又低声吩咐手下 去准备一下我们得好好招待这位贵客 片刻后扇杀雨被请进南宫世家政厅 看着一件天室内四个烫金大字 少年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轻小 南宫武金主见而作言语之中满是骄傲 仗见行侠仆计天下 这四个字代表了我们南宫世家数百年的荣耀 随即这位家主话风一转 老夫听说过你的名号 慕容冬天死于你手 山西的黑伤也在你手上吃过大亏 说到此处南宫武金眼神一礼 你来我们南宫世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只是为了救你背上的那个人吗 扇杀雨表示他与莫补于相识在前 眼见对方受难自然要出手相救 闻听此言南宫武金占起身来 这位家主清楚过手中长剑语气森然 此剑名为帝王剑 老夫用他夺走过很多人的性命 南宫武金眼神冰冷地看向少年 不过江湖之中从来就没有什么仗剑行侠 活下来的人才是正义 长剑荡过地面留下一道寸鱼身的划痕 这位南宫家主举剑咬指扇杀雨继续开口 既然你知道了我们对莫古鱼的所作所为 为了南宫世家的名声老夫只好将你一并留下 此时南宫铁近兄弟也赶至正厅 两人皆是目光阴狠地看向少年 伴随着南宫武金一声令下 十余名黑衣剑客从各个角落一拥而上 纷纷手持长剑直奔扇杀雨攻杀而去 少年侧身提心悍然顶在一名剑客面门 后者惨叫一声长剑脱手而飞 旋即在空中翻滚一圈重重砸落在地 扇杀雨一击得手周身气势懂然意味 少年傲然一笑嗓音犹如万古寒冰 就凭你们也想留下我 言霸扇杀雨暴虐而起竟是主动对攻而去 少年一掌猛然推出 只见一道刚进如白红冠日般急射而去 下时间数名剑客被贯穿身体当场毕命 南宫铁近兄弟见此情形心下大害 两人各持长剑便准备加入战局 不曾想此时一道传音命于想在他们的耳畔 赫然是大哥南宫武进的嗓音 鱼不可及 难道你还不明白维凶的用意吗 慕容冬天再怎么说也曾是辽宁的一方霸主 却悄无声息地死在这个战神手中 要么是他的功力足以碾压慕容冬天 否则便是他的武功有着独到之处 他小小年纪内力能身后到哪里去 定然是他的武功招式存有蹊跷 你我只需仔细观察等待时机 抓住机会出手方能克敌至圣 眼见南宫兄弟三人站在原地不动 扇杀雨略威斯所便猜到了一二 少年足下发力猛一点地 身形如药子钻天般略至半空 扇杀雨将霸道的钢筋运至掌心 既然你们想看到我就让你们看个够 严霸少年一掌陡然轰向身下众多剑壳 勇魂霸道的钢筋如九天飞铺般倾泻而下 下时间将一众黑衣剑壳淹没其中 漠然间南宫武进眸中闪过一缕寒蟒 他敏锐地捕捉到扇杀雨救起途径 兴棄为耐的空岛 这位南宫世家的家主一声断和 就是现在 动手 南宫铁镜飞扑而上师斩出苍穹无牙剑法 南宫德镜也纵身略去用出雷电十三剑 兄弟三人从三个方向齐齐攻向空中的少年 南宫武进一剑快速流星直刺善鲨与后心 曾想少年仿佛背后生眼 白皙的手掌轻飘飘抹过南宫武进的手腕 后者势在必得的一剑突然改变方向 竟是生生刺进迎面而来的南宫铁镜心口 战鲨与如法刨制一掌切在南宫铁镜的小臂 这位二哥的长剑也不受控制的改变方向 刺进了三弟南宫德镜的心口 少年动作不停双指探出点在南宫德镜肩头 后者的长剑历史改变方向刺向自己大哥 电光石火间这三位兄弟竟是彼此互同 南宫铁镜被一剑截断心脉命丧当场 南宫德镜更是被一剑洞穿心口生机全武 只有南宫武进勉励侧身避开要害 却还是被一剑斩断手臂 然后是他见多识广也想不通刚刚发生了什么 果然间南宫武进右手猛来一抓 那禀闭王剑竟是被他隔空射来抓在手中 这位南宫家主调戏片刻后缓缓起身 玄机运起胜于全部功力汇聚健身之上 扇沙宇听闻身后传来意想不由的驻足回望 却只见南宫武进足下猛一发力暴力而来 少年眉头微醋 他没想到这老匹夫竟如此汗勇 眼见对方一剑断将之威横过而来 扇沙宇足间猛一点地腾身躲 南宫武进私声怒吼 小畜生 老夫金玉飞载了你不可 严霸同样纵身跃起直奔少年一剑刺去 却不料正在此时扇沙宇双眸抖然一领 少年双掌探出在身前轻轻一措 下一秒只见那柄长剑竟是刺入南宫武进自己的心口 南宫武进声如风香低声咒骂 你金玉彻底得罪了五龙猛 将来定会死无全尸 扇沙宇神色淡然冷声开口 不劳你费心 严霸少年抵在剑柄上的右掌猛一发力 长剑暴射而去将南宫武进带向地面 长剑生生刺进地面两尺有余 禁力之大执阵的地面塌陷碎石纷飞 当代南宫世家的家主就这样被定死当场 扇沙宇抬头看向正厅之中的那四个烫金大字 少年左手豁然抬起将霸道的钢筋汇聚掌中 飞机一掌推去一道雄魂的禁力标射而去 伴随着扇沙宇化长为全猛男一位 那棵驻立了数百年的参天大树竟是怦然炸裂 扇沙与眼神冷若寒冰淡淡开口 这四个字你们南宫世家根本配不上 这座小院建在光秃秃的摆上悬崖之上 却被江湖中人奉为不可见月的圣地之一 只因这里住着号称二圣之一的全圣皇甫军月 狼道下皇甫军月一人静静地独自啄起 一名属下丹西跪在三丈外振公生顶报 那个战神仙是在辽宁大闹慕容世家 前几日又孤身闯入南宫世家大开杀戒 打死打伤的弟子不计其数 其中三老爷南宫得尽命丧当场 二老爷南宫铁金也已经魂归地府 而家主南宫武尽则是被钉死在正厅 据说这位家主断气前还亲眼看到一副惨剧 眼睁睁看着战神毁掉了家族世代传承的贬 现在战神的名号在江湖上可谓是如日中天 不少后起之秀对于他的横空出世拍案较好 也有不少武林民宿担心对方威胁自己的位置 而且有消息称黑商也对那位战神出手 听到此处皇甫军月的动作不由地微微一致 这位权胜的语气依旧波澜不惊 黑商也搅和进去了吗 不错 黑商河南分会的徐肖亲自带队 本想在河南截杀战神却杀鱼而归 皇甫军月停下手中动作抬头望天 半晌后他沉声吩咐 给肃乔那丫头传信吧 我想见他一面 而另一边的铁舞盟中 南宫肃乔正看着八百里佳级传来的家书 这位三花之一的女侠满人间同学 随即恼怒地将桌案上的家书揉成一团 南宫肃乔咬牙切齿恨声咒骂 战神 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与此同时在铁舞盟的一处客房中 苏小胡也收到了关于南宫世家被灭的消息 这位大天商团的少主在惊讶之余 心中不免对善杀与担忧起来 南宫世家遭受重创 五龙盟定然不会善罢甘宣 念及此处他历史对婢女出生吩咐 接连下达数条命令后 苏小胡略微私存继续开口 还有派人盯着南宫肃乔 他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想除掉鲨鱼哥哥 说到此处苏小胡神色冷俊 我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事业 江山收到了南宫肃乔的飞鸽传书 他当日奉命赶赴河南截杀战神 为了保险起见他除了吊动五刚音家 还雇佣了青阳门的杀手 收到南宫肃乔的传书 他才知道自己扑了个空 战神已经到了卢州府并写灭了南宫世家 书信中南宫肃乔将利害关系一沉迷 如果被全盛知晓定然会迁怒南宫世家 所以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将莫谷乔灭口 万不能让他供出南宫世家 如果战神前去铁武盟营救莫谷乔的家眷 那他与皇祖军岳必有迎战 见识就是他的死期 江山探霸传书不由地对这位女侠心生佩服 对方突逢家中巨变却仍沉着冷静心思缜密 身边的赢家家主出声询问发生了何事 江山直言战神不在河南已经辗转到了渔中 而他们此行的任务也变成优先诛杀莫谷 本然间江山突厥身侧有人悄然靠近 这位五龙盟的客亲郑玉拔剑出手 却听到那人鹰侧侧地接过话头 害我们白白浪费这么久的时间 来者正是武刚英家的鹰图员 而此时另一名女子连不轻已走至近前 表示他们还是谨慎为妙 目前为止他们对战神一无所知 本来这笔生意就没多少赚到 你又请了青阳门的杀手一同出手 说到此处鹰木阵突然咧嘴森然一笑 不过如果是杀那个莫谷鱼 我们也不算归牌 而另一边一辆马车正赶赴铁五芒 红武葵一边驾车一边叠叠不朽 自己一眼没照顾 善鲨鱼就突出这么大的轮子 红武葵见车内半天无人搭话 当即掀起帘子朝车内看去 只见善鲨鱼掌心争气鼓当不朽 一滴滴人身精华被他萃取出来 滴入莫谷鱼口中 红武葵见状轻声询问对方伤势如何 我能做的都做了 剩下的就要看他的造化 而且他经脉尽端 即使活下来也无法再拿奖 红武葵文言一时间唏嘘不已 心中却是对皇甫军月的那桩秘密万分好奇 半赏过后莫谷鱼悠然转型 对善鲨鱼的搭救感激不尽 善鲨鱼询问莫谷鱼押送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竟能让堂堂全胜干出扣鸭家眷这种卑劣行径 莫谷鱼将事情的起因经过如实告知 原来当日他们在慕容世家接到了新的委托 并敢在大力宝闯进慕容世家前逃了出来 但铁马镖局向来严格遵守江湖规矩 只管押运货物从不打探布子的秘密 他只知道那好像是一口红漆棺材 上面捆着铁链还贴着符咒 听慕容世家的人说 那个箱子是在挖掘北领洞失所的 据说只要用好它便可惩罢江湖天下无敌 说到此处莫谷鱼突然神情激动 善少侠 我的家隽还在铁武盟 我一定要去救他们 我们正在赶往铁武盟 你且安心养杀 无必太过担心 红武盔听罢不由地泛起愁容 他深知善沙宇一旦决定某事九头牛也拉不回 但他们丐帮一向置身江湖纷争之外 如果他参与进去势必将丐帮卷入其中 届时丐帮定会受到牵连 因此他暗下决心自己必须得禀邻帮主 此时善沙宇的询问打断了他的思绪 长老 车内这捆绳子是干嘛用的 那是救生锁 用来固定行船或者搭救落实 一直用的 你要是嫌碍事就扔出去 善沙宇轻轻汗手心下了难 先留着吧 说不定什么时候用得上 红武盔怒斥善沙宇乌鸦嘴 旋即继续驱车急速前行赶往铁武盟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危险已经悄然而止 此时一伙人正在不远处的密林中守住带徒 江山等人猜测出善沙宇的目的地是铁武盟 因而连夜赶至这条必经之路上不止截杀 樱木正转头看向身后那道如鬼魅般的声音 青阳门主 一会儿我们谁先动手 青阳门主是见儿力言语之中无悲无喜 随意 你们五刚英家别拖我们青阳门后腿就行 英姬瑶被青阳门主的冷酷撩拨得放心一场 樱木正却提醒他对方已经黏过花甲 他可不是个善茶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在背后给你一刀 正在此时天空中突然下起瓢泡大 樱木正咧嘴森然一笑 天助我 准备动手 却说马车在暴雨之中勉励前行 红武魁直言语是太大路况不清 建议找个地方暂且避雨 此时车内的扇杀与瞳孔骤然一锁 他仿佛听到有人在雨中纵虐而来的声音 少年侧耳静听片刻心中愈发笃定 却是有一伙人正朝着他们急速逼近 伴随了一道惊威滑破云 只见数十名黑衣刺客冲出密林直奔他们攻杀而来 少年席德绝世神功向来能够撂敌先机 而今天直到刺客逼近他才惊绝对手的心机 捕捉到一众刺客追杀而至 扇杀与心头不由地微微一颤 这些刺客行动起来悄无声息 绝非泛泛之辈 而正在此时车厢上传来一声轻响 赫然是冲在最前的刺客已然跃上满车 却不料下一秒扇杀与竟是破窗而出 一脚悍然登出郑重那名刺客的下路 少年一击德守候闪路关桥 只见几名刺客已然跃上车顶 扇杀与双手撑住车厢腰身猛然一准 下时间身形如陀螺般旋转度 两腿接连横扫转瞬间连出竖脚 几名刺客立时被扫中头颅颈锅断裂 交手过后扇杀与心中愈发惊诧不已 这些刺客彼此之间配合默契进退有多 与以往遭遇过的刺客简直是天壤之处 而此时红武魁则是认出了这些刺客的身份 这些人使用的皆是绑复在小臂上的权热 赫然是暗杀世家武阳英家的独门兵刃 红武魁拼命驱赶马车飞速狂奔 一众刺客在身后紧追不舍 少年将霸道的钢筋运至双掌之上 在一众刺客的围攻下丝毫不落下风 战杀与双掌晃动间护住周身上下 每一掌地出都有一名刺客被掀下车底 众招者轻则脏腹破裂不断惊蛇 众则心脉困断当场毕命迫世荒野 却不料正在此时马车前方窜出两道身影 红武魁见状不由的大惊失色 只见这两人浑身笼罩在蓝袍之下 一双眼眸之中满是无尽的死气 老乞丐连忙高声提醒 鲨鱼小心 青阳门也来了 是两大刺客世家同时出手 少年听罢一双眼眸依旧波澜不惊 善鲨语人必轻疏一指输然点出 大道的刚进急射而去正中两人胸口 两名刺客立誓如遭重锤 此时被巨大的尽力带飞出去 后者处便不经左手闪遍般探出 进驶后发现之一把掐住对方的伯格 善鲨语单臂将刺客提起傲然而立 少年嗓音平淡如一口无波古井 不管你是五龙盟的人还是南宫世家的人 让你们的主子亲自来 却不料正在此时一遍抖声 那名被制住的刺客竟是开始双目喷火 一股磅礴之力在他体内蓄势待发 善鲨语见此情形不由得同 新阳门刺客竟是轰然炸 一时间只见爆炸的巨大气浪冲天而起 就连半里外观战的几人都能感受到威势失足 鹰木阵双手还凶放声大笑 新阳门的独门密集地狱爆裂弓 果然名不续传 新阳门主却是对鹰木阵的恭维不慎在意 这位暗杀高手身影一闪原地消失不见 因图远询问他们是否也该按计划出手 图远你跟我走 姬瑶陪将先生留在此处 莫古于非杀不可 但如果能攒了战神岂不是更好 姬瑶 我们五阳阴家能不能名声大造全看你 鲨鱼 成为天破武将就意味着只能踩着他人的尸体前行 虽然天破神功号称天下第一 但天道公允 任何一门武功都有克制之法 千年以来天破武将所走过的 是由万千条性命铺就的血路 无论你是否愿意 在成为天破武将的那一刻 你就已经踏在这条血路的中心 这种大恐惧是天破武将的宿命 你可愿意 少年没有急于回答而是出声询问 那师父是如何克制这种恐惧的 韩武伯傲然一笑朗声开口 请君万马赴一笑 我自逍遥认取留 却说巨大的爆炸将车厢炸毁了一半 天厢内莫骨于牙关紧咬任凭目屑砸在身上 红武奎勉力拉住金马控制着马车继续前行 老乞丐惊恐地回头望去焦急呼喊 战神你还好吗 带到燕尘散去只见扇鲨鱼衣衫揽蓝领 一根碎骨竟是生生动穿他的肩头 少年的脸上依旧神色淡然 放心并无大碍 连霸扇鲨鱼一把将那根碎骨抽了出来 随即运气控制肌肉竟是让伤口紧紧贴合 扇鲨鱼抬手射来车板上的那根救生锁 少年腾身跃起将雄魂的尽力灌住其中 那根绳索煞时间如蛟龙出海般急射而去 天光是火尖击中数名追击而来的刺客 霸道地刚进透入体内 数名刺客玄机毕命当场 扇鲨鱼手腕轻轻一抖 那根绳索又缠住一名刺客的伯格 伴随着少年猛一用力 内人的头颅竟是被生生扯掉 期间也有青阳门的刺客试图故技重施 妄想用地狱暴裂公众创山鲨鱼 但后者将手中绳索用的如臂之时 一众刺客根本无法进身 尽管如此这些刺客仍是汉不畏死的冲杀而来 却只见少年将手中长生猛然一抖 长生力是如长枪一般动穿刺客们的胸口 三名刺客如风筝般被长生挂在半空 而恰在此时又有四名刺客纵略而来 一四人并未攻向善杀鱼而是抓住那根绳索 伴随着四人沉身弯腰足下猛然发力 那根绳索力时被四人拉扯的品质 饶使善杀鱼内力身后也被拽得一个亮枪 此时一名青阳门刺客纵身跃上绳索 少年健壮力是明白了对方的谋划 只见他右手食指探出在绳索上猛然一点 一道刚猛的尽力当即沿着绳索激荡而去 刚进自那名刺客的涌拳穴透入七体内 后者历时被那骨精力震的腾空而起 旋即整个身体竟是被绞作两节 本来叙事待发的地狱暴裂弓也提前引动 下时间将那几名武杨英家的刺客轰杀当场 眼见的战场中众多刺客前仆后继的接连殉命 一滴冷汗自江山并脚不自觉地滚落下来 他看着欲战欲勇的少年不由的心中暗赞 对方的战神之名当真是实至名归 英姬瑶仿佛是感受到了江山的担忧 当下出言宽慰劝他不必担心 江先生你别忘了 我们的目标是那个莫骨鱼 话音刚落只见一名武杨英家的刺客从天而降 锋利地全刃直奔莫骨鱼的耿嗓咽喉刺去 你可曾听闻有一种从天而降的剑法 眼见武杨英家的刺客直奔莫骨鱼而去 扇杀与平淡如水的脸色终于微微一点 手中长绳骤骤然甩出力时将那人劈作两半 而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隐藏在密林中的英姬瑶突然一声娇和 原本妩媚动人的右眼镜变成诡异的血虎子 他所用的正是武杨英家的独门秘法血童症 可以将自己所看到的视野共享给其他族人 而与此同时 英木正在某处埋伏地点用出归系大法 心跳和呼吸都变得饥不可 整个人如同冬眠的毒蛇般静静折腐 猛然间这位英家家主的眼睛也变成了血虎子 赫然是接收到了英姬瑶的秘法传向 善鲨宇的一举一动已然在他的坚实之中 此时拉车的马匹口鼻之中汗气争讨 显然是一路狂奔下已然体力不支 而刺客仿佛过江之际班仍在不停追击 红武魁拼命挥动江绳策马狂奔 善鲨宇则是武动手中长绳尽力阻拦刺客 双方已追过 皆是拼尽全力 一路上爆炸声惨叫声瓷气比伏 红武魁回头望去以待关切 鲨宇你还好吗 善鲨宇一阵手中长绳声表示自己上口 但少年沉重的呼吸表明他已筋疲力竭 红武魁面色沉重 在暴雨中他驾驶马车已是颇为吃力 善鲨宇要阻拦众多刺客显然更为补义 再这样下去即使少年武艺高强 也会因体力不支而被活活耗死 鲨宇再坚持一会儿 我们马上就要冲出这片蜜林了 正在此时老乞丐突然神色一点 只见前方根本不是蜜林的镜头 而是百丈悬崖 红武魁大惊失色连忙拉紧手中的将士 眼见马车控制不住要冲出悬崖 善鲨宇气罐丹田将手中长绳猛然甩出 长绳立时飙射而去直奔一颗荷豹粗的大树 尽力之大竟是将那棵大树勒的木屑纷飞 善鲨宇牙关紧咬双臂猛一叫力 马车在悬崖边他攀滑过继续狂飙而去 而正在此时几名刺客抓住机会追至近前 却只见善鲨宇掌中尽力骤然勃发 那颗荷豹粗细的大树竟是被他连根拔起 长绳牵引着树干横挂而来 庶名刺客历史被扫中身体倒飞出去 穿回于新阳门刺客再度用出地狱暴裂弓 那根夺走百岳元性命的救生所在南之城 终是断坐两劫 此时善鲨宇突然发现追击的刺客消失不见 鲨宇那些混蛋不再继续追了吗 少年并未回答老乞丐的问题 而是默然转头看向密林深处 他始终觉得那里有一道目光让他如芒在北 鹰姬摇眼眸之中血红之色愈发强烈 这位精通秘书的暗杀高手轻声自语 战神这才刚刚开始 果然下一秒善杀与同红猛然一锁 只见道路中间出现一道如铁塔般的身影 带到看清内人的样貌红武魁脸色大脸 他认出此人正是武阳英家的英徒远 却只见英徒远沉身弯腰一声爆发 战神你的死气到了 严霸一只铁拳汗然轰在奔马的头颅之上 洪武魁只觉得马车仿佛撞在小山上一般 老乞丐勉力侧头堪堪避过激荡而来的拳刚 而扇沙宇则是一把朗国墨古鱼背在身上 少年在对方立刻绷扇的一拳到来之际 竟是绝显而必的腾身跃起 英徒远见状怒吓一声哪里走 随即双腿上的肌肉球结隆起 小扇般的身躯竟如炮弹般飙射而去 扇沙宇没料到对方虽然体型壮爽 轻功却能如此了得 眼见鹰徒远将雄魂的尽力汇聚拳风至上 少年只得同样运进功力准备硬拼一举 天空中一道惊雷划过云层 只见两人正欲实打实地对拼一招 却不料一道鹰侧侧的嗓音在扇沙宇头顶陡然传来 此人赫然是一早便埋伏在此的鹰雾阵 他用龟西大法将生命体征降到最低 纵使扇沙宇感知敏锐也没能发现他的存在 战神 逼人早已在此恭候多使 眼霸丝丝缕屡屡的金线自他袖口飞射而出 在他内力的控制下竟是汇聚成一笔群 扇沙宇拧腰转身双场起挥 堪堪挡下两人的前后夹击 鹰府远一拳未果落在一根金线之上 鹰木阵早已在此处布下众多四线 可供他们两人落脚发力 而反观扇沙宇则只能依靠反正之力 配合自己的轻功勉力稳住身形 鹰木阵两人建议将对方逼至绝处 纷纷咧嘴一笑纵身直奔扇沙宇攻杀而去 眨眼间双方已在半空中连过数招 扇沙宇在两人的围攻下一时间显向还生 鹰徒远的拳法大开大河当猛异常 鹰木阵的拳认应狠毒辣角度刁钻 且两人皆以争气护住自己的手臂和武器 显然是盈盈已经猜测出天破神功的特殊之处 少年心中不由地按下决断 自己必须出其招才有可能一击之胜 红武魁看着半空中的三人插招换时 一时间竟是斗的旗鼓相当难分伯仲 这位丐帮长老也是心下骇然 他没想到武阳英家的实力如此强横 自打他遇到扇沙宇之后 还没见过少年如此势力 正在此时一位防守的扇沙宇突然眼神一灵 少年左手豁然探出五指成钩 八道的钢劲在其掌中吞吐不朽 却不料一根根金丝不知何时悄然攀上少年手臂 扇沙宇回头望去不由的心下大惊 就在他分神之际更多的金线缠绕而止 下一秒只见众多金线骤然缩紧 立时将扇沙宇困在其中无法动拦 半空中鹰木阵足踏金丝长身而立 这就是武林星宿的通病 总以为仗着自己武功高强便可纵横天下 说到此处鹰木阵放声狂笑言语之中满是得意 殊不知江湖上向来不分高低只为生死 言霸这位鹰家家主纵身扑略而去 手上的金丝全刃竟是一分为九次像扇沙宇 不曾想正在此时少年的嘴角泛起一抹轻响 下一秒只见扇沙宇周身刚进透体而出 可承受万军力道的金线竟是寸寸崩裂 少年双眸之中含义森森冷身开口 我天破神功就是能纵横武林 鹰木阵惊恐万分的更大双眼不可置信 只见少年周身澎湃 竟是汇聚成一条屁靡天下的傲视苍龙 少年上一秒还被万千金丝牢牢捆住 可下一秒只见他周身真气肆意勃发 众多金线煞时间被他怦然震断 眼见少年熊透的荡精巨蕾在一处 竟是幻化成一条巨龙模样 鹰木阵瞳孔紧缩一时间不可置信 巨龙邪风雷之时疏忽间轰向这位鹰家家主 鹰土远见状当即大鹤一声纵身略取 试图以自己的钢猛拳禁救下自己的大哥 然鹰火怎可抵耗月之灰 鹰土远刚至近田便被霸道的刚进裹挟其中 只听得一声惊天巨像划破长空 兄弟二人皆是被雄魂的静力阵飞出去 鹰土远道飞出去十余杖生死不知 而被掀到半空中的鹰木阵则是眼神呆滞 下落过程中他看向站在丝线上的扇沙鱼 一个荒唐的念头在他心中一闪回 眼前少年的武功修为或许已经堪比二手 此时扇沙鱼他在丝线上的双脚微微一沉 个然是他探手抓住了掉落而下的鹰木阵 扇沙鱼单手掐住对方的脖梗冷声开口 你可能还不知道 千年以来天破五将未曾一败 却不想化音味落他只觉得胸口一寒 毕丙长剑悄无声息地刺进他的体内 竟是青阳门主如鬼魅般闪至鹰木阵身后 一剑洞穿鹰木阵的身体后刺进扇沙鱼胸口 鹰木阵挣扎着看向身后 想破口大骂却发不出丝毫声音 鹰木阵 你不是说过吗 我是一个会背后捅刀的人 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么会错过 你且安心地跟战神一起上路吗 当然还有他背着的灵幕 严霸青阳门主双手持剑往前移送 这位暗杀高手正准备一剑结果三人 却陡然发现任凭他如何发力 刺进少年体内的长剑竟是不能寸进分毫 显然是被对方的肌肉死死夹肿 鹰木阵拼尽全力挤出一句话 蠢货 为什么一开始不砍头 而正在此时扇沙鱼的眼眸微微业里 少年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砍头确实是个好主意 此话一出青阳门主神色大变 一道刚猛的尽力自扇沙鱼掌中攀河而出 随即只见鹰木阵的头颅冲天而起 扇沙鱼的右手仍保持着锁猴的姿态 而鹰木阵的无头尸体已经向下坠落 伴随其一同掉落的还有一颗青阳门主的大好头颅 击毙两人后少年身影一闪失 身形如同离弦之剑般标射向地面 扇沙鱼飘然略至红武魁面前柔身开口 长老 烦请你先照顾莫大侠 老启带关切地询问少年伤势如何 扇沙鱼表示自己并无大碍 旋即他猛然转头看向密林深处 长老启稍等 我去去便来 密林中的江山二人对上少年阴冷的目光心头俱缠 却只见扇沙鱼足间猛一顶地奔略而去 整个人如同下山猛虎般只铺两人的藏身之处 江山强自压下心头的恐惧 这位五龙盟的克轻抬手甩出树莓雷伟伴 却被扇沙鱼以自身真气劫停在半满 少年身法如电转瞬间便已掠置两人境前 英姬瑶见状不由的花蓉变色仓皇逃窜 江山同样不敢硬汉少年选择夺路而逃 两人余光扫到扇沙鱼右掌不然抬起 玄机一掌猛然轰在二人方才所占的大树 三人合抱的参天大树竟是被少年一掌戒断 却说江山选择了与英姬瑶相反的方向逃跑 扇沙鱼的恐怖战力让他根本无心对抗 两大刺客世家的绝顶高手都死在对方手上 他只能祈祷对方选择去追英姬瑶而不是他 却不料此时脚步声从身后游远寂静传来 轻微的纵略声如红中大驴般震在江山心头 他甚至能感受到对方满是杀意的目光在他背后肆意游走 江山额头轻轻爆起 拼了老命的施展轻功 但任凭他体内契机如何流转不停 那仿佛催命符般的脚步声仍是越来越近 生死存亡间他顿起飞致想到一条毒气 一个棕色的小刺瓶从他袖口滑落掌心 瓶中所装之物幻名鬼王沙 此物取自沙漠中阳气最盛之地 泼洒之人身上可瞬间吸干对方体内所有水分 任你是何方神圣也要变成一具干尸 江山莫属着身后的脚步声逐渐低近 猛然间他一声爆喝急停转身便要发慢 却发现身后根本没有扇沙鱼的影子 江山手握鬼王沙一时间呆愣当场 却不知善沙鱼刚刚早已凌空跃起 此时正飘然落于他身后 江山后之后觉转身正欲置出刺瓶 不曾想少年早已撂敌先机一拳封出 善沙鱼又全地出猛然砸在江山丑窝 一旋即左手探出一把擒住对方小臂 江山痴痛之下不由自主地惨叫出声 善沙鱼握住其手臂顺时将刺瓶塞入七口中 置住对方后少年冷声开口询问 看来你就是这场袭杀的策划者 说到底是谁派你来的 见对方始终不肯应答 少年的脸色愈发阴沉 既然你不肯说那可怪不得我伤手吧 与此同时在铁舞盟麾下的狮子盟中 苏小狐连夜拜访无敌刀霸折浩生 少女强装镇定说出了自己的请求 想请狮子盟出手制裁五龙盟 折浩生双眼微眯打量了苏小狐片刻 旋即坐到椅子上朗声开口 一个区区商团的少主竟敢提出这种要求 小姑娘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小女子自然知晓 深夜造访也是出于为狮子盟考虑 闻听此言折浩生端茶的手不由得微微一致 小丫头 你蒙骗不了我 其实你是为了那个叫战神的男人吧 说到此处折浩生目光一灵 哼 战神这个绰号未免也太古猛了 盟主既然知晓战神 想来已经听过不少关于他的事迹 他现在正处于武林的风暴中心 与这样的青年才俊交好并无坏处 就因为他败了慕容和南宫两大世家 我狮子盟就要与之结交 小丫头 你未免有点太看清老夫了 老夫纵横江湖数十载 放眼武林便是二圣 也奈何不得老夫曾好 让我对一个矛头小子是好 简直可笑 无敌刀伴武功该是自然人人之小 可与战神结交 确实对狮子盟百利无害 我们三方势力共建 铁武盟同气连之 对武龙盟出手势必会引发一场混战 何来百利无害一说 据我所知前辈武功一针化尽 行刺半百十则却已年过古兮 此话一出哲浩生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而苏小胡仿佛没看见一般物字继续 世间没有长生久世 一旦前辈百年之后 世子盟该如何自处 听到此处哲浩生已是须发结章 小丫头 你好大的胆子 她是一位手无腹肌之力的柔弱女子 却敢对江湖上威名赫赫的无敌刀霸大方厥词 听闻苏小胡所说的大逆不道之言 哲浩生周身气势不由地陡然一面 一股凛然磅礴礴的威势直逼苏小胡而去 面对无敌刀霸怒目而逝的双眼 苏小胡的御手暗暗攥紧了自己的夺取 可他表面上仍强自镇定 这位心思玲珑的少女知道自己的话奏效了 随即他俯下身来吟吟一拜柔声开口 还请盟主息怒 小胡只是据事而说 不管盟主现在愿不愿意承认 九重府 狐龙盟 狮子盟 三方将来势必会起冲突 战神的实力有目共睹 盟主现在对他失以援胜 日后狮子盟必受起义 说到此处苏小胡字字吭腔 如果盟主肯出手相助 大天商团会给予狮子盟最大的支持 听罢少女陈说利弊折号身突然咧嘴一笑 这么说你是觉得她很有价值是吗 感受到对方瞬间收起威势苏小胡不由的微微一愣 以往的大天商团可是在生意上寸离不让 如今你却肯为那个战神做出此等让步 看来你很看重她嘛 小女子是个商人 没有价值的生意商人是不会碰的 战神的价值绝对远超盟主想象 此话一出正听那一时间陷入沉寂 半晌过后折号身悠悠开口 按照铁武盟的规矩 只要武龙盟并未威胁到狮子盟 我们就不能出手 说到此处这位无敌到霸华风一转 不过我们也没义务配合武龙盟对付战神 你可懂老苏的意思 苏小胡表示这样便已足够 言大少女起身正欲告辞离取 却不料身后又传来折号身的嗓音 小丫头 不知你可曾婚配 如若没有 老苏倒是有个合适的人选介绍给 感谢盟主美意 小胡现在还不想谈婚论嫁 更何况是联姻 言霸苏小胡禁止走出正厅告辞离取 而正厅内的折号身听到身侧传来脚步声 这位无敌刀霸轻叹一声缓缓开口 慕领 很不错的小丫头 只不过貌似人家心有所属 折慕领对父亲的调侃不知可否 而是对父亲能答应自己的请求表示感激 即使你不劝我 我也没打算对战神动手 那个丫头来这也不是为了让我们制裁五龙盟 她的本意就是想阻止我们介入 真是个精明的丫头 不禁胆识过人 洞察力也不像她那个年纪该有 其实五龙盟跟战神闹得越凶越好 我们没必要趟这趟浑水 随即折号身告诉儿子 不久前大力宝的万宅相也修书过来 书信中这位大力宝的宝主言辞恳切 表示如果狮子盟与战神为敌壁将损失惨重 折慕领之言 他跟万宅相都曾亲眼见过战神的手段 而最让他忌惮的是 丐帮长老红武魁对战神的态度 红武魁在沈阳隐居了十年职位等他 而且还不遗余力地对战神示意援手 折号身听霸威微叹了一口气 丐帮一向独来独往 从不参与这些纷争 能让丐帮长老改变一贯的形式作风 看来这个战神确实不可想去 而另一边的五龙盟中 全圣皇甫军月同样连夜召见了一名女子 肃乔 你可知我这片花苦养的是什么花 此花名幻复仇草 据说南疆女子在等丈夫打猎归来时 都会养上一种 小院里南宫肃乔贵妇在全圣身后静静聆听 皇甫军月语气淡然自顾自地继续讲述 一旦女人发现自家丈夫变心或者背叛部 他们就会萃取出复仇草的枝叶悄给男人扶下 服用之人并不会立即死去 而是经脉寸断周身溃烂 在经历三天三夜的剧痛后才会弃绝身亡 身侧的皇甫云川收起了细屁笑脸 他知道父亲显然是动了争 而南宫肃乔此时已是冷汗之流 他明白全圣是在暗指他劫走木 面及此处他立誓开口认错 属下知错了 还请盟主恕罪 却不料皇甫军月威威测头与带颖火 肃乔 何出此言呢 此话一出南宫肃乔呆愣当场 他一时间竟猜不到这位盟主的心思 却只见皇甫军月语气陡然转了 你的父亲不是已经以死赎罪了吗 还是说你还有别的事情关注 面对威势豁然跋升的皇甫军月 南宫肃乔只觉得自己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他现在终于明白即使没有战胜发难 这位全圣也会亲自出手灭掉南宫世家 而正在此事皇甫军月一指疏然点出 一道尽力飙射而去将南宫肃乔罩其中 下一秒这位女侠竟是被奈到尽力提之半空 皇甫云川看到这一幕心神俱颤 自己父亲墨飞已经到了半步武圣的境界 伴随着南宫肃乔平稳落地 皇甫军月缓缓开口 起来吧 只有愚蠢的人才会对过去的事情救助不放 这位全圣转过身去副手而立 肃乔 如果你对墨古于感兴趣 大可直接来问我 何必多此一举呢 难道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吗 南宫肃乔顾步步地失去病脚冷汗 连忙表示自己忠心无二 你不必如此紧张 我说过了不会再追究此事 不过现在动静闹得这么大 你可有办法收拾残局 此时皇甫云川出炎帮枪 表示肃乔已经在尽力处理 并不会落了五龙盟的名头 你们看着处理吧 老夫上年纪了 也懒得管这些琐事 严霸皇甫军月转身离去回到正厅 这位全圣盘西尔坐冷身开口 那个战神的情报调查得如何 话音刚落只见一道身影悄然出现 属下丹西贵地公声禀报 此人本名善杀语 无门无派 从行踪来看英事来自塞北 皇甫军月听罢星中暗自盘散 南宫世家虽受重创 但与党尚存 如果能除掉战神 说明对方还可堪移 如果被战神禁术灭掉 正好除去他一块心理 面及此处这位全圣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却说皇甫云川送南宫肃乔一路下山 这位二公子表示 五阳英家至今英姓全无 想必是已然失手 南宫肃乔表示他已经得到消息 战神正在赶往长江 他已将此事委托给长江附近的势力来处理 皇甫云川又恢复了吊儿锒铛的模样 直言如果南宫肃乔感到吃力 自己可以出手替他除掉战神 南宫肃乔回头看了对方一眼 表示战神实力强横不可小觑 闻听此言皇甫云川眼神异亡 难道他的武功比我还强 南宫肃乔神色凝重地微微汗手 见此情形皇甫云川突然咧嘴一下 这位一向嬉皮笑脸的二公子竟是战役薄伐 而另一边的长江上游 在长江十八寨之一的绿水寨中 债主独无情正与属下商议着总债发来的一份命令 属下表示战神的实力深不可测 虽然总债逐许以厚利 但很可能将绿水寨置于显地 说到此处范哲成声归劝 还请债主三思后信 长椅上的男人听罢一时间沉默不语 手中一对铁弹旋转不停张显出他纠结的内心 虽说战神武功高强 可如果是在水中战斗 通常连自身实力的一半都发挥不出来 而且一旦我们能除掉他 绿水寨在长江十八寨的威望必将大涨 言霸毒无情咧嘴森然一笑 这位娇丫者已然下定决心要截杀战神 少年拼死力战就下自己的朋友 不曾想朋友醒后却对他横加指责 善少侠 连累你受伤我心中愧疚难当 当时那种情况你就该直接自己走了 说到此处莫不欲看向少年出声询问 为什么要救我 你在地牢里为了保全家人能死不开口 我敬你是条汉子 再者说你我毕竟相识一场 都是江湖儿女不必如此婆婆妈妈 闻听此言莫骨于展颜一笑 心中的愧疚也淡去了几分 善沙宇劝对方好生休养 随即起身退了出去 少年走出船舱来到甲板之上 当日他们摆脱刺杀后便寻到了一处大天商团的纷纷 次日便搭乘着大天商团的一艘客船前往铁舞梦 却说善沙宇已靠在船舷上平安远望 只见广袤长江烟波浩鸟 远处群山层丸叠仗 端的是一片秀丽风光 漠然间善沙宇的眼神微微一鸣 甲板上的一道身影吸引了他的目光 仔细看去那是一位怀抱常见的少年 善沙宇端详了片刻不由的微微一愣 他发现少年虽然抱剑在怀却无半点杀气 而少年并未发现有人在注视着他 此时他仍沉浸在下山前的回忆之中 韩素 你既然想要下山为师也不拦你 拿去吧 虽然是一把旧剑 但给你防身足够了 韩素看向师父帝来的长剑 剑桥斑驳似是宝金沧桑 剑柄处的缠绳断裂多处 隐约显露出钟南二子 苏文 你要记住 一名剑客需要的不是剑身而是剑胆 韩素收敛思绪抬头望天长叹一声 相比于天高地阔的广大江湖 钟南山对于他来讲还是太小了 漠然间他察觉到一道目光正打量着自己 侧头望去只见一位少年正遥遥望着他 韩素微微一愣 他发现此人竟是有一双蓝色的眼睛 红武魁揽住少年尖头将他拉回船舱 表示大天商团的马船长背下酒席 邀请他供赢一杯 却说韩素眼见一名乞丐将那名少年拉走 他也并未多想旋即站起身来活动惊 突然看见一艘渔船正在楼船附近捕鱼 韩素不由地疑惑地多看了两眼 此处过往船只众多根本不利于捕鱼 仔细观桥下只见那几名渔民肌肉囚结 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飘悍之气 带到他与一名天兽的渔民四目相对 韩素更加确认这伙人根本不是渔民 而是身负武功的江湖中人 不多使两船错身而过渐行渐远 仿佛仅仅是江星偶遇没掀起任何波澜 事业 三艘绿水寨的战舰成品自行蓝在江面 眼见千里近中的楼船越来越近 独无情沉声询问是否确认目标都在船上 范哲表示他亲眼看到战神和红武魁在甲板 但莫补于是否在船上不能确认 汇报完情报后他仍是规劝债主三思 如果战神真的如传言般那样 单凭他们绿水寨根本不是对手 独无情文言历史大怒 你在担心什么 不管他武功多刀强 传承了他一样要葬身于父 言霸他一阵手中长矛高声呼喊 兄弟们 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 一众水贼轰然应目 各持刀兵跃跃欲试 却说另一边善杀于所在的楼船 船舱内红武魁与船长马耀门推杯换展 马耀门表示能为两位大侠服务三生有幸 红武魁直言五湖四海 皆是兄弟不必客气 两人喝到兴起处还招呼莫骨于供应 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已悄然逼近 只有韩素仍助立在栏杆前百思不及 他始终怀疑白天的那艘渔船是在监视他们 正在此时一道淡淡的嗓音在他身后响起 韩素回头看去发现正是白天的那个少年 你也发现有人在监视这艘船了吧 扇杀于看着江面上的一丛丛如尾轻声开口 或许他们是水贼 当然也可能是刺客 话音未落整条楼船突然努力化 船舱内的红武魁二人瞬间酒醒 莫骨于转头朝窗外望去 只见一名壮汉竟是从江中排浪而出 随即几道身影纵身直奔楼船略取 眼见三名水贼凌空跃向甲板 韩素慌忙握住剑柄准备拔剑玉 却发现手臂仿佛不是自己的一般 任他拼尽全力竟是不能拔剑一寸 扇杀于静静地看着身旁的少年 一个不会用剑的剑客 他也是第一次见到 眼见强敌临近扇杀与右手 豁然抬起 雄魂霸道地刚进银绕起 随即只见他一掌轻飘飘递出 一道澎湃地尽力激荡而去 三名水贼被击中心口力士毕命 韩素看到这一幕不由的呆愣当场 少年拨拦不惊的嗓音再度响起 朋友 犹豫就会败北 而与此同时的船舱内 几名船员正奋力堵着侧板上的一处窟窿 红武魁询问是否触到了暗郊 马船长表示这条航道并无交视 此时一名船员查明情况进来禀报 称是一条铁索横在江心拦住了楼船 马船长闻言脸色骤变 直言这是绿水寨惯用的手法 红武魁听霸心下了然 他知道南宫世家与长江十八寨关系密集 近日之事定是南宫世家阴魂不散 老乞丐嘱咐马船长尽快修补船只 随即跑向甲板准备抵御水费 红武魁此时一颗心已经沉到谷底 长江十八寨如果禁术出洞足有上千人 纵使战神武力通天也不可能禁术斩杀 老乞丐冲到甲板后跃上桂杆闪目关条 只见三艘战舰正掉转船头朝他们使 红武魁心下烧鞍 看来今夜只是绿水寨单独行 玄疾老乞丐纵身略至善鲨鱼近前 鲨鱼他们是绿水寨的人 隶属长江十八寨 寨主毒无情凶狠残暴 多半是五龙盟搞的鬼 长江十八寨也好 五龙盟也罢 杀谁都是杀 此话一出寒素只觉得遍体深寒 眼前这位少年到底是何方神圣 而正在此时一众水贼已经跃上加班 眼见群贼叫嚷着朝自己攻杀而来 扇杀与右掌舒然探出五指成钩 掌心中澎湃的尽力引而不发 少年双眸之中寒忙四射继续开口 来多少我就杀多少 数十名水贼手持砍刀攻向少年 不曾想少年却是站在原地依然不久 只见扇杀与右手豁然抬起一枕推出 踪在最前面的一名水贼力士当场毕命 跟在后面的同伙见此情形瞬间变色 连忙高声呼吓提醒同伙小心 而看到这一幕的寒素也是瞪大双眼 他没想到那个少年出手竟如此狠了 一旁的红武盔见少年害怕的瑟瑟发宝 老乞丐似乎明白了什么开始跟少年搭话 出入江湖没见过这么血腥的场面吧 其实你别看那小子出手果断招式很辣 你看他也才出入武林不过两个月 算起来今年刚刚二十六岁 但每当他必须战斗时这小子从不犹豫 为了守护他真实的东西 他甚至不惜于整个武林为敌 说到此处红武盔意味深长地 撇了身边的少年一眼 老夫看你的气息绵长 想来天赋也不差 可莫要荒废了你的才华 韩素将手中常见捏的歌之作响 一时间天人交战 老人家 我曾发誓只为拯救天下苍生而拔剑 佩哈 你现在连自己都救不了 何谈拯救天下苍生 此话一出韩素如同五位空底 他今日才意识到 自己坚守的信念是多么狠小 而正在此时一声怒吼 打断了他的思绪 只听得不远处读 无情大喝一声放箭 煞事件一众水贼张公搭舰 骑射而出 看天火箭如飞黄般朝楼船 急射而去 船帆被射中后 力士燃起雄雄大火 几名船员被火箭冻穿 毕命当场 木制的甲板更是一点积燃 红武盔见状也不由得微微变色 御水战明显是想活活烧死他们 而韩素则是左右腾膜 密集的火箭 竟是没能伤到他分后 正在此时扇杀与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少年将雄魂霸道的钢劲运至群峰 随即一拳陡然递出轰向水面 风平浪静的江面 力士卷起三丈狂涛 竟是在两艘大船之间形成一道水墨 急射而来的火箭被水墨卷博力士熄灭 同时也失去尽力纷纷坠下半空 而那道水墨如飞扑般倾斜而下砸在船上 竟是将楼船上刚起的火势也压了下去 甲板上的一众水贼反应不及被冲进江中 红武魁被少年的雷霆手段正在当场 还是扇杀与的喊话让他回过神来 长老 还请住我一臂之力 送我去绿水寨的船上 红武魁历史会议抽出腰间长边 扇杀与紧接着腾身乐器踩在边梢 你且在此稍等 我去去便回了 红武魁晃动臂膀猛然甩出手中长边 扇杀与如同一颗出塘炮弹飙射而去 直奔石于战外的绿水寨贼船 眼见少年视若流星般奔略而下 一众绿水寨贼人纷纷叫嚷着正命迎战 却不料扇杀与借下坠之时一脚猛的踏向船板 一众水贼历史被巨大的精力震到半空 少年微微一笑双掌豁然抬起 将霸道的钢筋运至枕中 随即双掌叠放其其印在甲板之上 下一个秒只见坚固的甲板烹然炸力 整艘船上的水贼竟是被一掌先飞 弱大的战舰赫然是被少年从中一掌震断 而扇杀与则是轻盈地落至一块碎木板上 少年毁掉一艘战船后闪入关桥 随即足间猛一点的团板暴力而去 两艘战船疏忽间竟是接连被他拦腰截断 数不清的水贼哀嚎着坠入江中 扇杀与对四周的惨叫声充耳不闻 而是将目光落在不远处的另一艘战舰 少年嘴角勾起一抹笑意轻声自语 还剩最后一艘 严霸扇杀与提起一口真气静止踏浪而去 却说另一边的韩素已经呆若目击 若非亲眼所见他不敢相信这是人力可谓 红武魁一边应付水贼一边开口叫狼 别愣着了 快来帮忙 不曾想韩素仿佛变了个人一样 老人家 麻烦您也送我去那艘船上 红武魁闻言不由地微微惊诧 随即他再度晃动长边 韩素有样学样地跃上边哨 伴随着红武魁全力一甩 少年如离弦之剑般飙射而去 老乞丐手大梁棚举目眺望 莫非这傻小子开窍了不成 却说绿水寨的最后一艘战船上 独武勤被眼前的一幕震得呆愣当场 就连握着钢叉的双手都颤抖了不停 身后的范哲表示现在他们该马上撤退 却不料话音刚落只见一道身影踏步而来 带到看清来人的模样 站在船头的独武勤瞬间色扁 而范哲则是看向半空高声提醒 寨主小心上面 善沙与此时也注意到头上的异响 抬眼望去只见来者正是那位少年 眼见少年持见凌空跃下直奔自己而来 独武勤一阵手中三股叉便要迎面刺去 却不料善沙与一拳斜风雷之时陡然轰出 一道雄魂的拳当激荡而去正中船头 经历的战船竟是被一拳轰的支离破碎 穷途末路下寨主独武勤私生怒吼 旋即将周身尽力灌注三股叉之上 这位寨主将手中刚叉舞动的烈烈生风 是要用尽停声所学与战神风的高下 范哲抽出腰间长剑 准备替寨主拦下空中那名剑客 随即只见独武勤手持刚叉直取善沙与 而范哲则是纵身跃起举剑砍向寒素 却只见寒素此时闭上双眼 耳边回响起善沙与的那句劝告 朋友 犹豫就会败北 下一秒只听的一声羌然剑鸣如九霄龙银 寒素斗然间睁开双眼 双眸之中金芒暴射 那笔客有赤心二字的长剑横过而出 刹那间两人在空中错身而过 半折持剑的右臂竟是被气根斩断 而另一边的扇鲨鱼也是目光一寒 只见他一掌悍然震断独武勤的钢查 随即去世不停猛然硬在对方胸口 月夜下两位少年英雄皆是一招克敌 少年轻飘飘一掌推出印在敌人胸口 他曾想这一掌竟是厉头千军让对方胸骨塌险 独武勤只觉得一股雄魂的静力在体内左冲右补 下一秒他竟是被扇鲨鱼一掌生生动穿胸膛 激荡的静力去世不止 就连他身后的一众水贼也被殃及吃鱼 下时间被掀到半空毕命当场 众舟战船也在这股静力的冲击下在南志城 终是化作一堆碎木漂浮江面 一掌机避毒无情后善鲨鱼转头看向韩素 对方虽然剑法生色 但出剑时竟能发出枪枪剑蜜 他万没想到那个少年已然到了剑身合一的境界 却说范哲被斩断一臂后贵服在地 他强忍疼痛轻声开口 话因为落他猛的拾起长剑暴起发难 一道剑影如匹炼般斩向韩素头颅 后者腹部机防下勉力侧头抖 但头上的抖力还是被斩作两半 韩素慌乱下连退两步与对方拉开身位 却不料范哲根深进步又是一剑迎头披下 危机关头一缕真气自善鲨鱼指尖急射而至 瞬间落入范哲体内将他牢牢制住 所用的正是天破神功演化的人魁秘术 范哲想看向身后 却发现连回头这个动作都无法完整 随即他只觉得后颈一紧 一只手掌已经死死掐住他的脖子 范哲被善鲨鱼单手提起在空中物资叫嚣 放开我 杀了我 长江十八寨不会放过你 却只见善鲨鱼冷哼一声 告诉你们总债主 谁不放过谁还有未可知 连霸少年将一道真气堵入范哲后劲 玄机匪手将他如死狗般丢在一旁 善鲨鱼询问韩素可还好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看向范哲 我在你的丹田处埋了一道暗镜 如果你们的总债主能化取他 那你还有一线生机 如果他做不到 那你只能丹田乍立而死 记住你只有两天时间 听到此处范哲已是肝胆剧烈 而那个如恶魔般的少年继续悠悠开口 另外转告你们总债主 如果他不死心的话 竟可来寻我 在下奉陪道德 幸存的水贼如蒙大赦纷纷跃进江中 只恨爹妈少生了一双手脚拼命逃窜 此时韩素走上前来抱拳行礼 在下中南剑派大弟子韩素 感谢少侠救命之恩 韩少侠不必客气 论起来是我要感谢少侠仗义出手 在下善杀鱼 随即两人结伴而回表示 今晚不醉不归 只有红武魁仍在甲板上 抵御残余的水费 而另一边在洞庭湖群山岛的铁舞盟中 一位老者平蓝远跳满面愁容 他已经得到了绿水寨战败的消息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自耐一夜之后 长江十八寨竟是无一人在敢出手 南宫上员表示 他们应该亲自解决战神 而不是委托五阳英家和长江十八寨 五阳英家和青阳门都败在战神手下 江山也变成了一举干尸 在他的嘴里发现了鬼王沙 想必也是战神逼他吞下来 南宫处境半赏无语后一声长叹 那个战神到底是何方神圣 速桥说他已经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 希望这次能有一个好结果 但愿吧 一个出入江湖的小子竟如此难对付 还真是让人头疼 与此同时在洞庭湖岸的一处马 一众武林人士听闻战神即将到此 纷纷赶来想要一堵真容 黄府云川出言归劝 那种浅薄的手段根本杀不掉战神 我劝你最好从长计 南宫处桥却是一意孤行 表示即使不能杀了战神 也要让他身边之人受苦 黄府云川深深地看了对方一眼不再多言 却说八百里洞庭湖上水天一色 一艘楼船正阳帆破浪乘风而行 昨夜大战后船员已将船只修补一行 红武葵将莫骨鱼用轮椅推出船舱 将风徐来暖阳高照 老乞盖贪坐在甲板上毫不惬意 而莫骨鱼却是脸色凝重愁眉不展 一路行来长江十八寨虽没再度出手 但他深知五龙盟绝不会善罢甘休 红武葵劝他不必太过担心 如果五龙盟不讲江湖规矩 那他就下令丐帮十万弟子去五龙盟乞讨 不曾想老乞丐的开解之余并未奏效 我欠善少侠的态度 如果不是为了我和我的家人 他也不用与五龙盟为敌 你不必想太多 他大闹莫容世家 又坏了黑商的买卖 即使没有你 他还是会与五龙盟为敌 那小子只是在做他认为正确的事 所以你也不必如此愧疚 此时韩素犹豫着走至善沙宇身后 这位少侠注视着对方的背影心思百准 他已经得知眼前这位战神的辉煌事迹 先是在辽宁大破慕容世家 首刃家主慕容冬天 又在山西利挫黑商 接连斩杀铁七神弓和冥府摸刀 为了营救莫谷于在南宫世家大开杀截 将家主南宫武进病死当场 韩素一时间心神网之 如果自己能与对方并肩战斗岂不快在 见对方助力身后沉默不语 善沙宇率先开口打破沉默 看来韩少侠还没从第一次实战的兴奋中划不进来 却不料韩素突然抱拳拱手 在下确实兴奋难以 只应亲眼看到兄长的精妙武功 善沙宇闻言豁然转头不解地看向身后 只见韩素低眉垂手攻身开口 韩某不惨 想拜善少侠为兄长 今后侍奉左右 闻听此言就连红武魁二人也是呆愣当场 而韩素却是无比郑重表示自己乃真心实意 善沙宇无奈转身微微一笑 你我兄弟相称即可 无必如此多了 红武魁健壮不由地放声大笑 沙宇 老夫也拜你做大哥如何 此话一出就连满是愁容的墨骨鱼也玩耳一笑 伴助相后一感大气出现在众人的视野里 善沙宇一行人终是有惊无险地抵达了铁武盟 而另一边的一处近室内 全圣皇甫军月正欣赏着一株奇花 只见五花同根而生颜色却各不相同 这位五龙盟的盟主询问身后的属下 一朵花生病会引发根筋溃烂 如果剪除它 这朱奇花也就不再奇特 但如果留下它 五朵花都会病死 这该如何是好 见属下不敢作答皇甫军月也不强求 走吧 陪我去外面透透气 有些烦闷了 随即两人一前一后朝小院外走去 在此期间这位全圣再度开口询问 听说那个战神已经进入湖南境内了 不错 船只已经抵达铁武盟附近即将进港 我们是否要采取行动 皇甫军月表示五龙盟的威望已经一落千丈 一开始没用雷霆手段除掉对方 现在在动手指挥落人口识 说到此处这位全圣眼中闪过一缕寒芒 怪我太轻信速桥那丫头 终究是她太过年轻眼界有闲 皇甫军月站在山巅遥望江面 只见一艘楼船乘风破浪流远极近 这位全圣双目微眯眼语之中分不清喜目 终究是来了 武林中最强大的势力铁武盟大牌阵长 竟只是为了迎接一位出入江湖的少年 回首的一位老者嘴角勾起无懈的倾向 此人正是负责铁武盟码头事务的葛中赫 他不明白对一个刚出道的矛头小子为何要如此慎重 眼见楼船缓缓缓停靠在岸边 葛中赫高声呼喊 我等奉命前来迎接 还请战神下船一许 伴随着扇杀与缓步从跳板上走下 原本面带不屑的葛中赫豁然色脸 只见这位战神双眸威和 丝丝缕缕的真气萦绕周身 眉宇间阴气勃发自带一股闭靡之气 诺然间扇杀与睁开双眸环是四周 原本熙熙攘攘的码头竟是瞬间鸦雀无声 红武盔三人也没想到铁武门会摆出如此正常 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而扇杀与却是轻声宽慰 这些人不足为虑 现在我们该注意的只有一人 严大少年举目望向不远处的山崖之上 只见皇甫军月也正目光灼灼地对望过来 两人相隔百丈四目相对轻声自语 战神 全上 幸会了 此时皇甫云川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这位战神 南宫肃乔看见杀父仇人却是恨得银牙锦咬 见一位紫袍男子走上 敬前皇甫云川低声询问 斗鬼 你怎么看 此子外松内井气罐周身 强敌桓四仍能八方不动 这位战神绝对是顶尖高手 说到此处筋骨玉截然一笑继续开口 南宫小姐 虽然不知道你的谋话 但我劝你还是慎重为好 他可不是一两个刺客就能解决 皇甫云川也在一旁帮枪劝说 听到了把肃乔调谨慎行事 却说另一边的码头上 扇沙宇一行人走下楼船 葛忠贺迎上前去亮明自己身份 表示自己是铁武门外堂堂主 葛堂主幸会了 在下扇沙宇 本以为下船后会有一场恶战 看来是我多虑了 少侠和五龙盟之前的恩怨与整个铁武门无关 铁武门也并非少侠想的那般狭隘 只要扇少侠不坏我们铁武门的规矩 这里不会有人为难运 但要提醒少侠的是铁武门除了公共区域 还有三个独立区域分属三方各自管理 那里发生的任何事情其他两方都不会办事 就好比这个码头由我来管理 如果我不是狮子盟的人而是隶属五龙盟 那说不定现在你我就得刀兵相见了 说到此处这位堂主目光一鸣 最后再给少侠一句忠告 在这里活下来的人就是正义 若莫骨鱼却有冤屈 得让他活着才有机会证明 善沙宇文听此言泛气冷笑 加害者可以肆无忌惮 受害者反倒要谨小甚微 看来铁武门与其他地方并无二者 正在此时众人身后响起一道如黄鹰般的嗓 只见苏小狐身着一件华丽长裙款步走来 沙宇哥哥我来帮你吧 我会帮助摩大侠深渊 此话一出煞世间人群之中议论纷纷 谁都没想到大天商团的少主公然表态支持战神 就连经验丰富的红武回也是呆愣当场 而善沙宇则是缓步走至苏小狐面前 少年看着眼前停停欲立的少女柔声开口 小狐真的是你好久不见 言霸善沙宇一如二世第一次见面一般 抬手宠溺地在少女头顶轻轻一抛 本来只是吃瓜的黄斧云川瞬间傻眼 莫非苏小姐拒绝自己就是因为这个战神 念及此处这位全胜的二公子恨声开口 素乔不管你的计划是什么 只要能让战神生不如死就马上事情吧 放心吧皇甫公子我会让他痛不欲生 随即他看向藏在人群中的一位黑衣人 这位谢莲花不着痕迹的微微汗手 那名黑衣人见状眼中闪过一缕寒芒 而此时的苏小狐被善沙宇轻抚头顶 这位大致近邀的少女一时间竟是手足不错 半闪过后他一改端庄形象娇声叫嚷 沙宇哥哥你又摸人家的头会长不高的 红武魁看着眼前这一幕面带行为 他第一次见到善沙宇表现得如此轻松 而众人都没有注意到的是 人群中一位黑衣人悄然握住了剑柄 下一秒只见那名刺客猛然间发足狂奔 伴随着一声羌然剑名滑破长孔 刺客手持长剑凌空月下只扑扇鲨鱼二人 婢女剑状大惊失色连忙提醒自家小姐 红武魁和韩苏相隔太远根本无力阻振 待到探亲刺客的目标竟是苏小狐 皇甫云川也瞬间慌了手脚 等一下 为什么是苏小姐 而那名刺客却根本没打算停手 此时只见善沙与右腿骤然了起 一记白马翻体猛然踹中刺客咽喉 力道之凶悍竟是将那人的头颅生生踹飞 煞石剑一道血剑自刺客薄腔射而出 善沙与闪身挡在苏小狐身前禁树篮下 少年少女四目相对下情意绵绵 小狐 我承诺过 不会让你受到一点伤害 却不料葛忠贺此事高声怒斥 善少侠 你当街击杀五龙盟的人 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不管怎么说这里也是铁五龙 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大家都看到了 是他蓄意行刺在先 我也只是为求自保 如果五龙盟非得要为他讨个说法 我可以亲自去向全盛解释 但在此之前全盛得先给我一个交代 说到此处善沙与抬头望向远处的皇甫军乐 五龙盟的人为何行刺大天商团的少主 堂堂全盛又为何囚禁莫鼓仪的家人 面对少年声若红中的高声质问 皇甫军乐怒及返校难难自语 还真是个无理的小子 码头上的一众武林人士听罢皆是议论纷纷 有人惊叹善沙与不知天高地后 竟敢公然叫本全盛 也有人表示如果对方所言属实 皇甫军乐所为却有不讨之处 莫鼓于惊恶万分 他没想到善沙与经为他如此直接地质问全盛 而韩肃则是紧张地看向红武 长老 大哥这样不就等于跟五龙盟宣战吗 老启带听罢伴上沉默不语 事态的发展已经超过了他的能力范围 皇甫军乐一定不会承认善沙与所说之事 但不承认同样会落下御下不言的名声 不管怎样两人之间必有一战 而此时的皇甫云川却是没想这么多 这位全盛的二公子只觉得怒火中烧 他万没想到南宫肃乔竟是想杀苏小胡 念及此处皇甫云川邪言扫向身侧 旋即只见他身影一晃 一把锁住南宫肃乔的玉井将他顶在郎柱之上 后者从没见过皇甫云川如此暴怒连忙开口解释 皇甫公子这是你亲口同意的 我以为你是要杀那个丐帮长老 你明明知道我喜欢苏小胡竟还想杀他 南宫肃乔你有几条命啊 此时一只手掌轻轻按在皇甫云川肩口 金谷玉沉声开口 云川别使性子 现在不是纠缠这个问题的时候 战神一席话已经将五龙盟逼到角处 如果不妥善处理他日必将后患无群 此时皇甫云川也冷静了下来 南宫肃乔这件事我记下了 这位二公子松开南宫肃乔转而询问金谷玉可有良策 战神显然是想把整个五龙盟拖下水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他变成个人私事 言霸金谷玉足下猛一发力纵身掠出阁楼 几个呼吸间便飘然落至善杀鱼面前 今日得见战神荣幸之志 在下金谷玉江湖人称斗鬼 少年一脚便将一名剑客的头颅踹飞 不曾想尽还有人敢公然拦路挑战 眼见斗鬼金谷玉略至场中战意勃发 葛忠赫连忙出言劝阻 金大侠 如果你们五龙盟再闹下去 事情可就无法收场了 在下看到战神伸手不凡 属世纪养难难 来此只为与战神切磋一二 与五龙盟无关 扇杀鱼闻言不由的微微一愣 却只见金谷玉左手抬起立于身前 拳击右手探出压在腰间 这位斗鬼左腿迈出一步脚尖须顶地面 陈身弯腰拉开架时冷声开口 你我皆是习武之人 德宇高人岂可交臂而失之 多说无意 手底下见真章吧 苏小胡见状不由的面露关切 扇杀鱼却劝他不必担心 小胡 你且走远些 稍后再续 严霸扇杀鱼一撩长山后脑 少年旋即后撤半步同样拉开架时 你说得不错 多说无意 放马过来 两人皆是战役冲天 场中一时间杀鸡四起 而正在此时金谷玉悠悠开口 过去几年里我就像一条中拳守护着黄斧云川 说到此处他的目光陡然一礼 今天就让你我站得痛快 话音未落金谷玉暴略至扇杀鱼近前 一屁顶星肘直撞少年星窝 后者连忙术毕格挡 人却被巨大的精力震飞出去 金谷玉一击未果再赌气势而上 一拳猛然垂向扇杀鱼胸口 后者右掌探出压住对方拳风 只见金谷玉双手起挥拳掌交错 一招猛刺一招 一招快比一招 而扇杀鱼则是剑招拆招 身形晃动间将对方的攻击尽数拦下 漠然间少年眸中闪过一缕寒芒 冷然间飞起一脚直奔金谷玉头颅 后者连忙抬手挡下对方是大力尘的一脚 扇杀鱼趁此机会反手围攻 少年将雄魂霸道的钢筋汇聚阻拳 一拳悍然递出锤在金谷玉小幅之上 后者只觉得自己不遭重锤 气海之中一阵翻涌 下一秒身体便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 胜负一分 我来此处只为讨个公道 并不想网造杀业 却不料发音未落筋骨欲满然间一声爆合 这位狗鬼器官周身 竟是将体内的钢筋禁术逼出 但是这种程度还奈何不得我 再来过 扇杀与剑撞同样是战意盎然 正有此意 严霸两人调整呼吸再度对攻而去 此时另一座山巅之上 一老一少正静静地看着场中局势 云叶紫面容肃目轻声开口 还从没人敢向他那般公然斥责皇甫军月 人以为是个为了博取名声的孟朗后辈 现在看来此人手里的功夫也俊俏得很 僧严 他就是最近那个风头无两的战神吧 是的师父 他叫山山羽 来自塞北 没想到苦寒之地还有这般少年英雄 十年前我就听说那里曾有一名高手 据说有着开山破天的武学行为 只不过当时正直战乱不休 一直无缘前去拜访 不知道这位战神跟那名高手有没有关系 而此时狮子盟的阁楼之上 同样有一对父子在关注着这场战斗 哲昊身盘着手中的一对铁胆沉身开口 如果这就是战神的全部实力 属实是让老夫有些失望 枉费大天商团内的丫头冒着生命危险来求 说到此处哲昊身次是觉得自己太过严苛 不过对上斗鬼 老夫也确实不该对他抱有太高的期望 一旁观战的哲目领功声询问 这么说父亲认为战神会输 目前还看不出孰高孰低 但斗鬼绝非一语之北 你对他了解多少 哲目领直言只是听说过对方实力颇强 但近几年江湖上并没有关于斗鬼的消息 五年前金谷玉像流星一样横空出世 江湖人送绰号斗鬼 从那时起他便开始四处去寻高手决斗 其中包括成名已久的剑壳 一剑沧海玉之谦 在与斗鬼的对决中被一剑斩作两半 还有山东的拳法大家铁轨而邓昌海 也被金谷玉一拳证断心脉隐恨西北 很多人都说如果他继续成长下去 必将机身四尊之列 但老夫万没想到他会去做黄虎明川的布 哼 黄虎军月那个老匹夫还是那副高高在上一样 以为自己是全胜就能对手下以止气势 不曾想连南宫肃桥那个小丫头都控制不住 而此时的黄虎军月主护二人则是心思不一 属下请示是否应该采取一些行动 这位全胜却表示现在做什么都是此地无垠 狮子萌的哲号身始终对我们虎视眈眈 九重复的云叶子也巴不得老夫身陷所示 陈寅半场后黄虎军月冷声下令 你先去把铁马标局的人藏好 切记不要露出任何马脚 属下公生领命玄机身影一闪消失不见 这位全胜面色阴沉难难自语 南宫肃桥 我该怎么处理你呢 而此时的扇杀与二人争斗的难分伯仲 两人运进周身功力对拼一场 激荡地尽力将地面阵的碎势纷飞 扇杀与双掌护兄连退束补 少年猛地气沉丹田才稳住身心 相比之下金谷玉则稍显狠独费 出去足足三丈采探勘战主 红武魁此事关切地出声询问 战神你没事吧 从没见你如此苦战 扇杀与微微叹气 让长老剑笑了 我的钢筋好像对他没有效果 大哥 我曾听师父讲过 斗鬼是四尊第一人天穷道人的弟子 家师曾言斗鬼的强大之处并非他的武功 而是他与人比武交际向来汉不畏死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武林明家都死在他手上 此外 你要切记 大人先打胆 没胆数一半 红武魁闻听此言戏谑地看向少年 论胆色咱们的战神可不逊色于他 扇杀与微微一笑 那是自然 你们安心看着便是 此时金谷玉已经平复下体内翻腾的气血 这位斗鬼咧嘴森然一笑 有意思 再来 严霸金谷玉双臂猛然一震 一条锁链从他宽大的紫袍下飙射而来 扇杀与见此情形见眉微粗 他若想避开锁链轻而易举 但他身后的苏小狐势必会惨死当场 面积此处 扇杀与将雄魂的尽力运至掌中 少年准备正面应接下这一击 不影响金谷玉陡然又射出一根锁链 但这条锁链竟是被他埋进地下 只不过瞬息间那条锁链 便从扇杀与脚下破坨而出 少年仓促下慌忙翻身后仰堪堪必躲 却不料那两条锁链 在金谷玉的操纵下宛如复古之躯 竟是趁此机会追击而至 瞬间缠住了扇杀与的一手一脚 一击得手后金谷玉后撤一步 旋即双臂猛然一扯 下一秒扇杀与便不受控制地被拖转过去 随即这位斗鬼凌空跃起 将周身尽力汇聚右土之上 一脚悍然扫向扇杀与头颅 后者连忙抬臂阁挡挡 却不料这一脚的威势远超他的预想 要是他尽力抵挡却还是被一脚扫飞 重重砸在地面激起烟尘一片 带到烟尘散去金谷玉已经稳稳落地 而扇杀与则是躺倒在地气息散乱 少年席得绝世神功与人交手从无败 而如今却被人如皮球般一脚踹翻在地 眼见扇杀与躺倒在地气息散乱 围观的人群发出不可思议的惊呼 而此时的金谷玉悠悠开口 全圣曾救过恩师一命 所以加示命我保护黄甫英川 战神我要感谢你 很多年没有这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不曾想话音刚落场终一变抖声 只见少年突然双掌猛地一拍地面 整个人竟是借反正之力横身而起 谢谢你解答了我的第一个疑惑 现在我只需要搞清楚 为什么我的钢器对你无效就可以了 说到此处扇杀与目光骤然一铃 很明显你的肌肉和气血与常人有别 言霸少年双指疏然探出 只见丝丝缕缕的钢器欢快跃动 下一秒只见筋骨玉浑身一振 刚刚交手中埋藏在他身上的真气 被扇杀与瞬间引动 宽大的紫袍碰然碎裂 露出他身上缠绕着的层层铁链 果然如此 原来是万年玄铁打造的锁链 我还一直纳闷你从哪掏出来的锁链 原来是你将它缠满周身上下 怪不得我的钢器伤不到你 筋骨玉眉头微卒 他没料到对方这么快便能想通其中玩笑 但他旋即左臂骤然抬起高声怒合 就算你知道了又如何 言霸这位斗鬼将澎湃的真气灌注于锁链之中 下一秒那条玄铁锁链竟是燃起熊熊烈焰 只见筋骨玉沉身弯腰气管丹铁 煞世间一众锁链如火蛇狂舞 伴随着他双臂猛然朝前一回 竖条锁链直奔扇鲨鱼奔掠而去 却只见后者神色淡然如水轻声开口 世间万物皆有脉络 结脉断落则天下无一物不可迫 言霸扇鲨鱼双臂晃动接连劈出树掌 掌风所到之处一众玄铁锁链怦然断裂 树袭过后扇鲨鱼转手围攻 闪转腾挪间将众多锁链一一截定 神经义气奈何不得的万年玄铁 在少年的掌下竟仿佛豆腐一般 漠然间扇鲨鱼足间猛一点地 身形暴掠而去直扑筋骨玉 后者此时正直双臂起初 在享受招防守已然不及 却只见扇鲨鱼右脚猛然踏出一笔 玄机力从第七拧腰转挺 借腰马之力一肘悍然顶在对方胸口 这一肘下去宛如有万军之力 霸道的刚劲直透金骨玉后心 眼见对方身上的锁链被一肘崩碎 扇鲨鱼左拳豁然抬起 雄魂的静力直抵拳风 少年一拳挟开山之势猛然砸在主机之处 让密密麻麻的玄铁锁链在南城手 历史怦然炸裂四散飞剑 金骨玉不顾胸口剧痛一拳轰向少年投入 不曾想扇鲨鱼收招极快 少年举拳相迎对攻而去 两拳轰然对撞在一处 只听得金铁锻裂声凭空乍下 金骨玉缠绕在手臂上的玄铁锁链应声而碎 这位斗鬼更是被巨大的金力震的倒滑出去 金骨玉看着光秃秃的手臂茫然无措 半晌过后他才镇定下来缓缓开口 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么多高手死在你的手中 战神这个绰号的确实至名归 说到此处他突然咧嘴截然一笑 这种生死一现的感觉真让人怀念 漠然间这位斗鬼眼神一灵 战神 小心了 这是我的最后一招 严霸金骨玉左臂高举成擎天之姿 周身锁链在他的操控下旋转之上 煞时间竟是形成一股威势滔天的锁链龙卷 赫然是他的贪家绝学血伦巴荒沙 扇沙宇见状面色也不由地凝重起来 他看得出对方毫无保留地将全部功力灌住其内 而正在此时那股龙卷骤然而止 邪风雷之势直扑少年而来 却只见扇沙宇右掌疏然探处 竟是一掌直接印在那股锁链龙卷之上 伴随着少年周身真气澎湃勇动 霸道的钢镜竟是将那股龙卷裹现其中 扇沙宇控制着自身钢镜反向旋转 煞时间那股锁链龙卷开始寸寸崩裂 伴随着一声轰然巨小发破天际 金骨玉看着眼前这一幕呆愣当场 只见一节节断裂的锁链漫天洒落如天女丧花 此时他的脑海中闪过一个荒诞的念头 这位斗鬼竟是觉得此情此景万分美妙 但他清楚地知道这片美景之后藏的是死亡 猛然间金骨玉瞳孔一伏 少年白皙的手掌已然洞穿他的心口 扇沙宇轻声开口 你是我踏入中原后第一个承认的武者 所以我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是吗 那我真是荣幸之指 和你打得很痛快 只可惜我没机会再行讨交流 你我其实并无深仇大怨 只不过这件事不是你能解决的 怪只怪皇甫军月那个罪魁祸首 那个老匹夫把一切都推给属下 自己却高高在上俯视一切 不给那老贼一拳 我这口怒气实在难消 言霸善杀与骤然握掌成拳 一道磅礴的钢气激荡而出 十分百丈之外的皇甫军月飙射而去 皇甫军月也没想到对方竟敢直接动手 这位全胜处便不禁周身尽力骤然薄发 真没想到武龙盟如今沦落到这般队 随便一个毛头小子都敢对老夫出手 言霸皇甫军月右拳猛然紧握 眼见那道澎湃的钢筋掠至近前 这位全胜双腿分开腰马合一 一拳递出与那道钢筋斗然撞至一处 两股尽力交接之处四周竟是雾气挣托 漠然间皇甫军月一声低鹤尽力暴涨 两股尽力交错而过各奔东西 两人残存的钢筋掠至红面 一时间引得水气挣托扶摇而起 皇甫军月压下体内翻腾的气息缓缓收拳 这位全胜的右拳之上仍残存着丝丝缕缕的水气 可见方才对拼一拳他也并不省力 待到气息平稳 皇甫军月森然一笑静视蜜语传音 欢迎来到铁舞了 战神 我会好好款待你 扇沙宇文听此言微微一笑 少年针锋相对冷声传音 我很期待你的表演 全胜皇甫军月 却说皇甫军月拂袖而走回到自家省院 这位全胜坐在廊下看向自己的右手 而正在此时一道身影飘然而止 属下单膝跪地攻声禀报 表示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完成 只待全胜一声令下 铁星云剑便会动手 皇甫军月文言不由地微微策目 邓武贤是长老院的绝顶高手 派他去是不是有些可惜了 邓武贤手中功夫确实过瘾 但他太过刚正不恶 与其他长老常有嫌弃 属下认为他势必会妨碍武龙盟的发展 最重要的是他不是武大世家出身 将来把一切责任推给他也无人追究 皇甫军月双目威闭沉吟半傻 也罢 今晚就执行我们的计划 属下眼中闪过一抹狠色弓声称事 待到属下告退 皇甫军月再次看向自己的右手 刚刚与战神对拼一拳后 现在仍在轻微颤抖 这位全胜的脸色愈发阴沉 此子绝对不容小觑 若非南宫素桥将莫补于劫阻 事情根本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 面及此处这位全胜的眼神骤然一眼 随即双指探出 一道尽力自他指尖飙射而去 历时将那躲冰样样的花朵难腰截断 做完这一切后皇甫军月冷然一笑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显然那朵被剪除的花朵 已然表明这位全胜的最终选择 一道年轻飘飘一掌 便可洞穿他人心口 就连堂堂全胜都在他手上吃了暗亏 眼见自己的贴身护卫被杀 而父亲却对此不闻不问 皇甫云川走上前去面色阴沉 此人竟敢公然袭杀本公子的护卫 明显是不把我们五龙盟放在眼里 来人将这混账小子拿下 押入监牢厅后盟主发握 不曾想筋骨欲此时强撑着一口气出烟粉 皇甫云川 闭上你的嘴 我早有言在先 这是我个人发起的挑战 与五龙盟无关 况且比五教祭本来就是个安天命 我输得心服口服 你莫要让我死得如此满开 此话一出一旁观战的武林人士纷纷声援 表示双方乃是公平比斗 就算是五龙盟也不能以示压人 煞时间码头上群情激愤 一众江湖人士齐身高呼 让皇甫云川滚派 这位全胜的二公子瞬间面若株肝 心中对善沙宇的怨恨已经到了地点 而善沙宇却是凝视着筋骨欲心有欺欺 他终于明白什么是人在江湖身部有几 善少侠 你也不必可怜我 金某能战死擂台虽死无憾 但你要当心我的师父天穷道人 家世自尊心极强又十分固执 他知道我死在你手 日后一定会找你寻找 言霸这位斗鬼刻然尝试 徒留下码头上众人一阵长絮短叹 事业 在铁武盟大天商团分布中 洪武魁和韩肃望着胡心的小亭面色沉重 韩肃直言事情太过细巧 善沙宇不但击毙了皇甫云川的虎 还公然对全胜不敬 但直到现在武龙盟竟毫无动物 一来是因为沙宇利弊斗鬼让他们有所忌惮 二来是他们也顾及到江湖人士的悠悠众口 洪长老 大哥和苏小姐怎么一点都不担心 他们已经十年没见了 让他们说说话吧 却说胡心的良庭之中 善沙宇和苏小胡诉说着这十年来的经历 期间苏小胡问起韩武伯是否也来了中原 善沙宇表示师父在十年前便已嫁和戏曲 苏小胡文言不由的面露哀伤柔声之前 善沙宇却表现得颇为洒脱 师父当年大仇得报 也算是含笑九泉 不过说起来他老人家确实还有一桩心愿未了 说到此处善沙宇面容疑素 小胡 你知道如舟韩家吗 少女表示自然知晓 虽然现在韩家已经没落 但她曾是雄霸安徽的武林世家 而且韩家的女儿是大名鼎鼎的三花之一 加入狮子门后更是深得无敌刀霸的器重 正在此时婢女金莲集匆匆地跑来禀告 小姐 关押铁马镖局家属的人找到了 据说是五龙盟长老院的邓武贤 现在五龙盟执法堂的高手们已经赶去了 听说是要将其就地正法 善沙宇文言豁然变色 急声询问婢女邓武贤所在何处 婢女身手指向一个方位 苏小胡当即表示她来带路 不曾想下一秒少年便已掠出两体 没时间了 青莲照顾好你家小姐 善沙宇一路纵略赶往婢女所指的方向 她万没想到皇甫军越境会用如此幼稚的借口 突然一段对话若有若无地传入善沙宇耳中 怎么可能是我求见了莫补鱼的家属 邓武贤 你还死不承认 我们已经发现了你与北渊勾结的证据 你在加入五龙盟之前就投靠了北渊 在那之后你一直向北渊输送情报 前段时间你又关押了铁马标局的人 以此来陷害五龙盟试图离间中原武林 铁正如山你还想狡辩不成 善沙宇听声便未确认了方向 当即纵身飞掠而去 而此时的小院之中邓武贤高声怒合 放屁 老子是堂堂正正的中原武者 怎会向北渊出卖铁武盟的机密情报 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多说无意 邓武贤 你出卖武林同道在先 构陷盟主在后 装装剑剑 庆竹难输 今日便将你格杀在此一锦效尤 言罢这位执法堂高手一剑迎头转下 善沙宇略至院墙之上刚好看到这一 短暂的错误后 善沙宇面带嘲讽轻声自语 皇甫军月 你这老匹夫倒是甩得一手好拨 一夜无话 第二天清晨众人齐聚大天商团正庭 善沙宇将昨夜所见所闻如是告知众人 红武魁听罢神色凝重 他不敢相信五龙盟会将此事嫁祸给一名长老 小胡说邓武贤生性正直 我还是不能理解五龙盟可以伪造绑架莫大侠家属的证据 但他们是如何伪造邓武贤勾结北渊的证据呢 苏小胡却直言这个问题不需要理解 善沙宇文言不由的面露疑惑 事件的过程是怎么样的没人关心 大家关心的只是事件的结果 沙宇哥哥你信不信 明天邓武贤就会成为万人托骂的罪人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会被引到邓武贤勾结北渊这件事上 存在过一段时间 就没人会去追究五龙盟扣押莫大侠家属的事了 因为人们不会对五龙盟这样的组织产生太大的怀疑 相反 他们或许还会胜赞皇甫军越大亦凌然 红武魁对此却持有相反的意见 苏丫头 我们还有即使受害者又是证人的莫大侠 莫补于文言重重点头 表示他会向江湖人士揭露五龙盟的罪行 善沙宇表示他也可以作证 但苏小胡却笑着摇了摇头 沙宇哥哥 就算你跟他一起作证也没用 反而会给你扣上一顶屠杀男公世家的帽子 五龙盟操纵这种事情易如反掌 皇甫军越既然已经把一切推到邓武贤身上 所有的证据肯定设计得天衣无缝 仅听莫大侠一己之言根本不足以撼动 听到此处莫补于神情激动 难道我们就什么都不做吗 苏小胡淡然一笑 自然不是 只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天武盟是他们的地盘 五龙盟的势力根深蒂固 即使受到损伤也有重新再来的机会 但我们不同 一旦我们是算将万解不复 所以我们必须谋而后动一击至圣 善沙语听到微微汗手 小胡说得不错 我们对铁舞盟还知之甚少 苏小胡闻言当即向众人介绍起铁舞盟的形式 首先是九重府的辅主梅花剑圣云叶子 坊间有传言称这位剑圣面善心恶 且此人的剑术已经登风造极 据传云叶子已经超越以期遇见的境界 更有人称他或许已达陆地剑仙的水平 红武盔听到此处不由地撇了撇嘴 在他看来陆地剑仙鼠势有些夸张 而无敌刀霸者浩森则更为传奇 他是靠一人一刀白手起家创立的狮子盟 据说他的刀法只中强攻输于防守 江湖上没有几人能正面应接他一刀 浩森自己说过他不喜欢动脑 无论是处理事物还是与人交手 向来凭借直觉天马行空 但他能在短短二十年内将狮子盟发展壮大 我认为绝非凭借直觉那么简单 相比于这两人 我们最要小心的就是全圣皇府军院 这个老家伙不但武仪高强更是心机深沉 虽然久重复 狮子盟和武龙盟暗中不合 但只要他们还有共同的利益就不会反目 皇府军月也深知这一点 所以不论外界怎么评价他 他都不在乎 听到此处莫补于神色一案 如果皇府军月真如苏小胡所说那样 或许他的弟弟和家人已经惨遭毒手 见莫补于暗自握紧拳头 苏小胡心思玲珑猜到了对方的想法 莫大侠放宽心 你的家人现在一定还活着 皇府军约如此匆忙地嫁祸给邓武贤 说明他现在也是投鼠机器 他绝对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般地步 因为战神的出现根本不在他们的计划之中 只要沙宇哥哥还在铁武盟 他们就不敢轻易动你的家人 一旦事情无法收场 那将是他们最后的底牌 善沙宇听了苏小胡的分析微微汗手 他明白战斗已经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开始了 而与此同时在皇府军月的小院之中 属下正在向皇府军月攻声鼎 战神与斗鬼比武之后 铁武盟中有不少年轻人产生了动摇 原来在十年前将元朝驱逐到北方后 铁武盟内部一直处于争权夺势之中 不少武林名家身居要职却侍卫素餐 战神的出现唤起了年轻武者的共鸣 皇府军月对此却颇为淡变 表示这种情况九重府和狮子盟也有 他们都没出面五龙盟也没理由出头 属下却表达出了自己的担忧 如果五龙盟始终对战神放任不管 一旦对方与九重府或者狮子盟合作 后果不堪设想 皇府军月文言不由的泛气冷笑 放心 他们不会合作 战神公然挑衅老夫 那两方肯定会心生招揽之意 但那个战神是个心高气傲之谷 断然会拒绝他们 双方不声出嫌弃以示万行 何来合作一说 属下听爸半赏沉默不语 皇府军月见状不由的微微侧目 你就这么想除掉那个战神 卑子只是担心战神会像铁马标局一样 成为一个无法控制的变数 皇府军月文言沉思半赏缓缓开口 把他交给南宫肃桥如何 那丫头跟战神有杀父之仇 把他推在前面 假装住他一臂之力 如果他能除掉战神万事皆休 如果出了披露 就按更武贤那样处理 若是南宫肃桥能死在战神手里更好 到时候就说战神要对南宫世家斩讨 这样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会在那小子身上 说到此处皇府军月默然一笑 那老夫的计划就可以畅通无阻 而此时的善沙语还不知道自己已被算计 郎道夏少年少女正并肩前行随意闲聊 方该和谁联手 少女柳眉微粗略微思索 表示现在利弊难分 最好跟谁都不要走得太紧 善沙语微微汗手记在心头 随即邀请苏小胡去外面转转 后者听罢欣喜之情易于言表 只有我跟沙语哥哥两个人吗 那我去准备一下 换件衣服马上就来 善沙语正欲应下突然看到一人 只见韩素手持长剑正在不远处练功 询问下得知对方心情烦闷因而练剑 善沙语当即对这个小弟发出邀请 正好我跟小胡准备去铁舞盟里转转 心情烦闷不如跟我们一起走走 言罢善沙语回头望向少女征询意见 苏小胡心中恼怒对方不解风情 却无法反驳 韩素文言也是兴致勃勃当即同意 苏小胡见状不由的粉泉紧握暗自复复 不愧是结拜兄弟 两人都不会察言观色 小胡 你不是说要去换衣服吗 不换了 就在这附近随便走走吧 而此时在五龙盟的另一处宅院之中 南宫素桥连不轻疑心中却是忐忑不安 他已经敏锐地察觉到皇甫军月对他的不满 全胜向来不会容许手下失败两次 他对战神的刺杀已经失败多次了 皇甫军月还留着他或许只是出于对南宫世家的亏欠 南宫素桥缓缓缓推开一间近视的房门 里面赫然摆放着三具尸体 这位谢莲花驻足半赏下定决心 他必须得让全胜亏欠他更多才行 也只有这样他跟南宫世家才能活下去 少女将三具尸体藏在自己的闺房里 还时不时地前来查看世若珍宝 此时一名属下走上前来攻身行李 南宫素桥当即询问他可有发现 属下表示这段时间通过对尸体的解剖 确实对战神的武功有了一些粗浅的了解 严霸属下竟止走到一张寒玉床前 探手扯掉尸部露出一具人为腐烂的尸体 此人正是死在战神手下的五阳阴家的刺客 南宫素桥亲眼口皮询问属下有何发现 小姐请看 这三具尸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他们周身经脉禁断 但致命伤都是心脉破裂 南宫素桥若有所思开口询问 你是说他们都是死于战神的内劲 不错 也就是说如果与战神交手 绝不能与其产生肢体触碰 南宫素桥听霸额眉紧促轻轻汗手 半晌过后南宫素桥回到大宅政庭 像刚刚得到的结论如是告知南宫处境二人 南宫处境表示这种武功自己闻所未闻 南宫尚元也点头硬和直言匪一所思 若想对付战神必须得远距离攻击 进战或许得蜂脉必学 只是不知此法行不行得通 南宫处境听霸陷入沉思久久不语 半晌过后才悠悠开口 看来必须得找一位善用长兵器的武者 而且还得是绝顶高手 南宫尚元当即询问父亲可有人选 老夫倒是想到了一个人 只是不知道能不能请得动 言霸南宫处境将长剑重重躲在地面 不管怎样都要去试试 人我去请 你们再好好研究一下那些尸体 说到此处他的目光陡然一礼 这次一定要宰了战神 而与此同时在九重浮中 端木松岩连部轻易走向大殿 只见师尊云叶子正双手附后放眼远眺 僧岩 听说你与大天商团的少主交情颇深 在太原府与战神也有数面之缘 端木松岩表示自己与苏小胡情同姐妹 在太原府曾蒙善沙语出手搭酒 如此甚好 你去大天商团走一趟 就说为师想见战神一面 师尊 如今善沙语正处在风口浪尖 是不是在等等 云叶子抬手轻浮心口缓缓出手 为师也想再等等 只不过为师的时间不多了 却说铁武蒙熙熙攘攘的大街上 苏小胡自顾自地往前走 善沙语二人不紧不慢地跟在身后 小胡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少女回头勉强一笑表示自己并无大碍 可随即她就将怒火撒在韩苏身上 韩少侠 中南剑派力数九重复 你到铁武蒙了不去拜见一下长老吗 韩素被苏小胡问的面色尴尬 貌似是有难言之隐 此时不远处有人阴阳怪气地接过话头 我也纳闷了 中南剑派的弟子到了铁武蒙 不去拜见我这个长老反而在街上嫌疑 韩素 你眼里还有没有师门尊卑 见到一行人迎面走来 韩素微微变色 为首的老者正是中南剑派长老石文海 韩素当即走上前去攻身行务 而石文海却是不依不饶 对韩素劈头盖脸一通数望 善沙宇见此情形微微错愕 他终于明白这个小弟为何不愿去九重复 苏小胡将来者的身份告知善沙宇 表示自打中南剑派的掌门闭门不出 中南剑派的一切对外活动皆由此人负责 不曾想此时那伙人愈发过分 一名弟子竟羞辱起韩素已经过世的师父 师兄 又仗着俊俏勾引女子了 但你可千万别像你师父那般优柔寡断 没有女子会喜欢那样的男人 韩素闻言目自欲猎正欲开口反驳 却不料石文海也跟着出言讥讽 那个只知道埋头修复门派失传剑法的呆子 还真是有其事必有歧途 韩素再也忍受不了高声怒吓 天当三十六剑是中南剑派的绝学 恩师苦心故意修复他何错之有 此时一道淡淡的嗓音传入众人耳中 你们是在嫉妒他吗 石文海听罢历是寻声望去 下一秒他便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 那位轻衣少年就站在韩素身后不足三尺 可他却丝毫没注意到对方的存在 那个少年竟能与周遭环境融为一体 此子绝非等闲之辈 而成周展却没那么多见识 走上前去挑衅地看向对方 臭小子 多管闲事得先报上名来 你还不配知道我的名字 好躲不倒当 反请让路 后者闻言历时大怒 退后两步便要拔剑动手 却不料下一秒他便被石文海拦在身前 周展 助手 你不是他的对手 言霸石文海看向少年沉申开口 在下中南剑派长老石文海 敢问阁下尊姓大名 在下扇鲨鱼 自塞北而来 是韩素的结义兄弟 我与韩素相识于长江之上一见如故 因而这几日把他留在身边 韩素没能去九重府拜见长老是我的过错 还请石长老不要过分苛刻 石文海听到此处开始在脑海中搜索 他总觉得扇鲨鱼这个名字颇为二熟 直到他回想起昨日码头的今天一战 这位中南剑派的长老瞳孔紧缩惊声高呼 你 你是那个打败斗鬼挑衅全胜的战神 此话一出四周的人群马上围拢过来 战神之名一夜之间已经响彻铁武盟 成周展此时已是冷汗连连一阵后爬 而石文海也是心中一阵暴色 昨日剑圣已然下令 九重府任何事例不得与战神发声处 便及此处石文海缓声开口 既然战神开口求情 老夫便暂且饶过他 但石门尊卑不可和 韩素 你晚些时候再来行拜见之礼吧 扇杀宇向对方微微汗手表示感谢 韩素则是眉头紧锁公声称事 双方错身而过时石文海轻声低语 别以为有战神给你撑腰老夫就怕 成周展也是低声威胁 师兄 晚些时候我会好好跟你请教一下武功 就在中南剑派一行人准备离开之际 扇杀宇突然冷声开口 石长老刘布 石文海身形猛然一顿驻足原地 而成周展则是惊恐地看向身后 生怕这位煞星突然暴起发难 却只见扇杀宇神情肃穆朗深开口 或许现在你们看不上韩素的武功 但有句老话说得好 末期少年穷 将来他的成就绝非你们可以比肩 石文海听把牙子欲裂嘴角抽搐 但考虑到对方的实力和剑身的秘密 这位长老应是忍住了一腔怒 道了一声告词便领着人转身离去 大哥 我知道你是为小弟出气 但最后那番话属实不同 扇杀宇按住韩素肩头柔身开口 我踏入中原后遇见强敌无数 其中不法有用剑的高手 但他们都没有你那颗赤诚剑行 我方才所言也绝非意气之争 韩素文言心下感动 涅如着想说些什么却难以开口 半晌过后才憋出一句话 大哥 我先走了 看着韩素渐行渐远的背影 苏小胡轻声开口 他应该把话说完的 韩少侠哪里都好 就是胆子太小了 正因如此他才发挥不出自己的实力 如果他能克服这点 只怕江湖上能赢他的人不多 见苏小胡沉默不语 善沙宇当即询问对方在想什么 苏小胡表示他是生意人 自然是想着利益 善沙宇文言心下了然 你是想投资韩素吗 少女朱唇轻起生若黄鹰 为什么不能 沙宇哥哥都如此推崇他 错过这样一位人才岂不可惜 青梅竹马的少男少女第一次出门逛街 少女竟主动拉住少年的手掌 韩素走后苏小胡回眸奄然一笑 表示天色上早正好可以好好转转 善沙宇被对方柔嫩的小手握住 毕时间有些手足无措 只得任由苏小胡拉着他在铁舞蒙游览起来 欢乐的时光总是非常短暂 不知不觉间已然日落西山 眼见行人逐渐稀少 两人也准备打到回府 正在此时身后传来急错的马车声 善沙宇两人不由地回头望去 只见一辆马车狂奔着向两人冲来 善沙宇连忙将苏小胡护在身后 带到马车停稳从上面走下一道歉意 来者正是南宫素桥 苏小姐 好久不见 苏小胡心有余悸地跟对方打了声招呼 原来是南宫小姐 善沙宇听霸心头一对 原来这位便是大名鼎鼎的三花之一 此时南宫素桥静止走上前来 本来是想找苏小姐继续商议上次的问题 看来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言霸他又将视线移到善沙宇身上 想必这位就是战神吧 幸会 南宫小姐不必须于尾仪 你我之间谈不上幸会二字 面对少年的冷言讥讽 南宫素桥不动声色 你我都是江湖儿女 表面功夫该做还是要做 言霸竟是主动向善沙宇递出自己的素食 但漠然间他的脑海回响起白铁属下的忠告 所有人皆是经脉禁断 死于西脉破裂 与战神交手十万不可与对方有肢体接触 念及此处南宫素桥连忙收回自己的手 这位谢莲花粉拳紧握心中一阵后爬 而此时少年冷落寒冰的嗓音悠悠响起 你最好别耍什么阴谋诡计 无论是像之前劫走墨谷鱼 还是像刚才那样用马车撞向小胡 先前我一直都是出于自保 但从现在开始只要你再有什么小动作 我必杀你了 言霸善沙宇招呼苏小胡一同离去 双方错身而过毒留下南宫素桥呆愣原地 后者迎牙紧咬面露争女 战神 不把你碎尸万段难消我心头之恨 与此同时在狮子盟中 大殿内无敌刀霸哲号身正经危坐 木铃 我想见战神一面 你可有良策 折目领略微思索后缓缓开口 孩儿倒是有个办法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却说不知不觉间月照中天 善沙宇二人闲聊着走向大天商团驻地 期间苏小胡又将目前的形势分析了一遍 善沙宇不由地感慨苏小胡秀外汇中 这些勾心斗角的事还是交给你吧 动手的事交给我来 如果你有什么棘手的事也不妨告诉我 或许我能帮上些小忙 苏小胡略微思索表示确实有一件事比较麻烦 之前五龙盟找过他谋求合作 但如今黑商到处打压大天商团 为了保证账上流动资金充裕 他一直拖着没给答复 我手里倒是有些银钱 差不多有十万两黄金 不知道够不够 苏小胡听罢瞬间眼貌惊心 但玄机他便不可置信地询问善沙宇哪来的这么多钱 于是善沙宇便将自己之前的精力和盘拖出 自己是如何在己方争斗中于翁得利 又是如何杰族仙灯找到的那匹黄金 我把那些黄金藏在本系百里之外的东明山 那里有个叫鹰区岭的地方 你要多少就去拿多少 苏小胡听罢心中满是感动 柔声表示这些钱会如数奉还 不曾想话未说完便被善沙宇轻拍额头 傻丫头 不需要你还 能帮到你就行 两人一路弹笑间行至府邸大门 刚进前院便看到碧女金连赶了过来 金连身世万富功声禀报 直言北风御守折木领求见善沙宇 善沙宇听罢神色淡然 苏小胡却是微微色变 两人赶至正听只见折木领长身而立 这位北风御守朗声开口 善少侠 好久不见 善沙宇抱拳拱手还了业 抱歉 让哲少主久等了 少年神色如常心中却盘算起来 对方果然如小胡所料一般 但没想到狮子盟的动作如此之快 双方分兵主落座后彼此寒暄了几句 片刻后折木领开门剑山表明来意 称大力宝万宝主对战神当日仗义相助感激不尽 因而想请战神过府一句了表心意 红武魁在一旁出声询问 这么说是来自御英团的邀请 善沙宇听罢不由的面露一会 善沙宇听到青年俊杰四个字陷入沉思 半晌过后她出声询问 听说冰花寒香牙也在狮子盟笑领 不知道韩小姐是否也在御英团 苏小胡闻言不动声色地瞥了少年一眼 折木领听罢也是神情一粟 这位北风玉手心念顺转 方才交谈中对方始终心不在焉 如今却主动开口询问韩家小姐 面积此处折木领嘴角泛起微笑 她隐隐觉得自己抓住了重点 那是自然 韩家小姐也是御英团一员 而且深得加速器重 数日后恰好是御英团聚会 若山少下肯闪光前来 届时自会见到韩小姐 如此说来恭敬不如从命 咱们到时候见 此时婢女悄悄来至苏小胡身边 青莲俯身低于表示端木小姐求见 苏小胡吩咐婢女将端木松颜领至偏厅 自己随后就到 听到主仆对话的折木领眉口微肿 她没想到九重府的动作也如此之快 为了避免双方碰面尴尬 这位北风玉手当即起身告辞 走出大宅后 折木领回头望去心生感慨 眼下各方势力都在盯着大天商团和战神 其中五龙盟更是派出了一众好手 但扇沙宇却毫无顾忌地见了她和端木松颜 仿佛根本不在乎皇甫军月监视她的行踪 这位狮子盟的少主心中竟开始隐隐有些期待 不知道这位战神究竟会搅起多大的风雨 少女白天还对着心上人喜笑颜开 可回到家后却气鼓鼓地叠起了嘴 原来就在刚刚 扇沙宇接受了折木领的邀请 反过来却拒绝了自己的闺蜜端木松颜 这让苏小狐有些下不来台 眼见对方嘴多地能挂起优品 扇沙宇只得无奈地开口解释 我答应折木领不是因为狮子盟 拒绝端木松颜也不是因为九重 折木领只是邀请我去见御鹰团的年轻舞者 并不是让我去见无敌刀霸 而端木松颜却是想让我跟剑圣剑上一面 苏小狐认真的打量了少年片刻 玄机展颜一笑柔声开口 傻哥哥 你去御鹰团不就代表你倾向狮子盟吗 要么就都答应 否则只能都拒绝 扇沙宇文言历时明白其中关窍 正所谓人不换管而换不军 江湖势力亦是如此 少年直言自己必须得去御鹰团一趟 当即询问苏小狐可有两权之策 后者表示办法自然适应 原来铁武盟当初是为抵抗元朝而创建 因而成立之时在地下修筑了秘密堡垒 以防被援军攻破尸贴五盟全军覆没 苏小狐拿出一张古图摊开在桌上 这是我花重金收购的原始建筑图 推翻元朝后那座地下堡垒就荒废了 现在几乎没人知道它的存在 苏小狐建议可在那里秘密会见剑舍 既不耽误去御鹰团又不会得罪九重复 第二天深夜 扇沙与暗地图来至密道入口 抬眼望去只见四周破败不堪 确实是已经荒废多年的景象 少年双手附后沿着密道一路向前 密道封死 扇沙与见状又长舒然探处 掌心刚进吞吐不休 伴随着少年一掌猛然拍拳 漠然间扇沙与双目圆斗 他竟是感受到一股熟悉的激动 丝丝缕缕的真气自聚时后弥漫而出 一如当年他跟师父闯进万仙洞时的感受 只一瞬他便明白这是梅花剑胜的事态 那位舞蹈强者正毫不保留展现他的实力 不断涌出的真气似是在质问扇沙与 年轻人你有见我本人的实力吗 少年见状嘴角勾起一抹轻响 随即一脚踏出猛然跺向地面 扇沙与周身尽力骤然薄伐 澎湃的刚劲磅礴四隐 少年不怒自卫南南低语 我还想问你吧 梅花剑胜 你有资格见天破武将吗 两股真气一处集散 密道之中瞬间复归平静 扇沙与双手复后继续前行 密道深处漆黑一片如坠酒忧 漠然间一阵夺目的光滑凭空出现 扇沙与抬眼望去只见一柄长剑悬在半空 少年认出这并非真剑而是星剑 所谓星剑乃是真气随心所化 心之所至剑之所往 所到之处锐不可当 正在此时那柄星剑开始渐渐消散 竟是化作漫天的梅花瓣撒向地面 刹那间一株梅花树破土而出 转瞬间竟是长成参天巨树 伴随着花瓣不断飘落 树溪过后四周竟然生出一片梅林 扇沙与身处其中不由的碳为观止 这些花瓣都暗藏雄魂的内力 倘若齐齐功来 纵使是他也难以抵挡 念及此处少年情不自禁出言赞叹 梅花见圣当真无愧陆地见贤 此时一道苍脉的嗓名悠悠传来 能得战神胜在老夫荣幸之志 不知战神可有兴趣接老夫一招 颜霸云叶子怒目原睁 一双眸子竟是变成诡异的赤红色 煞时间梅林之中狂中大佛 澎湃的尽力卷积着无数花瓣席向少年 扇沙与面不改色淡淡开口 这就是你想见我的原因吗 眼见众多花瓣铺天盖地的永来 扇沙与却助力原地纹丝不动 下一秒只见漫天花雨速速洒落 少年身处其中却毫发无伤 云叶子沉申开口 年轻人 你为何不动手 剑圣招式归立其绝 但却不带一丝杀气 我又何必出手反击 无量天尊 果然是英雄出少眼 老夫道号云叶子 现任九成福福主 见过梅花剑圣 在下扇沙与 言霸少年缓步走到云叶子对面 扇沙与同样盘息坐下 静待这位剑圣的下文 老夫有个疑问 如果到最后一刻我人未收手 你待如何 还是说你有信心在最后一刻 挡住老夫的全力一击 在下不踩 锁链武功比较奇特 可以洞察对手的气息 所以我能看出剑圣的攻击有没有杀意 虚尊来此与我会面 应该不是为了杀我吧 云叶子听拔微微一愣 他从未听过江湖上还有这种武功 那在你看来老夫现在的气息如何 前辈周身尽力藏而不露 显然已是反扑归真的境界 但有一事晚辈不明 说到此处善鱼目光一明 我能感觉到前辈心脉处真气散乱 恕我直言 若非剑圣是身重剧毒 云叶子目光灼灼地看向眼前的少年 一时间沉默不语 而此时的大天商团内 婢女金莲一边整理房间一边嘟闹 表示剑圣主动邀请战神见面属实奇怪 而苏小胡则是对单沙鱼想去与鹰团耿耿于怀 很明显对方是因为韩湘雅才答应的折磨 金莲表示冰花韩湘雅生灵在外 单少侠或许只是想一五会 而苏小胡却是对婢女的话充而不闻 他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两者的关系 莫非沙鱼哥哥当初去卢州不是为了南宫世家 而是为了冰花韩湘雅 想不出所以然的苏小胡当即下令 命精莲传令安徽分会 详细了解单沙鱼在卢州的所有细节 小姐 安徽分会已经汇报了单少侠的一切 你为什么不直接去问单少侠呢 苏小胡欲哭无泪 如果沙鱼哥哥真的是去找韩小姐该怎么办 你休要多言 马上传令给安徽分会 还有之前沙鱼哥哥去过的所有地方 一处细节不许拉下 听到没有 却说另一边的密道之中 云叶子沉吟半少缓缓开口 你可曾听闻冰临古读 扇沙鱼微微摇头表示并未听过 老夫也是翻遍古迹才找到记载 此城不及米粒大小 与大部分古虫生于南疆等湿热地区不同 此城只栖息在北海冰原 低温下它们会陷入沉睡 可一旦进入人体便会吞噬宿主的内力 正如你所说 老夫便是被扔下了此骨 目前已经被吞噬了大约三成的内力了 扇沙鱼听大星头聚颤不可置信 他万没想到有人竟能暗犯梅花见少 说来惭愧 老夫也不知道是何时何地震的招 现在我用真气护注了心脉 但只能延缓内力流失却无法根治 如果内力尽失便会冻成冰雕 扇沙鱼询问是否可用内力将其灼烧殆尽 云叶子表示冰灵谷以真气为始 纵使他紫霞神功已然炼至大成 运功灼烧无异于火上交友 扇沙鱼心下了然旋即出声询问 不知剑圣为何要将此等隐秘告诉我一个外人 不曾想剑圣不打访问 询问少年对如今的铁舞盟如何看待 扇沙与直言如今的铁舞盟混乱无序 你说的不错 铁舞盟表面上看来风平浪静 但实际上各方势力一直在暗争争斗 尤其是近几个月 已经有数十名高手不知所踪 云叶子分析这一切都和他被暗算有关 且对他暗下独守的极有可能是九重复的 说到此处云叶子突然语出惊人 你可怨助我查清铁舞盟内的雄友暗流 他一身修为公餐造化被尊为路度见先 今日却向一位出入武林的少年寻求帮助 云叶子将自己被暗算的前因后果和盘托出 希望扇沙与介入帮他调查铁舞盟的汹涌暗流 老夫感受到一场巨大的危机正悄然蔓延 扇少侠不属于任何一方势力 由你出面最为合适 况且少侠武艺高强 铁舞盟中有不少年轻人仰慕于你 还望少侠勇于担起拯救武林的正担 不曾想善沙与却对云叶子的赞赏不为所谓 断然拒绝了这位梅花剑圣的请求 后者闻言眉头紧锁询问是何缘故 少年直言自己无意插手武林纷争 解九重俎旗下门派众多高手如云 即使有人辩解九重俎内部完全有能力自处 他一个外人此事如果贸然插手调查 非但不能解决问题或许还会引发新的矛盾 云叶子听罢站起身来细细咀嚼其中道理 半赏过后他轻叹一声缓缓开口 也罢但一旦铁武盟内部矛盾爆发 老夫想请少侠助我九重俯一臂之力 说到此处他目光悠悠地看向少年 这点小事应该不过分吧 只要不违背天地良心 我可以施以援手 但还是那句话 我不想插手江湖纷争 严霸善沙与也起身准备告辞 临别之际云叶子提醒善沙与要小心全身 千万不要低估黄斧军月 至今为止还没人见过他的全部实力 严霸云叶子腾身而起 用出了华山派步步生花的绝技 只见他脚步凌空虚踏竟是扶摇而起 下一秒整个身形直奔上方奔掠而去 徒留下一阵感慨响彻整个密码 扶着冷关于瞎斗 藏尾近带风云来 年轻人将来武林之中 必将有你一席之地 扇沙与抬头目送着这位剑圣飘然而去 心中不由地暗葬华山派轻功精妙绝伦 但玄疾他又想到堂堂剑圣竟被人暗算 这铁武盟也并非表面上那般光鲜亮灵 收敛心神后他也效仿着云叶子踏空而行 尝试了半场最终还是决定否则密闹 却说在距铁武盟四百里外的洞口线 两名丐帮弟子正拿着张画像四处打听 画像上所画的正是那位元朝使节 丐帮已经得到情报 有一位名叫夏奴斯的官吏当年随使团前往塞北 而此人如今就住在洞口线 两人一路打听 终于有一位村民告诉两人 夏奴斯住在山坡上的房子里 两名弟子千恩万谢地告辞离去 找到此人便可得知那位元朝使节的线索 而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 街道旁一位壮汉正悄悄注视着两人的一言一行 而壮汉藏在破不下的脸上 一道争鸣刀疤若隐若现 却说此时又有两名丐帮弟子拎来一人 此人正是洞口分舵的舵主张成泽 他是洞口线唯一的乞丐 因而理所应当地被任命为舵主 为首的四代弟子表示已经确认夏奴斯的住址 命张成泽投钱带路 一行人当即朝山坡上一处血管走去 张泽成表示夏奴斯八年前来此靠教学为生 几人行至血管前正好遇见一位老者出来 夏奴斯与张泽成早已相识 见对方今日带来几名乞丐不由的面露疑惑 张泽成抱拳拱手表示这几位是丐帮弟子 来此时想了解当年夏奴斯前往塞北的事 后者听罢血头俱缠 额头上瞬间渗出层层冷汗 为首的四代弟子行为一礼开门见山 听闻老丈十年前曾随原始远赴塞北 有人想知道当年被卢走的女孩陷如今人在何处 闻听此言下奴斯瞳孔咒说 足足愣了半嗓才颤抖开口 我跟你们走 待老夫收拾下行李 几名丐帮弟子目送着老者反身回屋 其中一名弟子担心对方会不会逃跑 另一人却出言宽慰 表示虽然对方曾为元朝效力 但现在已然弃暗投赢 此时一道粗广的嗓音从背后传来 叛徒始终是叛了 几名丐帮弟子豁然转身立声质问来者和人 却只听得来人继续森然开口 十年前他背叛了汉人 如今他又背叛了元朝 说到此处壮汉目光陡然一礼 当初我就不该让他活着 看到对方脸上的争獰刀疤 为首的四代弟子目光一鸣 此人不正是画像上的那位元朝使节吗 念及此处这位丐帮弟子高声呼和 别让他跑了 他就是红长老要找的那个人 其余几名丐帮弟子闻言不由的纷纷色变 当即怒吼一声朝壮汉围攻而去 天空中一道惊雷划破云层 几名丐帮弟子直奔壮汉攻杀而去 而壮汉则是依然不具握紧双拳 显然并不把几人放在眼里 却说屋内的夏奴司扶着桌子勉强站立 这位老者一瞬间仿佛苍老了十岁 不论别人如何骂他是元朝的走狗 他都不曾放在心上 但十年前的那件事却仿佛千军重担压在他的心头 十年来他耳边还时常回想起少女无助的哭泣 夏奴司颤颤巍巍地走出血管 今天他终于可以解脱了 不曾想刚走出来他便惊恐地瞪大双眼 只见张泽成被扭断脖梗甩飞出去 而另外几名丐帮弟子也已生机全武 壮汉冷冷地看向夏奴司 本想让你聊此残生 你却不是好歹 严霸他随手抛到手中的尸体走上前去 夏奴司立时背下的双腿一软瘫倒在地 壮汉盯着眼前的老者目光阴寒 拥有黑血的贵族不容背叛 严霸他豁然抬起肌肉囚结的铁壁 而夏奴司则是绝望的瞪大双眼 两个时辰后的铁武门中 一名丐帮弟子将洞口线发生的一切评报给红武 红武魁听霸一时间面沉刺水 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如今又断了 而且对方是在丐帮找到夏奴司后才杀人灭口 这意味着在过去的十年里 对方很有可能一直在监视丐帮的形状 红武魁当即决定将此事告知善杀鱼 与此同时 南宫世家迎来一位特别的客人 一位黑衣女子如鬼魅般出现在房中 女人开门见山询问战神人在何处 南宫诉乔直言如今对方人在大天商团 并表示已经为女人准备了新的身份和主作 可以帮助女人近距离观察战神以便动手 说到此处她目光悠悠地扫向女人 完成这个任务后你也会死 不曾向女人闻听此言却毫不在乎 只要能杀了她 我这条命又何足惜灾 言霸女人身影一闪而是消失不见 而正在此时一阵脚步声红身后传来 南宫楚经看着女人消失的方向轻声开口 本以为她被战神吓破了胆 没想到你竟能说服她回来对付战神 南宫诉乔表示对方一定可以胜任 悬急询问叔父请人的事情进展如何 南宫楚经表示请帮手的事情异常顺利 我只是将她徒弟死在战神手里的是如实告知 她便答应可以出手 只不过她对徒弟的死有些出乎意料的平静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没出息的家伙 那就足以证明她非常生气了 她向来不善言辞只会动手 现在只等上员完成手头上的事 所有准备工作就都完成了 南宫诉乔询问哥哥还需要多久 相信很快就会完成了 欲速则不达 诉乔 倘若这次失败 我们南宫世家也就不复存在了 放心吧叔父 这次我们一定会成功 江湖传闻得到这口箱子便可天下无敌 因而引得各方势力争相抢夺死伤无数 而今天箱子里的东西终于要露出真容 山腹内皇府军月领着属下缓步前行 属下直言南宫世家正准备对战神出手 皇府军月却对此表现得莫不关心 他们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成不了大气 相比之下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开封面 不多时两人变形至一处地宫的门口 皇府军月双掌探出牢牢抵在大门之上 伴随着这位全胜一声轻贺双臂发力 两扇重于千斤的大门被推开一道缝隙 属下只觉得一股凛冽的寒气迎面扑来 雷极竟是形成一股气浪险些将它掀飞 树溪过后寒气逐渐散去一切复归平静 皇府军月双眸威逼缓缓开口 感受到这股死气了吗 这就是五龙盟的境地 听到境地二字属下心中陡然一惊 他知道此处是连长老都不曾踏足之地 而眼前的诡异景象更是让他瞠目结舌 只见万千冤魂正嘶吼着朝两人扑来 此阵名为阎魂十八阵 会幻化出入阵者最害怕的景象来乱人心智 倘若一步走错便是神仙也难救 跟紧我 觉察到属下始终没有跟上 皇府军月回头望去询问何物 后者此时已是满头大汗 颤声表示自己并无大碍 玄机属下从怀中抽出一条不带蒙住双眼 行走间皇府军月向属下讲述起此阵的由来 阎魂十八阵乃是七人落盘所创的千古绝阵 但凡入阵不论或走或跑都需十八步方能出阵 每迈出一步都会看到无间炼狱般的景象 而所看到的场景则是因人而言 通常都是连内心深处的大谷剧 听到此处属下好奇的出声询问 小的斗胆 敢问盟主也有害怕的东西吗 皇府军月闻言面色如常沉声开口 老夫坐横江湖一夹子 是踩着尸山血海走到今天的位置 这些亡魂老夫自然不放在眼里 唯一害怕的就是自己实力不够强大 说到此处皇府军月突然咧嘴一笑 拳机右掌豁然抬起 将雄魂的尽力运至掌中 所以老夫才费尽心血攀登舞去巅峰 言大皇府军月一拳抖然轰出 四周围拢的死气竟是被他一拳破开 就连他自己的虚向也没逃过一截 老夫对自己尚且能下的去手 又何惧他人 两人毫无组织地穿过防御大阵 旋即踏上台阶朝尽头的地宫内准去 地宫内数名僧人将一座石台围在中间 石台上一口珠漆木箱静静安放 这些僧人手持念珠口中不断迎风 默然间为首的僧人双掌合十 周身宽大的僧袍无风自动 老和尚白眉舞动 双眸竟是呈现出诡异的赤红色 属下一眼辨认出这些僧人乃是密宗装扮 而朝廷早已搬下赵令静传密宗 皇甫军月表示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他们需要老夫的病 老夫需要他们的能力 何乐而不为难 伴随着老和尚吟唱的速度越来越快 那口珠漆木箱竟是陡然间悬浮半空 老和尚的双眸已经由红转黑 似是有血泪即将夺框而出 而正在此时那口珠漆木箱怦然炸念 一股澎湃的气浪喷勃而出 只见木箱中有一雾冲天而起 煞时间整个地宫恍若冰窟 树溪间周围的水汽凝结成冰 竟是形成一块不规则的冰冷 皇甫军月神情激动 虽然他不是第一次得到此 但亲眼看到极寒阴金解除封印 还是让这位全盛兴莫名 而此时的极寒阴金仍在释放着直音之气 磅礴的阴气扑天带地朝四周疯狂勇去 竟是将周围的密宗僧人纷纷掀翻在地 老和尚嘶声怒吼 法阵不要乱 不能让他这样暴走 而几名僧人早已被制音之气伤及体魄 根本无力保持法阵完整 老和尚运进周身功力想压制住极寒阴金 却是杯水车薪毫无作用 而正在此时皇甫军月族肩猛一点栏杆 整个身形如同离弦之剑飞掠而去 等属下反应过来再想阻拦以言不及 老和尚也是急声劝阻 蒙主不可 极寒阴金乃天下之音之物 投手去抓定会被动成冰雕 皇甫军月却对老和尚的劝阻之弱 只见他吴志诚找用出一招青龙盼海 右掌已然戳进那团冰龙之中 如果连他都降服不了 老夫有何资格做他的主意 言霸皇甫军月猛然化掌围拳抓住一物 拳击身形飘然下落稳稳着地 这位全圣体内真气流转不息 试图压制住掌心传来的极寒之气 可他的右手仍是不断结上一层寒霜 半晌过后皇甫军月缓缓摊开手掌 那颗极寒阴金终是被他降服 这位全圣咧嘴森然一笑 这是他得到的第五颗极寒阴金 一切归于平静后属下为全圣包扎右手 虽然他内力深厚还是被动伤了手掌 老和尚低眉垂手表示是他的过失 但盟主你也太莽撞了 你忘了当初北领洞的冰湖就是因他而来 原来五百年前北领大帝偶得此相 倾尽全力没能毁掉便将此物藏在北领洞 不曾想知阴之气外泻竟将整个北领洞临风 面对老和尚的指摘皇甫军月欣然接受 大师所言极是 确实是老夫草率了 只不过想到可凭借此物一同无语 老夫属实有些激动难耐 说到此处这位全圣眼神一灵 现在也该去看看那人的情况如何了 严霸一行人朝地宫深处的地牢走去 期间皇甫军月对老和尚赞赏有加 莫容世家送来了七口箱子 在老和尚的帮助下已经解封了五口 老和尚直言此乃银刚英愤 若非全圣收留他们根本无处安身 谈话间几人行至一处牢房门口 皇甫军月冷声开口 你可还活着 牢房内的男人截然一笑 皇甫军月 你看我还像个活人吗 只见男人胸口竟是镶嵌着一颗极寒阴精 整个上半身已是被寒气轻染的一片清黑 男人疯狂挣扎却正不妥玄铁锁链的束缚 男人文言咧嘴森然一笑 此人赫然是慕容冬天的长子慕容军长 他本是锦衣玉石的慕容世家长公子 后卫替父报仇来到五龙盟投奔皇甫军月 我曾想却被对方折磨的人不像人鬼不像目 处理完此件事物后皇甫军月便准备离开 老和尚公公静静一路将两人送至门口 临别之际老和尚向皇甫军月提出两个请求 老和尚直言最近弟子们疲惫不堪 因而请求全盛准许他们修整几天 考虑到拆除封印颇为耗费心力 皇甫军月当即点头音韵 玄机老和尚目光阴沉提出了第二个请求 恳请盟主准许老衲外出几日 皇甫军月文言双目微眯 询问对方所谓何事 老衲想找一具完美的躯体 以此来练成最后一具不死魔师 皇甫军月听罢心下了然 大事不用我帮忙 想必心中已然有了合适的人选 老和尚截然一笑算是默认了对方的猜测 也罢 但这是最后一次 现在已经有人起了疑心 这些密宗僧侣与皇甫军月早有约定 他们替全盛解除七枚极寒阴金的封印 并以此物替皇甫军月练化不死魔师 作为回报五龙盟会庇护他们 并将其中一具魔师留给他们用以光复教派 听到不死魔师四字属下心头一动 询问是否与之前的康威一样 皇甫军月对心腹也并不隐瞒 直言康威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平论 原来不死魔师乃是古籍中记载的禁术 普通的炼师之法是以死士为瘾 而不死魔师则是以活人为己 只不过炼制方法极为补义 稍有不慎便会令寿数者形神俱灭 直到五百年前密宗的一位和尚创造了积寒阴金 以致因之气化去寿数者周身阳气 在服以秘咒加持困住寿数者的婚活 使得不死魔师的炼制成为可能 不死魔师保留了神志因而不会忘记攻击 但他们肉身的强悍程度绝非寻常无准科 最可怕的是他们虽然可以自己思考 但却丧失了基本的人性 一旦起了杀心甚至可以毫不犹豫地杀掉家人 本质上他们就是为杀戮而生的地狱羞辱 这里面还有一段陈年往事 五百年前密宗的一个分支流亡到了沈阳 他们在一座山里秘密制造积寒阴金 并准备炼制不死魔师以图重掌吸引 但却被当时的北方第一高手北领大帝发现了端倪 北领大帝担心不死魔师一旦问世必将生灵涂炭 因此孤身一人前往将那火密宗和尚斩杀殆尽 缴获了已经炼成的七枚极寒阴金后 北领大帝感受到此物蕴含着毁天灭地的不祥之力 便想通过自身通天彻地的修为毁掉此物 不曾想此物极为阴险 凭借北领大帝的身后功力竟是奈何不得分好 而在他浑厚的真气不断冲击下 使得极寒阴金内的知音之气爆发出来 片刻间便充斥满了整个山洞 整个山洞瞬息间竟是变成了一座冰窟 北领大帝神功盖世得以幸免于难 但他也更加确信此物一出世必将天下大乱 因而他后半生便留在山洞看守此物 那处洞穴也因此得名北领洞 五百年不过弹指一挥间 二十年前慕容冬天机缘巧合下发现了北领洞 此时的北领大帝虽以作骨却肉身不服 慕容冬天意识到面前之人正是北领大帝 而那七口箱子就静静地悬挂在尸体后放 此外慕容冬天还得到了北领大帝的传承 以及面试金伦的打造方法 但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任何人 直到他发现自己打不开那些箱子 才给一直对北领大帝感兴趣的全盛寄去一封书信 信上称他愿意献出北领大帝的遗体和七口箱子 兜兜转转如今已在五龙盟的庇护之下 皇甫军岳对那七个箱子的价值一清二楚 当即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因而才有了后来铁马标局押运两次货物的事情 讲述完这一切后皇甫军岳志得意满 一句不死魔事便堪比三霸的实力 更何况是七句 说到此处这位全盛面带冷笑 铁武盟不会存在太久了 而与此同时的大天商团中 扇杀与郑义兰听语看向狐心凉体 铁武盔好奇地顺着少年的目光望去 只见梁亭内的莫补鱼正满面丑容 老乞丐顿时明白扇杀与心中所想 随即出言宽慰 我们也尽力了 不过现在确实没什么好办法 扇杀与并未接话 而是询问为何这几天没看见寒素 铁武盔表示前几天寒素去了中南剑派 自打从中南剑派回来 便终日将自己锁在房里 我猜那小子一定是在那经历了什么 但话说回来 我又不是神仙 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 扇杀与听出老乞丐话里有话 便让对方有话直说 鸿武盔尴尬地挠了挠头 最终决定如实相告 是关于元朝使节的事情找到线索了 前几天我们找到了一个叫夏奴斯的人 他十年前曾随原始一起去过塞北 扇杀与文言当即表示要去见此人 他失踪了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该帮死了四名弟子 想来他也凶多吉少 少年听罢双木猿 邓一时间无法接受 他就在四百里外的洞口县 我看距离很近 本想把他带来给你个惊喜 没想到 对不起啊鲨鱼 扇杀与听罢双手拍在栏杆上半赏无语 四百里凭借他的矫程或许用不到一天 只要给他一天便可询问出无哀解的信索 少年想到此处一时间只觉得天旋地转 红武盔表示他也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 对方放任下奴斯活了十年 可该帮刚找到他他就被人杀了 半赏过后扇杀与稳住心神缓缓开口 红长老 这不是你的错 看到少年冰冷的眼神红武盔心头一颤 他能感受到对方平静女气下的一腔怒 却只见扇杀与转过头来雨带真诚 是我一直被分心耽误了此事 玄机两人就此事展开了分析 红武盔不解为何对方一开始不杀了此人 而是直到丐帮找到他才杀人灭口 扇杀与分析很有可能对方一直在暗中监视 想通过下奴斯反向追踪调查他们的人 红武盔听罢表示难以理解 在周密的组织一旦动手也会留下蛛丝满脊 莫非对方宁愿留下痕迹也要反向调查他 默然见一道身影出现在老乞丐的脑海 他被自己天马行空的联想惊得瞪大双眼 不知为何他竟突然想到那位贺连大吉 当日贺连大吉说自己要北上 而如今元朝正式盘踞北方改号北门 红武盔默默地跟在扇杀与身后 暗自盘算要不要将自己的猜测告诉对方 扇杀与取了一把伞表示自己要去狮子蒙一趟 约好了今日要与御英团聚会 红武盔心不在焉地嘱咐他万事小心 心中却在打算先派人调查清楚 扇杀与回头深深看了老乞丐一眼 少年的语气前所未有的正中起来 长老 下次如果再有原始的消息 请务必第一时间告诉我 现在回想起来 那位原始的武功与斗鬼不相上下 但那只是十年前的他 如果这十年里他的武艺又有精进 假使丐帮贸然行事绝对会损失才重 严霸少年转身走入云木前往狮子蒙 望着对方渐行渐远的背影 红武盔驻足良久 最终他还是决定先不告诉对方 关于贺连大吉的猜测 还是等自己先调查清楚 届时再告诉扇杀与也不迟 却说扇杀与独自撑伞前往狮子蒙 忽然间少年的脚步微微一蹲 只见面前赫然助力着几位标形大汉拦住去 为首的一名大汉冷声开口 你小子就是那个战神扇杀与吗 少年习得绝世神功出入江湖从无待见 就连堂堂梅花剑圣都对其青睐有加 而今天偏偏有人投铁竟敢拦路挑战 壮汉亮明身份直言自己名叫郭大山 来自铁武盟时期之一的紫棋 扇杀与眉头微皱询问对方一遇何为 郭大山一边解开斗笠一边冷声开口 我看了你跟斗鬼的比试 你值得我全力出手 严霸郭大山甩掉斗笠缩一拉开架势 小子敢不敢跟我大力神拳郭大山打一场 却不料话因为落他只觉得眼前一花 扇杀与已然闪身略至其身后 这位紫棋高手先是微微一愣 但随即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既然如此 那可怪不得我了 严霸郭大山一声爆祸豁然转身 旋即跟身进步一拳悍然垂向少年后心 但下一秒街道上便响起淒厉的早上声 却说狮子蒙正门口折木领正静静等候 他与扇杀与相约在有时相见 但直到有时一刻对方仍未出现 漠然间他看到云幕中一道身影徐步走来 折木领冒雨迎上前去拱手相迎 扇杀与表示路上处理了些琐事 因而来持身表歉意 折木领注意到对方直散上的缺口 心中顿时猜到了七八分 旋即他亲自投钱引路 片刻后便将扇杀与领之正体 里面早已有数十人等候在此 正是御英团的一众青年俊杰 折木领主动开口介绍 表示这些人都是狮子蒙挥下各方势力中的侨主 他们不但掌握了各自门派的武艺 家父还将狮子蒙的武艺传授给他们 毫不夸张地讲 他们就是狮子蒙的未来 为此家父可以说是倾注了他全部心血 扇杀与抬眼朝一众鱼鹰团成员判决 只一眼便看到了一位白衣圣雪的女子 她在卢州寒家早已看过冰花的画像 当下认出此女便是她一直在找的寒香衙 少年脑海中师父当年的嘱托还历历赞美 扇杀与 如果她过得不好就帮她一次 倘若她过得还好就随她去吧 扇杀与出神地看着少女心中默念 师父 您一直挂念的女儿就在我眼前 她现在过得很好 零九拳之下可以安息了 殊不知这一幕被折木领尽收眼底 这位狮子蒙的少主会心一想 对方看向冰花的眼神非同寻常 看来一切果然如她所料 念及此处折木领主动开口 扇杀与玄吉也出言客套一番 正在此时只听的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传来 扇杀与两人不由地回头望去 只见一名壮如铁塔的老者大踏步走来 伴随着一阵爽朗的大笑声震流雷 老者走至扇杀与面前沉声开口 想必这位小兄弟就是战神吧 老夫万德江是大力宝的太上宝主 严报万德江张开一双壮如小树的铁壁 不由分说给了扇杀与一个大大的寻报 真是太谢谢你了 听说你今天要来 老夫昨晚激动地睡不着觉 多亏问你 大力宝在沈阳台得以幸远疑难 老夫都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的大恩大德 严报万德江竟是抱着扇杀与原地转了几圈 看得一众御鹰团成员瞠目结舌 喂 你见过万长老对人如此和善吗 从没见过 也就盟主能有这般待遇 折木领见此情形也是满脸的不可置信 而万德江则是不管旁人的目光 一把揽拨扇杀与表示今日定要畅谈一番 后者眼神不由自主地瞟向韩湘雅 询问将这些御鹰团的精英抛下是否不懂 万德江敏锐地捕捉到了对方的视线 这位狮子蒙的长老心中暗自私策 难道真如折木领所猜测的那般 战神被冰花韩湘雅迷住了不成 念起此处万德江咧嘴黑黑一笑 没关系 让他们自己玩去 咱们爷俩好好聊聊 但玄机他突然转头对韩湘雅出声尊负 湘雅丫头 后者闻言历时功声应答静待下来 今日聚会结束后你留意下 老夫有话对你讲 韩湘雅依旧面无表情微微汗手 却说两人一路来至后旁分兵主落座 万德江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这位狮子蒙的长老对扇鲨鱼赞不绝口 表示战神的出现让一众舞者血液沸腾 扇鲨鱼不动声色 前辈谬赞了 在下愧不敢当 万德江朗声大笑之言对方太过谦虚 老夫所言非虚 很多年轻舞者对你甚是仰慕 说到此处这位狮子蒙的长老画风一转 其实二圣 三霸 四尊这些名字存在的太久了 他们已经成名了几十年 听到这里善杀与不解的出声询问 莫非前辈希望铁武盟解散 却只见万德江目光灼灼地看向少年 当然不是 老夫只是对你寄予厚望 你可能还没意识到 你已经成为一场风暴 彻底动摇铁武盟的风暴 屋外的与世没有丝毫转小的趋势 与幕中一位红袍僧侣 助立在一根丝线之上 老和尚如同一只夜宵斑手在狮子盟门口 遥望着正厅内的御英团议员喃喃自语 拥有这般天赋的人 不愿成不死魔尸简直是暴殖天悟 冰花寒香雅 你注定是成为长生不老的天才 说到此处这位老和尚的神情愈发狂热 今晚我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存在 这位六百斤的老者在武林中声明显格 就连狮子萌的少主都对他毕恭毕敬 而如今这位老者竟放低姿态主动宴请一位少年 更是在酒席宴间为对方亲自道酒饮食清酒 善沙宇接过万德江递来的酒杯微微一醒 只觉得一股甘润清幽的酒香扑鼻而来 万德江颇为自豪地介绍此酒名为龙华 是人间罕有的美味佳酿 待到九国三巡这位长老突然咧走一笑 善少侠 你觉得香雅那丫头如何 善沙宇表示自己今天是第一次见到对方 因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却只见万德江的表情竖得认真起来 但少侠看向她的眼神可说 特殊 英雄爱美人自古勇之 况且她还有一身不俗的武艺 善沙宇面色如常看向对方 多谢长老美意 但再下去无此心 见少年态度坚决万德江哈哈一笑 却说乌爱狼道下 折木领心中千回百转 万长老与善沙宇已经整整聊了两个时辰 念及此处这位少主暗自攥紧拳头 他感觉今天这两人谈得有些太久了 莫非其中还有什么隐秘不成 而正在此时一道倩吟缓步走来 折木领询问韩湘雅前来所为何事 后者直言是凤蒙主之命换他前去拜见 折木领目光微微一明 他本想晚些时候亲自送善沙宇离开 如今看来只得提前跟对方道别 随即他招呼韩湘雅随他一同赶往后堂 不曾想一进后堂折木领微微色变 只见万德江已是喝得酩酊大醉 万长老从来不会贪杯 善少侠 看来老人家是真的很喜欢 善沙宇却是微微一笑不知可辅 旋即他饶有兴致地看向折木领 询问对方可有兴趣共赢几倍 折木领婉言谢绝 表示自己有要是在身须马上离开 因而不能远送还请对方喊含 却不想已经醉倒的万德江突然开口 狮子萌不能缺了礼数 就让湘雅丫头代劳吧 韩湘雅闻言当即功声领命 旋即走到善沙宇面前示意对方这边起 看着两人一同离开的背影 万德江醉眼惺忪难难低于 战神和冰花 多般配的画面 折木领低声询问 长老莫非是想撮合他们联姻 只要那个女孩还在江湖之中 他终将避免不了联姻 尤其他还来自韩家内的落寞的世家 如果单少侠喜欢他 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让他们联姻也不是什么坏事 如果他们能结为联礼 届时不单单是御婴团 狮子萌也会得到一个强大助力 说到此处这位长老黑然一笑 如果他们都拒绝 那也没什么损失 折木领败别了万德江独自走出后堂 万德江的一番话让他感触颇深 韩湘雅的天赋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 将来在武道意图超过他指日可待 只不过因为出身在日渐衰微的韩家 他只能止步于御婴团副团长一致 或许嫁给战神确实是上上之血 这位狮子萌的少主牧颂的两人渐行渐语 心中的思绪如脱江野马般难以束缚 战神的年纪与他相差无几 但对方出入江湖不过短短三个月 闯下的名头却已是如日中天 先是在沈阳立弊慕容世家家家主慕容冬天 又在太原击毙五龙盟两大客亲全身而退 再到安徽独闯南宫世家定死家主南宫武进 随后立错五阳英家和青阳门两大刺客世家 顺江南下期间更是威震长江十八寨 就连天穷道人的得意门声斗鬼都惨死其手 折磨李门心自问 如果他像对方那样一路走来 只怕自己多半是凶多吉少 不过索性自己有一位报复远大的父亲 虽然父亲至今为止还没采取任何行动 但他知道父亲一定是在等待世纪 正如五龙盟和九重府那两只老狐狸一样 三方势力彼此都清楚 无论是谁得到战神都会战力大增 可届时另外两方势力一定会彼此联手 昔日的死敌可以瞬间变成今日的战友 这就是所谓的江湖 因而直到今日为止也没人敢公然招揽战神 折磨李门看着两人混入熙熙攘攘的人群 这位少主收敛思绪喃喃自语 却说善杀雨默默地跟在韩湘雅身后 对方清冷的性子让他回想起了师父 想到这里少年主动开口找了个话题 直言对方的相貌与其父并不相似 韩湘雅略带诧异地回眸忘却 你认识我父亲 善杀雨表示自己在卢州时曾偶然拜访 韩湘雅听罢又恢复了冷落冰霜的表情 询问父亲的身体可还好 韩家主身体尚渴 只不过他确实很担心你 少女饶友深意地看了善杀雨一眼 既然你曾见过家父想必已然知晓 我是他的养女婴儿相貌并不相似 不过虽是养女但家父带我视如己出 善杀雨被少女担刀直入地回答 叶得微微疑愣 私存片刻后表示自己还有一个问题想问 却不料话未出口便被韩湘雅断然拒绝 少女直言自己不会再回答任何问题 看着对方自顾自往前走的背影 善杀雨不禁恍然出现一种错觉 对方冷冽的神情 说话的直来直去 甚至走路的姿态都像极了师父 但他随即露出一抹苦笑 对方现在的父亲是韩家家主 同样对他宠爱有加 且目前来看韩湘雅生活得不错 自己是否应该告诉他关于师父的一切 还是让他就这样生活下去 漠然间善杀雨瞳孔骤然一分 几颗淡蓝色的佛珠竟是诡异的悬停四周 下时间周遭事物竟仿佛突然静止了一板 少年只感觉就连时间都好似停止不前 此时一道阴霾的嗓音在身后悠悠传来 世人都沉迷于他娇美的面容无法自拔 只有老那能看到他美貌背后隐藏的才华 韩湘雅 我会把你练成有史以来最完美的不死模式 言霸老和尚从僧袍中掏出一张符咒 伴随着一阵诡异的咒语迎送出口 那张符咒今时瞬间无果自然 待到符咒燃尽 鸟鸟烟雾化作一股念力 在老和尚的操纵下之扑韩湘雅而去 就在那股念力掠过扇沙鱼 马上要触碰到韩湘雅的时候 只听得一道冷力的嗓音骤然响起 善沙宇默然回头见眉倒数 但如何 少年的力声断喝让那股念力愣在荡空 他其实乃是老和尚的神念所化 通过密宗密法用语夺魂战蛇屡逝不少 但今日老和尚万没想到 眼前这个少年竟不受他的密法所限 却只见善沙宇目光陡然一领 心念所致霸道的刚气急射而出 下一秒只见树莓佛珠瞬间凭空炸裂 而善沙宇则是豁然抬起右手 少年将雄魂的真气运至掌中 随即五指成找猛然朝那股念力抓去 后者仓皇下连忙闪身躲 玄疾身形飘忽间略至少年身后 老和尚杀心大气 他敏锐地觉察到此子将来必为大患 断不可留 他却不知善沙宇所练的乃是天破神功 讲究的就是一个招随心智自然薄法 只见少年豁然转身如猛虎为手 一掌横贯而出正中对方血口 不激荡地尽力力时将那股念力搅得粉碎 善沙宇一掌递出单手附后傲然而领 而那股念力却是化作青烟徐徐消散 涂流下一张符咒被扯成三节缓缓飘落 善沙宇默然转身看向身后半空 只见那名老和尚惨遭反噬 口鼻之中正流出鼓鼓鲜血 少年的一双眼眸之中杀意尽血 后者对上善沙宇的目光历史色变 但玄疾他目光愿毒地撂下一句狠话 我永远不会放弃那个女人 严霸老和尚竟是诡异的原地消失不见 伴随着一柄破散跌落在地 四周的环境也终于恢复如常 这个五百岁的老和尚精通无上秘法 仅凭一张符咒便可夺魂战舍抢人去抢 不曾想今日却被少年一掌破去秘术惨遭反噬 使得用出金蝉脱鞘的手段仓皇逃跑 伴随着老和尚的离去周遭事物也恢复如常 韩湘雅不明所以当即询问发生了何事 善沙宇神色复杂地看了对方一眼 如果当初不是跟随师父习得天破神功 韩湘雅刚刚只怕是凶多吉少 原来天破神功传承至今已过千年之久 历代天破武将与人交手无数 其中不乏各类施展诡异手段的奇人意识 因而天破武将的先辈们经过不断地总结完善 练就了器官同仁可洞察敌人气息流转的功夫 这也是为何刚刚善沙宇能够不为老和尚的秘法所限 甚至能对老和尚神念化成的念力展开攻击 善沙宇收敛思绪心中暗自揣动 如果像师父所说那般 韩湘雅若是继承了师娘的月魂剑法 等到剑法大成之日也会达到异曲同工的效果 只不过今日看来对方的修为还没达到那种程度 因而没能洞察那个老和尚的秘书 漠然间善沙宇回头望向身后 他确信自己已经感知不到老和尚的气息 但不知为何他始终感觉有人在暗中窥视自己 观察伴赏无果后他终于回答了韩湘雅的问题 没什么 我们走吧 回过头来却只见少女目光一样的盯着自己 善沙宇神色如常缓缓开口 为何这样看着我 少女清冷的嗓音中满是无奈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挤在一把伞下 少年表示自己的伞刚刚被偷了 韩湘雅却压根不信对方的鬼话 见路边有人卖伞便要去给他买一把 却不料善沙宇一把抓住了他的御手 旋即不顾对方的错愕接过伞来 不必买了 还剩不到半里路 我来撑伞 看着少年淡淡的笑容韩湘雅愣在圆里 眼前的少年此时尽给他一股熟悉的感觉 眼见对方神色有一扇鲨鱼当即出声询问 韩湘雅浅浅一笑表示没什么 只是觉得扇鲨鱼刚刚的笑容很熟悉 那是个我不认识的人 你的笑容跟他很像 他经常会出现在我的梦境里 但我就是想不起来他是谁 他的眼神很可怕 但他对我时常会露出温暖的微笑 或许是因为少年温暖熟悉的笑容 这位冷若冰霜的冰花终于打开了花匣子 原来他早已不记得八岁之前的事情 他只记得自己的名字叫韩湘雅 还有那个让他受尽折磨如同地狱般的地方 韩湘雅轻轻闭上双眼似是不忍无敌 或许是因为小时候脑袋受过伤 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告诉你这些 这些事我从没对任何人讲过 说到此处韩湘雅转过头来看向对方 或许是因为你的眼睛和笑容 跟我梦中见到的那位老者真的好像 却说街道旁的一家酒室内 黑衣女子远远地看着两人走进小巷 他早已领掉过战神的可怕者 所以这几天他从不敢贴近对方进行监视 也从不会让视线停留在对方身上超过两期 自从舞阳阴家覆灭后 他就如同一只丧家之犬 直到南宫素桥找到他表示可以帮他报仇 他毫不犹豫地接下监视并寻找战神弱点的任务 英姬瑶已经整整盯了对方三天 期间他得到的唯一结论就是战神没有弱点 直到今天他亲眼目睹了刚刚的那一幕 他看到战神的伞被撕成了碎片 从动作上来看对方仿佛在跟空气交手 尽管画面显得颇为诡异 但英姬瑶无比确认一件事 就是刚刚战神是在保护冰花寒香牙 那个冷若冰霜的女人就是战神的弱点 正在此时一道倩影连不清移走之境前 来者正是给他安排任务的南宫素桥 英姬瑶你还是这么让男人着迷 自从家族覆灭我就没再把自己当过女人 也不在乎那些男人的目光 南宫素桥不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 倩身坐在英姬瑶对面 表示现在一切准备妥当 只剩下将战神引入计划之中 英姬瑶文听此言交去一颤沉默不如 半晌播后他聊起面纱认真地看了对方意义 玄机朱唇倾起言语之中却满是狂热 你放心 我刚刚找到了将他引入计划的完美方式 南宫素桥听罢脸上历史浮现一抹狂喜 一夜无话 第二天清晨的大天商团中 苏小胡笑容古怪地盯了扇鲨鱼一走上 后者并脚不自觉地渗出一滴冷汗 小胡 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为什么要用那种眼神盯着我 鲨鱼哥哥 应该是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吧 譬如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之类的 扇鲨鱼闻言心中顿时有些发虚 我昨天能有什么事 苏小胡却是不依不饶 没关系 你再想想 我不急的 真的没什么 我昨天只是去跟万长老喝了几杯酒 却只见苏小胡怒光悠悠地看向他 真的只有这些吗 扇鲨鱼言之凿凿 真的只有这些 不然还能有什么 那可说不准 昨天下了一夜的雨 保不起鲨鱼哥哥还跟那朵冰花雨中漫步 或者共用一伞什么的 扇鲨鱼听到顿时将在原地 这个小丫头竟然猜得丝毫不差 面积此处他连忙转移话题 小胡 你还记得我的师父吗 苏小胡见对方神情肃穆也不再纠缠 表示自己当然记得 当年那位白发老准虽然看起来颇为严厉 但对他却始终和蔼可亲 与扇鲨鱼一样都是他珍贵的回忆 旋即他询问对方为何要将话题从冰花扯到老爷爷身上 扇鲨鱼直言韩湘雅就是自己师父的女 此话一出宛如一道惊雷 苏小胡一时间不可置信 扇鲨鱼表示此事说来话长 一切还要从十年前说起 一个时辰后 苏小胡得知了前因后果 此时他的一双性眼中泪光闪动 他难以想象 韩湘雅竟然经历过这样的苦难 树荫下的红武魁也是听得心有气气 询问扇鲨鱼是否准备告诉冰花真相 扇鲨鱼表示自己正留意不定 随即看向苏小胡征询对方的意见 还不等苏小胡开口 老乞带率先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我认为你或许该把一切都告诉他 不管怎样他都有知道自己身世的权利 至于他会接受哪个身份 就由他自己来决定 苏小胡微微汗手 你是老爷爷的唯一传人 只有你适合告诉他真相 尤其现在五龙盟正魔刀霍霍 确实不该再拖延了 扇鲨鱼文听此言眉头微重 五龙盟又怎么了 少年历尽千辛万苦 终于找到师父的女 却在是否告诉对方真相 这件事上犯了难 听闻五龙盟近日又有了小动作 扇鲨鱼不由的眉头为主 玄机在苏小胡的解释下 他才知道其中缘由 原来是这几天五龙盟的补给物资大幅增加 药材和兵器的捆满数量远超往 苏小胡猜测五龙盟最近一定会有大动作 无独有偶 铁五龙周遭的暗碟数量也急剧增加 但这些暗碟是对铁五盟所有人无差别监视 因此苏小胡猜测这些暗碟多半是剑胜派出了 狮子盟虽然至今仍是暗兵不动 但以无敌刀霸的性子绝不会坐以待 三方势力的共同敌人援朝已经退居北方 铁五盟分崩离析也只在朝夕之间 倘若那一天到来 韩湘雅和御英团定会为狮子盟挺身而出 扇杀与心烦意乱地整理着脑海中的思绪 他无意卷入势力纷争 却放不下韩湘雅的安危 他本想找到师父的女儿后就去寻物哀解 如今看来形势比他想得要复杂得多 正在此时一阵呼喝声传入他的眼中 扇杀与抬眼望去只见一人正在庭院中练点 此人正式将自己关在屋内多日的寒索 这位中南剑派的大弟子此时已是满头大汗 扇杀与剑撞心中不由的暗自赞叹 自己这个小弟果然有一颗赤城剑心 与此同时在铁五盟热闹的码头上 一间酒楼内坐无虚席却鸸雀无声 一众武林员是聚精会神地听着壮汉的讲述 郭大山唾沫横飞地讲述着他是如何与战神交手 又是如何与对方大战八百回合后被打断手 不过现在我已经摸透了他的招数 下一次一定会打得他跪地求饶 严霸郭大山振臂高呼十七万岁 一众时期的帮众轰然叫好纷纷硬合 只有角落里的一位剑客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南文浩怀抱常见若有所思 他对郭大山的功夫可谓是知根知底 对方与战神交手只是断了一臂 看来那个战神也不过如此 念及此处南文浩咧嘴一笑朗声开口 郭师傅勇气过人在下佩服 郭大山听到这个嗓音颇为熟悉 不由地扭头朝声音方向望去 只见南文浩昂手阔步走上前来继续开口 但咱们时期的舞者被战神欺负 这口气我实在咽不下 郭师傅 咱们一起再去找他 如果我们时期的高手进出 让他一人也不是对手 郭大山闻听此言顿时渗出层层冷汗 心中恐惧万分却无言反驳 却说另一遍的大天商团中 韩素调云呼吸再度练起剑招 倒到剑气角的庭院中落叶飞舞 当日长老石文海的斥责声仍在脑海 你想重蹈你师父的复杂吗 韩素双目紧必想要将那道声音赶出脑海 可那声音却宛如复古之躯仍然不依不饶 你打算在那没用的剑术上坚持多久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就跟你那废物师父一模一样 复原天罡三十六剑就是净花水月痴人说梦 诺然间韩素爆发出一声怒吼 住口 玄机手中剑招愈发灵力钢芒 施展的正是天罡三十六剑 天罡三十六剑是中南剑派的绝学 修复他是师父毕生的心愿 使见韩素剑随人统 身形煞石剑角若犹容 长剑锁国之处倒到剑气纵横四翼 我不会让师父的几十年努力复制东流 也不允许任何人贬损天罡三十六点 韩素一阵手中三尺轻锋 竟是用剑尖接住一片落叶 少年眉观紧锁眼神坚定难难自语 哪怕是亲近我毕生心血 我也要完成这套剑法 严霸少年陡然间怒目原睁在那一起 竟是又从头开始演练起那套剑法 他的师父只修复完了前二十四剑 剩余的十二剑只有剑绝却无剑招 韩素正是想通过不断的演练来完善后十二剑 正当他准备再从头演练一遍的时候 却看到扇沙宇飘然来至近前轻声开口 看来你的剑心比我想象的还要稳固 后者听大威微错愕询问是否有何不同 扇沙宇并未回答 而是右掌舒然探出凌空一抓 将兵器架上的一柄长剑隔空射了过来 费机劈手抓住剑柄原地转了一拳 借旋转之力甩掉剑锹抽出长剑 同样摆出一个起手式朗声开口 没什么不同 只不过看你练剑心仰难耐 为兄来陪你过几招 韩素听罢面带欣喜出声询问 大哥也会用剑吗 五刀一图万法接通 曾有人在长江中悟出绝世剑法辨识词 言罢两人都不再说话 庭院中瞬间静谜无声 韩素凝神静气注视着扇沙宇的一举一 而就在树叶从两人面前落下的一瞬 扇沙宇的身影疏忽间原地消失不见 韩素见此情形微微色变 自己这位大哥好快的身法 眨眼间扇沙宇以腾身跃起掠至半空 一剑借下坠之时直奔韩素肩头劈去 后者手中长剑微微一侧堪堪倒下 随即足剑猛一点地倒略而去卸掉精力 与对方拉开身位后韩素足下猛一发力 旋即双手持剑七身而上 借妖马之力一剑斜劈而下 却只见扇沙宇手腕一番提剑上辽 两柄长剑煞势间对撞一处 诡异的是韩素只感觉对方剑上毫无力道 自己仿佛一剑劈在空气上一般 但他握剑的双手却是一阵酥麻 手中长剑仿佛随时都会撒爽飞 他明白这是扇沙宇刻意收敛的内灵 以避免正遂师傅留给自己的长剑 同时还要给自己为招抵立他的剑法 韩素心中暗自感激同时也下定决心 自己绝不能辜负大哥的一片苦心 念及此处韩素手中长剑晃动 前24剑竞术用出 扇沙宇见此情形微微赞叹 这套剑法圆容通达实属上场 突然韩素一剑斜开天之威陡然劈下 就连扇沙宇都不敢硬扛 选择腾身跃起碧气锋芒 下一秒只见凌厉的剑刚呼啸而下 竟是将地上的轻石砖劈的粉碎 扇沙宇在空中输然转体如雨烟翻身 随即飘然落地稳稳站于韩素身后 而此时的韩素则是双目悬更不可置信 他刚刚所用的竟是第25剑雷钢乱把 少年恍如梦中喃喃自语 我做到了 我做到了 半晌过后他缓过神来欣喜若狂 大哥 多亏了你 我终于找到前进的方向了 却只见扇沙宇淡然一笑轻声开口 应该是我要谢谢你 让我看到如此精妙的建筹 红武魁在阁楼上看着两兄弟插招换手 这位丐帮长老对扇沙宇由衷钦佩 他看得出正是因为扇沙宇的引导 韩素才能批出那最后一件 正在此时一阵喧哗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老乞丐转头望去只见一群人正有向大门 这群人各持刀兵一个个宛如凶神恶杀 为首的一名剑客正是那位亲戚的高手南文浩 他是个草包却敢公然拦路挑战战神 被战神一招打断一条手臂之后 他还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只是戏败 以致帮派成员信以为真集体前来挑战 眼见这伙人叫嚷着涌向大天商团 红武魁一时间不明所以 而郭大山此时已是肝胆剧烈 叫嚷着自己还没恢复好 不妨择日再战 听到纷乱的脚步声游远极近 扇杀鱼两人不由地好奇地回头望去 只见一群身带飘悍之气的壮汉鱼罐 其中有人高举一面大气 上面赫然书写着石棋二字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行至庭院之中 为首的南文浩高声呼吓 战神 今日便由石棋来终结你不败的神话 此时红武魁来到扇杀鱼身后 低声向对方介绍起了这群院 原来石棋是由十个小帮派联合组成 他们在铁武盟向来特立不行 便是三大势力也无法让他们听命行事 韩素剑这些人来者不善 连忙出声询问是否有何误会 南文浩咧嘴一笑朗声开口 昨日战神与紫棋的郭大侠血战一千回合 还卸了他一条手臂 我们石棋向来同气连织 今日特地来向战神讨回场子 扇杀鱼文听此言一时间满头雾水 而郭大山则是不顾同伴地拉扯急声解释 昨日我确实是流血 称之为血战也不过分 我伤得也不重 这件事咱们就此作罢如何 带道看清郭大山的面容 扇杀鱼恍然大悟 我记起来了 昨天就是你弄坏了我的伞 此时南文浩纵身一月来至近前打断了 多说无意 现在外界把你传得神乎其神 甚至有人说你可与二胜三把相提并论 说到此处这位轻奇的高手拔剑出球 玄机晚了一个剑花继续开口 但听了郭师傅的描述后 感觉传言未免有些太过夸张 严霸他一剑猛然劈下 试图展示他的精妙剑 而扇杀鱼则仿佛看傻子一般不为所动 南文浩剑撞慕容盾声举剑咬指少年 我们时期作为铁武盟的中间力量 有义务拆穿这种霍乱人心的荒谬谎言 却只见扇杀鱼悠然开口询问 哪怕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们时期拿而抗原石便死伤无数 一死而以何惧之有 扇杀鱼听霸神色如常微微汗手 拳击只见他右拳豁然抬起 拳风之上蓝色钢气骨当不休 下一秒少年一步踏出掠置对方镜钱 维机一拳猛然挥出 砸在南文浩长剑之上 对方精铁打造的长剑竟是寸寸崩立 涂留下一截剑柄握在手中 扇杀鱼缓步走过南文浩身侧悠悠开口 很高兴看到像你这样关心铁武盟未来的人 我敬你是条汉子 今日留你一命 而南文浩闻听此言却感觉备受羞辱 只见他一声怒吼正欲气剑与对方比视拳脚 不曾想刚一用力便感觉手臂上传来一阵巨头 其余的石器帮众一时间看得满头雾水 只看到南文浩扑通一身跪躲在地 捂着那只石剑的手臂放声哀嚎 却说扇杀鱼走到众人面前朗声开口 你们石器男儿抗击援朝血性石子 在下着实佩服孤儿不忍痛下杀手 既然你们怀疑在下的手乱 不妨一起上 我扇某都接下了 其中一名壮汉文言历史大怒 表示石器向来不会以多欺少 我是石器中武功修为最低的 再下来自黑棋 却不料他话还会说完便被扇杀鱼一整先飞 此时又有一名壮汉手持长剑七胜而胜 同样还没做完自我介绍便被少年一整拍飞 再下来自营棋 我是来自白棋的 扇杀鱼身形闪转藤挪如吐起不露 双脚晃动尖竞是打人如挂花 请客间又将数名石器成员轰飞出去 郭大山见此情形眼泪狂飙 他也没想到自己一番细眼镜引出如此厚 时间一晃已经过去五天 石器轮番挑战战神的消息不进而走 皇甫军月听到属下的汇报微微一愣 那些家伙怎么跟战神搅和到一起了 属下表示最开始只有一人拦路挑战 后来不知为何石器一起去了大天商团 每日轮番挑战战神 至今已经整整五天 盟主 现在棘手的是他们与战神交手后感觉会议良度 如此下去只怕那小子的威望会愉悦俱增 皇甫军月听罢面戴冷笑 我之前对他太不仁慈了 是时候把他打下神堂吗 属下汇报完情报后心情复杂地走下山去 现在不单单是石器的舞者聚在大天商团 甚至不少其他势力的舞者也会前去观摩 战神对于各方挑战来者不惧一一皆下 挑战过的人无一例外表示自己收获颇风 他万没想到战神才来铁武蒙不过半月 声望已经扶摇而起之追二声 与此同时在大天商团内 两名石器的舞者怒吼一身攻向扇杀鱼 后者神色冷峻淡然开口 你们太慢了 言霸少年飞起一脚踹在一人肩窝 旋即身影一闪已然绕至对方身后 战杀鱼一拳陡然风出锤在另一人醒出 两名石器舞者顿时骑骑倒飞出去 干净利落的手段一时间引得满堂喝彩 少年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淡淡开口 下一位 郭大山心有余悸地看着场中的鄙视 他现在才知道战神的真正势力 旋即他便对一旁打着加板的南文浩叙导起来 我就说不该来的 你非得不听 现在可好 一个个的不是断手就是断脚 南文浩文言历史大怒 指着断手质问对方是谁谎报敌情 现在的大天商团每月都是人生鼎废 苏小胡还安排金莲为这些舞者提供舞摊 此时金莲正分发到郭大山两人身后 恰好听到两人正在不停地碎碎念 战神身边的那个剑客是谁 据说是中南剑派的弟子 是战神的结拜兄弟 真羡慕他 战神好像二十六七岁吧 嗯 比我大五岁 要不我也拜他当大哥吧 听到此处金莲忍不住娇声怒斥 你们怎么看也不比战少侠年纪小了 郭大山两人转过头来一脸哀怨 表示对方不该以貌取人 几约相处下来双方已经比较熟络 金莲询问时期为何要来挑战战神 此话一出正在吃馒头的两人皆是一愣 你们明明知道不是战神的对手 我很好奇为何你们还是日复一月的挑战他 郭大山凝视着那只断手沉思半赏黄缓开口 不知为何我并不记恨他 我们的人都很享受这几天的过程 或许是这里让我们感受到了某种犹豫 金莲一针见血的指出这其实就是归属感 严霸小丫头转身离去继续分发食物 徒留下郭大山两人愣在原地面面相去 他说我们在这找到了归属感 你觉得吗 不能吧 被揍了还有归属感吗 两人皆是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战 这个说法难免有些太过匪夷所思 而正在此时一名壮汉手持长枪欺身而上 只见他足间猛一点地腾身跃起 直奔场中的扇杀与飞扑而去 这群壮汉不讲道理的主动上能挑衅 少年非但没有对他们痛下杀手 还在切磋后指点出他们武功中的不足 眼间又有一名十七武者直奔自己飞扑而来 扇杀与沉身弯腰冷冷开口 你的步伐很快 但你的枪术太过柔软 严霸少年飘然后撤 恰到好处地避开对方直刺而下的一枪 那名武者一击不中借反正之力腾身而起 手中长枪斜开山之势直奔扇杀与银头披下 却被对方飞起一脚将枪杆踹断 少年平淡的嗓音再度响起 不要让对手摸清你招式的规律 话因为落他只感觉脸上传来一阵距离 下一秒这名武者便被少年一脚蹬飞 整个人如同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 阁楼上红鲁陪二人眼看着那名武者最近失踏 一众围观的人群轰然叫好生振如泪 苏小胡询问老企丐是否知晓善鲨为何如此 这些天他不但中日与时期的武者切磋 还不定指出每一名挑战者的不足之处 鲨鱼说他正试图抓住一只老狐狸 苏小胡闻言不由地微微错愕 饶是他聪慧过人也没想明白此言何意 原来早在几日前 红武魁便询问过善鲨鱼 对方并未直接回答而是表示自己在抓狐狐狸 狐狸向来十分警觉 所以不能给他逃跑的机会 幼稚伊尔吉尔一击毙命 这便是家父教我的猎狐之道 红武魁听罢心头一颤 莫非你说的老狐狸是指黄斧君月 苏小胡听完解释瞬间恼羞成怒 他的名字里也有个胡字 显然是不满善鲨鱼将两者混为一谈 但玄机他便停止嬉笑满脸忧色 在他看来黄斧君月绝非一语之辈 红武魁却显得颇为淡定 他知道善鲨鱼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 正在此时一名小女孩朝着两人快步跑 苏小胡柔声询问对方为何来此 女孩一脸天真的递上一封书信 表示是一位白衣白发的女子命他送来 苏小胡闻听此言心念顺转 煞时间便联想到了一个人 玄机他叫停了场中的比武 将那封书信送至善鲨鱼手中 一众是其舞者第一次见到大天商团的少主 纷纷对苏小胡的亲历之姿赞赏不已 而善鲨鱼则是面带一货出声询问 这是韩小姐送来的 苏小胡表示信上并没有落款 但据送信的女孩描述 寄信之人宛如雪原上盛开的一朵冰花 善鲨鱼狐疑地展开树信闪目观桥 他不理解韩湘雅为何会在此时寄行 韩素见大哥面容肃目不由地出声询问 善鲨鱼表示韩湘雅约自己今晚在扶岳岛一见 苏小胡听罢微微一愣 扶岳岛距此二十里 向来人际喊之 他不理解冰花为何邀约在那里建议 他约我在那相见想必有他的道理 是何缘故今晚一去便知 小胡 这里就先交给你了 言霸善鲨鱼足下猛一发力唐生而起 整个人如同离弦之间急速掠取 韩素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大哥如此匆忙 当即冲着善鲨鱼的背影高声叫人 大哥 难道你打算放弃小胡姑娘 你那个冰花油染吗 被当众戳穿心事苏小胡满面羞红连忙出声阻止 韩素不清楚各种缘由 他却在明白不过 韩湘雅是善鲨鱼师父的女 所谓关心则乱 他也别无选择 狼道下红五回默默地看着少年离去 不知为何他心中萌发出一种不祥的预感 江湖经验丰富的他总感觉那风心略带蹊跷 老乞丐犹疑不定是否该阻止善鲨鱼赴约 见战神匆忙地奔略而去 郭大山这两个憨憨一时间不明所以 南文昊当即高声怒吓 战神 你是打算抛下我们独自离开吗 不曾想正在此时一道软弱的嗓音响起 鲨鱼哥哥有样实在深不得不先行一步 旋即只见苏小湖落落大方的面向众人 表示大家连日比武切磋颇为辛苦 大天商团将设宴款待在座的每一位舞者 场中的武林人士闻听此言轰然叫好 对苏小湖的热情招待赞不绝口 喂 我们也去参加宴会嘛 当然 不去难免辜负了苏小姐的一片名言 却说转眼间便已日落西山 一轮明月悄然升起高挂夜空 在离大天商团二十里外的一处湖泊上 少年族间清点湖面竟是水不过血 带到他飞掠而过 阵阵连一档碎水中的一团月影 只见扇鲨鱼身形快如沈殿 赫然是在湖上淋波踏水而行 半赏过后少年双目微微一鸣 只见一座小岛出现在面前不远处 扇鲨鱼提起一口真气腾身而起掠之半空 旋即稳稳落在一根树枝上闪目观桥 只见面前这座小岛宛如被拒斧一分为二 中间形成一个天然的猎骨 想必这就是韩香牙所说的浮月岛 旋即他便看到猎骨中筑立着一间小屋 小屋被靠峭壁三面环水 在那里一旦被围攻根本无处满头 一道白衣圣雪的倩影正静静地坐在廊下 扇鲨鱼面容肃穆心中暗自思索 最想见的人偏偏出现在最可疑的地方 片刻后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我倒要看看你们耍什么花招 言霸少年从树枝上纵身飞跃而下 足足过了一溪才飘然落至谷底小屋 这道猎骨竟是比他想象的还要更深 扇鲨鱼双手附后与韩湘雅打了声招呼 不曾想对方净显得颇为意外 询问他为何来至此处 扇鲨鱼眉头微皱与带一火 不是你给我写信约我前来会面吗 韩湘雅从桌边起身迎了过来 断然否认直言自己从未即行 表示自己在此处是为了御婴团的一项任务 奉命守在这里等待下一步指令 扇鲨鱼面不改色心中却瞬间警惕起来 他注意到面前这个女人 与韩湘雅走路的姿势大相径 面积此处他不动声色地接过话筒 表示多半是有人借冰花之鸣把自己引到这里 谈话间他眼角余光扫向桌面 发现了第二处纰漏 这个女人竟然随手放下了自己的配件 正在执行任务的剑客绝不会犯此错 只能说明长剑本就不是他擅长的武器 此时韩湘雅冷声开口询问 单少侠 你觉得是谁把我们引到这里 他们的目的为何 不曾想单杀鱼却是语出惊人 我现在不关心他们的目的为何 我更关心的是为什么你要装扮成韩湘雅 你到底是谁 韩湘雅文言姓演员争同哄咒 而与此同时 石树道身影正朝着猎谷奔略而去 回首的两人赫然是南宫楚晋父子 不多时众人便已感知猎谷雅变 猎谷两侧皆是不满的南宫世家的高手 南宫楚晋站在树枝上双臂还凶 这位老人居高临下地看向小巫满脸杀意 南宫上员同样是眉头紧索面带粉色 队伍里只有一名壮汉头戴斗笠溃然不断 叶峰吹起他斗笠上垂下的面纱 露出一道划过左眼的争鸣伤疤 少年前几天还与少女共用一散举止亲密 可今日少年却对他横眉冷目充满戒备 听到扇杀雨的质问韩湘雅强装正顶 表示听不懂对方所言何以 却只见少年不再多言忽然间抬起左手 韩湘雅眼见对方掌中钢气瞬间明具 历时惊得花容失色 下一秒便有一道精力斗然袭来震动她的面 韩湘雅一声骄呼旋及眼面蹲深 头上的斗笠也被奈到钢筋先飞出去 随即她眼神怨毒地看向不远处的少年 原本白皙胜血的肌肤下竟是出现了另半章 既然你已经看出来了 我也没必要再装了 严霸她一把扯掉脸上的人皮面具 扇杀雨看到对方的真容却是面带一火 询问对方到底是谁 英姬遥恨意滔天地看向少年冷声开口 听到此处扇杀雨终于回想起来 面前之人正是当日逃走的那名女子 原来自从那一日英姬遥发现两人关系特殊 她便开始重点观察韩湘雅的言语神态 不曾想还是被对方抓住纰漏看了出来 得知了事情的原委后扇杀雨轻声开口 当日是你们截杀在前 我迫于无奈才出手伤人 我念你为家人报仇情有可言 今日姑且饶你一命 严霸扇杀雨转身便要离开 却不料英姬遥的嗓音从身后悠悠传来 要想伪装成另一个人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人皮面具 但韩湘雅肌肤如雪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人皮 你就不好奇这个面具是用谁的面皮做的吗 此言一出扇杀雨身形猛然一致冷冷开口 你到底对她做了什么 英姬遥一脚重重地踩在那张人皮面具上 她的脸上满是报复的快语 言语之中激进疯狂 我把她的面皮以寸寸剥了下来 战神 是你害死了她 善杀雨听霸剑梅道术怒目远征 杀你有些太便宜你了 不待善杀雨有所动作 英姬遥先发致人抬手甩出树梅飞刀 不曾想正在此时一条锁链急射而至 竟是后发先至将那几柄飞刀禁术篮下 看随着那条锁链猛然一动 树柄飞刀立时被崩飞出去 玄机那条锁链疏然撤回 宛如一条听话的灵蛇缠在男人手臂之上 男人收回锁链后沉身开口 英姬遥 我理解你的心情 但你不该违背你的承诺 当初你们承诺了我两个条件 我才答应出手对付战神 一是让我与战神独自交手 二是不干预我们之间的比武 善杀雨注视着来人的双眼 他发现对方的眼眸竟是诡异的本色 男人从屋内的阴影中走上前来继续开口 战神 今日你我便公平地比赌一场 既分高下也决生死 我不知道阁下是谁 也不想知道 我跟那个女人的恩怨还没了结 凡请让路 不曾想男人却依旧拦在面前不肯让开 我叫万木薇 是斗鬼金谷玉的师父 善杀雨听霸眉头微重 果然如金谷玉当日所说 他的师父定会找自己寻仇 少年面不改色表示会与对方交手 但得等他结果的英姬遥再说 闻听此言万木薇脸色一沉 想来是老夫许久未在江湖上露面 随便一个矛头小子都敢对我如此情 说到此处这位天穷道人的目光陡然一领 拳击左拳豁然抬起拳风之上真气鼓荡 下一秒只见他气罐周身一拳猛然轰突 一道拳刚激荡而去直奔不远处的扇杀雨 后者拱邀他被双臂抬起步在身前 竟是应接下对方威势十足的一拳 不曾想那道拳刚被扇杀雨扛下后去世不止 刺散的尽力竟是将半座小屋摧毁带尽 带到燕尘散去万木薇要然开口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善杀雨脸色前所未有的凝重起来 动手之前我想问个问题 斗鬼说你欠皇甫军月一个人请 万木薇表示很多人对此都很好奇 但他无意再提起那段痛苦的回应 少年听罢微微汗手 既是如此还请不吝刺脚 言罢善杀雨周身真气流准呼吸 旋即后撤一步沉身弯腰拉开架势 澎湃的刚劲透体不出 扯动着身上的长袍无风自动 万木薇见此情形漠然一想 这就是那个什么天破神功吧 我倒想看看他有何特别之处 却只见善杀雨猛然间一脚踏出 一道灵力的刚气自他脚下激荡而去 那道刚气瞬间攀上万木薇的身体 旋即没入其体内 后者煞时间只感觉肌肉骨骼隐隐作痛 更是有部分刚劲侵入了他的五脏六腹 万木薇心中一阵后怕 若非南宫素桥事先提醒过他 今日自己只怕要补南宫五进的后人 这位天穷道人当下再不敢拖大 只见他周身尽力骤然薄发 竟是将体内的一众刚气竞数逼出体外 善杀雨见此情形脸色骤变不可执行 而万木薇则是双臂环胸冷身开口 天破神功也不过如此 严霸他足肩猛一点地身形暴力而来 一是双羊顶肘撞在善杀雨胸口 后者立誓如断线风针斑倒飞出去 万木薇根深进步左手疏然探出 一把钻住善杀雨的脚踝 玄机猛一叫力将少年重重摔在地上 后者牙关紧咬只觉得体内一阵气血肺 自己的刚气竞对面前之人毫无效果 显然对方今日是有备而来 万木薇仿佛看穿了少年的心思 现在惊讶还为时上访 严霸这位天穷道人以右脚位肘拧腰转体 卸旋转之力猛然间将少年抛摔出去 眼见善杀雨便要撞在狼柱之上 少年强压体内翻腾的气血提起一口真气 随即腰腹猛一发力 竟是在半空中用出一招怪猛翻身 只见他左腿竖然后蹬底在狼柱之上 终是卸去力道飘然落地稳住身形 此时万木薇冷声开口 不过学了几年功夫就在江湖上搅风搅雨 年轻人 你不会以为你的天穷神功天下无敌吧 说到此处这位天穷道人以待哀伤 古语那小子天纵之姿 若是他完全掌握了银领雨又怎会死在你手 言霸万木薇双臂豁然抬起 周身真气鼓荡不息 只见数条锁链在他真气的操控下如臂之时 竟是瞬间护住了他的四肢 万木薇拉开架势如强弓在矣 今日老夫便破了你的天穷神功 为我那死去的徒儿报仇 却只见善沙与听霸突然咧嘴一笑 少年一时间战役黯然朗声开口 你只怕不曾知晓 天穷武将千年以来未长一拜 少年身负绝世神功闯荡江湖未长一拜 可今天他终于遇到了一位强劲的对手 只见善沙与真气鼓荡正欲再度出所 不曾想万木薇竟是先发之人一掌拍来 少年指的树壁格挡 随即一拳猛然垂向对方投履 却被万木薇探手牢牢抵住 两人在小屋内身形晃动一块打块 一朝一世皆是拼尽全力威视师族 煞时间只见整座小屋内真气鼓荡 被两人尽力震碎的防板四散飞剑 南宫处境父子遥遥观望着场中局势 他们没料到这两人交起手来竟如此生亡 片刻后南宫处境出声询问 兵花身边的密探还没传来消息吗 如果他得知此事 那就不好收场了 南宫上缘询问父亲 既然如此忌惮兵花 为何不直接杀了他一了百了 兵花本人不足为虑 我担心的是他背后的御英团 一旦御英团介入此事 狮子盟也不会坐视不管 到时候饱不起酒重复也会参与进来 今日一战是关南宫世家存亡 马虎不得啊 而与此同时的铁武盟中 他们口中的兵花寒香雅正心思百转 他加入御英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事实证明这个团体果然如他所想 可谓是人才挤挤高手如云 狮子盟也不遗余力地在扶持御英团 假以时日御英团必会与三大势力并驾齐驱 可这些都不是他关心的重点 他加入御英团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彻底掌握月魂 因此他才接受副团长一职 以便获得无敌刀霸的指点 韩香雅拼手拾起茶几上的长剑 少女走到窗边凝视夜空 只感觉心中没来由的一阵烦温 韩香雅足间轻点地面飞身掠出窗外 使现这位冰花拔剑触鞘 再度演练起脑海中的那套剑法 与其说是剑法不如说是一股剑意 因为整套月魂剑法并没有特定的招式 而是重在剑意的打磨 一旦掌握了这种剑意 便可融入各种繁杂的剑招之中 让他惆怅的是这样威力十足的剑法 他却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学会的 月魂剑法仿佛与生俱来就在他的脑海 为此他也曾苦恼地问过自己的样子 韩家主表示可能是他的亲生父母所说 可每当他询问自己亲生父母的消息时 养父总是顾左右而言他 漠然间那个少年的身影符陷在他的脑海 韩湘雅收招站定发出一声轻叹 不知为何他又联想起那位梦中出现的老者 整整二十年他始终看不清对方的脸 但却感觉那位老者分外的熟悉 这种感觉让他机遇抓狂 突然他眼神凌厉地看向远处冷冷开口 为什么偏偏要在我心烦的时候惹我 自从那天我送山少侠之后 你就一直跟着我 说到此处少女的眸中杀一顿气 你打算监视我到什么时候 白女歪的黑衣密探听到之后 他自认轻功可在铁武盟中名列前茅 即使现在被对方发现 他也有信心不被韩湘雅抓住 正当他稳稳落地准备再次腾身的时候 漠然间他只觉得小腿处传来一阵冰凉 他的两只小腿竟是被一道剑刚齐齐整断 伤口处寒一彻骨竟是将鲜血都瞬间冻住 那名密探惨熬一声旋即扑倒在地 而此时一道倩影天然落地一美飘飘 来者正是追击而来的冰花韩湘雅 密探墙忍疼痛心中惊异万分 有传言称韩湘雅有望成为第一位女剑线 如今看来绝飞江湖戏言 突然他怒目原睁下定决心 他必须将自己已经暴露的消息传递给家主 只见他从怀中飞速掏出一发穿云剑 一旦拉响便表示他的任务已经失败 可下一秒他只感觉双臂同样一两 眼看着自己两条断掉的小臂抛飞出去 韩湘雅收剑环翘反身回到原地 只有飞舞的一群表明他刚刚却驶动了 少女的嗓音依旧轻冷 现在告诉我一切 我会考虑给你个痛快 而另一边的抚越岛附近 湖上一艘小船正慢吞吞地赶往岛上 韩素怀抱长剑站在船头行驶重途 他知道自己不该干预大哥的感情生物 但连日的相处让他对苏小湖感关极好 为了防止大哥与冰花湖来 他决定亲自去抚越岛看满 期间韩素不断催促船夫杨帆提速 船夫表示现在刮的是横风 杨帆只会让船行驶得更慢 韩素只得无奈地任由船夫撑高前行 漠然间他只觉得船身微微一沉 抬眼望去只见一道倩影助力在桅杆之上 女子白衣胜雪白发如霜 整个人恰似一朵血缘上盛开的冰花 韩湘雅竭力调整自己的呼吸举目远眺 只见如刀匹斧舵般的小岛就在不远处 那里应该就是扇杀于所在的浮越岛 随即这位冰花遗弃深那纵身跃起 整个人如同离弦之剑般飞掠而去 韩素看到眼前这一幕心中狐疑不定 可船夫接下来的话印证了他的猜测 不敢相信竟然有幸得见冰花寒香雅 这趟船出得直了 韩素闻听此言不由的瞠目皆舌 旋即他的额头便渗出了冷汗 如果冰花约大哥相见那他早该等在岛上 为何现在才如此匆忙地赶过去 念及此处韩素猛然踏出一步也想飞身掠去 可转念一想自己的轻功根本没到那半程 只得焦急地催促船夫加快速度 而与此同时在五龙盟的山殿之上 皇甫军月静静助力遥望远方 此时属下从身后走来 询问盟主为何还不休息 万木威出手了 素桥那孩子还是把事情搞大了 属下单膝跪地沉申开口 原来你已经知道了 两人此刻正在浮月岛交手 与其说是我知道了 不如说是我感觉到 这种气息的强烈震动 也就只有他们两人才能弄出这么大问题 还真是扰人轻茂 属下好奇地询问皇甫军月两人谁能取胜 后者双木威和沉思半赏缓缓开口 或许万木威的胜算更大些 毕竟他能从那个人的手下捡回一条呢 属下听罢面带诧异 盟主觉得战神会输 皇甫军月睁开双眼看向自己的左手 当日他与少年对拼一拳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这位拳胜的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 看起来战神的迎面不大 但谁知道当日那一拳是不是他全部的实力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看看他们两人到底孰强孰弱 却说此时的浮月岛上两人激战震撼 善沙宇飞起一脚正中万木威面门 后者闷哼一声力士道飞出去 但这位天穷道人极为汉语 竟是在空中猛然间拧摇转体 卸旋转之力一记鞭腿扫向少年头颅 善沙宇虽然树壁勉隔岛 但人还是被巨大的精力扫飞出去 万木威翻身落地稳住身形 前击足间猛一点地暴力而来 一记飞膝悍然撞向善沙宇头颅 后者连忙双臂交叠户在额前堪堪拦下 但这是大力臣的西顶 还是给少年壮的身形亮强 而万木威则是借反正之力翻身跃至对方身后 这位天穷道人敏锐地捕捉到机会来了 随即左手猛然一甩 只见一条锁链飞射而去 还不带善沙宇吹过来 那条锁链刹内间缠向他的脖隔 伴随着万木威左手猛然向后一拳 那条锁链骤然收紧 幸亏善沙宇反应迅速 将一条手臂挡在里面 而正在此时万木威欺身而至 右手殊然探出抓住锁链的另一头 下一秒只见他双臂猛一叫链 竟是将少年吊在半空 丧女八岁失意长大后却惜得绝世剑法 一身轻功修为更是举世无双 夜幕下寒香雅更亭渡水如履屏蔽 不多时便纵身飞略至不远处的浮月岛 裂骨内传来的阵阵气浪让他心头一惊 显然是有两名顶尖高手在全力搏杀 漠然间这位冰花的眼神微微一云 只见崖边的树枝上筑立着两道人影 他认出其中一人正是南宫世家的长老 江湖人称批利剑的南宫处境 而另一位则是南宫素桥的堂兄南宫上人 认出这两人后韩香雅花容微变 莫非这一切的幕后黑手是南宫世家 亦或是他背后的势力五龙猛 他还来不及细想就被另一道身影吸引了目光 只见一名头戴斗力通体无倾的男子迎风而令 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极为不祥的冰寒之气 他曾在冥府磨刀康威身上也感受过类似的气息 正在此时男人似乎察觉到了有人在观察自己 一双星红的毛子不由地斜眼望去 韩香雅没来由地心头一缠 旋即身影一闪而是消失不见 涂流下一朵冰花飘零在空中 男人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看来南宫世家还是没能拦住韩香雅 却说韩香雅闪身躲在一棵大树后心面顺转 他能感受到刚刚那个男人的气息远胜康威 这种实力的舞者绝非来自南宫世家 莫非对方是五龙盟新晋的五大客亲 还不等他离清头绪 一声轻微的闷哼传入他的耳中 韩香雅目光急切地看向湖边小屋 他听出那道声音正是来自扇沙鱼 而此时的小屋内 万木威的一双铁壁正死命的勒紧锁链 扇沙鱼被他缠住脖梗吊在半空 虽然少年有一条手臂挡在里面稍加阻碍 但在对方千军重力的颈覆下 还是感觉一阵窒息 扇沙鱼强提一口真气试图扯断锁链 不曾想却被这位天穷道人料敌先机 猛然间万木威飞起一脚揣在少年后心 旋即将自身真气灌注进锁链之中 扇沙鱼只感觉体内的真气为之意思 而伯耿初的锁链则是又收紧了一份 强烈的窒息感让他的意识开始逐渐模糊 这种濒临死亡的感觉让他仿佛回到了十年前 只不过他现在早已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少年 漠然间扇沙鱼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周身真气流转不惜好似大将东流 万木威见此情形心头俱颤 原本奄奄一息的少年内力竟如此浑厚 下一秒指尖那条玄铁锁链怦然断裂 费极霸道的钢劲轰然爆发 竟是瞬间将万木威先飞出去 还不带这位天穷道人缓过神来 扇沙鱼身法如电眨眼间欺身而至 少年画长为全小臂上青筋暴起 扇沙鱼将澎湃的钢劲汇聚拳风至上 一双淡蓝色的眼眸之中筋芒爆手 少年一拳斜开山之势陡然垂向对方胸口 后者连忙双臂交叠户在身前试图搁打 但整个人还是如遭重锤闷哼一声道飞而去 万木威气惯丹田利同双足想要勉力占地 可仍是足足连退数仗才堪堪稳住身形 这位天穷道人震散锁链上的钢气沉身开口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 但仅有这种程度可不够 却不料他话未说完突然脸色骤变 只见不远处的少年傲然而立 周身气势静斗然间再度跋升 扇沙鱼左手豁然抬起 掌心中激荡的钢劲欢快跃动 少年双目冰寒冷冷开口 我说过 天破五将未尝一拜 严霸少年一掌拍去好似仙人福大力 掌力笼罩下的万木威瞳孔咒所 恍惚间他竟是产生出一种错觉 他年轻时曾游历四方便寻高人比武教计 在遥远的北方他遇到了那位神秘巫主 那个男人仿佛本身就是死亡的化身 当那个男人一掌拍来时 他根本无力抗衡 整个人如同身处无尽的黑暗之尊 虽然最终那个男人饶了他一命 但因为经历了那种无边的黑暗 他的双眼从那以后便再也看不见光明 从此那个男人变成了他一生的梦眼 而扇沙鱼此时轰出的这一掌 竟是与当初的那个男人一般无二 下时间那股霸道的刚进倾斜而下 万木威只感觉自己如被泰山压的 下一秒只听的裂骨中传来一声轰然地响 恐怖小游竟是被这一掌之危损毁殆尽 半晌过后一道身影从烟尘之中缓缓走出 只见万木威周身笼罩在真气之下竟是毫发无损 这位天穷道人走至扇沙鱼面前沉身开口 我原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经历那种感受 说到此处万木威陡然间怒目原争 老夫今日终于摆脱了那个噩梦 扇沙鱼微微一笑冷声开口 既是如此你我再来过 万木威道了一声好 随即一声轻贺左掌豁然抬起 一掌直奔扇沙鱼面门而去 后者连忙侧身避过强制片门 不曾想此时一条锁链角度刁钻地呼啸而止 扇沙鱼只得扬起一肘当开弓向头颅的锁链 两条玄铁锁链在万木威的控制下如臂之时 配合着他灵力的掌法一时间竟是让少年应接不暇 扇沙鱼猛然间抽身后撤响与对方拉开身位 却不料那两条锁链竟是如影随形追击而止 察觉到少年腾身跃起掠直半空 万木威一声低喝双臂猛然一回 两条锁链如双龙出海直奔扇沙鱼而去 少年拳脚骑出猛然轰在两条锁链之上 一时间只听到金铁销击声凤空乍响 两条锁链的链头竟是被他并进山壁之中 却只见万木威将雄魂的真气圆圆不断灌住锁链之内 随即双臂向下猛然一程 竟是在山壁上割下一块巨大的山石砸向少年 扇沙鱼默然回首望去却是面不敢说 少年一掌骤然拍出轰在那块山石之上 下时间力透其背顶出一根杖鱼宽的石柱 少年竟是一掌轰出一个硕大的孔洞穿身而过 而那块山石则仍是脊坠而下直奔万木威砸去 后者见此情形不闪不必猛一发力拔地而起 万木威同样从那个孔洞中穿身而过 直奔空中的扇沙鱼攻杀而去 后者见状当即右臂猛然一挥 那跟踪于千军的石柱立时呼啸而去砸向万木威 男人从山壁上扯下万斤巨石砸向少年 不曾想却被少年一掌轰出杖鱼宽的孔洞 眼见万木威纵身跃起直奔刺激而来 扇沙鱼甩手便将那根石柱砸向对方 少年甩出石柱后又在上面补了一脚 万木威探出双掌底在石柱勉力支撑 可他人在半空根本无处借力阻挡 危急关头他连忙甩出两条玄铁锁面 双方猛一发力竟是将那根石柱一分为二 扇沙鱼见状不由地按赞对方惊艳老道 随即只听着万木威一声爆发双臂抿南一挥 两半石柱立时直奔少年壮群 扇沙鱼双掌悍然红出 石柱瞬间怦然炸裂速速坠落 万木威足间在一块碎石上轻轻一点 身形借反振之力再度爆起 玄机一拳直奔扇沙鱼锤去 少年右腿豁然抬起 一记膝顶蓝下对方是大力沉的一拳 随即扇沙鱼拧腰转体一拳砸在对方面下 后者猝不及防力时向下追去 而少年却依旧不一不饶 一记兔子登鹰踹在万木威腰眼 后者力时如一颗流星直坠而下 不曾想万木威陡然间又甩出一条锁链 不但少年有所反应便缠住了他的左手 扇沙鱼心头不由的微微一颤 对方显然是准备拉他一起电背 只见万木威一声怒吼手中猛然发烈 竟是再度扶摇而起与少年缠斗在一处 两人在半空中相互借力一块打快 连过数招后终视气气坠向对面 一时间震得周围烟尘四起 带到烟尘散去只见两人正全权相对 拳风之上激荡的净力肆意搏发 漠然间万木威只感觉心头突的一颗 下一秒只见扇沙宇周深尽力骤然激增 他还来不及反应便被轰的倒飞出去 万木威只感觉体内气血翻涌不止 连气沉丹田都难如登天 无奈下他只得借助玄铁锁链才稳住身心 站定后万木威只感觉心口一热 随即一抹烟红的鲜血从口鼻中缓缓流出 看着不远处不动如山的清秀少年 这位天穷道人没想到自己会被逼到这般地步 可他此时已然没有退路 面及此处他强提一口真气韵制四只白海 必须得在对方变得更强前杀了他 只见万木威此时周身上下一片火红 显然是将体内的真气摧发到了极致 下一秒只见熊熊烈火竟是将他包裹其中 扇杀与剑此情形不由的微微色列 他没想到对方受了内伤还能用出此等招数 此时数条锁链围绕着万木威飞速旋转 灼热的真气源源不断地聚容向他高举的左手 赶来的寒素正好在远处看到主 这位中南剑派的大弟子瞬间冷汗直流 他方才看清了与大哥交手的正式万木威 而师父曾说过万木威有一事绝血 幻名一指破天 此等威是定是对方施展的那招绝血无误 念及此处他便要拔剑上前出大哥一地之力 不曾想却被一只冰凉的御手按住剑 寒素回头望去只见来者正式冰花寒香雅 寒素直言善杀雨如今令在旦夕 他与对方一截金兰烟能剑死不救 寒香雅对少年的古道热肠颇为欣赏 却还是一针剑血地表示他此时过去就是添乱 而此时一直在观战的南宫父子却动 南宫上员见父亲拔剑出鞘颇为压异 只听得南宫处境沉申开口 今日是关我们南宫世家的生死存亡 稍后所有人只管尽力放手示威 无论后果如何自由老朽一力承担 慕容军城听罢一阵阴阳怪气 表示为何方才不一起出手 放肆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话 是万前辈要与战士一对一战斗 我们自然不能违背他的意愿 说到此处南宫上员转头看向身后 慕容军城 我知道你是来监视我们的 你只管回去如实禀报 这里用不着你插手 慕容军城听罢咧嘴一笑并不反过 没人知道这位慕容世家的长公子心中盘奋了什么 却说此时的战场之中万木威一声怒吼 数条锁链旋转的速度又陡然加快了几分 磅礴的静力席卷下只见四周碎石纷飞 一块块山石速速坠落 竟是有意无意地封住了扇沙雨的退路 伴随着澎湃的真气聚拢向万木威的手中 诸多锁链承受不住那股静力怦然碎裂 此时只见万木威伸出一根手指 所有的静力竟是被他汇聚在指尖一点 扇沙雨见此情形同孔不由地微微一缩 玄机少年左手舒然探处 掌心之中刚进永宫 继而紧握成拳将周身静力灌注拳风 既然对手用出了最强一招 他也准备用出师父传授的绝学 只见扇沙雨周身真气补当不休 竟是从他的拳风之上凝聚出九条气龙 正在此时万木威一指咒燃点出 一道磅礴尽力快速闪电提射而去 而恰在此时扇沙雨一拳对呼二来 九龙归于一处煞世间深圳苍群 万木威不可思议地瞪大双眼 他几十年不曾事物的眼中竟能看到亮光 就在此时此刻他的眼睛居然恢复如常 不可下一秒便只见那条气龙轻压了下 如万君重锤轰在他的身上 片刻后万木威努力地睁开双眼 果然能看到夜空中的一轮明月 这位天穷道人喃喃自语 没想到临死前还能看见月亮 扇沙雨轻声开口 以确实无愧四尊的称号 万木威复制一笑表示虚名而已 这一战他输得心服口服死而无憾 小子 最后那招叫什么名字 此招名唤九龙啸天 家师曾言此招可斩九天仙人 玄机扇沙雨还是问出了之前的疑问 万木威伸手如此之强 为何会听命于皇府军月 当年我游历北方 被一名五道强者打了半死不服 这双招子也是那时候肥的 是皇府军月救了我一命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也不知道他是否跟那名强者交过什么 说到此处万木威的呼吸逐渐微弱 那人饶我一命却夺去了我的双眼 你让我重见光明却要了我一命 不远处一直在观战的阴机摇呆若目击 他万没想到天穷道人会死在战胜上 猛然间他撞落风边发出一声奸响 随即抽出两柄短刃直奔扇沙雨重去 不曾想此时山崖上的南宫处境一声令下 数名南宫世家的高速寸间张宫搭剑 下一秒只见一轮密集的剑与直奔扇沙雨了去 女人费尽千辛万苦将少年引至圈套之中 不曾想少年武艺高强连四尊都不是对手 眼见万木威四肢近断七夕逐渐衰弱 英机摇一声娇和奔略而来直扑扇沙雨 却不料正在此时一变抖声 众多南宫世家的高手竟是七七放箭 一根与剑率先冻穿了他的头 继而更多的利剑如暴雨般倾斜而下 大时间便将他射成了马蜂窝 反倒是扇沙雨在他的掩护下毫发无伤 英机摇姓演员邓似是不敢置信 而扇沙雨则是冷冷开口 你筹划了这一切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 英机摇满脸怨毒的看向少年 表示他本就没打算活着离开 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现在告诉我吧 你对韩湘雅做了什么 你越好奇我就偏不告诉你 而且你还是先关心你自己吧 扇沙雨听霸神色骤变 他听到那些箭头上传来阵阵一响 竟是火药引燃的神秘 这是特地为你准备的雷霆剑 战神 我们一起下地狱吧 经济摇化音刚落指听的一声轰然巨响 传着万物为瞬间被炸的粉身碎物 扇沙雨反应神速倒略出去树杖躲过一劫 却不料还不等他从爆炸中缓过神来 南宫处境凌空跃下一劫猛然劈向少年 后者猝不及防来不及闪躲 只得将刚气运至双掌 竟是双臂交叠以肉身硬接下这一劫 虽然没被斩断手臂 可巨大的净力仍是将少年镇的一个亮枪 南宫处境一双老眼之中杀一滔天 危机左手双指探出捏成剑绝 将精纯的内力灌注镜剑身 老鼠不一剑陡然刺向扇沙雨 却被对方一掌拍在剑体处栏下 不曾想南宫处境左手剑指输然顶住 长剑上的净力化作剑刚激荡而去 扇沙雨勉力闪躲还是被震退树长 带到他稳稳站定看向自己的手掌 只见虎口处已然被割出一道口子 旋即他目光凌厉地看向对方女带击服 一把年纪了还这么不讲武德 哼 只有蠢祸才讲什么武德 南宫处境晃动常见拉开架势冷声开口 江湖上只有活下去才是硬道理 扇沙雨听罢神色一领不再多言 双掌舞动间将数块巨石轰向南宫处境 后者剑状不得大意 连出数剑踢砍出道的剑钢 中巨石尽一够三被他接连砍碎 随即南宫处境足坚猛一蹬顶 身形暴掠而去一剑指刺扇沙雨 后者双掌在身前一措碾碎对方的剑钢 但人还是被巨大的精力震的倒掠而去 南宫处境一击得手飞扑而止 玄机在空中拧摇转体 准备借旋转之力一剑斩下 这招正是他的成名绝技九转披霉剑 但他做梦也没想到此时一变再生 只见一道壮硕的身影从天而降 一拳携开山之势猛然垂在他的头 扇沙雨神色冷峻地看着眼前这一遍 只见那名壮汉的铁拳上沾满了红白之物 慕容君臣随意擦干手上的血迹截然一笑 战神 我想你想得好苦啊 原来就在刚刚两人交手的时候 南宫世家的高手已经用雷霆剑瞭准二人 这也是当初南宫处境定下的计划 由他来牵制扇沙雨令其无暇他过 再由一众属下以雷霆剑将两人轰杀当场 只不过南宫上员不忍心对父亲下手 继而迟迟没有命令属下放箭 慕容君臣三番两次提醒他饥不可食 南宫上员却怒斥让他闭嘴 表示自己在等一个两全其美的机会 殊不知正因为他这番优柔寡断的说辞 让报仇心切的慕容君臣动了杀心 飞机悍然出手一掌冻穿了他的心口 一众南宫世家的高手见证大惊失色 而慕容君臣则是面不改色冷冷开口 如果你们还不动手 我就送你们去陪南宫上员 如果你们听命行事 将来我保你们在五龙盟吃香喝辣 几名属下彼此之间交换了一个眼神 玄机怒吼一声表示誓死效忠南宫世家 将手中的弓箭瞄准了慕容君臣 后者当下不再多言 猛然间沉身弯腰气罐双臂之上 伴随着慕容君臣双掌骤然拍出 道道真气急射而去将一众手下轰杀当场 除留下残枝断臂漫天嗓 做完这一切后慕容君臣默然一笑 玄机纵身从崖边树上飞背而下 但他的目标却不是战神而是南宫处境 于是便有了刚刚那残忍的音符 善杀宇注视了半赏人未认出对方是谁 慕容君臣见状不由的泛起冷笑 因为你我才变成如今这副样子 你却压根都不记得我 说到此处他突然抱起发难一掌 骤然拍出 一道雄魂的尽力直奔善杀宇头颅而去 后者连忙抬起双臂架在内门看看他 人却如断线风筝般被震地倒飞出去 待到善杀宇稳住身形 一抹烟红的血迹自他嘴角渗了出来 少年抬手随意地擦了擦嘴角 玄机缓步走至慕容君臣面前站定 只见他一声轻贺周身尽力透涕而出 道道真气古荡而去竟是掀起碎事无数 慕容君臣见此情形与带轻蔑 没想到你连战两人竟然还有气力 善杀宇文听此言却是语气淡然 天破武将灵笛之计从不退缩 却说与此同时的五龙盟山巅 皇甫君跃副手而立遥望抚越岛 他仔细听了半嗓却只听到一声爆炸响起 这位全胜中是控制不住的长叹一口气 属下见此情形不由地出声询问 盟主何故叹息 南宫处境的计划多半是失败 属下听霸满脸的不可置信 战神竟然能连错两名顶尖高手 先不管他了 现在九重府和狮子盟的动向如何 那两个老头子肯定也注意到抚越岛的意义 属下表示梅花剑圣已经从端木松岩那里得到消息 但云叶子至今没下令开展任何行动 而无敌刀霸似乎正在评估几个局势 目前为止手下的人还没打探到狮子盟的具体情况 但奇怪的是韩湘雅在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赶去了抚越岛 想必折昊生此时对这位冰花也是一头雾水 皇甫君跃听完属下汇报后沉申开口 或许现在是最好的机会 也是时候改变铁武萌的格局了 你现在马上传出消息 就说我皇甫君跃要召开英雄大 兄弟们 战神这部漫画已经追到最新章节 漫画作者是不定时更新 菜刀也会时时关注 一旦有最新章节菜刀会及时更新 1月26日开书到现在整整两个多月 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英语韩语对照翻译佐证剧情 菜刀不敢说自己多辛苦 但自问没辜负各位老哥的厚爱 感谢各位老哥的一路陪伴 是你们的小花花和点赞评论让我坚持到今天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还是那个勤勤恳恳做漫画的菜刀 江湖路远 咱们下一部漫画见 修为通天对武林中人尊为全盛 暗地里却培养不死模式忘图一 江湖 山崖上皇甫君跃全身下令 如今时机已然成熟 你现在传出消息 就说我皇甫君跃要召开英雄大会 承诺半赏后这位全盛又开口 等一下 还有一件事你需马上安排 你派出所有可用兵力去南宫世家 务必保障南宫宿桥的人身安全 属下听罢颇预 盟主莫非是认为战神会赢 皇甫君跃神色名重 如果是完美的不死模式 战神必败无疑 可慕容君臣跟康威一样都是半成品 虽然战神连胜两人此时定然疲惫不安 但那小子的武功颇为怪异 我担心慕容君臣不是他的对手 说到此处皇甫君跃双手插腰仰面叹息 不过倘若慕容君臣真的死了一样 这样下一句不死模式便会更加完美 现在去安排一切吧 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好 而另一边的俯月导致上 眼见善沙宇周身真气不当不息 慕容君臣一双血谋微微硬 可他旋即一声爆喝七声而上 地轴猛然撞向善沙宇面门 后者树壁在前堪堪挡住 不然却被慕容君臣顶在一块山石之上 慕容君臣血贯同仁立声开口 我父亲的惨死是因为你 我弟弟的惨死也是因为你 战神 我如今这般不仁不滚还是因为你 慕容君臣一双铁拳如雨点般落下 善沙宇晃动双臂护住周身上下 看巨大的尽力阵于他身后的山石怦然炸 漠然间少年眼中闪过一道寒帽 他抓到了对方出拳的一个空荡 战杀与右拳骤然握紧 霸道的刚进直抵拳踪 少年一拳陡然递出与对方轰断一出 两股霸道无比的尽力怦然对撞 一时间阴道之声凭空乍响 对至忠慕容君臣突的心底一惊 他只感觉一股浓厚的刚进侵入手臂 旋即他的右臂便被那道刚进绞成麻花 可他非但没有任何感觉法而咧嘴一笑 这就是你的全部实力吗 话因为洛只见原本不断金折的手 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再生 瞬息间他的整条右臂赫然已恢复如初 慕容君臣截然一笑一记重拳猛然砸下 扇杀与历史撞碎山时如断线风筝干倒飞出去 少年跌落出去树杖后重重摔翻在地 此时慕容君臣狂傲的嗓音悠悠传来 我知道你的功法非比寻常 可在不死魔师面前一切都是虚妄 不管这具身体受到何种伤害 眨眼之间便很恢复如常 扇杀与挣扎起身失去嘴角血迹 一双眼眸之中波澜不惊 猎谷内韩素两人正在不远处观望 突然只听的战场中传来一声轰然巨响 韩素神情急切地喊声大哥 韩香牙也花容微变小嘴半张 却只见烟尘中两道身影暴力而出 扇杀与一马当先冲在最前 慕容君臣满脸狠力脊椎不舍 少年一边勉力周旋一边心念顺着 之前的冥斧魔刀同样出自五龙盟 两人都有着非人的恢复力和身体素质 念及此处扇杀与不经一律顿手 黄斧君月那个老匹夫到底在谋划什么 还不带他多想 慕容君臣的攻势愈发猛烈 下时间只见两道残影在猎骨内横冲直撞 扇杀与抓住机会闪身掠置对方身痕 一脚猛然踹在慕容君臣西窝 霸道的钢筋力时将整条小腿生生结断 可不到一期间那条小腿再度恢复如初 慕容君臣豁然转身一拳横冠而下 善杀与历时被砸中面颊倒飞出去 猛然间少年只感觉身后恶风不善 情急之下善杀与一是白马翻体悍然蹬出 显之又显地将追击的慕容君臣踹飞出去 摆脱纠缠后少年借反振之力飘然落地 慕容君臣也在他树杖外稳稳站在 善杀与神色前所未有的凝重起来 天破神功以分晶错补为基础 可对方身体有着强悍的自愈能力 最棘手的是对方体内气血畅通无阻 刚气侵入经脉后竟然没有丝毫效果 此时慕容君臣一声怒吼 右掌豁然抬起 善杀与同样不甘示弱 左掌骤然递出 下一秒双掌悍然撞在一场 不激荡的掌力直阵的四周山势速速坠落 两人对峙中善杀与思绪飞转 莫非不死模式没有战胜之法 而慕容君臣则是心下骇然 他没想到战神连番比斗下仍如此汗意 念及此处他不由的求胜兴起 左掌猛然硬在右臂天子学上 下世间慕容君臣的掌力陡然暴增 善杀与也不再保留周身争气轻力而出 少年面色冷峻如常 心中却回想起十年前的一场对话 师傅 你说天破神功的杀仙是可以斩杀仙人 但仙人不是传说中不死的存在吗 一般人都认为仙人是长生不死 可这世间又有什么是不死不灭的 就以万仙动的三线来说 他们勤于修炼确实突破了常人的寿元极限 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不死不灭 你可以用各种方法接近不死 但那充其量只是推迟死亡而已 特别是在天破神功面前 回想到这里善杀与冷言一笑 少年周身真气鼓荡沉声接口 特别是在天破神功面前 不死就是个笑话 严霸善杀与右手双指舒然探处 霸道的刚劲在指尖四亿长流 下一秒指尖一道澎湃的刚劲激荡而去 宛如白红贯日悍然印在慕容君臣心口 号称感受不到丝毫疼痛的不死模式 竟是嘴巴大张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男人被炼成号称不死不灭的不死模式 女人对战不但感受不到丝毫痛苦 就算古断惊蛇也能转瞬间断职重生 如今少年轻飘飘地一直顶在他心里 男人则发出一声刺刑裂肺斑的三角 拳击身形便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足 静止盗略出去竖杖才堪堪稳住身形 霸道的刚劲在慕容君臣心口肆意清醒 任他如何忍耐也抵抗不住那种恨处 扇杀与波澜不惊的嗓音悠悠传来 不是号称感受不到任何痛楚吗 如今怎么叫得这么大声 却只见慕容君臣此时咧嘴放声狂笑 你没看见吗 胸口的伤已经恢复如潮 战神 我早就说过你伤不到我分毫 扇杀与嘴角泛起一抹冷笑 天破神功无一物不可破 看着对方信心十足的模样 慕容君臣的心底略微有些惊慌 而正在此时他的痛苦骤然缩紧 旋即不可置信地低头看向自己单点 下一秒他只感觉体内的当今红然炸裂 饶食他也号称不死无孽 却仍是被真的气壳流血 慕容君臣咬牙切齿恨声开口 混账 我是坚不可摧的不死模式 这种小小内伤马上就能恢复如潮 扇杀与听罢不由的轻笑出声 恢复了就别再废话 放马过来 慕容君臣虽然嘴硬但心中却惊诧莫名 他自打成为不死模式后第一次打了头 莫非这小子的武功当真与众不同 念及此处他心知自己不能再拖下去 随即略至近前一掌猛然拍向善鲨鱼 却只见少年左掌竖然看出对空而去 善鲨鱼单手附后纹丝不断 举手投足坚说不尽的血一封用 少年一双眼眸瓶颈如水淡淡开口 我也早就说过 天破五将未尝一拜 言霸善鲨鱼掌中当劲斗然积分 澎湃的尽力倾泻而出入九天飞步 慕容君臣一生惨乎历时倒飞而去 此时这位慕容世家的长公子已经不负嚣张 一双充血的眸子里满是不可思议的神情 他不可置信看向已经凝成麻花的手臂 只见这次的伤口并没像之前那般一 还不待他从惊叉中缓过身来 他的丹田气海内又是轰然一阵 慕容君臣猛地呕出一口鲜血颤身开口 你到底对我的身体做了什么 天破神功以截断气血运行为基础 你有强大的自愈能力确实让我头疼 但杀仙士却是自成一方雷尺 一旦刚气入体并不会随脉而走 说到此处善杀与双眸之中寒忙暴手 而是盘踞一处不死的小 丹霸善杀与周身真气鼓荡不休森然开口 慕容君臣你的死期已到 闻听此言慕容君臣豁然变死 战神我跟你拼了 丹霸这位慕容世家的长公子栖身上天 一掌猛然拍下却被善杀与轻松动 不曾想慕容君臣此举只是虚晃一枪 下一秒只见他竟是趁此机会脱落而逃 善杀与见此情形不由的哑然实行 少年幼长豁然抬起 霸道的刚进云绕起上 善杀与双目冰寒轻声自语 既然你这么想当尸体我就成全你 慕容君臣偷眼看向身后不禁心下骇然 漠然间他扫向崖边不由的眼前一亮 只见大量仍未使用的楼庭剑还留在那里 这位慕容世家的长公子集中生智 当下果断豁然转身一指点 一道只离急射而去立时将楼庭剑引发 下日中主约到上风爆炸声瓷气底 一页骨两颗的山壁立时被炸的碎石坠落 善杀与只感觉似曾相识不由的轻声开口 每次遇到慕容世家玩的都是爆炸这一套 却说韩肃和韩香亚两人闪身躲过诸多碎石 一向冷静沉着的少女此时也微微变死 相比韩香亚而言韩肃则更加担忧 眼见万千巨石朝着善杀与多头砸下 韩肃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大哥小心 半赏过后带到山谷中一切不予平静 韩肃二人在废墟中不断呼喊善杀与 此时只听了一声熟悉的嗓音悠悠传来 我在这里 两人寻声望去 只见善杀与抵着一块巨石傲然而言 少年开叹了一声自己的修为还是不够 随即抬手将那块千斤巨石先飞出去 善杀与抬头看向四周 哪里还有慕容君臣的踪影 少年心中不由地按道一声可惜 此人不杀今后必是大患 而正在此时韩肃两人已走之境前 大哥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没事 善杀与轻轻汗手表示自己不爱 随即便将目光落在韩香雅身上 少年的瞳孔骤然缩紧不敢之心 英姬瑶不是说韩香雅已经死了吗 下一秒韩香雅只感觉一阵净净起来 还不待他反应过来便被善杀与揽在怀里 少女一脸茫然不知所措 善少侠 你这是何意 没什么 就是看到你平安无事我很开心 韩肃看到眼前这一幕不由的瞠目皆是 少年暗下决心此事绝不可告诉苏小姐 却只听到善杀与的嗓音陡然转了 少年双目之中杀与弥迷天森然开口 我保证不会放过那些想害你的人 言大善杀与轻轻将韩香雅推开 旋即看向韩肃沉声吩咐 韩肃 你先把韩小姐送回狱鸣团 韩肃不明所以表示要走大家一起走 韩香雅也劝他一起回去从长进 今夜的动静闹得太大 只怕引起各方势力的注意 善杀与却对两人的劝告冲而顾 已经杀了这么多人 不在乎多杀与 与此同时在铁武盟的南宫世家之中 南宫肃乔一脸紧张地咬着手指甲 这位谢莲花不似以往那般泰然自如 宛如热锅上的蚂蚁在屋内来回头 每过一刻中他便询问一次可有消息传来 武龙盟的护卫劝他不必如此娇心 即便战神没死在扶越岛 此处的百名精锐也足以护他周全 话音未落却只听得屋外有人高声较量 来者何人 快快拦住他 南宫肃乔历时只感觉一颗星辰到谷底 而那名护卫首领何时冷笑一声拔剑出去 南宫小姐暂且稍等 我去去辩讳 不曾想还不等这位护卫首领推门出去 下一秒他身前的屋门便轰然乍离 一道刚猛的精力陡然轰在他的胸口 这名护卫首领历时倒飞出去当场第一 月夜下少年衣衫蓝绿大踏步走入屋内 屋外则堆满了五龙盟百余鸣精锐的尸体 少年的邪裤已然被鲜血尽头 扇杀宇缓缓走至近前轻声开口 南宫肃乔 我记得我对你说过 如果你再有什么小动作 我必杀你 看着少年冷若寒霜的眼神 南宫肃乔知道对方是真的动了杀心 他不禁冷汗直流颤声开口 你如果杀了我就是与五龙盟为敌 扇杀宇嗤笑一声满是不羡 就算与整个铁武盟为敌 天破武将又有何惧 他是南宫世家的长女 心机深沉手段很辣 为了诛杀战神 他在浮月岛设下连环军机 不料扇杀宇先是 利弊四尊之一的万孟威 接着又大败 已是不死模式的慕容军长 少年一路杀到南宫世家 在铁武盟的驻里 众多守在此地的五龙盟 护卫被他禁数可杀 南宫肃乔贪坐在地斗炉筛康颤声开口 战神 你不能杀我 你是想与五龙盟为敌吗 后者闻言耻笑出声 就算与整个铁武盟为敌 天破武将又有何惧 正在此时一道身影飘然而止 战神 到此为止 扇杀宇的神情微微映 此人能不声不响 靠近他足见实力不坏 莫非是皇甫军阅派来的援兵 斗力男子见对方默然不语 又继续开口 不管怎么说南宫世家隶属五龙盟 即使南宫肃乔有罪 也该由五龙盟来长处 南宫肃乔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 高声哭喊 连总管 我就知道盟主不会抛弃我的 斗力男子瞥了他一眼不语理睬 此人正是五龙盟的总管连伯吻 这位总管亮出手中的长剑沉声开口 南宫世家已经被你诛杀殆尽 如果你还要赶尽杀绝 五龙盟绝不会坐视不管 盟主不想战局就此扩大 所以我劝你也见好就说 外面有一百名五龙盟执法堂的高手 倘若你一步行别怪再想言之不欲 听到执法堂三字善杀于冷笑一声悠悠开口 我想起来了 当初为了推卸绑架莫大侠家属的责任 也是你们的执法堂出面嫁货给了邓女仙 看着对方冰冷的眼神连不韦色力内容 战神 那件事早有定位 你在胡言乱语修怪我等见下武器 南宫肃乔文听此言面露狂喜 从方才的对话中他已然捕捉到一些信息 那就是皇甫军乐队战神也颇为购买 这位谢莲花窗旁大笑激进封颠 战神 你杀了数百名南宫世家的武者 武龙盟可以装作视而不见 但如果你杀了在武龙盟正式任职的我 那无异于向武龙盟彻底宣战 战神 你当真要如此蛮不讲理 你们现在知道要跟我讲道理了 抓走莫骨余家属师你们可曾讲理 嫁货给邓武贤师你们可曾讲理 说到此处善杀雨的目光骤然意 既然道理说不通 那咱们不妨爽力点 看着对方如野兽般的牟子盯着自己 连不韦毫毫不怀疑这位战神大派杀戒的女性 这是他回想起临来前皇甫军乐的中心 那些杂雨十有八九不是战神的对手 如果他活下来肯定会去杀南宫世家 到时候你把我的意思找到你 争取让他就此罢上 如果他知道盟主的意思后依然不肯罢下 是否就地格杀此人 皇甫军乐叹息一声悠悠开口 就算你跟执法堂一起出手也杀不了他 真到那一步搭上一个南宫世家就够了 如果他当真不肯让步你们速速退出 直到英雄大会开始不要再去招惹他 说到此处皇甫军乐微微一笑 但从他杀了南宫宿桥那一刻起 他也就彻底入主了 扇杀雨气惯同仁周深尽力节节攀升 离他最近的连伯尾首当其冲 口鼻中开始渗出烟红血迹 半晌过后这位总管并未拔剑相信 而是转身变走 临走前他满脸狠色恨声开口 是你执意要与五龙盟为敌 一切后果自负 扇杀雨吃笑一声头也不为淡然答复 反正你们一向如此 悉听尊便 连伯尾不再多言身形一闪消失不见 南宫宿桥仿佛摆仗悬崖一脚 任凭他如何呼喊都无人在应答一声 扇杀雨又掌抬起掌心处刚气吞出一声 看着缓慢逼近的男人南宿桥颤上求饶 且慢 战神 我没有话好商量 你用尽各种手段想杀我 这我都可以理解 但你把主意打到我师父你们的身上 这我不能接受 下一秒南宫宿桥的瞳孔若然缩紧 紧接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哀嚎划破夜空 数日过后在铁武盟废弃的地下堡垒之中 防腐军月独自一人悠然前行 战神的出现彻底动摇了铁武盟的格局 虽然他折损了南宿桥这条壁板 但也无形中迎合了他的境界 带到行至密道深处这位全胜嘴角勾起 你是如何找到这样一处隐秘场所 话音当落只见一道身影凝空虚探来 云叶子双手附后飘然若鲜轻声回复 我也是托一位小友的福才得知此处 皇甫军月默然一笑言语之中不音不扬 梅花见舍好久不见 确实许久不曾与皇甫蒙主面对面交谈了 两人寻了一处空地对面而做寒暄一番 皇甫军月将一坛酒和两只慈悲摆在面前 可下一秒一道尽力陡然袭来将酒杯扫 来人隔着树杖掌中尽力泯然一吐 那谈美酒历史被他隔空社区抓在手中 哲浩申仰头猛灌了一口雨带调侃 就算我来晚了 皇甫军月不怒反笑语气淡然 还是一如既往不懂理术让人声音 这位无敌刀霸文言邪逆了对方 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以我这种人只有死的时候才能改变性 见两人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林叶子连忙岔开话题 皇甫军月召集我们可是因为英雄大会 不错 本座正是要与两位商谈此事 哲浩申也收起嬉闹的态度沉声询问 你当真要解散铁武盟吗 原来十年前中原武林曾举办过一次英雄大会 众多高手一致同意成立铁武盟共同抗击援朝 如今北渊退守草原大局已定 根据当初的约定 若想解散铁武盟同样要召开英雄大会 哲浩申双眼微眯轻轻汗声 这十年里我们都得到了各自想要 也是时候各走的路 既然两位都打定了主意 频道也没理由再出言反对 那就等一个月后举办英雄大会 今日本座邀请两位还有第二件事要上 想必两位已经听说战神灭掉了南宫世家 众所周知南宫世家是中原武林的名门望座 在对抗援朝的战事中有不可磨灭的攻击 善沙宇不但在浮月岛对南宫世家打开杀击 还将唯一幸存的南宫宿桥残忍杀害 此番作为可谓是惨绝人寰天灵男人 本座身为武龙盟孔帅自然不能坐视不理 铁龙中善杀鱼睁开双眼凝视着这位权胜 老匹夫 原来这便是你的谋话 时间推到数日前 在洞庭湖向北五百里的田子山 一位白衣老者副手而立沉身开口 天门二冠 多年未见胆子倒是大了不少 灰袍老者言语之中满是怨度 宇文老怪 你伤我徒儿性命还敢如此大言不惭 宇文贤道双目威和不见丝毫慌张 你那孽徒猥亵我做下弟子 老夫取他性命有何不妥 绿袍老者冷哼一声出言棒枪 不过是一名女子而已 何至于痛下杀手 闻听此言宇文贤道谋中闪过一道寒莽 他冷眼扫向天门二怪语气森人 果然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废话少说 纵使你是三霸之一 我们天门二怪也不拒你 两兵刃吧 宇文贤道探出枯瘦的手掌弯曲成长 随着他将雄魂的尽力运笛之间 他的关节处传来阵阵脆醒如同暴斗 随即他沉身弯腰拉开架势 血红色的真气透体而粗 宇文贤道目光凛然冷声开口 你们莫非不知老夫的身体便是冰刃 灰袍老者截然一笑连说了三声哼 随即逐渐猛一点地直奔对方暴力而去 御袍老者一声怒吼紧随师兄七声而上 两人在空中将手里的短枪尾断相连 两柄短枪立实化为奇门冰刃双头舌 但见宇文贤道身形一晃双掌猛然一分 下一秒他已掠指天门二怪身后稳稳站立 随即只听的半空中传来两声淒厉的惨叫 纵横江湖的天门二怪变成了天门四怪 四半尸身如同飘零落叶坠落山崖 宇文贤道悠悠一探轻声开口 出来吧 别躲躲藏藏了 话音落下一道身影飘然掠指其身后 狮子蒙折目领见过宇文前辈 老者回眸淡淡扫了对方眼 原来是折后身的公子 你来找老夫所为何事 不日前战神在浮月岛大排杀戒 不但利弊了四尊之一的万能威 还将五龙盟的南宫释迦满门土 家父希望宇文前辈出手介入此事 宇文贤道思虑了半生轻声开口 回去转告你父亲 就说老夫不想摊火 虽然我与这盟主有些交情 但还没到毫无条件为对方打生打死的地步 况且那位战神如何行事也与老夫无关 我又何必去淌这趟滚水 那如果是以血域为条件 不知前辈可愿出手 闻听此言宇文贤道的脸色微微一脸 他目光灼灼地盯着折磨里面自一步 此话当真 家父亲口承诺 倘若前辈出手 邪欲便是报仇 他既然如此的老夫就去会会那位战神 我也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 能让你们忌惮到请我一个外人徒手 这位被尊为铁霸的老者南南低语 还真是有些让人期待 这里是中原最大的江湖组织铁武王 却被这位白袍老者嘲笑不复当年之威 宇文贤道跟随折磨里射水渡狐来至铁武王 刚一上岸便有狮子门的人员恭敬相遇 迎接他的正式负责码头事务的可综合 与之前迎接扇杀鱼一行人相遇 这位无影追魂今日明显千杯了许 宇文贤被周车劳顿 不妨先到住处暂起休息 家父晚上会设宴款待前辈 届时晚辈亲自来接您过去 闻听此言这位铁巴默然一笑 不知道的还以为老夫是来游玩赏景的 不须安排住宿也不必安排晚宴 我知道大天商团在哪 你们也不必跟来 严霸宇文贤道挥了挥手 独自直奔大天商团的驻地而去 而与此同时在大天商团之中 十位分会长禁术齐聚于此 众人围绕着大天商团该如何占领 在意识厅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自从扇杀鱼来到铁武盟后名声大噪 有人因为战神武艺高强对他仰慕不如 也有人因为武龙盟的仇视对他并不看好 扇杀鱼击毙万目威后形势渐渐发生变化 实力俨然强过四尊的战神让人愈发崇敬 但南宫肃桥生死的消息传出后 众人对战神的态度开始逐渐反准 战神落手摧花赶尽杀绝的舆论汹涌四起 这次不单单是武龙盟号召要惩战神 就连九重俯和狮子盟都对其颇有威子 故而扇杀鱼所在的大天商团也成了重视者 无数双眼睛在暗中监视这里的一举一动 而此时的大天商团内部也分为两派阵营 一方是以韩山为首的铁武名派 主张与战神划清界限以保全商团力 另一方是以权斗换为首的战神派 表示苏小胡费尽心力寻找善杀鱼多年 其中的辛苦大家有目共睹 且对方当初在太原对商团有莫达恩情 划清界限无异于让小姐陷入不仁本 全会长 我们是生意人 趋利避害是第一主族 摇摆不定只会让商团陷入咬门 韩会长 商无信不利 如果对恩人都能划清界限 今后谁还会跟我们再做事 苏小胡的青葱玉指不断地敲击着扶手 这位大致近腰的女子脑海中思绪飞转 伴赏过后苏小胡朱唇清起嗓音清了 韩叔叔的话没有错 作为商人自然不能错过利润 韩山文听此言面露喜色 而全斗换则是一脸愤怒 但全叔叔说的也没错 如果商人不讲信仪那无异于市井之徒 苏小胡神色疑速言语至终不容置疑 我已经做了决定 大天商团将与战神同在 此话一出韩山激动的喊了声小姐 而全斗换则洋溢着果然如此的笑容 韩叔叔 我意已决不必多言 请大家相信我的眼光 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 言霸苏小胡不由分说比配重 而正在此时经连快步走了进来 侍女将打探到的消息 如实告知自家小姐 苏小胡听罢花容失色惊呼出声 怎么可能 狮子萌为何如此 随即她快步赶向后转 想将此事告知善杀语 她之前亲自见过哲浩申并达成盟约 那位无敌刀霸也承诺不会介入此事 可如今狮子萌却出而反而参与进来 这让苏小胡脑海中的思绪有些混乱 我一定是漏掉了什么消息 莫非是五龙盟做了什么手脚 使得狮子萌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立场 红武魁百无聊赖的手在后转会客厅外 她看到苏小胡急不匆匆赶来不禁微微一正 见对方进直吵里面冲雪 这位丐帮长老连忙表示里面有客人来访 但话音未落苏小胡已经一把拉开屋门 哥哥不好了 狮子萌的哲浩申 少女风中火火地冲进客厅 看到屋内的情形口中的话语戛然而止 她认出这位老者正是铁把语文贤道 苏小胡神情呆至一颗心顿时沉到谷底 她万没想到哲浩申竟将此人请出 顾名所以的善杀语依旧神态自责 表示这位语文贤辈今早征门拜访 她见苏小胡正忙就先行接待一会 此时语文贤道轻声开口 苏小胡大天商团的实际掌权人 短短十年将大天商团打造成第一商会 外界更是将你称为志际无双的奇女子 说到此处这位铁把周深气势陡然一眼 没想到今日一见竟是个不懂礼书的丫头 下时间一股骇人的威势之扑苏小胡而去 少女的脸色骤然间苍白如指 此人的威压竟与那位刀把故乡上下 正在此时一声倾笑响起 老前辈 我待你时刻不代表你能肆意妄为 话音为洛杉鲨与一指疏然点出 霸道的钢筋力时将那股磅礴微压震散 语文贤道微微侧目一双红孔极具收缩 苏小胡感觉胸口的窒息感陡然消失 他大口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 半赏过后才缓过静来柔生志气 小胡不知铁坝在此 方才多有失礼还请恕罪 语文贤辈 小胡已经赔礼道歉 你也就此作罢如何 语文贤道冷哼一声不知可 见微之重 仅此仪式变之外界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此言差语 若是讲理术前辈方才也有不同之处 前辈这般管中亏报难免有失偏颇 被布阮不应顶了一句语文贤道眉头微狗 你是在教我做事故城 想必前辈一早来此也不是为了吵架吧 最近铁武盟中关于我的传言沸沸扬扬 我猜前辈也是以铁武盟的身份前来 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 你来此到底意欲何为 好小子够爽快 老夫也不管弯墨角 今日来此便是要将你琴拿交给铁武盟 善沙与目光森然地看着对方微微一笑 前辈觉得这有可能吗 看起来确实有些困难 但也不是没有那种可能 表面上这位铁巴信心满满 实则老头心里也慌得一屁 面前这位战神不到而立之年 却已然能击败四尊之一的万无威 这说明对方的实力跟他是一个曾经 最可怕的是这位战神虽然战力无双 但外表看起来却平静一场 那双淡然的眼眸显然经历过无数逆境 即使自己拼尽全力与对方使命一战 宇文贤道相信胜负也只在无武之数 这位铁巴突然咧嘴默然一笑 在见你之前我只是对你有些好奇 如今看来你的确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对手 善沙与平静地注视着对方静待笑 却只见对方颓然靠在一杯一声叹息 只可惜我既没有时间与你缠斗 也没有必胜你的把握 文婷此言苏小胡心念一动柔声开口 据我所知宇文前辈一向清高寡淡 对外界的事情几乎不理不睬 我不理解前辈为何要趟这趟浑水 这其中是否另有隐情 此言一出宇文贤道双眼微眯 这世上本就有很多事情难以理解 就像铁马标局那件事不也一样吗 前辈也认为五龙盟的处事方式荒唐 但却依然介入此事要为难哥哥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因为您的孙子吧 宇文贤道听大一双老眼死死地盯着上了 苏小胡却丝毫不惧继续开口 据我所知前辈的孙子得了一种绝症 名为八级绝魂脉 患此症者体内八脉无法供应气血 这世上也只有血玉能治疗此症 想来是折盟主承诺 事成之后便将血玉赠予前辈 不知道小女子猜得可对 宇文贤道微微苦笑与带钦佩 苏小姐果然博文强制令人佩服 随即他目光微微一灵雨气转了 所以你想说什么 我理解前辈的苦衷 但这幕后明显是五龙盟在暗中推动 我们大天商团会尽力寻找血玉 还请前辈能高抬贵手 宇文贤道听罢缓缓摇头 相比眼前的血玉你的方法变数太多 老夫也没有时间等你去慢慢寻找 虽然我对五龙盟的行径也颇为不止 但为了心爱的孙子老夫别无选择 正在此时扇杀宇突然开口询问 有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法 宇文贤道瞟了对方一眼表示恐怕没有 如果我被前辈捉拿交给铁武盟 他们会如何处置我 你会被关押在铁武盟的地下监牢 那里现在有五龙盟父子看管 等一个月后召开英雄大会公开审判 扇杀宇听到微微一笑 那也没什么的 前辈动手吧 苏小胡和红武盔皆是大惊失色 二人极力劝阻扇杀宇三思后行 后者豁然起身嗓音挺见 不管怎么说杀人便是杀人 接受他们的审判也无可后悔 虽然我不信五龙盟会禀宫出 但我相信宇文前辈不会助纣文明 所以也请你们相信我 闻听此言宇文贤道朗声大笑 好小子有胆色 你这么说我心里就舒服多了 看来你有信心能让自己平安无事 但老夫还是要提醒你一句 我制服你的手段叫修罗禁天使 是由两种相反的尽力压制穴道 我大概能猜到你的想法 但劝你不要轻易尝试强行破解 否则气血逆行会把你变成废人 如果英雄大会上判你无罪 老夫会亲自替你解决并赔礼道歉 扇杀宇微微一笑不以为一 在下只有一个请求 我被关在陛下监牢的这一个院里 还请前辈能住在大天商团 南宫世家还有一些余孽尚存 五龙盟的萧小也在蠢蠢一堵 劳烦前辈暂且保护这里的安全 宇文贤道毫不犹豫地硬撑起 随即一双赤红的手指猛然戳向晒沙 所用的正是他的成名绝技修罗尽天使 铁五盟的地下监牢名为雷玉 位于地下一百丈十年之子 雷玉最开始是为了求进人袍的五龙高手 但自打铁五盟成立之后 配得上关押在此的高手屈指可使 自打元朝败退本方 雷玉可以说是名存实亡 直至今天终于来了一位配得上他的人 看着眼前的青年皇甫军月蝶子的行 战神 初次见你时你是何等风光无限 外界都传言你有一双湛蓝色的眼 如今被铁坝制住学到 你的眼睛与普通人也没什么规模 说到此处这位全盛森然冷笑 你可想过有朝一日你我会以这种方式笑 善沙宇听罢嘴角勾起一名笑容 那得看接下来这半个月里作者杂话 他一身修为通天彻底未曾一拜 如今却深陷牢狱被人肆意羞辱 眼见皇甫军月蝶蝶不休极尽嘲讽 善沙宇微微一笑里带轻易 老匹夫这便是你的谋划吗 皇甫军月默然一笑 把你囚禁于此可是折盟主的提议 你对南宫世家做出那么残忽的心情 我作为五龙盟的盟主当然不能置之不厌 说到此处他矮下身来语气森然 但现在这种情况绝对不是我想的 我想要的是现在就把你的脑袋送送 你该好好感谢折盟主 是他的提议让你多活一个人 这雷玉从上至下皆是由花岗岩建立 且此处位于湖底深处 纵使你能徒手打破坚固的牢力 污水倒灌进来你也绝无生路 所以奉劝你最好别做什么事 颜大黄甫军月豁然转身飘来而去 英雄大会在一个月之后 这段时间我会时常来探望你 这位五龙盟主咧嘴一笑 还得提醒你一件事 说到此处他豁然抬手凌空翼 一道指令标射而去将牢门关上 这座雷只有一人看守 他的脾气不太好 如果是之前的你可以不把他放在眼 但现在的你被制住的血道 最好能跟他好好相处 颜霸黄甫军月不再多言转身离去 善沙宇默默重复着黄甫军月的话 这位战神没有任何优色难难逼 一个月的时间足够 与此同时在大天商团之中 得知战神被关押在雷狱后众人愁眉不整 红武魁抱怨善沙宇的行为太过草率 莫补于则是满心愧疚 若不是为了替他讨过功道 善沙宇现在也不会落到这半点 与其悔不当初还不如想想办法 韩素表示英神大会不过是走个过场 武龙盟肯定会安插罪名对大哥痛下毒手 提起此事老乞丐恼怒的出言抱怨 真不知道战神是怎么想的 他如果有什么计划也该提前打声招呼 说到此处他看向苏小胡沉声询问 苏丫头 你可知战神他为何会乖乖就范 见对方默然不与老乞丐时需地闭上楼 看来苏小胡也不知道这其中缘由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苏小胡缓缓开口 或许这一切都是哥哥的计划 从他踏入铁武蒙那一刻就算到了这一步 闻听此言众人皆是为之一阵 我不担心哥哥的安慰 只是听说修罗敬天只是极高明的典学手法 若非施术者自己解开禁止 寻常人凭借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破解 说到此处苏小胡悠悠一谈 只能希望这一步也在哥哥的谋划之中 众人听罢陷入承诺半少议 红武魁对苏小胡的推测心存疑虑 纵使这一切真的是战神的谋划 他也不可能料到会是铁罢来指的 可维京之计也只能选择相信战神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寒素挠了挠头说出心中疑惑 据说皇甫军月召开英雄大会是为了解散铁武 那他为何不等铁武蒙解散后再逮捕大哥 还有九重俗和狮子蒙 他们与大哥并无仇怨 为何现在会如此对待大德 子言一出如同一道惊雷在苏小胡脑海乍下 他一直想不通为何狮子蒙会出而发 却忽略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还有一个月铁武蒙就会解散 届时三方势力一定会忙于追求自身利益 现在战神灭掉南宫世家 引起了五大世家的功分 皇甫军月作为武龙蒙的当家人 如果此时能够处置掉善杀影 武龙蒙势必会愈发稳固 而哲昊申此时提议将战神囚禁起来 相当于将热度压了下来 全盛想借机公布武龙蒙的计划也就随之泡汤 想通其中利害这位智慧担当轻声开口 红长老 有件事我想拜托你 苏小胡复在老启拜耳边低声吩咐起来 红武龙听罢面露震惊四十不可置信 苏丫头 您是认真的吗 苏小胡神色正重轻轻汗声 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而且一定要保密 玄机他快步离去高声换来避你之面 我现在修书一封 你马上交给张叔叔 再者我要见铁巴一面 你去请他老人家到会客厅 听着对方有条不紊的吩咐一道道指令 韩素两人瞬间感觉脑子有些不够用 半个时辰后 狮子盟迎来了一位贵客 正是铁巴宇文贤道前来索取自己的酬劳 哲昊身大大方方地将血玉如约奉上 宇文贤道仔细甄别一番后如释重负 随即他表示要在铁武盟滞留一路 想请哲昊身将血玉送到孙子手里 后者欣然应诺激而邀请对方闲谈骗他 期间哲昊身提出让宇文贤道住在狮子盟 后者已答应了战神的请求唯有婉言拒绝 随即双方聊到了一个月后的英雄大会 宇文贤道扫了哲昊身一眼沉声询问 听说这是皇甫盟主的提议 不知道哲盟主是何想法 从他提出召开英雄大会的那一刻起 我有什么想法都已经不重要了 宇文贤道直勾勾地盯着对方一字一言 那我换个问题 你被弃了战神吧 哲昊身文言双眼微眯 我与他本不相熟何来被弃熟 全圣与剑圣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 皇甫军越说战神投入了南宫世家 提议将其即刻处死 云叶子则称此事不清不楚 坚持要调查清楚再做定义 我见他们争论不下才提出折衷意义 找一名铁武盟以外的高手将战神制主 等英雄大会审判过后再行论罪 宇文贤道冷笑一声 我明白了 所以你就利用了老夫 之前你不是说不会介入此事 怎么又出尔反尔 看来是大天商团的那个姑娘对你说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她为何会把那方话当作承诺 承诺是中原人和中原人之间的事情 但对一个塞北蛮夷说过的话 不能算数承诺吧 说到此处这位刀霸默然一笑 战神和那个丫头都是塞北人 我总不能做事他们在中原府做飞尾 片刻过后 宇文贤道心情复杂地告辞离去 他现在终于相信苏小胡并未偏大 自己一直被全胜和刀霸玩弄于古城之中 被尊为铁巴的他彻底沦为了一个笑容 宇文贤道将牙齿咬的搁吱作响 得到血液的他毫无喜悦之情 他默然回首看向身后的狮子猛 刚才他注意到大厅的柱子上雕刻着金龙 莫非那位刀霸还有当皇帝的野心不少 半赏锅后宇文贤道难难逼 折号神 别看现在一切都朝着你想要的方向发展 今后会如何咱们还得走着瞧 说到此处这位铁巴的眼神越发冰 金玉之如老夫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却说韩湘雅正在一处披静长火盘戏打 可此时这位冰花的心中却杂念分场 那道身影总是不受控制的浮现脑海 一次又一次的在他心中激起连影 他不止一次的想知道对方到底是谁 为何给他的感觉会是那样的熟悉 那种感觉跟梦中经常出现的老者一模一样 控制不住杂念的他索性放弃打坐 四处闲逛的同时努力回忆起来 可想着想着他只感觉一阵头痛欲略 每当他看到扇鲨鱼都会想到那位老人 可当他努力回忆那位老人又回头痛 韩湘雅银鸦紧咬克制着剧烈的速度 他怀疑战神与那位老者吻在着某种温习 正在此时他听到了一阵怯怯思语 听说了吗 战神被关押在五龙盟的雷御之中了 真的吗 这也说不通了 千真万确 听说是被一个叫宇文贤道的人制服 不敢相信除了二圣还有人能制服战神 听到众人的讨论韩湘雅目光微微一明 而正在此时一道冷漠的嗓音悠悠传来 那是跟盟主同一级别的铁吧 见识少主道来众人连忙攻身行动 而折木领则是表情严肃冷声开口 这件事是盟主和二圣共同的决定 从现在开始不许再提 话音当诺尔盼传来一道清冷的嗓音 韩湘雅缓步上前面无表情 敢问盟主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折木领将韩湘雅带到一处阁楼语气冰冷 堂堂玉英团副团长会如此担心战神 这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 说到此处他的目光微微一 韩副团长为何会对他如此担心 韩湘雅一言不发 就这么平静地注视着对方等待答案 这位少主的脸色十分难看 他知道这样一来相当于狮子萌背弃了战神 看着不远处幻不离去的语文贤道 折木领的心中愈发担忧 他知道父亲的这份作用 或许也将这位铁巴推到了对立面 察觉到有人在注视着自己 语文贤道回头望去 看到阁楼上的折木领 他的心中萌生了一个猜测 折昊森如此对待战神莫非是为了自己 旋即他注意到折木领身边的韩湘雅 他早就听说过冰花的名号 有不少人甚至将其誉为未来的女子见现 仔细观察了对方片刻语文贤道微微一想 他能察觉到这位冰花马上要突破瓶颈 半晌过后这位铁巴收回视线转身离去 他来这里之前听说铁舞盟人才积极 目前所见符合他期望的唯有冰花一人 这个老人只是轻飘飘的一掌递出 竟然瞬间将数十名武林高手当场掀翻 原来就在刚刚 语文贤道离开狮子盟一路返回大天商团 刚走到大门口就看到一群人在门外 他们满口屋檐会语 叫嚷着让大天商团滚出中原 更有不少人情绪激动 怒吼着要冲进去给南宫世家报仇雪 语文贤道打眼一瞅瞬间心下了解 这种情形显然是有人在暗中推不住来 这位铁巴不禁对扇杀鱼又佩服起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他所料那般 语文贤道缓缓抬起左手将尽力运笛掌心 伴随着这位铁巴一脚疏然地团 一股霸道的钢筋力石吸着了血 顷刻间将这些人震的人养马帆 带到这些武林人士狼狈落地之后 赫然发现面前的地上出现一道沟口 语文贤道双手护后走向大门悠悠开口 战神自愿入狱是因为他相信我 但并不意味着你们可以对他肆意羞辱 这句话同样是用于大天商团 你们在这闹事便是没把老夫放在眼里 语文贤道近些年嫌少在江湖走动 故而众人并不认识他纷纷则骂 这位铁巴见状周身气势陡然一变 一股凌厉的杀气肆意活发 不论你们是哪门哪派的弟子 胆敢越过这条线便是杀无赦 我语文贤道说话算话 听到语文贤道四字众人皆是呆愣当场 他们没想到面前之人便是三霸之一的铁巴 而语文贤道则是不再理会他们 转身一步步走上台阶 终于有人壮气胆子高声质问 铁巴你是在保护这些野蛮的塞北人吗 你这是在背叛中原 文贤此言这位铁巴的身形微微一度 语文贤道斜片的那人一眼冷笑出声 野蛮我是没看见 老貌爱然的手背我倒是见识 言霸他不再理会众人疑惑的目光 静止走进了大天商团 没走出去多远他的目光微微一门 正是苏小胡带着金莲快步迎上前来 少女开门见山表明来与 询问他跟铁武盟的三位领袖是否交情颇深 后者表示跟三人确实认识了很长时间 但如果说有很深的交情倒也谈不上 敢问语文前辈 您对黄斧盟主了解多少 文听此言语文闲道的眉头微微皱起 江湖中了解黄斧君悦的人几乎不存在 他的身上似乎有很多秘密 没有人能够真正看清他 老夫虽然跟他相识多年 但对他了解的也不是太多 说到此处他目光灼灼地盯着苏小 别绕圈子了 你到底想知道些什么 苏小胡敏了敏薄唇似乎在权衡轻重 伴赏过后他终于下定决心询问出声 我想知道黄斧盟主年轻时候的事情 却说在五龙盟地下的秘密宅院之中 黄斧君悦晃动着杯中茶水悠悠开口 铁五盟的风暴是从战神开始 但等英雄大会结束之后 他也掀不起什么风暴 到时候我会亲手了解他的心 随着时间的流逝没有人会记得他 说到此处他对面前的男人语重心肠 从今日起你们慕容世家就顶替南宫世家 作为五龙盟的成员共同见证新时代的到来 慕容君诚对黄斧君悦的大饼毫不动心 黄斧盟主 你答应过会给我无敌的力量 这位全圣对慕容君诚的态度不以为一 关切地询问对方身体呼吸的如何 慕容君诚微微眯起星红的眼眸 这位慕容世家的长子一字一顿 你答应过我呢 黄斧君悦双臂环胸依旧不及不躁 你能从战神手中安然逃命说明了很多问题 起码证明他的武功不是天下无敌 你答应过我要给我无敌于世的力量 别转移话题 回答我 面对慕容君诚的咆哮全盛依旧风轻云淡 你从立宗僧侣那获得的力量我就是无敌 只要再加上一个和你一样有那种力量 英雄大会上杀掉战神也不是什么难事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恢复自己的身体 到时候自然会有让你得报大伤的情 慕容君诚文言沉默了半赏温生寻恶 你真的打算让他活到英雄大会 为了那个华丽的结局我当然会让他活下去 但在英雄大会之前他将吃尽你 走吧 我带你去个地 与此同时在铁武蒙的雷狱之中 几位不速之客来到了扇杀雨面前 为首的紫衣青年冷坑一声森然开口 听说你在外面名气很大 但在雷狱这里什么名气都没有 我才是决定你生死的人 如果你喜欢定人生死应该去地狱一趟 跟阎王商量商量能不能替他老人家几天 此话一出两名跟班历史面露很色 大哥 让我先斩断这小子的四肢 看他还敢不敢嘴 反正结果是注定的 不如拔了他的舌头 看他还能不能这般伶牙俐齿 沙天威摸出一根长针夹在指尖 我也想那样做 可师父他不允许 但施展一些小手段还是没问题 放心 我会让你外表看起来完好无所 就先从你的脸开始吧 有传言说战神风神俊朗 说到此处他探手捏住扇杀雨的脸蛋 事实证明我们最好不要相信传言 若安沙天威抬手甩了扇杀雨一记耳光 玄机他的膀胱扫到扇杀雨白嫩的手掌 对比一番过后这位狱主冷笑连连 简直冰女人的手还要信你 那就从你的手开始吧 人把他屈指轻轻一盘 那根长针瞬间定入扇杀雨手 后者微微蹙眉看向自己的左手 只见原本细嫩的手掌瞬间肿胀不开 紧接着一股尽力沿着经脉窜上手臂 整条胳膊竟是肿得直接胀破了衣衫 一股钻心的疼痛从左臂传来 但扇杀雨牙关紧咬愣是一声没咔 沙天威见状微微一笑 不愧是战神 即使内力受制仍能挺住这种痛苦 说到此处这位御主兴奋地咬了腰嘴唇 只不过这才刚刚开始 人把他双臂挥动一根根长针及射而去 沙天威的言语之中满是残忍 我会封住你的每一条经脉让你痛不欲生 不到一个月你就会对我绝对服从 而另一边的五龙盟地下秘密宅院之主 皇甫军月领着慕容军成一步步朝身处走去 慕容军成得知这里有五具不死魔师正在练花 算上他一共是六具魔师足以对抗整个铁武王 这位慕容世家的长子迷起双眼沉声寻问 你就不怕这些不死魔师会背叛你 皇甫军月眼眸中的力色一傻的事 你有这个打算吗 慕容军成咧嘴一笑 坦言自己也不知道将来会怎样 皇甫军月不以为我悠悠开口 其实我没什么好人心的 可能你还没意识到 这些不死魔师想背叛我是不可 在炼制时候就已经用秘宝抽离了他们 并囚禁在一处被我控制起来 所以他们会绝对服从我的每一个命 但你也看到 包括你在内 我并没有强迫你们做任何事情 只要不扰乱我的记号就好 正在此时一位密宗僧侣迎了过来 皇甫军月询问对方为何没看到宗正 僧侣表示宗正大师已经完成了所有工作 正在寻觅炼制最后一具不死魔师的材料 我们正在竭尽全力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 请盟主放心 您的计划不会有半点差池 皇甫军月文言轻轻汗手 他的伤势还没完全恢复 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材料让他如此垫直 而此时成为宗正的老和上正站在屋井 他看着阁楼中束手扶我的韩湘雅 一双昏聩的老眼中满是贪婪的目光 若非那个战神从中阻拦 你早已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存在 老和尚双目之中竟是狂热男男的 现在他终于不在你身边了 这真是上天的恩赐 说到此处这位邪尊孝的激进巅狂 把你的身体和灵魂都交给我吧 我会把你练成最完美的不死魔师 男人每天被108枚金针刺进穴道 组织的气血将他的小腿绽成了火土 可男人愣是整整半月不曾惨叫一声 心性之间任让折磨他的人都叹服不如 转眼间距离召开英雄大会还剩15天 善沙宇在雷狱中已经扛了足足半个月 沙天威嘴角泛起一丝残忍的笑容 我倒要看看你能扛到什么时候 言大这位雷狱之主再度去止心态 树莓金针雕射而去定入善沙宇的右臂 纤细的手臂立实如冲气般转仗起来 一名跟班见状肆意狂笑 看别人被折磨是他们在此的唯一乐趣 善沙宇气血到流氓地呕出一口鲜血 半个月不曾吐过一字的他眼神冰了 你将沙天威是吧 我记住你了 后者不慌不忙又将一根长针夹在指尖 随着沙天威抬手一甩长针急射而去 细如发丝的长针净直刺入善沙宇的额头 一股尽力煞世间涌进他的督灭之中 善沙宇终是没能扛住钻心的巨头 身子一软昏迷过去 一鸣随从凑上前去将他拎起森然开口 大哥 他昏过去了 怎么办 这是他半个月以来第一次说谎 说明他的意志已经快崩溃了 把他弄醒 我们今天一鼓作气摧毁他的心理防线 正在此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流远几近 另一名属下来致敬前功声禀报 大哥 盟主来了 看样子是来看这小子的 大哥 要不然今天算了 盟主要是看到他伤成这样 搞不好会责怪我们 沙天威虽然心有不敢 却也不敢忤逆皇甫军月 当即命令属下将扇鲨鱼拖回牢房 片刻过后皇甫军月幸灾乐祸缓缓开口 这群人也真是的 我已经告诉他们要对你手下留情了 见对方始终双目紧闭这位全胜吃笑一声 我知道你听得见 别装了 话音刚落扇鲨鱼果然缓缓睁开了双脸 他抬起眼眸钉向皇甫军月嗓音平淡 你是来看我如何被折磨的吗 看着对方平静如水的眼神 皇甫军月心中微微一惊 对方心置之坚韧远超他的预料 沉默了半赏这位全胜截然一笑 老夫来此时因为险些忘了一件事 说到此处他豁然抬手并止如箭 丝丝缕屡屡的真气被他运敌指尖 虽然宇文贤道的修罗静天之乃是江湖一拳 但为了保险起见老夫还是不得不走 严霸皇甫军月闪身略至近前 一指骤然点在扇鲨鱼能行 激荡的尽力力时冲进他的奇迹八脉 将周身要学禁术封主 皇甫军月咧嘴一行 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束手就起 但这样一来不论你打的什么主意 你也只能等到英雄大会那天任人在 龙大就被全胜翻掌下来 一掌顺势拍在扇鲨鱼面门 后者如遭重锤闷哼一声向后扬倒 雄魂的掌力去世不止 朕的整个铁龙剧烈摇滑 澎湃的尽力四散开去 就连四周的铁龙都摇摇欲坠 离开之际皇甫军月对杀天威下了一道禁令 这半个月的时间就让他好好休养 不必给他饭事也不许任何人靠近 盟主 就差那么一点我就能摧毁他的意志 再给我一点时间 他身上有宇文贤道和我的双重禁止 根本无法调动一丝一毫的魅力 如果他承受不住你的折磨死在这 到时候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沙天威言语之中略带交集 属下绝对有分寸 如果这样放过他 属下的面子实在过不去 此言一出皇甫军月的身形猛然一致 沙天威瞬间意识到自己说后话 果然这位全胜目光冰冷地回头望来 你要为了你的面子而破坏我的计划 下一秒皇甫军月周身气势断然一臉 沙天威 看来是我让你在这雷狱过得太熟 派人的威压瞬间吓得沙天威浑身颤抖 这位雷狱之主力士跪趴在地 还请盟主恕罪 小人再也不敢了 皇甫军月微微一笑出言吩咐 你从现在起也禁止靠近战神 如有违反别怪老夫拉屎无情 沙天威磕头颅捣算连声称是硬撑下来 没人注意到他眼底那一抹不甘的份 却说铁龙中的善沙与恢复了些许清醒 他仔细感知了一番自己的状态 发现自己所受的内伤极重 他周身翘血已被皇甫军月禁术封住 长久的气血凝滞会让他的内脏坏死 就算他能扛到英雄大会也难保性命 他方才听到了皇甫军月与沙天威的对话 看来那位谨慎的全胜今天终于彻底放下戒心 念及此处他不再藏桌 当即运起天破神功开始冲击体内的进制 截断气血运行乃是天破神功的看家本领 风雪所迈在他面前无异于斑门弄斧 不消片刻善沙与便率先冲开了宝贵血 黑暗中的他嘴角翘起南南地狱 我要的就是这半个月的时间 皇甫军月 你会后悔今天没直接杀了我 严霸善沙与开始专心冲击体内血道 过程虽然痛苦一长 但他这次也算是因祸得福 沙天威这半月以来无休止的折磨 与他当初学习天破神功的方法一举 不但平时极少练到的几处肌肉和筋脉得到了垂裂 真气重聚丹田的时候 他发现气海也扩充了血 扇沙与宁神静气将全部注意力汇聚双耳 他孤身入居便是想来此寻找莫骨鱼被囚禁的家属 宁神感知了片刻他先是发现了一名高手 那人有着深厚的内力被关押在他身下二十层的地方 扇沙与按下心头好奇继续向雷玉伸出探知 片刻后他终于听到了细弱闻音的对话 我们要相信骨鱼 他一定会来救我们了 扇沙与露出如是重负的笑容 看来自己猜得果然没错 却说洞庭湖上一位青年助力传头 男子目光深邃不知心中在想着什么 正在此时身后想起一道苍脉的嗓 心事重重的样子有些不像你啊 有什么心烦的事情吗 男子没有回头悠然开口 并非心烦而是无法理解 我猜不透他为何要召开英雄大会 这世上没人能猜透皇甫军月的心思 总之他是下了决心要解散铁舞盟 我想不通解散铁舞盟对他有什么好 再过半个月就知晓了 大船乘风破浪不多时便看到了铁舞盟 待到行至码头两人收敛思绪下船登岸 看到四周人声鼎沸勾楼老者一声倾向 看起来确实很热闹 青年并未多言 护送着老者一路朝内城走去 期间他们听到人人都在谈论英雄大会 显然整个铁舞盟都在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老者无奈苦笑一声转头看向身后男子 不知道他们在这过得如何 许久不见有些想念他们了 男子依旧是风轻云淡的勇气 希望他们在这没惹什么麻烦 六十集中出现的石门海还是有分寸的 想来应该不会捅什么娄子 不多时两人便行至铁舞盟的内城 却发现城门口处已经戒严 负责管理码头事务的葛中和声落红中 我再说一遍 从现在开始直到英雄大会结束 只有个门各派的江湖人士可以进入内城 其他闲杂人等一日 两人看着眼前这一幕漠然不语 看来这次英雄大会确实吸引了各方注意 火不其然两人走到近前也受到了盘查 葛中和询问两人是和身份要去往何处 勾楼老者眉头一条表示自己叫玄武器 青年双眼微眯直言自己叫徐文卫 两人准备去往内城的九重府 葛中和默念着两人的名字微微一正 他总感觉这两个名字有些熟悉 看到对方在努力回忆老者好心提醒 或许剑嫌这个臭号知道的人更多 此话一出葛中和盼如有惊雷乍响 他瞬间想到了这两人的身份 叫徐文卫的男子被誉为中南苍龙 乃是中南剑派掌门人的嫡传弟子 相传七五岁败入中南剑派 是不是初的剑术天台 其名气甚至比三雄三花还要小亮 而老者则是中南剑派掌门人的士部 更是被武林中人尊为剑心 愿谁也想不到这个身高一米二的老头 竟然是江湖上成名已久的中南剑线 而他身旁看起来呆头呆脑的青年男子 更是被誉为百年一遇的剑术天台 得知两人身份后葛宗赫当即攻身心 讨好的表示要通知中南剑派前来接驾 玄武千两人却表示大可不必心事动众 道了一生诸位辛苦便自顾自尽之离去 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一名属下已待不及 葛长老 我们不核实一下他们的身份吗 葛宗赫尝了一口气悠悠开口 当今武林还没人敢冒充这两位 尤其是那位剑仙 有传言称他的实力或许已经超过了梅花剑室 虽然葛宗赫的声音不大 却还是清晰地传到已经走远的玄武千耳中 文卫 你平时也该多在江湖上走动走动 名气还不如我这个糟老头子 太是不说笑 晚辈还差得远 两人正说说笑笑赶往中南剑派 突然玄武千的目光微微一凝 他看着不远处的一袭血衣与带赞叹 早就听闻铁武蒙卧虎藏龙 不曾想刚来就遇到一位 察觉到有人在注视自己寒香雅也得头望去 双双视线一措而过玄武千嘖嘖撑气 文卫 这个丫头的天赋丝毫不逊色于你 而且子子剑心通明将来成就还能再进一步 听到太师伯如此圣诞对方徐文卫平静如床 他曾见过韩湘雅一面 当即将对方身份告知玄武千 得知对方便是三花之一这位剑仙微微叹息 看来不久后江湖上要出现一位女子剑仙了 刚发完这番感慨 他突然察觉到一股阴冷的气息 玄武千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看向身后母处 却惊恐地发现那里根本空无一人 这位名动江湖的剑仙竟是紧张的猴头鬼 刚才那股充满阴邪的气息让他想到了一个人 可他万分确定那名妖僧早已生死 玄武千闭上双眼又细细感知一番 他自诩江湖上还没人能瞒过他的感知 片刻过后这位剑仙依旧是毫无察觉 莫非是我的错觉不成 念及此处他终是打消了心中的疑虑 与徐文卫继续朝中南剑派感觉 铁武蒙中南剑派驻地的正殿之中 玄武千高座主尉手里捧着文书细细观桥 长老石文海躬身而立 他的徒弟程周斩则是跪趴在地 足足看了半个时辰这位剑仙才悠悠开口 明明每个字都认识 怎么放在一起就看不懂了呢 文海我可以相信你吧 石文海连忙抱拳拱手绅士一礼 晚辈自然不敢欺瞒士博 自打来的铁武蒙晚辈一直进行敬礼 此时程周斩看向师父小声抱怨 师父我快坚持不住了 还要跪多久了 灭障还不闭嘴 你知道坐在上面的人是谁吗 那是咱们中南剑派被分最高的老祖 听到两人窃窃私语的玄武千悠然开口 他在中南山没见过我 不认识也是理所当然 不必苛责于他 说到此处这位剑仙看向石文海话锋一转 你的工作做得很好 但是门内的弟子怎么看不到一个 石文海恭敬回禀 表示英雄大会召开在即诸事凡多 故而门内弟子都被九重府抽掉走了 一直不曾开口的徐文为此时突然发问 韩素也被抽掉去了九重府吗 你是说石屹的那名弟子吗 不错 正是史诗书唯一的传人 提起韩素的师父这位剑仙语带唏嘻 石屹那小子可惜了 中南剑派很少有他那般剑仙成车的弟子 如果他还活着 说不定真能复原祖师的天罡三十六剑 韩素是他的弟子一定有过人之处 我想见解那个孩子 他如今人在何处 闻听此言石文海历史渗出层层冷汗 若是让世博知晓他处处刁难韩素 定然会责罚于他 成周斩却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表示韩素目前正住在大天商团 徐文卫听罢眉头微皱冷冷开口 中南剑派的弟子为何要住在大天商团 石文海暗骂一声徒弟蠢笨还是结果话读 是那小子坚持要住在那 如今战神成了众矢之地被关在里 他却仍不肯与对方划清界线住在大天商团 他的傲慢无知也给宗门带来了一些非议 听到这番话后 徐文卫双眼微眯 你说韩素师弟傲慢无知 冷厉的目光让石文海微微颤抖 还不带他继续开口 这位中南苍龙一个闪身掠直近前 目光凛冽地注视着石文海语气森然 韩素弟自小跟随使师叔修行 天性淳朴心地良善 你现在告诉我他傲慢无知祸及宗门 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说到此处徐文卫周身气势陡然一边 凌厉的剑气喷波而出 面对此等威视石文海双拳击 苦苦之称没让自己当场叛望 这位长老神色惊慌颤声开口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能对他做什么 此时一只冷眼关桥的玄武千淡然开口 文卫 你这是作甚 怎么能怀疑咱们中南剑派的长老呢 说到此处这位剑先义有所指 我相信石文海是不会骗我的 徐文卫听罢嘴角微微勾起一门 太师伯说的是 既然是长老说是那孩子的问题 肯定不会冤枉他 肯请太师伯准许我亲自去见韩世弟一面 你看着办吧 听到二人的对话 石文海呆愣当场 他万没想到徐文卫会咬着这件事不放 而成周斩也是冷汗直流 要是让对方发现他们刁难韩素 欺瞒太师伯可是重罪一桩 玄武千语带深意继续分布 如果韩素真的想离开中南剑派 就随他去吧 徐文卫默然无语指示轻轻点头 玄机这位中南苍龙大踏步走向殿外 路过成周斩身边时冷身开口 还愣着干什么 带我去见韩素 后者求救地看向该愣原地的石文海 这位中南剑派的长老目光阴欲缓缓点头 成周斩当即引着徐文卫朝门外走去 与此同时在大天商团之中 苏小胡助力在窗前柔声开口 张叔叔来信了吗 婢女经联表示张会长已然回信 说是不日将把全部调查结果寄来 随即他又将铁武盟最近的情报如实到来 表示很多受邀的武林人士已经陆续抵达 其中就有韩素所属的中南剑派 苏小胡眺望着不远处的阎武场略微思绪 中南剑派的实力不容小觑 如果遇到了不能失了礼数 韩素这些天一直在跟实骑的人切磋 估计还不知道这个消息 找个机会告诉他吧 却说韩素驾住南文浩势大力尘的意见 他突然拧摇转体腾身而起 剑随身动将对方荡开树掌 南文浩稳住身形再度急冲而来 好小子 竟然进步得这么快 一旁观战的实骑众人群情激昂 有的替南文浩鼓吹造势 有的则是给韩素加油打气 而韩素不知道的是 此时在不远处有一双眼睛正注视着他 远出一家客栈的窗前 徐文卫长身而立眺望着 大天商团的演舞场 印象中的韩素一直害怕与别人交手 其中有他本身性格软弱的原因 更多的则是韩素从小生长的痕迹 自打韩素的师父过世后 他在中南剑派就无依无靠 这也是为什么会选择派他来贴舞 天罡三十六剑已经在你手中绚烂战法 师兄由衷地替你高兴 而一旁的成舟斩则是满脸惊润 他没想到韩素那小子身手竟如此了 正在此时场中的韩素突然一声暴露 手中长剑在身前荡出一个大鱼 一片般的剑气如飞铺倒旋冲天而起 正是天罡三十六剑中的天河滔滔 南文豪历时被风吹起死 随即扑通一声掉进小壶 这位石漆滚刀肉挣扎一番浮出水面 就看到韩素蹲在岸边冲他伸出手臂 显然是想拉他上岸 南文豪嘴角勾起恶作剧的坏笑 不但韩素反应过来一把扣住他的手段 随即猛一叫力将对方拖进水里 臭小子 下来吧 韩素素不及防被拉下石膛向了鸡口鼠 而南文豪则是放声大笑一眼 朋友之间不能让我独自担当 听到朋友二字韩素先是微微一整 随即后知后觉也跟着开花大笑 看到这一幕的徐文卫心中一阵唏嘘 他在中南剑派从未见过韩素如此态心 半赏拨后这位中南苍龙豁然转身 走吧 我们回去 你去通知在九重府的弟子即刻返回祖门 程周展满脸愕然颤声询问 师兄为何突然让他们回来 徐文卫眼中寒芒闪动与弃拼了 自然是要检验一番你们的羞 我倒要看看你们有什么资格欺我还是别 一身入局被折磨了整整半个多月 如今他终于冲破尽致准备着手破局 转眼间距离召开英雄大会还剩十一天 因为有了皇甫军阅之前的警告 这段时间狱卒没有再对善杀与动心 就在两名狱卒对这道命令满是抱怨之急 雷玉深处传来一声轻微的脆响 听起来好像是锁链断裂的声音 两名狱卒微微一正连忙前去查探情况 却不料眼前的情况却让他们大惊失色 只见善杀与正双手附后踏空而来 这位战神的双眸之中惊芒闪动 显然是已经恢复了自身修为 善杀与左手豁然抬起双尘探处 还不带两名狱卒有任何反应 两刀尽力标射而去没入对方体内 所用的正是他在46级用过的人魁秘术 之前曾经介绍过 这秘术不但能够控制对手的动静 还能以自身意志控制敌人的意识 控制住两人后 善杀与缓步上前冷声询问 杀天威人在何处 大哥他在自己的房间里 房间就在这条路的近口 问出想要的答案后 善杀与静止离去 又走出树杖后 他的嗓音才遥遥传来 你们就在这安心等待英雄大会召开吧 言霸他屈指轻弹 打了一声清碎的响指 两名狱卒被尽力控制着缓慢移动 走到崖边做出一副巡视牢笼的模样 但谁也想不到那座牢笼已经空无一人 却说善杀与一掌破开房间大门了 发现杀天威并不在污名 虽然他很想马上将对方立弊掌下 但他孤身犯险的最终目的是解救莫补鱼的家卷 面积此处善杀与强压心头怒 仔细看着桌案上的那幅雷地 他之前被关押的位置是在第一层 而莫补鱼家卷传来的声音应该是在第四层 从地图上看雷玉的构造类似于尼宫 如果他从通道一层层下去极有可能报道 想到这里善杀与左掌疏然抬起 掌中刚气吞吐不休 下一秒他猛然间蹲伸弯腰 一掌悍然拍在坚硬的地面 澎派的尽力煞时间如飞浦清醒 竟是在瞬间将雷玉三层一转击穿 雄魂的掌力在第三层牢房内激起烟尘一片 伴随着烟尘散去善杀与已飘然落地 却不料他刚刚站定就有一道嗓音悠悠响起 好久没人来了 善杀与面不改色出声询问 你是何人 对于此人的气息他并不陌生 正是八十四级他感知到的那名高手 面对善杀与的提问老人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好心地出言提醒 如果你还想用刚才的方式再往下走 可能会出大事 下面的牢房都是天然的岩石 一不小心整个雷玉就会彻底坍塌 善杀与对老人的提醒不置可否 而是将目光落在老人身后的墙壁之上 这些都是你用写写的吗 他注意到对方的手指已经实不存疑 显然此人背负的仇恨刻骨明星才能如此 我已经记不清有多久没见到人了 但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些会被人看见 就像今天站在这里的你一样 现在你愿意听听我的故事吗 善杀与扫射着墙上的血书嗓音平静 在下洗耳宫听 原来老人本名叫做正汉子 乃是唐门中制作暗器的工家 因为手艺绝世无双 故而被唐门纳入只有直系血脉才能进入的内门工房 门主为了表达对他的看重慈名唐亲戚 而他也没辜负门主的厚爱 虽然自己武功低微施展暗器的手段一般 但唐门众多失传已久的暗器 在他的一双巧手下得以纯见天日 没过多久他就成了唐门不可或缺的存在 也是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一位女子 那是一位喜欢蝴蝶性格温婉的女子 两人相识相爱继而决定相伴一生 不出意外这个时候果然出现意外了 已经成为他未婚妻的女人吊死在了树上 唐门将女人的死归结为单纯的自杀 他不相信这个结果请求门主重新调查 门主非但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还重重责罚了他一番 直到看见那人戏谑的眼神他才迷雾过 这一切都是门主嫡子唐门宽干的 唐门宽早就基于他未婚妻的门次 女人在被唐门宽领主过后才羞愤上吊 没过几天门主找了个理由将他逐出唐门 他本想回到故乡找个铁匠铺了此残生 不曾想却在归乡途中又被人半路截杀 所幸他坠落山崖得以保全一条小命 再次醒来后他发誓不报此仇绝不罢休 于是他没有回到故乡而是躲进了深山 虽然他武功低微但是他还有手艺在身 唐门所有的暗器之法他都两然于行 他要打造出一种克制唐门所有武功的暗器 就这样他在深山老林中垂打了数十年 强烈的仇恨让他倾注了全部的记忆和心血 终于打造出一对绝世神器名幻生死双蝶 有了这对神器在手 他完全有信心能破掉唐门的满天花蝶 而他却不知道唐门的人已经监视了他数十年 只等他练成神器再出手抢夺 面对宋上门的仇敌他只能选择逃跑 因为内功太弱的他根本无法推动生死双蝶 但唐门的密探又岂是一鱼之为 白手制出一柄飞刀精准冻穿了他的小桶 吃痛之下他不受控制地跌倒在地 怀中的生死双蝶也脱手而奔 其中的死蝶在掉落悬崖后不知所踪 在第43集时被扇鲨鱼在地盘上满了下 为了自己数十年的心血不被回忆一旦 郑汉子一把捡起紧剩的生蝶吞入腹中 随后他便被人制服并关押在雷狱之中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复仇的希望 唐门宽如果知道他被抓的消息 一定会为了得到神器的炼剧方法而来见他 到时候他就可以凭借紧剩的生蝶殊死一步 他被关押在雷狱后夜以继续地修炼内功 但过了数年也从没有人来找过他 直到有一天他意识到自己十日无多 才在身后的墙上留下那片血树 故事讲到这戛然而止 郑汉子的呼吸也渐渐微弱 扇沙宇听完对方的讲述唏嘻不如 他察觉到此人早已游进灯库 全凭一口怨气才支撑到现在 扇沙宇微微叹了一口气轻声询问 老人家唐门也是五龙盟的势力吗 独策 如果你与五龙盟有仇 方便的话请替我宰了唐门宽那个畜生 扇沙宇点头答应下来转世玉子 却听到郑汉子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少侠 虽然死蝶不慎一事 而且你光凭自己就已然能傲视天下 但老朽体内阵没升蝶你还是拿去吧 全当是给少侠的谢礼 扇沙宇闻言转身望去 只见郑汉子的尸身已然化作肌肤 破烂的长袍下一件物事正闪闪发光 想来应该就是对方所说的声音 扇沙宇缓步上前郑玉查看 不曾想那枚升蝶竟是如有灵性般漂浮起来 后者将其拖在掌心只感觉似曾相识 漠然间他回想起他确实有一件类似的事物 当时他在地摊上买下准备送给苏小 但在第四十次集时赫连大集说那是一件好东西 当时就提到了乃是郑汉子以密法练剧而上 扇沙与凯探一番后神色正终 老人家你且安心去吧 这桩恩怨善某接下了 在英雄大会召开前的第七天 江湖上的各方高手陆续抵达铁舞 皇甫军月瞥了一眼 身后的男子嗓音低沉 多年未见一向可好 男子深知这位五龙盟主只是例行客套 表示一切已经准备就绪 请他不必担心 虽然男子与其笃定当皇甫军月仍不放心 强调此番计划不能有任何闪失 男子闻言沉默半赏悠悠开口 既然如此在下有一事不及 皇主为何不在英雄大会前除掉战神 刘太英令始终是个隐患 皇甫军月听到微微一笑 仿佛兄有成主 这个你不必担心 老夫留着他自有用处 说到此处这位全圣眼眸威鹿 贴向男子手中的那串佛珠出言询问 若非你现今已然归一佛门 还是说你在向那人赎罪 听到赎罪二字男子先是微微一正 继而嘴角泛起一丝嘲弄的迹象 向死人赎罪有何意义 唐文宽似是想到了什么往事 笑得阴森恐怖肆意猖狂 再者 一个连自己女人都保护不了废物 又怎能配得上我来赎罪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的雷狱之中 善沙宇潜入到雷狱的最深处四下寻找 可寻觅了半晌 却没能发现莫补鱼的家卷 正当他一惑不解之际 突然目光微微一如 善沙宇矮下身来 朝着斜下方闪入关桥 只见一对守卫拱 在一山大门前严阵一队 正在此时一阵细微的对话 传入他耳朵 饭来了 给他送进去吧 真不知道盟主是怎么想的 明明是个必死之人 还要哪天给他送饭 别抱怨了 被盟主听见了小心没命 听到这番对话 善沙宇心中思绪飞着 对大门内关押之人不禁充满好奇 一念至此 善沙宇嘴角微微跳起 既然让他撞见了不如一探究竟 旋即他足肩猛一奔地 身形如同一颗出塘炮弹俯冲而下 几名守卫听到一响连忙寻声忘却 下一秒善沙宇已然极略耳 一脚悍然踹在一名守卫的驳 那名守卫一声惨呼倒飞出去当场兵 送来的餐盘也不受控制的脱手的飞 善沙宇右手舒然探出将餐盘轻轻拖住 旋即在一众守卫震惊的目光中飘然落地 他被关押再次已有大半个月水泥味景 只是浅尝了一口劳饭 当即露出了中华小当家中评委的表情 此时其余的几名守卫终于回过神来 一名守卫怒吼一声提枪直奔他冲杀而来 善沙宇微微侧头轻易躲过对方的灵力一枪 但那盘劳饭却躲避不及被守卫一枪 善沙宇眼看着只吃了一口食物洒落一顿 这位战神的目光骤然一领雨掉冰盘 糟蹋粮食最不可说 守卫冷哼一声手中长枪直奔他横不二代 却见善沙宇用出一式汗地拔从藤身跃起 继而在空中顶摇转 借旋转之力一脚扫通守卫头颅 后者如皮球一般竟是被一脚扫飞树杖之远 此人绝非寻常之辈 大家一起上 话音方落一众守卫各持兵认为功而上 善沙宇见此情形却没有表现出丝毫慌张 但见丝丝缕缕的刚气在他指尖欢快跳跃 善沙宇将手掌缓缓抬起言语之中波澜不惊 我刚恢复功力不久 对力道的掌握难免生疏 各位自求多福 树袭过后满船也是一片安排之声 善沙宇看着面前一位守卫冷声询问 那扇门后关押的是何人 就算告诉你也没有 进魔洞的大门乃是玄铁打造 需要四把钥匙同时插入才能打开牢门 善沙宇闻言冷哼一声转身走向大门 谁说开门一定要用钥匙 严霸只见他双臂轻输气管双掌 飞机猛然间沉身弯腰一声轻壳 霸道的刚进自他掌心吞泊而通 两道掌力激荡而去轰然印在大门之上 一声惊天巨响陡然炸起宛如红中大门 足有三寸厚的玄铁大门 偷遭重击边框翘起 但却没有被一击震随 善沙宇没有表现出丝毫意外 掌中尽力陡然间又激增几 树袭过后这位战神目光骤然一礼 双掌向内猛然一拟摸在一起 玄铁大门瞬间被霸道的刚进脚成一团 在善沙宇尽力的牵引下抛飞出去 先前那名守卫见此行形瞠目皆舍 他没想到足有三寸厚的玄铁大门 竟被此人信手揉成了一个铁球 漠然间他注视着善沙宇的背影心头一动 对方正全力运功显然对身后毫无防备 面击此处他偷偷从腰间抽出一笔笔手 玄机猛然气身而上直奔善沙宇背心刺取 只下一秒他只感觉一股距离迎面状 不可然是善沙宇牵引着那颗铁球撞向身后 千斤中的玄铁大门立时将其压成肉类 善沙宇看着被揉成一团的大门悠悠叹息 跟师父相比果然还差得很远 半晌过后他收敛心神看向通道入口 此时他万分好奇 到底是何人才配得上被关在成为进罗洞的理由 善沙宇当下不再由于卖部潮里面抖去 刚开始他并没有感觉到丝毫一样 可走到一脉水 一股灵力的气息抖然间迎面扑来 善沙宇心头不禁猛然一场 这种气势跟当初他见的云叶子相比也不惶不让 被关押在此之人的实力竟隐隐隐在三把之上 念及此处他连忙收起轻视之心凝审戒 而正在此时一道沙哑的嗓音从里面传来 如同来自九幽之地的恶鬼充满怨劣 是你来了吗 终于来了 话音未落一阵防笑响起这样一路 善沙宇只感觉一阵巨大的吸力躲然起来 他往前重重踏出一步想要对抗那股吸力 不曾想那股精力之强横近远超他的想象 整个人不受控制地被那股精力吸入洞中 人在半空的善沙宇双眸之中筋芒闪断 体内真气如大江吨勇气贯毒 更注意是千斤坠轰然砸落地面稳稳占领 一当心里沙里边掀起碎石文术 稳住身形后的他高声怒吼 你看清楚了 我不是你说的那个五月 被吊在半空的怪人结结狂笑 你以为换个声音就能骗到我吗 之前就是因为相信你我才失去了一切 也以为弯曲了我的双眼我就认不住 善沙宇这才注意到那个怪人眼眶了 赫然是被人弯掉了眼足 而正在此时怪人突然一声暴火如沙宇 善沙宇只感觉心神一荡大门空 对方用的竟是声打绝技狮子吼 滚滚声浪如前唐大潮迎面洗来 善沙宇立时被震得倒飞而去 漫画作者的健康原因战神一度停更 如今时隔三个半月天破武将终于再度归来 时间太久我们先来做个简单的巨星回忆 先前善沙宇一怒之下灭掉南宫世家 皇甫军月借机发难提出要除掉战神 表面上是打着为南宫世家报仇的名义 实际上是展现他武龙盟主的雷霆手段 使武龙盟其他世家能替他安心卖命 从而能在铁武盟解散后谋求霸主之位 而无敌刀霸哲浩身也看出了这一点 北园退守草原铁武盟名屯世王解散在即 将来必然是天下三分的局势 虽然他先前答应过苏小胡不会介入此事 可如今大乱将起 比起未来的利益 那随口的承诺也就显得苍然而无力 于是他提出将扇鲨鱼关押到雷狱 带到英雄大会召开之际公开神力 相当于将热度暂时压下 破了皇甫军阅借机立威的算计 全胜还有其他谋划 故而对此也并未坚持 而另一位大佬云叶子 在此番博弈中罕见的没什么存在的 实则是因为他早已身中兵临古毒的暗算 自身功力已然折损了三成 因此选择隐而不发静待援兵到来 于是刀霸哲浩身以血域为条件 请得救孙心切的铁霸与文贤道出手 擒拿战神 善沙宇则是将计救济 一来卖了铁霸一个人情 实则是为了寻找莫补于被囚定的假决 在此期间各方势力开始齐聚铁武盟 其中有隶属九重复的中南剑派两位高手 也有与五龙盟勾打连环的唐门门主 而善沙宇在雷狱之中也是奇遇连连 先是邂逅了唐门的八级技功震撼子 得知了一段关于生死双蝶的往日秘性 后又遇到一位被弯曲双目掉在半空的怪人 怪人误以为善沙宇是残害自己的仇家 不由分说用出一记狮子吼将其振奋 回忆结束阵文开始 接眼前闻战神归来 善沙宇被一记狮子吼先飞树长 重重撞在身后的墙壁之上 这位战神只感觉体内一阵气血翻腾 牙关紧咬之下鲜血还是沿着嘴角一扑 撞在墙壁上的反弹之力将他弹飞仗 善沙宇连忙单膝跪地稳住身形 抬手势去嘴角血迹的同时打量着那位怪人 对方容貌近毁双眼被弯弹不仁苦 细看之下善沙宇更是大惊失色 只见一条铁链自怪人的天柱血掩掌而出 八脉交汇之一的公孙血也被铁链封住 双手不但被气息砍断 肘部的曲池血也同样被铁链贯穿 显然是那位仇家对这位怪人万分忌惮 竟是用铁链封住了此人的周深大雪 然而即使如此之怪人还有这般恐怖的战略 这不禁让善沙宇也心神震荡痛苦缩紧 正在此时怪人又发出一阵圣人的怪笑 铁鱼 我一直在等你回来 即使我被你封住了周深大雪 许你狗命还是戳出眼语 严霸怪人不带对方回话令人出了狮子 滔滔声浪如前唐大潮扑面而来 善沙宇紧舞双耳还是觉得头胀欲裂 对方显然已经失去理智 如此下去自己定会死在此处 漠然间他偷眼看到四周的墙壁星下里 原来这里与其他的牢房不同 四周不是石壁而是铺满铁板 想来是关押者为了防止怪人逃脱煞费苦心 不曾想去被怪人阴蔽质疑 利用声浪反射共鸣增强了狮子吼的威力 想通此中关节善沙宇也按下了心头恐惧 他放下捂住双耳的手掌 耳中立誓有鲜血流出 这位战神此时也不禁战意薄伐 但见他沉身弯腰气罐丹田 他的钢筋被他运抵右掌之上 善沙宇一声轻贺右掌悍然退出 一道澎湃的掌力直奔怪人奔勇而去 怪人面带一丝讥讽正欲出言嘲笑 却感知到那股掌力陡然变响 竟是直奔贯穿他身体的锁链喜去 显然是想以此来震散他皮内争气 怪人发出一阵冷笑不屑开口 渝月 你还真是会耍小疯 严霸他猛然间舌战滚雷又是一记声打用的 竟是凭借阴朗生生将那道掌力空碎 善沙宇见状也不经心中赞叹 此人若是全胜状态露死谁手又未可知 但此时你死我活之际也隆固得他心慈手忍 善沙宇左手一指骤然点出 个然是效仿万木威的绝技一指破天 一道刚猛的指力如雷霆过境射向怪人 怪人在享用出狮子吼抵挡女人不及 历时被那道澎湃的指力吞声贯穿 激荡的尽力没入怪人体内肆虐清晰 就连锁住他的那些锁链也会几个寸从中 怪人发出一阵让人头皮发麻的力声惨掉 牢房内足足过了半晌才渐渐归于平静 怪人躺在地上气弱油丝满是不甘 果然到死也没能向五月报仇 善沙宇面露不忍轻声解释 我不是五月 你到底是谁 那个五月为何如此对你 冰死之际怪人奇迹般地恢复了理智 他对善沙宇轻声说出了自己的眼睛 听在善沙宇耳中却仿佛晴天霹雳 直到怪人没了呼吸 善沙宇仍旧呆呆地助理原地 他仔细打量怪人的脸性 发现与那人却有几分相似 饶使他经历许多此事也是没了主意 如果怪人所言不假 那整个江湖都将陷入一场大乱 与此同时 玄武千和徐文卫来到了九重处 看着云叶子亲自书写的笔 玄武千感慨出声 用剑来神张正义 云叶子是真正的剑人 如果师伯也在江湖上倾家走 现今的声望也不遑多让 玄武千骗了对方一言语带声音 臭小子 连你也希望我成名吗 师伯多心了 我可不是为了名声才侍奉师伯祖了 就在一老一哨插科打混之际 玄武千的目光突然微微一鸣 我还以为你最近忙着英雄大会 没时间来接我这个老头子呢 就算再忙 数十年的知己兼对手到访 我终归不能坐等 正是九重处的辅主云叶子亲自前来相迎 两位老友对望两久云叶子才抬探出声 武千 好久不见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让人安心 玄武千开口则是别有声音 我还是原来的样子 你是不是就得另说了 此时徐文卫也连忙抱拳行李 表示得见梅花剑圣三生有幸 而他的内心却远没有表面那般平静 眼前这位剑圣与自家世伯的气质截然不同 宛如一柄出鞘利剑锋芒射人 以他目前的境界根本看不出对方深情 想到此处徐文卫不禁自嘲一下 自己要走的路果然还要很长 云叶子注视了对方片刻出言赞谈 这就是中南剑派未来的掌门人选了 不愧有苍龙之称 玄武千文言当即谦虚了一番 表示云叶子带来的徒弟更加出色 此时跟来的正是云叶子的大徒弟林去云 江湖人送绰号铁剑三步 更是被誉为三雄之首 所谓铁剑三步是指他三步之内便能避敌 这让林去云出入江湖便闯下响亮的名头 太早成名的孩子大多都有一颗傲慢之心 我这个徒弟也没能免俗 将来能走多远还得看他的造化 玄武千对此不置可否 转而吩咐徐文卫与去灵云在此交流一二 随即便同云叶子一路朝政见殿内走去 望着两位长辈的身影渐行渐运 去灵云也上前与徐文卫攀谈起来 眼前这位中南苍龙名气吻牙三雄三花 去灵云言语之中虽然客套 但一双眼眸却明显带着骨子 这位华山派大弟子悠悠开口 在下可是想见徐兄很久了 却说另一边云叶子将如今的局势如实到来 这位辅主的言语之中不乏忧虑 表示铁武盟解散后天下三分 北元很有可能趁此机会死亡复燃 玄武千赞同老友的担忧却也有自己的相反 表示铁武盟既然已经貌合神力不如扑而厚利 如果北元借机南下再成立一个新的抗原联盟 说到此处这位间歇目光闪动画风一转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要瞒着我 看起来像是中毒了 此话一出云叶子不由地渗出一滴冷汗 他瞒过众人却还是被这位老友看出端子 于是便将自己遭受兵临补毒的暗算如实道 玄武千听罢悠悠一谈 多半是皇甫军月搞的鬼吧 当初多善良的一个小家伙 总是自嘲他长得像个猴子 怎么就变成了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呢 云叶子文言也是愧然一谈 他确实变了 从他杀了唐门门主那天开始 我们所认识的皇甫军月就消失了 他这次召开英雄大会 说不定还有什么我们没看出来的图谋 我只希望他不要把整个中原影像毁灭 相比起两位老友的淡然谈心 两位小辈的交谈已经隐隐有了 徐凌云盯着徐文卫的背影不音不扬 听说徐兄不理江湖事 如今看来也不尽然 徐文卫邪逆了对方一眼针锋相对 林少侠九居华山这次不也是来凑着了 在下今后要领导九通 自然要借此机会与诸位前辈结实一番 徐文卫文言不由地泛起一丝倾笑 云府主现在还没有退位让贤的打算 林少侠有些言之过早 林居云听罢却是意味深长地表示岁月不饶人 继而他话锋一转将矛头指向了韩素 韩素身为中南剑派的弟子 却跟那个杀人如麻的战神称兄道弟 徐兄难道也不出面管管 不曾想徐文卫的态度却是出人意料的强硬 关于战神我所听到的也不过只是江湖传闻 是真是假还不得而知 但韩素那孩子我自幼看着长大升起重量 他所看中的人定然不是大奸大恶之人 说到此处徐文卫一字一对 会一万不讲 我们中南剑派的弟子还轮不到旁人说三道四 此话一出去零云顿时被噎的哑口不咽 信心地表示等到英雄大会自见分析 而与此同时又有两人抵达了铁舞梦 站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老和尚与带感感 英雄大会在即 铁舞梦果然热闹了许多 一旁的壮汉文言不由地咧嘴行 你也不必太过激怒 我们只是来见人 不调遮掩的老和尚听把威威一正 询问对方去见何人 壮汉淡然一笑轻声回答 去见老朋友 老和尚双臂其断形容哭稿 不曾想却让中南剑仙都要忌惮三分 原来就在英雄大会即将召开之际 有两名神秘高手悄然抵达了铁舞梦 两人行至内城大门只见守卫森严 普通百姓诉说着各种理由祈求进城 负责城门守卫的葛中鹤却是一脸冷 葛中鹤正欲对属下驯滑 突然一阵沉闷的锁链声响然入耳中 葛中鹤顺着声音的方向回头望去 但见一名魁梧壮汉吃着脚缓步醒来 此人身形好似铁塔一般 脸缠纱布看不清相貌如何 囚结的肌肉上遍布疤痕着实苦 更让人心惊的是 壮汉手中铁链拖着的竟是一具棺材 壮汉竟只走到葛中鹤面前低头俯视 饶视这位狮子蒙长老也不由得冷汗之流 就在此时一道操卖的嗓音在他耳边响起 阿弥陀佛 葛中鹤这才回过神来看向身材瘦小的老子 见对方身穿僧衣明显是和尚的装扮 葛中鹤不敢怠慢连忙询问对方法号 贫僧自西域而来名幻塔达 闻听好友在此便想来见上一面 恳请施主行个方便 葛中鹤闻言心下烧安 询问对方可有英雄大会的请柬 塔达和尚表示自己只为防有并无情绪 葛中鹤听吧顿时眉头微重 稍作私损他还是肃然回举 铁武蒙英雄大会召开在此 无勤俭者不可进入内场 还请大师谅解 老和尚听到微微汗手表示理解 玄机请葛中鹤将他来访的消息代为通传 不知大师想要拜访的好友乃是何人 贫僧的好友名幻玄武剑 是中南剑派的太上长老 此言一出葛中鹤历史呆愣当场 他万没想到对方的好友便是那位中南剑仙 连忙吩咐手下前往中南剑派通 随即恭敬地邀请塔达和尚稍作等候 期间他连连致歉表示职责所在还请谅解 一双眼眸却是在偷偷地打量着那位壮汉 虽然壮汉被纱布缠脸看不清面容 可那一身精壮的肌肉一看便蕴含着凶猛的烈影 葛中鹤不由地偷偷咽了口破目 确认对方是自己惹不起的存在 老和尚仿佛是感知到了葛中鹤心中所想 出言安慰他不必在意那位壮汉 葛中鹤没想到老和尚纱布遮掩人如此敏锐 惊恶之于询问壮汉可是塔达和尚的弟子 老和尚听罢斟酌片刻缓缓开口 他并不是贫僧的弟子 只不过与贫僧有些远返 故而一路同行 葛中鹤听罢不由地面露一火 询问两人缘起何处 塔达和尚微微叹息 表示乃是十年前的陈年往事了 说罢念了生佛号也不再过多解释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的九重谷中 云叶子已然与玄武千商谈结束 这位剑圣一边目送着玄武千二人离去 一边询问身边的大徒弟与徐文卫交谈如 林屈云口中表示对方有很多值得学习的 心中对徐文卫却是有着另一番姑娘 这位中南苍龙表面铅和实则锋芒内藏 心性之坚定绝不会任他人摆 这个中南剑派的徐文卫绝对不是一语之辈 玄机他想到两人方才不算友好的对话嘴角上扬 待到英雄大会之日 希望你不会后悔今日之言 仿佛是感知到林屈云注视的目光 徐文卫也停下脚步回头望去 铁剑三步林屈云 此人野心甚大 以后该多加注意 玄武千瞥了这位诗之一眼意味深长 文卫 你的心乱了 可是发生了何事 这位中南苍龙笑容温和表示一切如常 倒是师伯祖的脸色比我更难看 是有什么心事吗 玄武千并未接话而是语中心肠 文卫 事事如手掌两面 看似相近实则完全不同 联系之前林屈云所言徐文卫淡然开口 世间的人和是都有两面性 老夫曾经有一位好友 玄武千话未说完 只见一位中南剑派的弟子飞奔而止 等待对方气息烧 这位剑仙询问如此急切所未何事 程周展联盟将内城大门之事如是禀报 听说有老友来访玄武千先是微微一者 进而追问对方姓李 带到知晓来者和人后玄武千脸色周边 一滴冷汗不自觉地从病脚滑落 而此时在另一边的内城大门座 虽然铁塔壮汉一直安静助力在老和尚身侧 但浑身上下散发出的那股威势却掩甘 一众铁武蒙守卫只感觉如芒在北 低声埋怨葛中赫小题大作不如直接放行 不曾想却是被对方听到又惹来一顿训斥 一旁耐心等待的塔达和尚一声叹息 是贫僧给诸位施主添麻烦了 话音刚落他的耳朵突然微微一动 心是敏锐地捕捉到远处 飞不而来 来自正是他等候已久的那位中南剑仙 老和尚自言自语缓缓起身 身旁的铁塔壮汉始终一言不发静静注意 葛中赫剑老和尚突然起身面带不紧 表示中南剑派离此稍远上虚时间 塔达和尚却是连声道谢表示老有已知 言霸他面向城内抬头望天 只见玄武谦已然非略至城门上空 竟是凭借着雄魂的真气支撑欲空而立 这位中南剑仙此时满脸的不可思议 静默了半赏才轻声询问 我们已经有十多年不曾相见了吧 塔达和尚微微汗手行了一礼 表示确实如此 玄武谦身形一闪 已如苍蝇促冲略至近前 带道稳住身形这位剑仙羽带调侃 你不是最讨厌这种分杂的地方 怎么会来此处寻我 这十多年没有任何消息 突然出现着实令人惊诧 这是余年贫僧一直在各处游历 听说此地要举办英雄大会 料想你应该会在这里 想着临死前应该见你一面 玄武谦听罢嘴角翘起微微一想 凭你的修为再活个几十年不是问题 何来意思 老和尚表示事实无常 未来的事情谁也说不住 玄武谦听罢一声长叹 似是感慨过多 可随即这位剑仙眼神一灵语气转了 你该不会是为了找死而来吧 你还当我是唯一的朋友吗 塔达和尚听罢微微一阵 询问对方何出此言 你瞒得过旁人却瞒不过我 你身后之人并非活人乃是不死魔师 说到此处玄武谦额头清惊抱起虚发戒章 我当初因为你的缘故承诺不在拔剑 你却违背承诺还带着不死魔师来到我面前 看来你是打算死在我的手里 这位剑仙周身剑气骨当宛如一笔绝势力解 那我就成全你亲手送你一程 场中情况骤遍让一旁的葛中贺早已呆愣当场 而一只沉默不语的壮汉却突然冷哼一手 只见他右脚猛一蹬地借力朝前跨出一步 一声怒吼 竟是将百余金的棺材扔向玄武谦 轻聚交加的葛中贺此时才回过神来 想起自己的职责 这位狮子蒙长老猛一挥笔 高声呼喊表示不论何人在此闹事一律能下 此言一出历史有急促的脚步声在周高四起 敦服在各处的守卫顺兵围拢来张弓搭建 口中召喊遵命的同时瞄准了内城门口 只待葛中贺一声令下便射杀闹事之人 塔达和尚见此情形微微叹息 老朋友 你因为误会而产生了杀意 这孩子感受到杀气才险些失控 研制此处老和尚遮掩的纱布竟是自行脱落 煞世间周遭的空间竟仿佛凝固了一半 塔达和尚缓缓前行嗓音一尘 老伙计 我理解你的痛苦和悲伤 对此我也深感内疚 但这属实是个误会 我们可否静下来好好地谈一谈 被密宗高僧双臂齐断眼罩纱布 可认谁也想不到他的修为竟如此口 举手投足之间便将两位高手轻易揽下 就连数十张外的铁武蒙守卫也被禁锢当场 一个个保持着晚宫搭建的姿势却呆若迷复 玄武谦环顾四周顿时心头大振 这一方时空此时竟如同静止一般 仿佛是隔离了大千世界自成天地 拦下两人后塔达和尚淡然开口 此数名幻插那乾坤 只是最大程度上放慢了时间的流逝 岁月无情又有谁能真正地让时间停止 姑且当作是贫僧施展的一个小把戏吧 此言一出历史让玄武谦回忆起了往昔岁月 这位中南剑仙怒从兴起立生训斥 你当年可是讨伐那些邪僧的先锋 怎么如今也迷恋上了此等邪术 老有误会贫僧了 此术并非邪术 贫僧也并未迷恋 当年祖师创下此术本意是用作修行 不曾想千百年后却被那些逆徒用来为非作戴 玄武谦听罢神色稍缓却还是冷哼一声 现在可不是你修炼的时候 塔达和尚听罢微微叹息 双目之中开始不断有真气勇处 片刻后竟是凝聚成一双如有实质的手臂 在此空间中失术者可以控制时空 甚至可以创造出本来没有的事物 贫僧用此尽数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只因那孩子并非是你想象的那般 那孩子毫无生气摆明了就是不死罗师 他的 你莫不是以为我破不掉你这刹那乾坤 老和尚双目神光翼 一边维持着秘术施展一边淡然开口 若是皇甫君悦在此说不定会被贫僧所困 可你心存善念见心通明 区区秘术自然困不住你 其实凭借你的实力早已察觉到这孩子的气息 如果方才你一线身便用出你的太乙神剑 这孩子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便会被你一见斩灭 和你却没有选择对他果断出手 而是非要站在这孩子面前展现出滔天杀意 想必你也看出这孩子与不死模式有所不同吧 经过老和尚的一波商业吹跑 这位中南剑仙已然压下武器 询问那名壮汉到底是何来历 塔达和尚当即将之前的经历威威道来 十多年前他与玄武谦分别后一路向东游离 在塞北苦寒之地的一处悬崖下发现了壮汉 当时对方全身骨骼尽碎经脉阶段 明显是被人重伤后又跌落悬崖 感受到对方一息尚存 塔达和尚惊讶之于心中难免泛起悲凉 在他看来此人一无可疑必死无疑 可当他念诵完超度经文准备就此离开自己 老和尚突然感觉到身下一景 那名壮汉不知何时竟是死死拽住了他的僧意 塔达和尚心头一颤不由地回头看向壮汉 只见那名壮汉正奋力地抬起头望向自己 当时那孩子的眼神仿佛在对我诉说 不论成数多么大的痛苦他一定要活下去 玄武谦听完前因后果心下了然 所以你把他练成不死魔师是为了救他 非烟 这孩子并非是不死魔师 贫僧只是对他用了反施术 塔达和尚话未说完突然一变狗声 原本被禁住在原地的壮汉突然一声暴露 玄武谦见状力士吐槽 你不是说此数连皇府军月都能困住吗 此子天赋异禀与旁人不同 贫僧此数也只能暂时压制住他 连把塔达和尚真气凝聚的右掌探出 随而闪身上前在壮汉的面门轻轻一晃 可怜的孩子 此地并没有威胁你的存在 伴随着老和尚的轻轻安抚 壮汉暴力的气息渐渐消散重归安静 玄武谦看到这一幕也终于明白 老友施展出秘术实际上是为了控制壮汉 待到塔达和尚安抚好壮汉 这位中南剑先询问起何违反施术 此数原本是为了保存高僧灭盘后的尸身 千百年来随着对人体结构的越发了解 逐渐发展成了一种救人性命的术法 当初我也只是尽力一世 能活下来全靠这孩子顽强的意志 想来是这世上还有什么留恋之称着他 但反施术的副作用已然让他精神混乱 现在连他自己是谁都记不得了 说到此处塔达和尚的气息有些紊乱 老朋友 已经解释清楚了我可否撤掉术法 即使是我也很难长时间维持这种状态 玄武谦轻哼一声算是接受了这个提议 塔达和尚凝聚的手臂屈指轻弹 伴随着一声脆响 四周的念力开始渐渐消散 周围的时空也开始恢复正常流转 一旁的葛中赫怒吼一声正准备命属下动手 塔达和尚直言此间误会已然解决 无必大动干戈 见葛中赫仍然不为所动玄武谦探出头来 老夫与好友多年未见 开个玩笑而已 各位就此退去吧 在场众人不由的面面相去心中复复 你是见些你了不起 各位精神股东大家好 本来应该是两周能凑够一几 但恰逢元旦家紧 太刀想了想还是把最新一话做了出来 2023年谈指已过 2024年未来可期 无论过去的一年是好是坏 咱们皆是江湖儿女切莫介怀 正所谓过境千番人有梦 眉目青阳是少年 太刀在此祝大家 去年千班皆如愿 今年万事定称心 各位少侠大侠老侠元旦快乐 江湖路远咱们下集再见 被老者修为今生被尊为三罢之一 性情乖利让众多武林人士望而生畏 就是这样一位绝顶高福 如今却甘愿成为一名柔弱女子的故 就在塔达河上阻拦玄武迁对壮汉出手的时候 陪在苏小胡身侧的宇文贤道 瞬间捕捉到城门处有两股空天杀气 其中一股气息他颇为熟悉 正是那位中南剑仙 而另一股气息却让这位铁巴百思不及 那是一种既不属于活人 也不属于死人的气息 鲁丝无果后这位铁巴的眉头逐渐皱紧 他知晓中南剑仙曾历史不再把剑 如今能让玄武迁几乎要违背誓言 说明对方也绝非一语之辈 身旁的苏小胡不会半点武功 倘若无端被卷入其中只怕安危难遏 念及此处宇文贤道温声劝慰 苏小姐 现今大天商团颇受主目 如此招摇过是只怕不妥 咱们还是回去的好 苏小胡却是面色如常道出了远远 直言正是因为大天商团风雨飘摇 他身为少主更应该多在外界露面 以此来打消属下们的焦虑与不安 说到此处这位富甲天下的少女奄然一笑 前辈就当作是陪孙女一起游玩了 面对巧笑倩息的少女语文贤道也颇为无奈 海滩自己当初答应战神还是太过草率 前辈莫要苦着脸了 为表谢意 晚辈请您尝尝洞庭亭茶君山银针 说话间两人来至一处雅境茶楼 听着苏小胡侃侃介绍茶牙为何会三起三落 语文贤道心中竟是对面前的少女有些佩服 战神背情毫无疑问将大天商团推到风口浪尽 而这位少主不但没有丝毫的惊慌失从 反而主动在城内现身以此来安抚手下 这股山崩于前面不改色的气度着实不反 同时他也明白苏小胡这般与他紧紧 多半是想从他口中了解黄虎君悦 只盼着对方尽快问完后返回大天商团 此时两位茶客的低语让他额头青睛凸起 老夫少妻的言论令这位铁巴隐隐动了杀星 察觉到对方的异样 苏小胡柔声询问发生了何事 语文贤道却是直接开门见山 苏小姐如果想了解黄虎君悦不妨直说 只不过大天商团的情报能力仅次于丐帮 老夫所知晓的想必你也早已知道 见对方如此爽利苏小胡也不再绕圈子 直言自己确实搜集了不少情报 但大部分都是人尽皆知的内容 他想了解更多顾为人知的消息 例如黄虎君悦的性格或是习惯 语文贤道听罢微微沉吟 斟酌了半嗓才缓缓开口 我之前接触的黄虎君悦颇为温顺善良 文听此言苏小胡的表情明显一正 一双美眸之中满是震惊 语文贤道楷叹一声雨带唏嘘 我也知道你很难相信 但事实就是如此 当时的黄虎世家可谓是人才极其 而黄虎君悦则是最闪耀的那颗星 他不但武功高强更是侠肝一胆 在对抗援朝的战争中鞠躬之位 故而在第一次英雄大会时 七十二位高手一致推举他作为铁武盟的首领之一 哪怕是九重府和狮子盟也无一人反对 说到此处语文贤道放下茶杯微微一顿 可不知为何有一段时间他突然消失了 回来后就性情大变 根据语文贤道的讲述 当时黄虎君悦消失的非常突然 江湖上甚至流传着黄虎君悦已然生死的消息 后来又有传闻称他是独自一人去了北方游历 具体为何而去众人不得而知 但黄虎君悦的消失却让五龙盟群龙无所 又恰逢四川唐门和慕容世家都申请加入五龙盟 故而南宫世家牵头召集了诸葛世家与河北同家 名义上是讨论五龙盟最后一个空缺 由哪一方势力加入 实际上却是想借此机会将黄虎君悦拉下盟主之位 进而连同将黄虎世家从五龙盟除名 会议期间唐门门主率先发难 痛斥黄虎君悦在位期间软弱无能 以致五龙盟时常遭受九重俯和狮子盟的打压 一番慷慨陈词过后这位门主话风一转 率先表态支持南宫武镜担任新盟主之位 早已达成默契的南宫武镜假意推诿 随即表示为了五龙盟的发展壮大 他也只好免为其难担此重任 但他们却不知黄虎君悦恰在此时已返回忠语 还找到了他们秘密会面的地理 就在南宫武镜顺势提出将黄虎世家除名的时候 这位全盛已是无声无息助力在房门之外 听着里面的讨论之声黄虎君悦微冷笑 接耳掌中尽力猛然意图公开大门 这位全盛面色阴沉冷声开口 各位 这般去世为何要将在下排除在外 唐门门主顿时冷汗直流看向南宫武镜 这位南宫世家的家主却是处便不敌 他猛然间拍案起身声色俱力 先是痛斥黄虎君悦这段时间不告而言 让五龙盟人心惶惶陷入大乱 又隶属黄虎君悦在位期间毫无作为 以致五龙盟在三大势力中实力最弱 说到最后更是直接开始人身攻击 指责黄虎君悦心心作态假人假意 连几图暗杀你的刺客都能随意放过 你将我们五龙盟的威信置于何地 见有人撑腰堂门门主瞬间感觉自己又醒了 凑上前去指着黄虎君悦大放厥词 我们新的五龙盟不需要你这种难消 识相的话你就很快 不曾讲他话未说完头颅竟是瞬间炸裂 确然是黄虎君悦陡然出手一场将他立地当场 这位全盛咧嘴一笑森然开口 你们说的对黄虎君悦就是个懦夫 言霸这位全盛直接动手毫不留情 其余众多高手竟无人使他一和之家 短短树息之间此地已是一片废墟 黄虎君悦站在断瓦残垣之中 看也不看奄奄一息的众人冷冷开口 今后由我继续担任蒙古之位 我话讲完谁赞成谁反对 这小女孩出身贫寒却质迹无双 虽然他自己没有半点武艺放身 却凭借其聪慧在三大势力间游刃有骨 就是这样一位心有惊雷 却能面如平湖的骑女子 如今却因为曾经的一桩江湖隐秘神色大脸 听闻黄虎君悦当初竟然一掌击毙唐门门主 要是苏小胡少年老成也是惊得拍案起身 大天商团搜罗情报的能力仅次于拜邦 但唐门门主生死的消息他却从未听说 似是看出了苏小胡的心中疑惑 宇文贤道义有所指的出言解释 经历那番变故的所有人都保持了沉默 哪怕是如今的唐门门主唐门宽 他也对自己父亲的死会莫如深 苏小胡听罢瞠目结舌却仍不肯相信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就算唐门宽再怎么惧怕全盛的威势 倘若将此事公之于众 也可借九重府和狮子盟弹压皇府军院 宇文贤道神色如常淡然开口 苏小姐 你莫不是真的以为九重府和狮子盟不知此事 说到此处这位铁坝目光悠悠言语细许 这便是江湖 为了自身利益 莫说什么功礼道义 便是亲生父亲又当如何 原来当日皇府军月以雷霆手段压服众人红 首先便是对图谋篡位的南宫世家发难 这位全盛助力在废墟之中如沙神将士 则令南宫武进余生不得踏入铁武门半 南宫武进 你也一把言计 以后江湖上的事还是别参与了 老老实实地待在安徽老家一养天年 我便对你今日的以下犯上既往不救 倘若你仍贼心不死 本座也不介意将你们南宫世家连根铲 这种变相软劲让南宫武进嘴唇颤抖 他不自觉地捏紧拳头却不敢出烟饭 不曾想皇府军月物资不肯罢休 表示今日之事倘若传扬出去半局 同样会让南宫世家鸡犬不留 面对这种惊呼蛮不讲理的要求 南宫武进猴头滚动却依旧没敢变博 副寿的身躯因为愤怒和屈辱轻轻颤抖 最终这位老狐狸还是强自隐忍下来 对皇府军月苛刻地要求功声应孕 可亲眼怒赌父亲惨死的唐文宽却不肯就范 表示只要自己不死定将今日之事宣扬出去 届时请九重府和狮子盟一并主持公道 皇府军月微微一笑也不恼怒 此话一出唐文宽同苦奏所 一道灵光在他脑海中一傻 你若肯臣服于我 本座不但会帮你做稳门主之位 还准许唐文加入五龙盟 今后五龙盟在四川的江湖势力任你调 倘若你执意要为父亲报仇选 本座也只好费力送你一程 此中厉害你自己衡量 恩威病师的一番敲打让唐文宽心神俱颤 一面是亲生父亲的血海深仇 另一面是自己余生的荣华富贵 唐文宽缓步上前拾起父亲手中的念中 他突然愤怒竟消咧嘴一笑露出森森白牙 自家父亲既然已经命丧黄泉 为一个死人再搭上自身性命何其不止 看见对方如风似魔的神情 黄斧军月得意一笑 这位权胜不再多言转身变主 身后的唐文宽极尽惨媚高呼盟主万岁 而南宫武镜则是盯着对方的背影眼神愿怒 这位家主心中发誓今日之辱 定当百倍奉管 了解完整个事件后苏小胡思绪飞转 将此前的诸多信息联系起来心下明雾 黄斧军月曾经突然消失去往北方游历 而天穷道人万木威曾在北方败于神秘高手 命玄一线之间恰好又被黄斧军月损救 三者看似毫无关联 但时间和地点却偏偏如此巧合 再加上红武魁搜集到的关于黄斧世家的情报 苏小胡心中已然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但此事关系甚大 若无确凿证据只怕是火中取利反伤即是 眼见少女的表情一变再变 宇文贤道不由地出言询问 苏小胡却是神色凝重缓缓摇头 表示有要事处理须即刻返回大天商团 宇文贤道文言不由地长须一口气 自己总算没有白费一番唇事 苏小胡满腹心事走下茶楼 宇文贤道一步一驱跟在其身后 期间这位铁巴的目光突然微微一鸣 正是苏小胡腰间的那枚生死双叠吸引了他的注意 此物乍看之下平平无奇 仔细观察后他却瞧出了些许能道 倘若灌注内力于其中竟是一件防身力气 面对此等巧夺天功之物 饶氏这位铁巴性子淡薄也不禁开口询问此物来临 苏小胡尚不知晓此中玄机 直言乃是善杀与送给自己的一件领 言罢少女便要静止转身走出茶楼 不曾想却被一位铁塔般的壮汉堵住门口 少女被两米高的壮汉拦住去路 饶氏苏小胡平日里在如何阵地 面对铁塔般的汉子此时也不禁变了脸色 虽然他生于塞北身形高挑 但在此人面前却宛如南方小土豆 随行而来的塔达和尚历时温言宽慰 姑娘不必惊慌 我等并非待人 一旁的玄武谦则是出声埋怨 表示早就该听他的绕路而行 跟在苏小胡身后的宇文贤道冷哼出声 我说怎么有一股臭道士的味道 这不是中南剑派的太上长老吗 玄武谦文言也不落下风出言反击 我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宇文贤道你这个老不死的 一旁的苏小胡听到二人的对话心中震惊 他没想到面前这位其貌不扬的老者 竟是中南剑仙 而负责保护自己的宇文贤道 显然与对方颇为熟人 一位是一正义邪行事 全凭个人喜悟的礼拜 一位是出声名门正派 与剑圣齐名的中南剑仙 苏小胡万没料到 这两个性格完全迥异的老者 竟然如同老友一方 一番唇枪舌剑过后 宇文贤道注意到了那名壮汉 这位铁巴的双眼微微 眯起雨带明目 我说老道士怎么发那么大的脾气 原来是因为这么个家伙 严霸他看向塔达和尚勇气转朗 老道士就算得了失心疯 也不会干出这种事 想必是你的手段吧 说到此处这位铁巴苍梅倒数 密宗的和尚跟中南剑派的道士混在一起 还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塔达和尚并未恼怒 而是送了生佛号 得见铁巴实乃三生有幸 贫僧自西域而来只为寻访故交 听到密宗二字苏小胡的同孔微微一锁 西域密宗其总体实力堪比中原少林 虽然红黄之争过后其实力有所衰竭 但曾对中原虎视眈眈的西域密宗 一直是中原武林的禁忌闲有人体 宇文贤道听罢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你带着这么个不死不活的东西来到铁武盟 天天又是在英雄大会即将召开之际 寻访故有这个借口老夫是不太相信 见两人火药味越来越浓 玄武签连忙调主 表示塔达和尚十几年前就与密宗划清界限 近日来此的确只是为了探访自己 最好如此 倘若他想用那句死尸搅风搅雨 得先过了老夫这一关 见对方没有揪住不放玄武签赶紧转移话题 询问堂堂铁坝为何会给个小姑娘充当护文 宇文贤道似是鱼怒为肖冷哼一声未作回忆 苏小胡见状连忙打起原场 介绍自己过后又向玄武签几人见 眼见少女落落大方言语之中不卑不亢 玄武签暗赞此子不凡也收起了轻视之心 这位中男剑仙本就不是高高在上的座牌 再加上苏小胡心思玲珑 几番交谈过后双方已是相谈甚欢 期间玄武签询问苏小胡想不想换个剑仙当护卫 后者奄然一笑蜿蜒谢绝 而后苏小胡更是颇有眼色率先告辞一曲 宇文贤道表示自己不会耽误太久随后就来 看着少女渐行渐远的背影玄武签语带感慨 真是个不错的丫头 怪不得能让性情乖张的铁坝干心来做护卫 说到此处这位剑仙突然话风一转 不知这丫头可曾婚配 如若没有我倒是有过合适的人选 徐文贵那小子除了性格冷淡 其他方面倒也勉强配得上他 宇文贤道听罢邪逆了老友一言与他细讯 你是说那位中男苍龙吗 如果你不想中男剑派未来的掌门生死盗销 我劝你早点打消这个念头 那丫头是战神的人 宇文听此言玄武签的一双老眼瞬间瞪眼 战神的人 那他岂不就是大天商团的少主 独策你看他妖间的那枚蝴蝶配饰 那便是战神送给他的礼物 此物极其精巧 在我看来甚至强过四川唐门的漫天花雨 战神能将这么贵重的东西送给他防身 足见此女在他心中地位之中 玄武签文言面带不及 既然他由此物傍身 你又何必亲密其为首在他身旁 宇文贤道默然不予半少无言 原来他之所以如此尽心尽力保护苏小子 除了因为答应过战神 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与扇杀宇做了一桩交易 相信前辈也知晓血雨无法跟置八级绝魂脉脉 在下不猜 锁链的天破神功对于皆经絮脉无往不利 待到英雄大会结束 前辈不妨将孙子带来 我有把握将其彻底跟置 宇文贤道注视着面前的青年将信将疑 你有几成把握 善杀与目光淡然言语之中自信满满 天破武将千年以来未尝一败 杀人救人皆是如此 回忆到此处这位铁坝咧嘴一笑 对玄武签丢下一句你不必知晓 严霸宇文贤道足坚点地腾身跃起 双手复后飘然踏空而去 失业 冷月悬空静静宁 相思九九谷连经 苏小胡呆呆助力于厅堂之中思绪长阳 善杀与临行前将那枚蝴蝶饰品交于他手 心上人的音音叮嘱游在耳畔 倘若我被关押进雷狱之中 五龙盟说不定会对大天商团下手 虽然宇文贤道答应我护你周全 但我总归放心不下 说到此处少年温和一笑恰似春风 你且将此物随身佩戴 如若陷入险境说不定会保你平安 一番软语只听的苏小胡芳心荡漾 秋水明眸之中再无他人 这位大天商团的少主遥望明月南南低语 哥哥你还好吗 我好想你 却说洞庭胡下百丈深的幽暗雷狱之中 一老一少正隔着木炸般轻声交谈 老者活动了一下伤痕累累的双手哀声叹气 表示遭此无望之灾只怕命不久 同样岛经折磨的青年却是充满希望 此人正是第十一集打过酱油的莫俊熙 乃是铁马镖局莫补鱼的家庭 老者尽力睁开昏溃的双眼长长一谈 你说我们只是运送货物而已 乌龙盟何至于如此为难我们一个小小的镖局 我相信可能这其中有什么误会 带到误会解除应该就会放我了 只是不知大哥现在如何了 被带走了那么久也没有个消息 莫俊熙话音为洛只听的一声轰隆俱响 一股霸道的钢劲破开石壁在牢房中激荡布 待到尘埃散去只见一道身影出现在石壁之后 看清来人相貌莫俊熙满脸震惊声音颤唬 善大侠你怎么会在这里 来者正是天破武将善杀鱼 而此时距离英雄大会只剩五天时间 这五龙盟的雷狱之主心狠手辣 却连战神在他手中都要挨个嘴巴 而这样一位煞星今日却变得方向大乱 只因有人竟同守卫森严的雷狱中跃狱 就在刚刚 两名狱卒正抱怨着在雷狱之中四处寻查 反正最终也是宰了那小子 何必多此一举召开什么英雄大会 你少说两句吧 总之就剩五天时间了 我们只管听命行事 就在两人交谈之际 一道身影手扶墙壁亮亮呛呛地走过来 两名狱卒借着昏暗的灯光仔细观瞧 来者正是雷狱之主沙天威 他此时手中还拎着一个酒坛身形摇晃 脸上的驼红表明这位狱主已是醉意朦胧 见对方摇摇晃晃 奔着扇沙宇的牢笼方向挪去 两名属下连忙询问沙天威意欲何为 我还能干什么 自然是去跟咱们这位战神好好亲近亲近 其中一名属下当即出言劝队 表示之前皇甫军月曾有命名 禁止他在接近扇沙宇 沙天威却是不管不顾禁止 走到扇沙宇的牢笼前 可牢门大开的笼中早已空无一人 这位雷狱之主的酒意瞬间惊得消失不见 紧接着他的瞳孔骤然收缩血气上瘾 而此时两位属下还没意识到出了问题 其中一人更是作死地按住沙天威的肩膀 大哥 盟主有力我们也没办法 还请您离开此处 别让我们兄弟难做 却见沙天威额头青筋抱起 一双眼眸如同责人而逝的恶狼闪烁熏光 你们就是这样执行盟主的命令吗 既然难做那就别做了 言罢他闪电般地探出左手 一把紧紧锁住那名属下的咽喉 旋即单手将对方举过头顶冷声询问 说 那个战神如今人在何处 属下被锁住喉咙尖难开口 大 大哥 您喝醉了吧 战神不就关在笼子里吗 话音刚落沙天威突然抡起手中左盘 信雷不及掩而知是重重砸在属下头顶 后者痛呼一声跌倒在地 另一人上前搀扶的同事高声质问 大哥 有话好说 您这是为何 沙天威双手插腰用下巴指向牢笼 你们自己看 那就是你们严家看管的战神 被开了瓢的属下一开始还满脸纷纷 可当他看到空空如也的牢笼立时呆愣当场 紧接着一颗痘大的汗珠混着血水流淌出来 另一位属下也是一脸呆滞 雷狱成立至今还从无一人能逃脱束缚 此时沙天威生死力竭的怒吼将两人惊醒 还愣着干什么 立刻封锁雷搜捕战神 见同伴已经跑去部署 被开瓢的属下颤声开口 大哥 战神说不定已然逃离此处 咱们是不是先将此事禀报盟主 雷狱只有一个出口 且通往出口的道路遍布机关 战神被铁坝和盟主封了经脉 绝不可能轻易闯磨 那家伙一定还在雷狱之中 我要把他揪出来碎尸万短 而与此同时在雷狱的最底层 扇杀宇搀扶着伤势严重的莫俊熙缓缓前行 受伤烧轻的老者一不一驱跟在其身后 此时莫俊熙已然知晓莫骨鱼并无大碍 于是询问扇杀宇可有见到铁马镖局的齐人等 扇杀宇表示一路寻来并未发现活人踪迹 眼下只能先将二人送出雷狱 过后再找机会回来搭救旁人 说到此处他回头看向身后老者 老者 倘若你行动有碍不妨在此处稍等 我带莫俊熙出去后再回来接你如何 老者却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 表示自己宁死也不愿在此地多留一刻 随即他表示如果扇杀宇想对付五龙盟主 自己这把老骨头绝对可以派得上用场 见老者言辞恳恳 显然是在雷狱被折磨的武器 扇杀宇也就不再多言轻轻汗手 不多时三人走出廊道来至一片开阔广场 莫俊熙闻到一股娇臭的味道连忙眼封口 扇杀宇比一微动心中暗暗惊讶 他认出这正是尸体烧焦的味道 在路过一处深坑时他向下扫了一眼 果然看到坑底有众多焚烧过的尸身 这位战神的眉头轻轻皱起 看来铁马镖局的其余人等多半不必找 正在此时 扇杀宇的耳朵突然微微一动 一阵急促的钟声若有若无传到他耳中 随即纷乱的呼喊声在雷狱之中此起彼伏 快去禀报御主 静魔洞的守卫禁术毕命 盟主则令特别看管的犯人也已身死 并未发现战神踪迹 得到消息后的沙天威立刻做出判断 带着一众守卫直奔静魔洞下面的雷狱最底部 听着纷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扇杀宇停下脚步悠悠一喊 看来我们是被发现了 扇大侠 你别管我们了 自己赶快跑 扇杀宇却是不见任何慌张轻轻摇头 此地四周已然被完全封锁 本来以为能瞒住他们几天 如今看来是不能安静一切 话音为洛三人直听的身后传来一声怒吼 战神 怪不得盟主对你如此费心 雷狱有史以来你是第一个越狱成功 沙天威牙子欲猎森然开口 不过那又如何 你不还是要死在我手上 扇杀宇面色如常淡然一现 孙子 我正愁没地方找你呢 人在监牢之中被折磨了整整一个月 如今他重获自由是要让仇家血债血肠 就在扇杀宇轻烈地对沙天威放出狠话之后 一位属下顿感不安颤声开口 大哥 我感觉那家伙有些不对劲 他能悄无声息地逃出牢笼 而且进魔洞的守卫和那名特殊的犯人也都死 该不愧这家伙已经恢复功力了吧 沙天威心中虽然也是七上八下 但言语之中还是表现得颇为正敌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铁坝和盟主对他下了双重禁止 任谁也无法冲开两位绝顶高手封住的训练 虽然自家御主说得言之凿凿 但属下还是觉得有些坠坠不安 对方见到这么多追兵毫无拒责 那副泰然自若的表情根本不像伪装出来的模样 见属下依旧迟迟不敢动手 沙天威耐住性子缓缓开口 如果他真的恢复了武功 又何必忍受我们这么久的严信拷打 虽然江湖上都传扬他的武功如何通天彻底 但现在不过是强弩之末虚张声势吧 说到此处这位狱主咬牙切齿与调高考 但凡是尽了雷狱 不过是任凭我们宰割的鱼肉 难道你们会畏惧鱼肉吗 两名属下显然没有什么职场经验 历时被领导的大饼和鸡血充分头脑 两人一身怪叫手持钢刀直奔扇沙鱼扑掠而去 而原地不动的沙天威突然咧子一笑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两名属下吸引战神的注意力 此时一根一尺长的金针已被他悄悄扣在手中 只等扇沙鱼被两名属下的攻击牵扯住 他便突然出手施展截天断魂针刺入对方死去 却说两名属下以苍蝇扑吐之势略向扇沙鱼 两顶钢刀在半空中突然呈十字交叠在一起 伴随着一道尖锐的金属摩擦声响起 一股凌厉的刀器自两把钢刀上喷涌而出 两名属下此时额头上清净暴起 显然是已经用出了时程功力 这正是他们苦练数年的合击之术二刀一斩 也就在此时沙天威捕捉到了出手的机会 这位雷狱之主逐渐点地身形突然暴流而去 那根齿鱼长的金针在他掌中寒光刺射 正是沙天威赖以成名的截天断魂针法 而此时的扇沙鱼却依旧助力原地纹丝不动 只不过一双眼眸之中仿佛有两处幽蓝火苗闪烁跳动 这位战神目光森冷悠悠开口 沙天威这是你自己找死 此话一出这位雷狱之主猛然间瞳孔中所 他隐隐察觉到有些不对去不知危险何来 此时两名属下已经完全遮挡住了扇沙鱼的视线 即使这位战神洞察到了他黄雀在后的意图 他也有把握在对方做出反应前一记得手 但沙天威不知道的是 两名属下此时已经悄然发生了些许变化 两人虽然依旧叫嚷着要将善杀与碎尸万段 但两道细弱游丝的尽力却已偷偷没入他们的头颅之主 下一秒两名属下突然毫无征兆的挥刀反调 所展向的目标赫然是跟在他们身后的沙天威 突如其来的一变惊的这位雷狱之主目瞪口呆 速不及防之下立时被两人的合击之术斩在胸口 灵力的刀气如前唐大潮将沙天威先飞树长 这位雷狱之主一声惨叫胸口顿时鲜血狂勇 一众雷狱守卫的高声呼喊 沙天威无力地靠在墙壁上行躺过来 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弃绝身亡 这位雷狱之主看向善杀与满脸恐色 战神你为何要救我 有些事情还要问你 所以只能先吊住你的一口气 等我问完再死不迟 沙天威苦笑一声继而开口询问 那两个家伙为什么会突然对我动手 我的师们有一种秘法名为人魁秘术 在第46集中曾经讲过 人魁秘术不但可以控制他人的动脑 更可怕的地方在于 他还可以控制受数者的意识 现在你那两名属下的眼睛 除了他们自己和我 其余人在他们看来都是战神 他们杀光所有人后 我再让他们自行了断 这样也省得我多费力气 闻听此言沙天威一阵冷笑 江湖上传闻战神手段独辣 如今看来果然不假 善杀与面色如常反唇相机 比起你们对铁马镖局的所作所为 在下自认还是稍讯一筹 事到如今多说无意 你只需告诉我铁马镖局 其余人的存在 找到他们之后 我承诺给你个痛快 沙天威听罢咧嘴一笑 不如为意 我一个将死之人 又何必受你裹挟 再者你还是先想想 自己怎么活下去 雷鱼二十七层 一共有五处大路 那些机关可不是武功强横 就能闯过去的 而知道过关之法的 只有我跟蒙主 待我死后 你也只能留在此地给我陪葬 不曾想善杀与听后 却依旧满脸淡然 无妨 你自会告诉我出去之路 沙天威用看傻子一般的目光 看向对方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却见善杀与并未回答 而是缓缓探出左手 丝丝缕屡屡的真气 在他指尖欢快跃动 我相信你一定会的 你刚刚不是问我 什么是人魁秘书吗 现在我就让你亲自感受一下 言霸一道真气 在沙天威京剧的眼神中 飙射而来 此不到三十岁的年纪 却是满头白发 不同于白发魔女 为情所伤一夜白头 韩湘雅亲思静白 接音而识的一段苦难过往 她的父亲乃是 塞北第一高手修为通选 母亲则是江湖上 屈之可数的女子见贤 可本该有个幸福童年的她 却在五岁那年突遭变骨 其父在三十名 逍遥先进高手的围攻下 身受重重 其母也在一众仇敌的围杀下 香肖玉语 年仅五岁的韩湘雅 有幸逃过一劫 跟随家中一位侍女 逃往中原避难 却又阴差阳错 被慕容世家拐卖到黑伤手中 幸亏她聪慧一场 找了个机会逃出虎口 并被安徽寒家的家主 收作一女势如己出 但苦难似乎并不想放过 这位天赋卓绝的丁花 西域邪僧宗正 又在暗中悄悄盯上了她 准备将其练成 最完美的不死模式 就在善杀与在雷狱之中 大杀四方的同时 一道身影于夜色中 悄然来至一处偏僻地宫 此人正是效命于 皇甫军月的西域邪僧宗正 她与皇甫军月 曾达成秘密约定 留给宗正一句用以光复教派 而宗正之所以 会另外建造一处秘密地宫 就是在暗自提防皇甫军 约会出而反而 所以她在第82集 用秘药弥翻韩湘雅后 并未将其带回五龙盟的地宫 而是神不知鬼不觉地 将其掳到此处 具体如何劫走的韩湘雅 作者没话 反正结果就是 这个老和尚已经得手了 宗正看着静躺在石床上的 韩湘雅老怀胜影 这位兵花在五天后 便会成为最完美的不死魔师 伴赏过后 宗正强自按下心头 激动走向床头 这位面目可怖的邪僧 咧嘴一笑森然开口 贫僧已经成功练制了六具不死魔师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承受一丝丝痛苦 王大宗正哭受如柴的手掌 缓缓叛出 韩湘雅的郊区 在其尽力的牵引下坐起身来 这次她并不想象之前 那般将吉寒英精 镶嵌在宿主松口 而是准备将其根植 在韩湘雅的头颅之中 如此便可令吉寒英精 与宿主完美融合 使得韩湘雅成为没有记忆 只会听命于她的行尸走肉 但她知晓眼前 这位兵花石海中缺失部分记忆 为了能将对方的意识 不胜丝毫彻底抹路 她必须先将韩湘雅残缺的记忆找到 伴随着宗正催动秘法 这位邪僧的神识 侵入到了韩湘雅的石海之中 昏迷中的少女秀眉微醋 一滴冷汗不受控制地低下额头 片刻后宗正在石海中 找到一段隐秘的记忆 此处正是黑商 鉴于山西太原的秘密距离 庭院中一个不到十岁的白发女孩 手持长剑 烟红的血迹正从剑身上缓缓滴落 而女孩的四周则是满地尸体 显然皆是死于她的剑下 女孩仿佛感受到 有人在暗中窥视自己 转过头来的一张小脸上冷若寒霜 宗正惊骇莫名的同时 心中一阵狂喜 韩湘雅不带丝毫感情的目光 让她愈加确信 这位冰花绝对是 炼成完美不死模式的不二人选 此时记忆中一位锦衣华服的男子高声怒骂 一群废物 还不赶快抓住那个女孩 这是准备献给五龙龙的上等货色 千万别伤到她 要抓活的 幼年的韩湘雅听到没有丝毫慌张 少女扔掉长剑足间 轻点地面腾身而起 几个纵月间便已月出 高强消失在茫茫月色之中 看到这一幕的宗正心中顿时犹豫不定 这段记忆虽然十分隐秘 可她知晓这并不是韩湘雅最早缺失的那种 而这种搜魂秘法 凭她的修为不可维持太久 否则她与韩湘雅都会陷入危险之中 略微私损之后 老和尚还是决定平而走险 为了炼制完美的不死模式 她必须继续搜寻 念及此处宗正不再犹豫又一次催动秘法 老和尚的神念如同一只夜宵 在韩湘雅的尸海中反复探查 片刻过后宗正突然发出一阵节节怪想 她终于找到了韩湘雅丧失记忆的原理 怜民的雪山脚下一个小女孩 助力在梅花树前 此时还是满头青丝的韩湘雅 在落雪般花瓣的硬衬下乖巧可人 宗正痴痴然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美景 她无法想象是何种遭遇 让韩湘雅性情大变 但这些显然已经不重要了 她无比确信这便是韩湘雅失忆的原理 想到这里老和尚不再有任何犹豫 最后一枚极寒英精从她掌心缓缓浮出 就在宗正一声怪叫准备扑向韩湘雅时 一道温和的嗓音悠悠传来 湘雅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听到这个声音的老和尚瞳孔陡然缩紧 一股强大的威压让她不由自主地顿住身形缓缓转头 只见一位满头银发的老者不知何时出现在她身后 来者正是上一任天破武将 善杀雨的授业恩师韩武伯 秘宗和尚掌握着一种邪门秘书 可以凭借至英至韩的极寒英精 将一个国人炼成不死无灾的模式 然而已经成功炼制了六具不死模式的她 今天却在一个小丫头身上栽了跟头 就在宗正准备将极寒英精植入韩湘雅奴内之际 一缕寒武伯的神念出现在韩湘雅诗海之中 这位曾经的天破武将满头白发无风自动 浑身上下散发的灵力威势让人肝胆剧烈 直面此等威势的宗正瞳孔骤然缩子 她无比确信眼前之人可以随手抹杀自己这道神势 而就在她一愣神的功夫场中一变动神 韩湘雅的石海中突然涌出一股灵派真气 无费吹灰之力便将宗正生生震出体外 这位秘宗邪僧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这一面 跌跌撞撞地倒退出去战雨才稳住身心 宗正握住酸麻不已的手腕 可于静未消让她整条臂宝物字颤抖的不定 这位秘宗邪僧眯起双眼心念顺转 这种状况是她炼制不死模式以来第一次遇到 眼前的韩湘雅毫无疑问仍处于假死状态 那将自己震出体外的磅礴尽力又出作活动 还没等她想明白其中关桥 宗正突然感觉猴头一甜连忙咬紧牙关 可燕红的血迹还是不受控制地从鼻孔涌出 显然方才那一击让她受了极重的内伤 这位秘宗邪僧抬手缓缓抹去低落的鼻血 带到稳住体内翻涌的气血后又寄出那枚极寒阴底 一具完美的不死模式就在眼前脱手可抖 宗正自然不想轻易放弃 当下她催动起石成功力准备顾忌重施 但下一秒她突然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 这次任凭她如何施展秘法 竟是完全不能再次侵入韩湘雅的尸海 而她手中的那枚极寒阴底也突然开始不受控制 并未像她预想那般封印韩湘雅的风 反而是从其百会学没入体内 逐渐被韩湘雅完美吸收 与此同时 昏迷中的少女只感觉自己如同堕入无边黑暗 一个苍老的嗓音在她耳边如同邪魔低语 忘记过去吧 从今天起你的灵魂将属于我 黑暗中韩湘雅无助地抱紧双膝 她也想听从那个声音忘记过去 但她自己从未记起又弹劾忘记 就在此时一束光陡然划破黑暗 少女迷茫地顺着光源方向望去 只见一对夫妇正在梅花树下静静助力 韩湘雅的心神猛然一颤 这幅场景她不止一次在梦中见过 男人的眼神威严中藏着一丝处 女人的目光温婉中带着白转柔情 韩湘雅不自觉地朝着那对夫妇伸出手掌 缺失的记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这是她的父亲母亲 鞭蝶 娘亲 这些年眼儿好想你们 泪水从韩湘雅清冷的脸颊无声滑落 这一刻她终于全都记起来了 而此时的宗正瞳孔急剧收缩如临大 韩湘雅体内陡然爆发出一股珊瑚喊啸般的精力 这股尽力携带一往无前摧枯拉朽之士奔涌而来 让这位密宗邪僧惊恶之余隐隐有一种熟悉之伴 与那位曾经挫败自己的战神一般无二 宗正不可置信地瞪大双� 莫非冰花与战神竟是同出一脉 还不待她多想那股尽力转瞬极致 宗正收手不及右臂立时背脚的粉丝 引接着整个人如同断线风筝被镇飞竖 莫非冰花与战神竟是同出一脉 还不待她多想那股尽力转瞬极致 宗正收手不及右臂立时背脚的粉丝 引接着整个人如同断线风筝被镇飞竖 这位西域邪僧手舞断地发出一声撕心裂肺般的采访 而昏迷中的韩湘雅此时则飘然起身 这位冰花淡淡地扫了对方一眼嗓昂青了 今日饶你不死 看到宗正惊恶的眼神 韩湘雅难得地有耐心开口解释 表示虽然宗正的所作所为万死难 但脱胎的福自己找回了关于父母记忆 故而饶其一命 可这位西域邪僧并不领情 是要将韩湘雅的头颅砍下收回极寒阴景 严霸宗正单手结印施展出密法血磨煞气 树到血气如同毒蛇般扑向韩湘雅 此树同为密宗禁术 只要沾染一丝血气便会被吸干血液化为干湿 但见韩湘雅不慌不忙 杏手捻起一根冰淡淡 下一秒这位冰花竟是将一身剑一灌注其上 以发丝为剑施展出其弩无创的月红剑法 流水如水的发丝此时却有风雷之势 恰似月华如炼一泻千里直奔宗正头颅 眨眼间这位邪僧的额头出现一道月牙疤痕 旋即一道血剑自他后脑飙射而出喷死的一地 宗正的双腿开始摇摇晃晃站立不稳 紧接着老和尚的死士扑通一声栽倒在地 其身后石壁上一道月牙痕迹触目惊心 这位西域邪僧最终带着不甘和不解命归皇权 人不眠不休策马狂奔了三天之久 可他依然觉得时间紧迫不敢有半分懈怠 男人名叫张夏秋 乃是大天商团辉州分会的会长 在第八十一集中苏小胡就对皇甫军跃起了一心 故而他联合了丐帮长老红武魁 全方卫对全盛的过往进行了秘密调查 如今调查的最终结果就在张夏秋手中 他必须在天明之前赶到码头将情报送送 为了这份情报 他有二十余名属下被满门灭口 张夏秋心知此事干系甚大 他就算拼上性命也要将情报送到少主手中 就在此时一阵细微的掠空声传入他耳末 张夏秋心中一惊顿感动了 显然来者的轻身功夫极佳 竟是能够凭借双腿追上及时的快马 来逃人宛如一道幽灵般在密林中纵身飞掠 几个闪烁间便追上了策马狂奔的张夏秋 借着月色张夏秋看清了来者的一样 赫然是第三十一级曾出现过的五龙盟雪剑客 雪剑客乃是皇甫军月的亲位 如今现身截杀自己 更是印证这份情报已然触及全身的逆龄 就在那名雪剑客准备凌空一剑斩下至极 又有一道身影红逆龄中狂奔而来 来人飞身一棍是大力沉沦向雪剑客投入 后者只能仓促便召回剑阁党 可巨大的净力依旧将他崩飞树掌 雪剑客顿时心中一领之小来者绝非一语之为 而乞丐拦下雪剑客后则是对着张夏秋朗深开口 你且速速离去 此人交给我来解决 张夏秋只是奉命调查皇甫军月的过往 并不知晓自家少主还请了盖帮暗中护露 虽不明白眼前这个乞丐为何会出手相助 但还是承诺此番大恩日后必有重心 乞丐闻言咧嘴一笑 等你见了你家小姐一问便知 船还在码头等你 他日有机会相见请我吃顿好的就行 张夏秋知晓此事不是婆妈的时候 当下不再多言锅转马头继续狂奔而投 雪剑客见状森然一笑语气冰冷 你们乞丐还真是卑劫 为了区区一顿饭就甘愿卖力 况且你以为你一个人能拦住我们 不曾想乞丐听爸嘴角却泛起一种笑容 谁说我是一个人来的 言爸只听的四周又响起一阵稀疏的脚步声 赫然是十余名丐帮弟子手持棍棒围拢过来 为首的乞丐肩扛长棍默然一笑 之前在太原我们就用打狗阵 载过几个雪剑客 今日在此与那天也没什么不同 无非是在多杀几条死狗而已 却不料话音未落又有一位白袍人闪身而止 来者头戴斗笠嗓音冷漠 那件事情本作听说过 既然是你们做的那本作 今日便送给了一场 见来者气度不凡缓入上前 乞丐暗自提防的同时出言试探对方身份 本名是什么我早就不记得 后来盟主刺名白龙草 也就记下这个名字吧 免得到了地府不知道该告谁的转 看清斗笠男子的黄金面具乞丐果然色变 白龙草三个字更是让他的瞳孔急剧收缩 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情报网遍布江湖 对于五龙盟的雪剑客他们也有了解 雪剑客乃是由五龙盟中最狠辣的一批人组建 他们不但是皇甫军月的亲卫还负责争计暗杀 一旦认定某人对五龙盟存有威胁 雪剑客可以不必禀报盟主先斩后奏 而雪剑客的创始人便是眼前这位白龙草 人诵绰号铁一位江湖传闻看过他拔剑之人无一幸存 就在乞丐一愣神的功夫这位雪剑客首领已然拔剑出所 下时间凛冽的剑气铺天盖地弥漫开来 下一秒指剑道道灵力剑刚如海浪般激荡而去 克然是白龙草的成名绝技血穿云海 众多丐帮弟子历史被剑刚脚的支离破碎 场中一时间残肢断臂四散飞剑稳若修罗地狱 片刻后白龙草率领两名属下追到码头 可张夏秋早已乘坐快船驶出港口 眼见船至离岸不过树里之远 属下当即提议施展水上飘潜去追击 白龙草闻言却是微微摇头 反倒是转而向属下介绍起了张夏秋的底细 大天商团在短短十年的时间 从一无所有到如今能与黑商分庭抗论 世人只知他的少主苏小胡至极无双 却不知这个张夏秋才是鞠躬之物 别看他只是一个区区徽州分会的会长 可其手下的情报网丝毫不逊色于概念 甚至有人说得到他就相当于掌握了整个中原的情报 这般人物在秘密调查盟主 无论其背后想买情报的人到底是谁 对我们五龙盟来说都是天大的营盟 现在取他性命于我而言易如反诚 但本座想知道的是谁在要这份情报 与此同时在铁武盟的大天商团之中 苏小胡看着深夜到访的女子目光惊讶 韩湘雅的嗓音不似之前那般冷落寒霜 表示自己冒昧韬老还请苏小胡多多担待 此话一出苏小胡疑惑更甚 他与这位冰花虽然肃无交集 但今日一见对方给他的感觉与传闻并不消负 略微私存后苏小胡问出了心中猜想 询问韩湘雅来此是否与扇沙鱼有关 后者眼神直视对方毫不闪躲大方承认 但是哥哥现在身处雷狱之中并不在此 此事我也略有耳膜 但就是控制不住内心想来此处 苏小胡听罢沉默半嗓低声开口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我想从你口中知晓 那个传承了我父亲的武艺 你最信任的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人听此言苏小胡心头遗产 善沙宇曾告诉他韩湘雅失去了二世记忆 如今看来莫非对方恢复了记忆不成 继而他对婢女出言吩咐 表示自己可能要与韩小姐相谈许久 如无要事不必打扰 玄机便对韩湘雅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 韩小姐屋内气闷 我们不如到后院相谈 还不带行至后院韩湘雅犹豫半生涅如开口 苏小姐不知善大侠何时才能回来 或许要等到英雄大会结束那天 哥哥总是这样 每次来的都很迟 韩湘雅听罢下意识的男男弟 还要等那么久吗 苏小胡仰望天上明月 一张精致的俏脸田静淡然 不管多久我都会等他 当初为了等他来见我 我可是足足等了十年 现在等他都成为我的一种乐趣了 韩湘雅文言没有丝毫不澜 而是清清汗手 那我也一起在这等他吧 位是大志敬妖富甲天下的商团少主 另一位是家学渊源武艺高强的江湖女侠 两名被无数青年俊杰趋之若鹜的家人 却在今夜相聚一堂独独只为哭等一人 就在苏小胡与韩湘雅一步到后院闲谈之时 一直住在大天商团的宇文贤道坐不住 刚刚韩湘雅一踏入大天商团 他就敏锐地察觉到来者的气息颇为强横 但他并没有急于现身 一来对方没有刻意隐藏行踪证明并无敌 二来是这股气息他总感觉似曾相识 这位铁巴不动声色地走出房间放眼远条 胡心良亭中二女的对话若有若无传若而来 却说两女一路闲谈下来已经颇为熟人了 知晓二人同为塞北出身更是认了姐妹 韩湘雅年纪稍长被苏小胡认为姐姐 就在后者热络地邀请她落座雨茶之际 韩湘雅前行的脚步突然一对 随即这位冰花豁然转头望向远方 一身凌厉的剑气沛然外泻伺机而动 显然是发现了暗中窥视二人的铁巴 宇文贤道见此情形两条苍莓微微皱起 她没料到这位冰花的感知尽如此敏锐 之前她去狮子盟取走血玉时 曾与韩湘雅有过一面之缘 当时这位冰花在她眼中属于资质主家 但实力还根本不足以让她放在心上 可这才过了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单从内力上看对方已然能与自己并驾起去 成为下一位女子剑仙也无非早晚之事 念及此处宇文贤道不由的案子行径 她惊讶的并非是韩湘雅在此期间有何其遇 这位冰花团少主能够调动的资源更不必说 还有那位中南剑派民调韩肃的小伙子 虽然是出入江湖对敌经验稍显故 但那一首天罡三十六剑着实让人惊艳 今后的发展潜力不容小觑 更有代表着铁武盟青年舞者的士气 这群青年舞者不畏强权又血性失足 经过之前善杀与对他们武艺上的点估 又有这段时间苏小胡无微不至的照顾 时期众人已然与战神等人极为融洽 如今再加上一位实力突飞猛进的冰花寒香眼 战神的势力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如此壮大 收拢了思绪的宇文贤道不禁细思极恐 英雄大会上善杀与如果能够安然无恙还则罢了 如果真要取战神性命只怕会掀起一阵血与星空 届时铁武盟一旦减散 各方势力在无盟归约束 中原武林势必会陷入到一片混乱之中 想到此处这位铁巴的脑海中华会遇到惊雷 莫非这便是皇甫军乐最终谋划的局面不成 一夜无话转眼距离英雄大会只剩三天时间 聚集在铁武盟的武林人士越来越多 在内城的一处接兵九次 两名时刻正背面而坐低声交谈 其中一人正是丐帮的大长老红武盔 帮主的最终决定为何 想必红长老已经猜到了 这次英雄大会丐帮依旧置身事外 所以之前是我最后一次保 另外帮主和其他长老让我给您带局了 莫要因为您跟战神的交情让丐帮陷入困境 是丐帮的铁律 所以当初铁武盟成立之时 丐帮便没有参与 即使丐帮在抗原大战中也贡献了许多力量 但在铁武盟解散之际介入其中的确余力过 故而帮主做出这般决定也在他预料之中 他之所以心良是因为帮主带给他的那句话 仔细揣摩之下其中警告的意味不言而言 显然是有皇甫军乐在暗中施压的此击 沉默了良久这位丐帮长老缓缓开口 请转告帮主 就说老朽已经知晓丐帮的态度了 狗立男子并不在这件事上过多纠缠 转而说起之前红武盔拜托他的另一件事 我安排了一众好手去接应张夏秋 但当他们抵达辉州分会时那里也被复制一举 分会从上至下被人杀戮殆尽 只不过并没有发现张夏秋的尸体 于是我便派邱杰凯一路追踪保护张夏秋 可现在连邱杰凯也有无音信 据辉州分会唯一的幸存者说 他当时只看到对方戴着黄金裤龙面具 那人武功齐高而且出手无必狠 听到黄金裤龙面具洪武为心中大震 如果真的是那位白龙曹亲自出手 那邱杰凯多半也是凶多吉手 与此同时在烟波浩鸟的长江之上 一艘快船正顺流而下驶向铁武盟 江岸上三匹快马紧追不舍 赫然是白龙曹与他的两名属下 看到船只行驶的方向白龙曹已然心中有数 张夏秋背后的主使多半是大天商团的少主 故而他命属下即刻飞鸽传书 通知身在铁武盟的雪剑客包围大天商团 而他自己则要登船继续监视张夏秋 以防自己的推测勇 属下领命的同时询问此事是否禀成盟主 白龙曹表示等到陈埃洛定他会亲自禀 严霸他猛的威着江绳从马背上躺身跃起 身形如同一颗流星直奔江面脊坠而去 待到落至水面白龙曹施展轻功踏波前行 夜夜下只见一道白色身影宛如破浪低风 几个呼吸间便已追上那艘急行的快船 待到追至树丈远时白龙曹猛地提起一口真气 下一秒他的身形便如夜宵般呼向传板 这位雪剑客首领飘然落下稳住身形 随即猛一转身甩掉那一身扎眼的长毛 伴随着他取下那猙獰的黄金骷髅面具 一张平平无奇稍显冷峻的脸庞展露出来 白龙曹已经下定决心 一旦发现有人与张夏秋接头 即使日后无法揪出其背后的主使 他也会毫不犹豫将对方当场格杀以防情报外行 于是这位雪剑客首领随手搬起一项货物 装扮成传员模样若无其事地靠近张夏秋 而张夏秋此时却毫不知晓自己命选一些 连日的奔逃让这位情报能手筋疲力尽 可他依旧不敢歇息片刻 当初大小姐让他暗中调查黄甫军月 他本以为是自家少主心血来潮随性儿 黄甫军月作为黄甫世家的长子 其身是屡历江湖上人尽皆知 可当一众属下被人接连灭门之后 他才明白这份情报 绝对触动了黄甫军月的逆领 但张夏秋没有丝毫胆气 哪怕拼掉性命 他也要将情报送到小姐手中 这才对得起当初自家小姐的治愈之恩 此时距离英雄大会还有一天时间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的五龙盟别院之中 叶以寄深但黄甫军月却毫无税 他反复推敲确信自己的计划万无一失 虽然邪僧宗正的失踪让他出乎意料 但不死模式已然练成故而无碍把决 对于诸多变数他也制定了各种队策 甚至最大的变数也被他困在雷狱之中 可不知为何他的心底始终有一母关 而另一边的雷狱之中 扇鲨鱼等人终于来到了最后的出口 他已然溃密术操纵沙天威一路破除机关毫发无伤 还操控两名守卫将那名神秘高手的尸体抬了出来 沙天威此时已然被控制了一时 神情木讷介绍起了最后一道关卡的玄机 眼前这扇大门并没有所可以随手推开 但如果不按顺序先把隐藏的机关依次按下 一旦推开大门整个永道便会彻底坦坦 莫俊熙听罢心有余悸地看向扇鲨鱼 后者却是没有丝毫表情深游无暗 按照他计算的日子明天便是英雄大会 念及此处扇鲨鱼目光冷暖心中暗暗低语 黄虎君悦 明日过后以我二人之中必有意思